四叶混沌脸还在凶猛地吞噬许峰的精神力 许峰精神始终没恢复过来 确实有点疲惫 她咧嘴笑了笑 要不要补个魔 让我恢复一下精神 沈婉秋有些茫然 她上学时连电视都很少看 自然不知道许峰在说什么梗 不过她犹豫了一下 红着脸走到许峰的旁边 许峰感觉一双柔软的小手 轻轻放在了她的左手手臂上 沈婉秋声音温婉 小声问道 这样会放松点吗 周围没别人 但她说话声音还是那么小心翼翼 像是怕把风惊到了 许峰看着她的睫毛 咧嘴笑了笑 另外一只手也嗯嗯 沈婉秋认真地摁着 乖巧地应了一声 晓得了 还有肩膀 好 许峰享受小锦里的温柔 右手搓着咸心的脑袋 咸心蹭着许峰的脑袋 眼睛被搓得都看不见了 喵 被搓疼了 她也不走 只是叫了一声 五分钟后 许峰的精神力饱满了一些 放松状态下 精神力恢复的确实更快 周亚南清醒过来 成了 她选了那只尾巴毛团最大的如鹿 这只如鹿凑到了周亚南的身边 蹭了蹭她的脸 周亚南非常高兴 晚秋 快看我也有飞行坐骑了 沈晚秋也跟着笑 嗯 真好 许峰问道 属性怎么样 周亚南在管理群里 发了截图 许峰看了一眼 有些意外 如鹿增加了31%的最终法术伤害加成 这个属性一般 但如鹿有两个格子 结尾最起码还能成长一次 潜力超过了霍斗 周亚南翻身骑上了如鹿 走吧 小小男 许峰满脸嫌弃 什么破名啊 周亚南不满地回怼 你懂不懂启明啊 又好听又好懂 这名字不好吗 许峰不屑地说道 像个狗鸣 四叶混沌帘传来一阵忧怨的意志 他叫小黑 还不如小小男呢 你还有脸吐槽别人 许峰不动声色 当做什么都没听到 沈婉秋小声问道 黄昏没有名字吗 给座妻起名 可以小幅增加座妻的忠诚度 许峰摇头 懒得起 黄昏就挺好听的 沈婉秋点点头 是很好听 话音刚落 许峰听到远处有了动静 赵静心面露喜色 成了 和四山也紧跟着苏醒了过来 老板 露露好配合啊 赵静心点点头 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我失误了一次 结果他还提醒了我一下 该用什么骑程方式来驯服 许峰装逼道 你们老板带回来的路 思想觉悟都高 行了 你们升级去吧 和四山有些失望 啊 老板你这就走了 许峰点头 我也得赶紧升级 赵静心说道 那我先把路送回工会空间 说着 他走向还没被驯服的那只如鹿 如鹿后退两步 跑到了许峰身边 他对其他人类保持警惕 许峰语气不耐烦 我没空送你 跟他走 这只如鹿不太情愿 但还是走到了赵静心的身边 沈晚秋有些不舍地松开了许峰的手 周亚南也飞了回来 说道 渣男 做集的奖励标准 我订好了 他给许峰发了一张表格 上面写着三十多条审评标准 完成五次工会内政任务 积分加一 积攒十份一等建筑侵食 积分加一 收集150份赤连药剂的药草 积分加一 最后还有一条 参加积分竞争如露的活动 必须签订合约 三年内禁止跳槽 周亚南虽然胆小 但管理方面还挺有天分 许峰懒得细看 挺好 宣传一下 估计工会直接能满园了 周亚南催了一口 真懒 许峰当作没听见 把御灵呼吸法扔给了他 赵静心有些激动 老板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几万枚金币啊 呼吸法和如露 每样都价值两万枚金币以上 而且这种资源 有钱都买不到 赵静心每次拿许峰的资源 都很心虚 许峰翻身齐善黄昏 好好打工 抓紧升级 四个妹子整齐地应了一声 好 许峰撕开回城符 先回了趟池银城 他找到了刀武龙 把轩辕长弓合成一下 说着 许峰摆出了四枚力量宝石 还有一枚星河石 刀武龙问道 钱哪 什么时候还钱 许峰递给了刀武龙 五千五百枚金币 刀武龙说道 不够 合成要三千二百枚金币 许峰咧嘴笑了笑 再欠一欠 十月红的分成已经不少了 不过许峰懒得提了 刀武龙问道 你怎么越会越穷了 许峰随意地说道 钱要花出去才有价值 攒那么多钱干什么 刀武龙喜欢攒钱和资源 不能理解许峰的大手大脚 算了 我去给你锻造 刀武龙 灰锤开始合成 十秒后 许峰周围的时间停止 您的轩辕长弓合成失败了 您的轩辕长弓获得了要破攻击力加一 许峰拒绝了这个命运 重新开始 重置了34618次 合成终于成功 许峰接受了这个命运 周围的时间 重新开始流动 许峰接过轩辕长弓 看了看属性 合成属性 攻击力正30% 要破攻击力加2 许峰的面板攻击力 涨了不少 攻击力 182020 许峰咧嘴笑着 看向刀武龙 老大 借我两枚力量宝石吧 索性就满合成属性了 刀武龙收拾着断炉 下次锻造 要6500枚金币 我知道 你有钱吗 没有 但你有就行了 滚 好嘞 许峰撕开回城符 到了云启城 周围的人瞬间散开 引雷真来了 大佬这套装备 有点丑啊 轻语阁这个副会长的牌子 真几把帅 54级居然真的能当副会长 我还以为 论坛的情报是假的 太有牌面了 我也想当副会长 现在许峰身上 没有连夜潮声音 白武套装 确实不好看 许峰没什么精神 懒得跟周围的人打招呼 黄昏飞奔而出 赶往绿沙湖 去升级 十分钟后 四叶混沌帘的第一片叶子 终于恢复如初 他有了些精神 吞噬的精神力 也变少了些 许峰的感知力 终于开始恢复 那股莲敖三个大叶的虚弱感 逐渐消失 十五分钟后 许峰赶到了绿沙湖 他看到了地面上长着几株紫叶草 两个人跑过来 摘走了这些药草 负责天降的效果 逐渐明显 许峰寻找起了合适的升级点 有了黄昏 许峰现在不光能吃两块资源了 他找来找去 看到了一处合适的地方 这里有五个资源区 会刷57只妖血迷路 有 心灰 技能 许峰可以吃完北边的两个资源点 再闪回来 吃另外三个资源点 完全不浪费时间 不过战力工会的七只队伍 一共35人 站住了这些升级点 跟许峰一起过来的 还有几个接一帮的人 他们看到了战力工会的人 忌惮地走开了 许峰落了下来 笑容阳光 这五个资源点我占了 你们走吧 战力工会带头的队长 叫 帕金卡纳 帕金卡纳犹豫一下 说道 给你两个升级点 反正你自己也吃不完 队伍频道里 斯坎 纳维亚 队长 凭什么给他 艾伦 他有那么掉吗 不服就硬抢了 帕金卡纳在队伍频道反驳 你抢得过他吗 万一这个疯批动手杀人怎么办 他是副会长啊 纳维亚 纳维亚 该死的 为什么这种人能当副会长啊 艾伦 比他强的人很多 过几天 他就嚣张不起来了 另外两个队员 也默认了 让出三个资源点 许峰也不在意 不走 那就抢了 他握住轩辕长弓 帕金卡纳也是攻守 他看着许峰的武器 有些羡慕和贪婪 问 弓弦颤动 两根黑剑忽然消失 瞬间命中了远处的两只 腰雪麋鹿 碰 腰雪麋鹿被巨大的力道掀翻 栽倒在地上 他们的头上 各自跳出了一大片的黑金色伤害数字 -3668万9473 许峰的精神力还没恢复 这两件没有附带鹰之尺的伤害 但已经足够了 纳维亚大喊 抢 咱们这么多人还抢不过他 艾伦很冷静 通知爱丽丝他们 让他们抓紧速度轻另外两处的怪 帕金卡纳有些犹豫 依然想退走 换成轻语格的任何一个人 帕金卡纳都会很强势 唯独许峰坐视风格太硬了 他面对许峰很心虚 不过队员们很不服气 帕金卡纳也只能下令指挥 输出集中 能抢一只算一只 他们说话的时候 许峰又射出了四根黑剑 剑无虚发 四只妖血迷路倒地死亡 附近这个升级点很大 能刷13只妖血迷路 但仅仅一秒 许峰已经吃掉了一半的资源 艾伦的脸色迅速变黑 该死的 他的攻击无视距离太赖了 快打 能抢四只就算不错 来补个伤害 这只怪还差15%的伤害 战力工会的两队人 配合着抢怪 两秒 附近的怪全部被杀完 许峰杀了11只怪 经验条上涨了0 01500分号 艾伦他们停住了手 许峰却转头看向远方 他的精神力虚弱 感知距离缩短到了2100米左右 不过够用了 他动作干脆 拉弦射箭 六根黑剑依次射出 1500米外的升级点 忽然飞来几只箭矢 在战力工会玩家震惊的眼神中 妖血迷路依次倒地 这个升级点不大 只刷六只妖血迷路 许峰自己吃掉了所有的经验 黄昏留下了一道星光 随后他迈腿跑向另外一个升级点 靠着超快的移速 许峰只用了两秒 就感知到了另外三个升级点 黑剑飞出 这三个升级点的妖血迷路 开始不停倒下 12秒之后 许峰的经验条上涨了0 35% 刷完这边 帕卡金娜那边的野怪 要刷出来了 许峰使用了星回 闪了回来 野怪刷出 许峰继续抬手射箭 刷怪升级 十三只怪里 许峰再次吃掉了十一只 他留下一道星光 赶往下一个升级点 艾伦惊呆了 什么劫匪 攻守 亚德里恩 满脸自我怀疑 我真的跟他是一个职业 马维耶眼神呆滞 队长 他好像真的能吃五个升级点 帕卡金娜也傻了 诗神低语 一个人吃五个升级点 他从一开始 就跟其他队员不一样 知道争不赢许峰 但这也太过分了 你怎么不把地皮也给啃了 上辈子没打过怪事吗 十三秒后 许峰闪回到了帕卡金娜的旁边 这次野怪甚至还没刷 许峰停在帕卡金娜旁边 感慨道 升级真慢 刷多了特殊怪物 许峰是真看不上 这些普通的精英怪 帕卡金娜 帕卡金娜 你单刷这么多怪 升级还慢 艾伦看向许峰的眼神 有些羡慕 我从来没见别人这样升过节 纳维也很好奇 你刷一轮怪涨多少经验 许峰说道 想知道啊 十枚银币 周围的人一脸诧异 帕卡金娜问道 你还看得上十枚银币 许峰理所当然地说道 这叫骑单车去酒吧 该省省该花花 挣钱嘛 一枚银币许峰都不嫌少 花钱痛快 那是花钱的事 纳维也付了十枚银币 许峰算了一下 涨零 零五二百分号左右吧 他刚说完 艾伦惊呼出声 那你岂不是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升级 帕卡金娜有些被震撼到了 难怪 你们一直刷新榜单 纳维也有些酸的说道 我要能吃这么多怪 我也升级快 聊了几句 许峰抬手 继续刷怪 帕卡金娜停了手 在队伍频道里问 撤 艾伦 先撤 他应该待不久 纳维也 这人见识见了点 还挺有意思 帕卡金娜 是的 没想到他会愿意跟咱们聊天 帕卡金娜 总感觉他比那些高高在上的高层 有意思多了 附近的机队人 陆续撤走 许峰踏实的单刷起了五个升级点 不到二十分钟 附近有人赶了过来 真的一个人吃五个升级点 要不是亲眼看到 我是真不信 论坛里说的 居然是真的 帕卡金娜发了帖子 把许峰单刷五个升级点的事情曝光了 帖子热度极高 无数人都惊呆了 但没人信 连许峰的粉丝都不信 奶糖不太甜 你这是捧纱吧 一个人怎么吃五个升级点 橘猫出拳 GPG 逃善 黑妆粉的小黑子插出去 不许黑我老大 激篮球 GPG 周亚南 听上去越不像人干的事 越有可能是他干出来的 看帖子的人 有不少就在绿沙湖附近 他们特意过来打卡 不少人都惊呆了 许峰拍了拍四叶混沌帘 把连夜潮声音给老子穿上 有人来拍视频了 这套衣服太丑了 四叶混沌帘十分不满 他都伤成这样了 还不许休息 许峰懒得跟他协商 胸向毕露 你自己穿 还是我逼你穿 四叶混沌帘 连忙释放了他的力量 许峰重新穿上了 连夜潮声音 远处有几声小姑娘的 欢呼声响起 许峰和四叶混沌帘 同时心头一爽 帅还是我帅 他们两个同时想着 27分钟后 许峰的经验条 逐渐长满 刷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55级 轩辕长弓 也跟着升了级 两条世界公告 忽然出现 特殊事件 所有拥有声望的60级玩家 可前往相应阵营报名 参加活动天选争锋 胜者将会获得丰厚奖励 服员出现 使用服员 可在各势力的服员兑换使处 兑换各种奖励 许峰看向了论坛 这里有 天选争锋 活动的具体内容 许峰很快看完了关键信息 参与天选争锋的人 开打时级别和装备 都会完全一致 九大区域的每个阵营 各选两个代表参战 拥有阵营声望超过2000点的人 可以报名 最终获胜的人 能获得20点服员奖励 同等装备单挑 许峰在行 他又看向了服员系统的介绍 每隔24小时 服员能兑换的物品 会刷新出6个 每个势力能兑换的物品 各不相同 有人已经找到了服员兑换时 截图了能兑换的物品 众鸣鸟 坐骑 归须集 400点服员可兑换 天机金针 370点服员可兑换 使用后 可解锁第二个呼吸法格子 第二个呼吸法 加成75% 可自行调整呼吸法顺序 100级天神级装备宝箱 20点服员 八卖预检 鹰锹 赵海 5点服员 正10%力量宝石 2点服员 正10%智力宝石 2点服员 许峰眼神火热 这个天机金针很牛逼 加成太高了 天神级宝箱开建绝神装备 卖6位数的金币 都有可能 都是好东西 但是太贵了 许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服员值 4点 妈的 穷字遮蔽了我的双眼 论坛里无比热闹 虫鸣鸟 规须做齐 服员能兑换的东西 也太好了 级别和装备调成一致 全靠操作 刺激 说实话不太公平啊 辛辛苦苦积攒的装备优势 就这么没了 强者横强 迈克已经报名参加了 即将进入选拔 许峰给军营悬赏官发了邮件 我想报名参加天选争锋 悬赏官秒回 抱歉 您的级别和声望 均不符合要求 许峰回了邮件 给我两个能给声望的悬赏吧 悬赏官发来了几个悬赏的清单 特殊悬赏 黑一楼劫匪 抢走了四香黄金 请前往指定地点搜寻黄金 特殊悬赏 云起城外的匪债 与妖族勾结 请清理匪债 这些悬赏给的声望都在200点左右 许峰算了一下 做上三个特殊悬赏 声望肯定能破2000点 许峰 我先接黑一楼的悬赏吧 悬赏官 其实我建议您放弃 时间不够了 许峰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我没问到 报名时间截止到什么时间 悬赏官 12个小时之后 报名终止 许峰 没有办法拖延一下报名的时间吗 悬赏官略带歉意 报名时间不是我们决定的 抱歉 许峰 如果我威胁你们 要把军营拆了呢 悬赏官 您把整个枫叶谷的军营拆了都没用 我们想改也改不了 许峰心脏很大 并不难过 还有别的机会吗 老徐提前知道内幕 也许有办法 许峰刚想给徐富来发邮件问问 于又威发来了消息 狗子 你来得及报名吗 许峰 看上去来不及了 于又威 别难过狗子 我的服员分你一半 许峰笑了笑 还没定死 说不定我还有报答你的机会 于又威有点不满 你居然舍得打我 许峰 那当然 排到我头给你捶报 臭妹妹 于又威 我咬死你 不许叫我臭妹妹 许峰 叫好妹妹也行 于又威翘脸威红 这个也不行 跟他聊了几句 许峰敷衍着他 给徐富来发了邮件 徐道长 级别不够声望不够 能不能拖延一下报名时间 徐富来调侃起了许峰 平时叫我小老头 现在叫我徐道长 许峰 义正言辞 谁那么没礼貌 叫你小老头 我最恨没礼貌的人 徐富来笑了笑 回复道 报名时间 由不可知的力量决定 无法更改 许峰 没用的小老头 骑你的贺丸去吧 徐富来 我还没说完 声望的问题 我也许能解决 许峰 徐道长 您说话别大喘气啊 您继续说 徐富来被逗笑了 你小子真是没脸没皮 徐富来 军营的传奇将军张震仙 150年前意外死亡 他的武器灵水剑遗失 后来被枫叶谷 收藏大师藏龙先生获得 这把剑 最起码能换一千点声望 许峰眼睛亮了起来 藏龙先生在哪 徐富来 你们去不了的高级城市 徐富来 我可以帮你去问 但你得拿点稀有的东西来换 许峰问道 花钱行吗 我可以出很多金币 徐富来 金子能买资源 但很难买到独一无二的藏品 徐富来 云汉尊可以 反正也没什么用了 许峰不太想给 你先帮我问问 徐富来 也行 跟徐富来聊完 许峰在工会频道里发了消息 有没有给经验多的云启城隐藏任务 蓝峰 有 峰会长看我 紫墨蝶 我这里也有 给宝箱的 过了三秋 副会长 我这里也有 许峰扫了扫他们发的任务链接 任务的奖励描述 都是奖励经验 真正给经验多的任务 辽述应该是 奖励丰厚经验 云生发了消息 想十二个小时生六十几 点燕燃孤独 怎么可能 五十五级到六十级 超级男生 鱼网是干杯 这么好的活动 月落副会长没机会了 点燕燃孤独 被副会长月落西沉 近年三十天 鱼网是干杯 被会长于又微沉 近年三十天 鱼又微 嘲讽副会长 影响团结 再犯梯了 云生不敢把许峰得罪狠了 他只是发了一条 我等着看你十二小时 升到六十级 定 鱼又微发来消息 你别急 应该还有 下次天选争锋 许峰 我先升级 待会说 他动作俐落地 刷着妖血迷路 同时看着隐藏任务的信息 树影对月酬也在黑市上 帮许峰找着隐藏任务 两分钟后 许峰忽然收到了 踏破千山的消息 你在找经验丰富的隐藏任务 我们这边有一个 踏破千山 还发来了任务链接 许峰打开看了一眼 隐藏任务 河村房檐上的怪叫 五人 请进入一空间河村 击杀潜入的二十四只恶鬼 任务奖励 丰厚经验 少量呼吸法经验值 定 踏破千山 又发来消息 你如果需要 可以带你的三个人来 许峰 我考虑一下 踏破千山 脾气很直 不用客气 也不用担心欠人情 许峰大大咧咧地回道 想过了 我是有点看不上这个任务 踏破千山愣了一下 这还看不上 许峰 任务流程的怪太少 经验不多 踏破千山想了想 表示赞同 那倒也是 踏破千山 不过暂时还没更好的 这个任务给你留着 许峰也不客气 行 没更好的任务 我就去打打 聊完之后 踏破千山 继续跟他的四个队友 刷火灵 这一队人 是龙影工会的核心成员 全部在等级榜单前 五十名 一只火灵 忽然袭向了后排 攻守 刀锋锁指 侧身闪躲 步伐跟许峰的 闪回步如出一辙 这一队人 都是顶尖高手 研究了几个小时 刀锋锁指的操作 已经有了几分许峰的味道 刀锋锁指感慨 这步伐真好使 恶霸来嘛 我能不能也加他的好友 踏破千山摇头 不来 他看不上这个任务 医生 平僧腿毛能颠袭 身材五大三粗 一脸横肉 他满脸意外 这么好的任务还看不上 这小子 眼界这么高吗 法师 搁的肩膀给你靠 身材瘦长 长得有点丑 但他眼睛很亮 思路清晰 人家吃的资源好 跟咱们不一样 升级都能吃五个资源点 他应该是真的看不太上 腿毛有点羡慕 确实 这小子吃 队伍最前方 有个身材娇小的妹子 爱吃脆皮肠 他大概一米五八 跟小周同学的短腿 有得一比 四个大男人在后面聊天 这个妹子 自己扛着两只火灵 听完队友的聊天 他有点不满地说道 挑三拣四 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让小五他们 把任务做了吧 踏破千山一剑 砍在了一只火灵的身上 -8752万1145 火灵的血条 掉了八管多 另外一只火灵袭来 踏破千山向后闪躲 紧接着前踏一步 他也精准地用出了闪回步 踏破千山 眉毛很粗 声音也很粗 这个任务 给他留一回 腿毛语气里 有点不理解 他不会跳槽的 老大你 对他这么好干什么 脆皮肠十分赞同 而且他升到六十级 也想要军营的天选名额 这不是跟你直接竞争吗 肩膀给你靠 扔出了 雷炼突刺 开口说道 我倒是赞同千山的决定 月落西尘 虽然右狗右肩还坏 但人缘非常好 别的五十五级能跟他比 交个朋友总没错 脆皮肠妹子 撇了撇嘴 行吧 这点我倒是承认 许峰继续刷怪 等着朋友们帮忙找任务 一轮怪刷完 许峰终于抽空 看了看轩辕长弓的新属性 轩辕长弓 实施 等级要求 55级 力量 加4788 敏捷 加3010 攻击力 加9206 合成属性 攻击力正30% 强化属性 攻击力正175% 高阶属性 要破攻击力 加2 特殊效果 增加55点诅咒值 附带技能 破天一剑 技能伤害1400% 技能伤害1500% 附带技能 图灵 暴击伤害1100% 暴击伤害1200% 附带技能 不气 附带技能 清静 每日触发次数提升 10次 附带技能 无拘 逢武升级的提升 比较常规 无拘 不气都没变化 许峰感觉没什么惊喜 还是解封的提升 看着舒服 不过基础属性的 涨幅不错 龙隐弓会有一把 55级的史诗长弓 绿斐石灵弓 这把弓有人截图 发了出来 力量加成 只有2901点 同品质同级别的装备 跟血缘长弓的差距 相当巨大 许峰看了看 属性面板 攻击力 194259点 定 于又微的小群里 他们在聊天 飞飞 刚刚看到一个 50级的剑士 4万多的面板攻击力 西然 气运提升上来之后 人们实力长得好快 小雪 我挺好奇 峰哥的面板属性的 应该是过10万了 许峰随手截了 自己的面板攻击力 发到了群里 群里沉默两秒 妹子们都惊呆了 飞飞 我特么拿了一宝 才破45万的攻击力 你欺人太甚了 柠檬哭 JPG 西然 我去 55级将近20万的面板 黎大浦 寒霜沉雪 这面板放到一个月前 都快赶上麦克了 定 于又威给许峰私聊了消息 有空了吗 许峰 没有 于又威 许峰 不许敷衍我 你答应我的 许峰 在找那种流程长 还能打妖族的隐藏任务 于又威十分赞同 对 接这种任务有机会的 许峰 那我接着升级 于又威又气又担心 狠狠地扔出火龙 砸在了野怪的脑袋上 两分钟后 树影对月仇发来消息 大佬 没有合适的任务 树影对月仇 跟妖族相关的长流程任务 真的太少了 许峰回道 你继续找 树影对月仇 没问题 各工会我都会问问的 许峰给踏破千山发了消息 你的人还在等吗 踏破千山秒回 在 许峰 我去找他们 许峰 这个任务多少钱 踏破千山 不要钱 踏破千山 任务很难 你能做成 也算帮忙 许峰懒得玩那套社交推托 他干脆地答应了下来 踏破千山发了个坐标 许峰回了云启城 到了东城门 有四个龙影工会的人 在这里等他 带头的是个57级的攻守 角色名称五度 他一身传说装备 武器则是一把史诗品质的 翡翠长弓 另外三个人 分别是两个盾战 一个医生 装备都不错 全身传说装备 来往的玩家 不少人都频频看向五度 50多级的史诗装备 57级的龙影工会 精英成员 羡慕 能50多级当精英成员的 都挺牛逼的 不过许峰一出现 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 土豪还得是月老 50级的神话装备 太超模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突然觉得 57级的精英成员 也没那么厉害了 都是史诗长弓 还是轩辕长弓厉害啊 许峰下马走上前 走到了五度的面前 五度邀请许峰进队 客气地说道 大佬 多指教 许峰大大咧咧地说道 好说 走吧 走 许峰跟着他们 到了城东的精水村 在这里有一位 逃难的老狱 跟他对话 许峰面前出现了提示 请问是否进入 一空间河村 许峰选择进入 他眼前的场景一遍 来到了一处 被黑夜笼罩的村子 村子里家家户户 紧闭着门窗 远处还有几声狼嚎传来 五度说道 岩上会出现三种灵魂 击杀善魂 会损失50%的生命 击杀咒魂 会降低50%的攻击力 只能杀恶鬼 我教你怎么分辨 话音刚落 许峰抬手一箭 碰 黑剑 斜着难以想象的威势 打在防眼上 明居被震垮了半座 所有队友得到提示 您的队伍 已击杀恶魂1 25 许峰很关注经验条 扫了一眼 一只恶魂 长了0 31%的经验 许峰觉得还行 冥界的特殊怪物 在经验方面 一向比较拉胯 这几只恶魂的表现 算是不错了 四个队友 则震惊地看向许峰 这是怎么判断的 刚刚四只鬼 大佬你怎么判断的 许峰随口忽悠 闻啊 不同的鬼味道不同 四个人恍然 还有这个说法 大佬都打中了 肯定没骗咱们 不愧是大佬 这种辨别方法都能发现 五度没说话 不停地嗅着 许峰咧嘴笑了笑 带着他们往村子更深处走去 15秒后 第二轮灵魂出现 一共12只 许峰的感知力 依然没完全恢复 他现在同时感知的目标 只有6个 6个灵魂中 最右边的是恶鬼 另外5个都是善魂 许峰抬手一剑 射杀了恶鬼 旁边的4个队友 还在不停地闻 五度反应比较快 抬手一剑 射向了一个灵魂 提示出现 您的队伍已击杀恶魂3 24 许峰有些意外 五度的射程 刚刚有700米左右 能拿史诗武器的人 果然技能配置很高 五度察觉到了许峰的目光 他有些惭愧地说道 刚刚我没闻到味道 凭眼睛判断的 许峰继续忽悠 没事 多练 好 灵魂每15秒刷一轮 趁着空闲 许峰抽空刷了刷论坛 已经有些天选争锋的情报 流传了出来 参赛明确的选拔 也是EV1的同装备单挑战 完全看技巧 白银工会最强剑士乌卡里姆 报名参加天选争锋 又一个大佬出面了 乌卡里姆十大经验操作合集 重温世界第一正面拼杀剑士的压制力 许峰也看了看视频 视频的第一个精彩操作 就是乌卡里姆单挑飞飞 乌卡里姆的腿总是弓着 飞飞的两次正面攻击 都被乌卡里姆躲开 而且 乌卡里姆每次都趁飞飞攻击的时候 抬手一箭 这人战斗思路一般 但反应堪称变态 刚看完视频 许峰就看到飞飞在群里吐槽 飞飞 每次乌卡里姆有剪辑出现 我都要当背景板 飞飞 郁闷死了 欺然 没事 你还是迈克和阿萨星之王的背景板 飞飞 我特忙 小雨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飞飞的对手表现得都很好 小雪 确实 乌卡里姆打别人的时候也没那么恐怖的压制力 许峰 真的吗 飞飞同学来单挑步 飞飞 谁在狗叫 妹子们乐了起来 汤姐发消息问 级别生得怎么样了 汤姐 鹦鹉公会的水军是真烦 疯狂带节奏 想看你笑话 许峰 我也看到了 你帮我发个帖子吧 十秒后 论坛上出现一条帖子 月落副会长的最新动态 他说 升不到六十级 随机抽 十个鹦鹉公会的人嘎了 帖子里 只放了张许峰的消息截图 升不了级 我还治不了鹦鹉公会的人 帖子热度爆炸 无数人都看傻了 一楼 好家伙 人家抽人发奖 你抽人送件事吧 妈的 绝了 JPG 十七楼 你呀 总是能给我整出的新花样来 楚团长 JPG 一百八十八楼 这逼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好人 但老娘就是喜欢他 集穿鹰也出现了 他回了帖子 你别太欺负人了 真当我们能随便杀 奶糖不太甜 立刻回怼 确实能随便杀 你不就死过一次吗 集穿鹰气得脸色发白 哪都有你 奶糖不太甜 有我家月宝的地方就有我 不服啊你 集穿鹰不回了 另外一个鹦鹉公会的 刘梅子对了上来 刘梅子 这种乱杀人的反派 你也护着 奶糖不太甜 我没看到他乱杀人 只看到他杀乱叫的狗 粉头子的战力极强 奶糖不太甜 一个人兑现十几个水军 硬是队营了 汤姐发的这条帖子 很快到了热度第二 帖子里炒得翻天覆地 战力公会的人也加入了战场 许峰又狗狗碎碎地带了乌卡图姆的节奏 乌卡巴姆娜不是随便暴杀麦克 帖子里炒得乱成了一锅粥 许峰看着他一手带起来的节奏 十分满意 五度也看了论坛 脸色古怪 他小声跟队友讨论着 乐乐会长太强了 水着论坛还能精准击杀恶鬼 感觉他比传闻中的还强 他要是咱们工会的人就好了 哎 五分钟后 二十四只恶鬼 被轻松击杀 左上角的击杀统计里 许峰打掉了十九只恶鬼 五度打掉了五只 许峰看向五度 你操作不错 五度有些被偶像夸奖的激动感 谢谢乐会长夸奖 另外三个队友连忙插话 五哥是我们工会最强新人 对 只要级别够了 随时能上长老 乐会长 你真有眼光 许峰问到三百枚金币一个月 来给我打工怎么样 五度愣了一下 摇头拒绝 不了 我很喜欢龙影工会 准备在这里待到死 许峰之前有所耳闻 龙影工会比较公平 新人有实力 就能出头 看样子 龙影工会也笼络了不少顶尖苗子 许峰也没硬劝 那交任务 散对 好 出了一空间 找到老玉 交了任务 许峰的经验条 涨到了三十四 百分之五 任务给了百分之二十七的经验 相当不错了 许峰看了看时间 跑图加上做任务 一共花了二十五分钟 他还剩十一小时三十五分钟 树影对月酬 发来了三个隐藏任务 这几个隐藏任务给的经验都不少 五十枚金币一个 许峰选了一个最近的隐藏任务 隐藏任务 江上的红影 任务内容 猎杀顺着命将偷渡而来的血液劫匪 任务奖励 丰厚经验 少量金钱 付了钱 许峰进了组 队长叫腿粗一点刚刚好 其他三个队友都是花钱上车的工会成员 卧槽 月 这次可以躺着吃惊艳了 大佬 你到底能升到六十几步 急死我了 许峰回到 你先别急 让我先急 聊着天 许峰找到了腿粗一点刚刚好 他出了六十枚银币 让四个队友租了飞行坐骑 时间紧迫 许峰手头宽裕 六十枚银币不算什么 拿钱买时间 四个队友平时根本舍不得花钱租飞行坐骑 他们兴奋地在队伍频道聊天 妈的 有钱真好 我要是也有钱就好了 可惜我每个月能省下一枚金币就不错 六十枚银币够我花一周了 不过骑飞行坐骑感觉真好 十分钟后 许峰和队友们赶到了命江岸边 触发任务之后 许峰感知到了水下有些眼睛血红的肥盗 他拉弓射箭 两根黑箭引入江水中 碰 水中传来一阵巨响 江面颤动 许峰看到两个提示 您的队伍以击杀血玉匪盗1100 您的队伍以击杀血玉匪盗2100 两个匪盗给了许峰0 52%的经验值 这种普通的任务野怪 还不如冥界的特殊怪物 不过任务流程够长 100个匪盗刷完 也能涨26%的经验 还算不错 许峰眼神专注 动作干脆 每次闲发 都有两只血玉匪盗被杀 任务刷到一半 许峰收到了徐复来的邮件 藏龙先生愿意出让灵水剑 你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 许峰脸色一喜 声望的问题 有解决的希望了 许峰看了看仓库里的存货 都有用啊 灵宝眷狱 宣言长弓解封之后 要重新强化 牛腰精血 得用来精炎技能 最没用的资源 就是那些万年的药草 许峰回了邮件 二十株万年药草行吗 徐复来有些吃惊 你居然有这么多万年药草 许峰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 捡着捡着就这么多了 徐复来已经习惯了 许峰的狗话 他替许峰去问藏龙先生了 半分钟后 许峰收到邮件 徐复来 他姥姥的 逼亡 许峰 他不换 徐复来 他没说话 拉着我进了他的药草藏品室 里面有三千五百六十一株 万年药草 许峰 妈的 逼亡 徐复来 而且用过的云汉尊也不行 他还要其他的珍宝 许峰脑子赚得快 果断放弃 那算了 别浪费时间 云汉尊他看不上 钱能买到的 他不缺 徐复来 我就在这边待着 等十一个小时 如果你能弄到合适的珍宝 随时交易 许峰心里微暖 有空啊 给你介绍的老伴 老跟白鹤在一起待着 不怕你们传绯闻吗 徐复来 滚 徐复 好嘞 跟徐复来聊完 许峰已经杀了88个血液匪盗 最后12个匪盗 分布得很零散 许峰找了10分钟 才把他们全部杀完 提示出现 您已完成任务 请领取任务奖励 回了城 许峰进了标局 找同标头交了任务 一道白光浮现 许峰的经验条 猛涨了一截 到了55级85 6% 大佬再见 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几个队友陆续离开 许峰看了看时间 现在是中午12点23分 还有10小时47分 许峰给余又威发了消息 你有什么珍贵物品吗 余又威很聪明 懂了许峰想要什么 有颗夜明珠 许峰打开拍卖行 搜索了一下 夜明珠有三颗 许峰 不行 得是市面上买不到的珍贵物品 余又威 我帮你问问 他在几个会长的交流群里 都发消息问了一下 有没有拍卖行里 没有的那种珍贵收藏品 高价烧 花间月 美酒工会 我有个玉壶 不过拍卖行里有同款 阿拉法特 语音派 很遗憾 美丽的余会长 我没有 阿尔文 雷锤联盟 我替你找 女神别急 余又威问了一圈 找到了两件藏品 天青雌晚 水墨江山图 这两样东西 市面上都没价格 他赶紧给许峰发了消息 找到了两样 许峰问了问徐复来 徐复来很快回了邮件 他展示了瓷器藏室 还有水墨化藏室 许峰怒声骂了一句 狗大呼 徐复来很无奈 还得再找别的 许峰给余又威回了消息 不行 对方看不上这两样东西 余又威劝道 你别急 我再找找别的 许峰回道 别找了 生你的急去 余又威有点不开心 狗子你是不是嫌我没用 许峰 是 余又威 不行 你把消息撤回去 许峰撤回了消息 找不到很正常 我自己也没找到 许峰 你的级别更重要 问一圈没找到 那就算了 余又威 我不 我升着急 也能帮你问问 余又威 在报名结束之前 我不会放弃的 许峰笑了笑 也行 回完消息 许峰打算随便接一个隐藏任务 先升到五十六级 后面四级的牢 再慢慢坐 叮 树影对月仇发来了消息 大牢 好消息 树影对月仇 任务链接 许峰看了一眼 隐藏任务 密林中的十人猪妖 五人 危险 任务目标 击杀立山上出现了妖族 数量未知 任务奖励 丰厚经验 一杠三枚随机宝石 来了 击杀妖族的隐藏任务 许峰回道 这任务我接了 多少钱 树影对月仇 有点贵 对方要三百五十枚金币 树影对月仇 这算是市价 毕竟拿到好的宝石 一枚就上千枚金币 许峰干脆地给树影 对月仇发了四百枚金币的红包 你帮我把钱付了 剩下的归你 树影对月仇 也跟许峰关系好了很多 他也没客气 美滋滋地收了钱 谢谢大佬 那人叫电瑶妞妞 你加他一下 许峰加了对方好友 进了队里 IQ Epsilon G Epsilon TV Omu 队里 还有另外两个人 一个七十四级的女工手 喜欢看男人恋爱 还有一个七十八级的男法师 造华弄人 他们做这个任务没经验 完全是奔着宝石来的 只要拿到正百分之五以上的宝石 三百五十枚金币就不亏 许峰一进队 队伍频道立马热闹了起来 喜欢看男人恋爱 居然是月落西尘 卧槽 我要截个图 发给我的姐妹 造华弄人 大佬 我能摸摸你的黄昏吗 许峰 这可是我最亲近的座企 是我的好兄弟 能随便让人摸 许峰 五十枚金币一次 可以考虑 造华弄人 造华弄人 我远处看看就挺好 有些喜欢 不必亲手接触 许峰 你得喜欢的漂亮妹妹 也是这么说的 造华弄人泪目 靠 别说了 聊了几句 队里又来了一个七十一级的女剑士 小红帽魔王 凑齐了人 电摇牛牛发了消息 老板们在立山的脚下集合吧 我接好任务过去 许峰已经在路上了 另外几个队友也不缺钱 都雇了飞行坐骑 路上 几条世界公告出现 特殊事件 枫叶谷七级城市 潮汐城野外 被牛腰一族入侵 请各位勇士消灭妖族 势力悬赏 距林森雷锤工会玩家桑米斯 劫走万金城重要资源 万金城悬赏十万金币 追杀桑米斯 特殊事件 炎火洞死亡火灵超过五十万 岩浆异动 一处一空间的通道出现了 许峰有点眼馋炎火洞的特殊事件 这一空间最差也有个大boss 但许峰级别不够 这个一空间跟他没缘分了 看完世界公告 许峰发现队伍频道里 他们聊了几十条消息 小红帽魔王吐槽 最近出了个赤莲药剂 你们知道吗 造华弄人 听说古同工会用五百份赤莲药剂 反杀了敌对工会的主力 喜欢看男人恋爱 真的假的 一个药剂这么强吗 小红帽魔王 是真的 我在现场 造华弄人挽起了梗 我也在现场 我是药剂瓶子 小红帽魔王 沉默两秒 我是被砍死的敌对工会主力 造华弄人 造华弄人 你是真在啊 喜欢看男人恋爱 拍卖行里没有这种药剂啊 小红帽魔王 产量太少了 每次上货都被扫完 小红帽魔王 这一家工会才一级 太辣了 一级工会 最多只能有四十个药师同时制药 升到二级 可以提升到六十个药师同时工作 电瑶妞妞 这工会是不是叫什么红 他们在弄积分兑换飞行坐骑 喜欢看男人恋爱惊朗 妈的 一级工会这么富 小红帽魔王有些怨念 估计背后 有个缺大德的老板 缺大德的许峰 当做没看到这句话 二十分钟后 许峰赶到了丽山 这座山在北边 长着很多高大的松木 队友们也迅速集齐 一队人进了山里 走了不到一分钟 许峰感知到了一只猪头人参的妖族 潜伏在远处的树后 双刀猪妖 妖族 特殊怪物 撕裂 敏捷型 等级 六十级 生命 一千一百五十万 攻击力 八万五千一百三十四 防御 七万七千一百三十八 魔法防御 五万九千八百二十三 技能 双刀十字斩 獠牙刺激 无畏冲锋 许峰握弓拉弦 动作丝滑流畅 队友们还没反应过来 黑剑已经杀到猪妖的背后 碰 一声巨响 松树被拦腰轰断 猪妖被击杀 许峰的经验条 上涨了零 百分之八十四 刷集还得看妖族的特殊怪物 猪妖给的经验 相当丰厚 巨大的声音 吸引来了不少的妖族 队友们也行动了起来 造华弄人舞动法杖 释放了技能 龙锡卷 三团火焰旋风 打中了三只猪妖 -137-4752 -136-4813 -134-4185 三只猪妖的血条 都掉了十一 百分之六左右 第二管血条的血皮 被打掉了 喜欢看男人恋爱 射出一件普通攻击 这只剑使闪着寒芒 命中了一只猪妖的眼睛 -1318481 他的动作不如许风流畅 但他身上萦绕着白绿色的风 一秒之内 他连发五剑 这是攻守七十级的职业技能 灵护之风 消耗五十点蓝量 十秒内攻速翻倍 冷却时间17秒 七十级的攻守输出能力 会有个质变 靠的 就是这个技能 小红帽魔王 冲到猪妖面前 横砍一剑 剑上附着一道红光 砍中第一个猪妖之后 红光吸向了旁边的另外一只猪妖 徐风不认识这个技能 但伤害挺高 -1645111 -3290222 电瑶妞妞才五十四级 装备很差 他干脆躲到旁边 没有输出 两秒 三只被挤火的猪妖 血条清空 地上掉了一件六十级的钻石装备 队友们聊着天 妖族特殊怪物 是真难打 还好输出够了 这属性比七十级的精英怪都高 被近身还挺危险的 卧槽 快看月老那边的尸体 四个队友回头看去 眼神中都有些震撼 周围堆着十几只猪妖的尸体 小红帽魔王 我知道他强 但这有点离谱了 喜欢看男人恋爱 每次看到他这个伤害 再想想他才五十五级 羡慕 造华弄人眼面淡疼 别说了 我感觉我这七十多级跟假的一样 电瑶妞妞有点心疼 小声嘀咕 真就什么都不报啊 刷完周围的猪妖 许峰说道 你们在这里等着吧 我去前面刷 电瑶妞妞愣了一下 按买任务上车的默认规则 经验应该是大家一起吃的 在野外刷怪 离队友超过五千米 就不能吃到经验了 他鼓起勇气 准备反驳 有钱有实力 你也不能为所欲为啊 今天就他电瑶妞妞 就算是死 被许峰追杀 也绝不让许峰洽这个毒石 定 电瑶妞妞 忽然收到了许峰发来的红包 十枚金币 许峰知道规矩 他开口说道 给你的补偿 电瑶妞妞大声喊道 钱不钱的不重要 我主要是担心你的安全 大佬你一定小心啊 我等你回来啊大佬 许峰骑着黄昏 消失在了四个队友面前 造华弄人感慨道 我感觉月劳挺讲究的 小红帽魔王点点头 主要是人家也有钱 听说好多富婆要包他 喜欢看男人恋爱 眼睛一亮 什么价位 许峰骑着黄昏 在一千米的高度飞着很快 许峰感知到了树林中的猪妖 他拉弓射箭 精准地射杀了一只 藏在树后的猪妖 负一千八百八十二万 五千三百二十六 飞金伤害跳起 许峰看了看经验条 涨了三 百分之一 这才叫升级啊 许峰心情愉快 寻找着猪妖的踪迹 立山上 不停有巨响传来 许峰的经验条 每隔几秒 就猛涨一截 二十秒后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五十六级 无数人都在盯着许峰的级别 许峰刚一升级 论坛里立刻有上百条帖子出现 月落大佬升级了 距离六十级只差四级 还有十小时二十二分钟 恶霸的级别已经反超安当了 真要升级 还得看我恶霸呀 效率惊人 月老从五十五级到五十六级 只用了一个小时出头 鹦鹉公会的人很不爽 四处多人在带节奏 先别急着吹 后四级是最难升的 我要是月落西沉 就估计升得慢点 免得去天选争锋挨打 没了装备合技能优势 月落西沉能打过谁 这些人带完节奏 就会被十几个人追着骂 许峰的人员确实好 不光有清语格和许峰的粉丝 帮他说话 一起组过队的队友 有不少也在帮许峰兑线 许峰继续往立山深处探索 四秒后 许峰找到两只猪妖 干脆利落地击杀 这次经验条只上涨了三 百分之四十四 五十六级之后 升级难度确实大了很多 许峰脸色沉静 有条不紊地继续寻找猪妖 十分钟后 立山几乎快搜完了 许峰的经验条也涨到了九十八 百分之十六 远处又有两只猪妖 许峰一箭飞出 化作两道黑光 这两只猪妖没反应过来 就被许峰射杀 刷 又是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五十七级 队伍频道里 小红帽魔王 牛皮 你这五十六级跟六级似的 升得太快了 造华弄人 我特么五十六级到五十七级 刷了四天啊 喜欢看男人恋爱 你要有神话戒指和史诗武器 你也刷得快 电摇牛牛 只差三级了 大老冲啊 许峰继续探索 五分钟后 许峰又杀了二十二只猪妖 经验条涨到了十七 百分之六 提示出现 你已击杀所有的双刀猪妖 请前往领取任务奖励 许峰有点遗憾 猪妖经验倒是挺多 可惜任务流程不够长 所有的猪妖加在一起 还不到一百只 许峰和队友回了云启城 交了任务 这个隐藏任务的经验奖励不少 许峰的经验条 涨到了三十七 百分之六十五 三枚宝石 许峰全拿了正百分之十的力量宝石 小红帽魔王有点难受 我靠 全是正百分之四的气血宝石 造华弄人 这次运气不错 一枚正百分之七的智力宝石赚了 喜欢看男人恋爱 我特么全是正百分之二的力量宝石 亏麻了 许峰 哎 我也很难受 电摇牛牛 大佬别难过 随得宝石不好磨 许峰 全是正百分之十的力量宝石 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造华弄人 小红帽魔王 草 我还以为那些人说你贱 是在黑你 喜欢看男人谈恋爱 你是真狗啊 队友们骂骂咧咧地退了队 许峰回了池英城 准备找到五龙第四次合成 路上 许峰给树影对月酬发了消息 现在有什么隐藏任务 树影对月酬 都是普通的 奖励一般 他给许峰发了张截图 三个隐藏任务 都跟河村鬼魂一个级别 许峰一个都看不上 这些给的经验都太少了 五度当时 做完河村的任务 只涨了二 94%的经验值 现在许峰五十七级了 他肯定不去做这种任务 树影对月酬 我继续找 两分钟后 许峰到了刀五龙的院门外 他换上了竹子做成的门 有点简陋 许峰一脚踢上去 竹门碎了一地 老刀 合成武器 刀五龙走了出来 他还没说话 许峰收到了小警理的消息 神晚秋 奇缘时处发了 你要不要一起来做这个奇缘事件 神晚秋 奇缘事件链接 许峰打开了链接 奇缘事件 神秘海图 五人 事件描述 某位上古人类强者 曾以难以想象的力量 斩下一大片海洋 和小块陆地 打造成一空间 换扬海盗 后来一空间入口 海图消失 传闻海图最终会被有缘人获得 事件奖励 未知 请于十分钟内 组建队伍 进入奇缘空间 否则地图失效 许峰干脆地回道 去 神晚秋发来组队邀请 许峰进了队里 队伍频道里 立刻传来了和四山的声音 老板 我又来抱你的大腿了 赵静兴跟许峰熟悉了一些 也活泼了些 他也跟着开口 还有我 许峰逗着他们玩 你们一人一百枚金币 小周同学一千枚 周亚南催了一口 没钱 滚 几个妹子都笑了 许峰说道 你们去黄药师那里吧 我待会也过去 神晚秋温晚的声音响起 好 聊完天 许峰看向刀舞龙 刀舞龙说道 又何成 有钱吗 许峰拿出了 九枚力量宝石 先给你一枚 抵一千枚金币 刀舞龙接过了宝石 说道 那算下来 你还欠我七千七百枚金币 许峰大大咧咧地扔下 行 刀舞龙拿上力量宝石和星河石 开始锻造当 当 清脆的敲击声响起 许峰坐到旁边 随口聊道 你知道奇缘事件吗 刀舞龙专注地敲着铁 对许峰的话 置若罔闻 许峰也没追问 闭目养神 四叶混沌帘 还在不停吞噬许峰的精神力 许峰的感知力 始终没恢复到巅峰 因支持都没精力用 一分钟后 许峰睁开眼睛 他周围的时间已经停止 最后一次合成的成功率极低 而且 轩辕长弓 已经第三次使用星河石 出现要破属性的概率 也低了很多 许峰拒绝了六万五千四百三十四个命运 终于出现了 许峰想要的提示 您的武器轩辕长弓 合成成功 您的武器轩辕长弓 获得要破攻击力加一 许峰接受了这个命运 时间开始流动 刀五龙把武器递给了许峰 奇缘事件很少见 我听几个人说过 许峰看了一眼轩辕长弓 合成属性 攻击力正百分之四十 这条属性的颜色 变成了红色 已经到达极致 现阶段满合成属性的武器 仅此一把 许峰很满意 随口问道 奖励多吗 刀五龙回忆了一下 声音粗犷 上线很高 下线很低 现任的枫叶谷首席公手薛灵机 曾经获得奇缘事件 它消失了两年 回来时实力暴涨 据说是获得了上古传承 许峰脸色古怪 我不会也要去两年吧 刀五龙摆摆手 你不配 携带的奇缘时数量越多 获得的奇缘级别通常越高 一枚奇缘时获得的奇缘事件 不可能有上古传承 许峰说道 看看再说 猜也没用 走了呀 出门的时候 许峰一脚 把另外一扇竹门 也被踹碎了 让你个小老头说 我不配 刀五龙摇了摇头 从院里搬出了两扇新的竹门 亲手换上 许峰骑着黄昏 赶到了黄景镇的院外 咦 黄景镇的院门 也换成了竹子的 许峰一脚踢开 沈婉秋他们 正坐在院子里喝茶 黄景镇美好气地说道 老徐不在 你来干什么 宁儿拉了一把椅子 放到了许峰的旁边 许峰一屁股坐下 沈婉秋递了杯茶过来 新的杯子 我没用过 许峰咧嘴笑道 我喜欢你用过的 沈婉秋闹了个大红脸 坐了回去 黄景镇走过来 轻轻踢了许峰的小腿一脚 问你话呢 许峰摇着椅子 惬意地说道 在你这些会 痒痒精神力 黄景镇翻了个白眼 坐回了药庐旁 许峰好奇地问道 你跟老刀 怎么换了同款大门 黄景镇当作没听到 懒得搭理许峰 宁儿小声说道 因为竹门便宜 而且好换 大哥哥你说不踹门不舒服 爷爷们就换成了这种门 让你踹 和四山小声说道 他们对老板真好 赵敬兴同样小声地回道 老板值得 沈婉秋捧着茶杯 视线一直看着许峰的侧脸 许峰还有点不满 竹门踹着没质感 黄景镇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给钱我就给你质感 多少钱 二十枚金币 一对红木大门 许峰咧嘴笑了起来 竹门也挺好 小老头还挺有心 正午的阳光 耀眼又燥热 许峰的洋洋感知力 让他对温度抗性很高 沈婉秋他们小声聊着天 好像是在说 他们同学升级的情况 宁儿在许峰旁边读书 念着玄经时 主治伤寒 黄景镇练着丹药 时不时被熏得咳嗽两声 许峰搓着咸心的脑袋 极其放松 感知力也迅速恢复 五分钟后 四叶混沌帘的第二片叶子 完全恢复 许峰供养给他的精神力 只需要维持到之前的一半 他的感知力逐渐恢复 十四层无声呼吸法带来的成长 逐渐体现了出来 走吧 时间差不多了 许峰站了起来 黄景镇说道 小心形势 奇缘事件会死人的 许峰摆了摆手 知道了 沈晚秋拿出了一张羊皮材质的地图 赵敬兴问道 药剂都带好了吧 周亚南跟和四山检查了一下 都带好了 在倒计时 还剩15秒的时候 沈晚秋使用海图 提示出现 请问是否进入奇缘空间 许峰选择进入 眼前的景色变幻 许峰脚下的石板 变成了海边的沙粒 他的正前方是一片海 任务栏里 出现了一条新的指引 请寻找罗海村的船匠获得出海的船只 剩余时间 一小时59分 许峰打开好友栏看了一眼 所有好友都是灰的 又是一处与外界隔绝的空间 周亚南说道 海上的地图看不到 不过陆地的地图能看见 罗海村在北边 许峰也看了看地图 说道 走吧 好 四个妹子翻身骑上坐骑 许峰骑上黄昏 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制力 黄昏飞不起来了 和四山有些难受 哇 这片空间近飞吗 赵静兴倒是很快接受 没办法的是 在陆地上跑吧 许峰带头 跑向罗海村 地图很大 许峰跑了十分钟 才赶到了罗海村 村子很大 有几千户人家 有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发现了许峰他们 小姑娘一脸好奇 咦 你们是从外面的世界来的吗 周亚南和善地说道 对 你能带我们去找船匠吗 你们想要船 去打匪盗 对 小姑娘遗憾地摇头 恐怕不行 村子西边有很多适合造船的树 但那块地方被匪盗的后代占了 没有新船 就船不能外借的 许峰说道 那我把匪盗都杀了 能把船借给我们吗 小姑娘愣了一下 眼睛亮了起来 真的 你够强吗 许峰点头 我在我们那个世界里 是最强的 我叫小林 你们跟我来 小林带着许峰他们进了村子 许峰看到了不少皮肤有黑 身体精壮的村民 其中还有几个人 手里拿着短刀和盾 一个男人隔着老远 大声喊道 小林 这些是什么人 小林嗓门很亮 回应道 他们说要去杀匪盗后代 附近的村民都惊了 真的假的 感觉这些人还没有墙 他们凭什么杀匪盗 去看看 不少村民向这边涌了过来 许峰随意地扫了一眼 看了看拿刀护卫的属性 罗海村护卫 等级 六十 生命 一千四百万 攻击 十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二 防御 九万九千一百七十三 魔法防御 九万一千零三十八 许峰把属性截图 放到了队伍频道里 周亚南京了 这是六十级的属性 太超模了吧 和四山一脸自豪 不怕 咱们有老板 赵静心分析了一下 罗海村没被灭掉 说明那些匪盗后代 最多也就六十级 许峰看着他们聊天 同时在四周感知着 这种一空间里 经常有些隐藏的珍贵物品 林水剑还没搞到手 许峰想找找看村民家里 啊 不对 是野外有没有合适的好东西 走了大概十多分钟 许峰来到了一处海草房外 这房子很有特点 院墙和屋墙用石头雷气 IQ Epsilon G Epsilon TV O Miu 房顶则是由一些许峰不认识的海草山城的 小林推开了院门 大声喊道 爷爷 你在家吗 屋里同样传来了一个大嗓门的声音 在 干啥 有五个人说要帮咱们杀掉匪盗的后代 你出来见见吧 房门被推开 一个皮肤红黑 身材健壮的老人走了出来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许峰 摆了摆手 你不行 57级不可能打得过那些匪盗 我不能看你去送死 院门外聚集了不少村民 听到许峰57级 人群里传来几声低声议论 才57级啊 我还以为匪盗的问题能解决了 这过去不是送死吗 这几个姑娘更弱 才53级 沈晚秋他们脸皮薄 听着村民的议论 他们有点慌乱 毕竟都是刚满18岁的好学生 他们还没摆脱那种 被老师和学校管着的感觉 许峰把手搭在了沈晚秋的头上 沈晚秋踏实了不少 他大胆咧咧地说道 让我试试 你们又不吃亏 我杀完了匪盗后代 你们借我传就行 小林的爷爷思索片刻 还是摇头 不行 我们虽然不吃亏 但也不能让你白白送死 人群里也传来三两声赞同的声音 对啊 你们过去不就是送吗 匪盗后代真的很难对付 六十级的人都未必能打得赢他们 你们还是走吧 许峰握住长弓 拉弦射箭 问 弦发的声音散开 几个护卫立刻抽刀爆合 你要干什么 把弓收起来 站到墙角 把武器放下 赵静心反应很快 立刻举顿挡在许峰面前 他的盾牌上 缠绕着一些荆棘藤腕 和四山提剑 护住了许峰的另外一边 周亚南跟沈婉秋各自举起法杖 他们不想惹事 但如果有人想要伤害许峰 他们本能地做好了战斗准备 护卫卫们的话音刚落 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巨响 碰 黑莲影史在两千米外的街道上落下 地面被轰出一个大坑 村民们回头看了一眼 都被惊到了 好强的力量 这是五十七级 护卫们也只能轻微破坏地形啊 他比六十级的护卫们还强 许峰看向船匠 语气霸道 我不是在请求你 你拒绝不了我 止路 护卫们面面相去 小林的爷爷沉默两秒 缓声说道 从村子的东边出去 直着往前走 很快就能看到古树林 匪道后代就在那里 许峰咧嘴一笑 阳光地说道 早点指路多好 等着吧 我去替你们除害 小林脸色古怪 被你拿剑逼着 我还得谢谢你 许峰翻身上马 回头说道 别客气 待会随便给我几件宝贝就行 说完 许峰翻身上马 四个妹子也召唤出了座骑 各自骑了上去 村民们让出了一条路 许峰带着妹子们 向村东赶去 村民们看着许峰离开的方向 有些兴奋 这是鹿吗 第一次见 马长得好帅啊 他们看上去 确实挺强的 这片世界里的动物很少 村民们第一次见到 这些书中记载的动物 小林有些向往 也有些畏惧 爷爷 你说外面的世界好吗 小林的爷爷 转身回屋 说道 不好 这里有鱼有地瓜 还有我的船 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 小林没说话 盯着远方 许峰骑着黄昏 跑得飞快 四个妹子被甩在后面 完全跟不上许峰 不到三分钟 许峰就看到了远处的高大树林 这些树的叶子细长 是种许峰从来没见过的树种 许峰放慢了速度 感知力向前散开无形的感知力 细致地扫过树干和地下 许峰没有发现动物的生机 匪道后代不在这边 进去看看 有灵犀遵御的加持 许峰不需要有任何指示 黄昏感知到了 许峰想要什么样的速度 缓步进了树林 刚走几步 许峰身后忽然有动静 他周围的时间猛地慢了下来 一个手持短刀 全身用树叶做衣服的人出现 匪道后裔 特殊怪物 盾形 血脯 等级 六十 生命 1250万 攻击 122472 防御 94173 魔法防御 88038 技能 神形 锋利斩击 腰血沸腾 神形 遁入土地或者树中 可在四千米内 任何一处土地或者树中出现 无冷却 黄昏向前两步 匪道后代的攻击落空 收刀准备遁入地面 许风动作极快 握弓拉弦 弓 弓弦震动 黑剑没入空间 在匪道后裔即将遁入地面之前袭来 扑斥 穿破血肉的声音响起 匪道的小腹被黑剑射穿 鲜血飞剑 黑金伤害跳起 负37834164 匪道后裔瞬间死亡 许风看了看经验条 上涨了零 42% 这一只怪的经验 就顶得上河村那个隐藏任务的最终奖励了 许风眼神有些火热 匪道后裔居然是血脯 那海上的海盗应该也跟妖族有关 经验应该会更丰厚 许风继续往树林深处走去 大约走了十几秒 旁边的树干里忽然跳出来了一个匪道后裔 黄昏快步冲刺 轻松避开了这个匪道后裔的攻击范围 然而 土地颤动 两只匪道一前一后加劲而来 他们的战斗智商很高 还很有默契 黄昏扭头向旁边躲去 但他的白马姿态掉头速度很慢 许风眼神冷静 一箭飞出 黑箭无拘 一分为二 前后两只匪道后裔同时被射杀 许风感知力 锁定了从树干里跳出来的匪道后裔 WWW Big Yuxiland Get New OM 黑箭席去 匪道的脚接触到地面 瞬间消失不见 箭矢钉在地面上 流淌着墨色的力量 许风刚喘口气 下方又有匪道后裔袭袭来 这次有四只匪道后裔同时出现 许风眼神凝重了些 四个匪道后裔站的位置 暗藏杀机 许风正前方有两个敌人 又前方有一个敌人 就算许风射杀两个匪道后裔 还能有一个匪道后裔 能杀向许风 许风抬手一剑 两根黑剑射杀了正前方的两个敌人 黄昏全力奔跑 如同白色闪电一般 甩开了两个匪道后裔的攻击 还好黄昏够快 换成现阶段人类里任何一个其他的座器 许风这一刀都得用连夜朝声音硬抗 匪道后裔袭杀失败 立刻顿走 许风看了看自己的经验条 不到两秒 涨了一 百分之六十八 升级效率非常高 许风没有着急行动 脑子飞快地转着 感知力的范围还是不够 感知范围超过四千米 就能覆盖匪道后裔的顿数范围 现在得把速度利用起来 许风心念一动 黄昏立刻明白了许风的心意 肆意奔跑了起来 他的速度极快 刚跑几步 许风就在两千七百米外 感知到了一个匪道后裔 找到了 这些匪道想要攻击许风 必然围在周围四千米 许风十四层无声呼吸法 现在能感知两千七百米的距离 靠着黄昏的速度 许风突袭一千三百米 就能感知到敌人的位置 远处的匪道后裔 用某种方法 察觉到了许风的动作 他想要顿走 机会稍纵即逝 许风动作干脆利落 一箭射出 不弃 加持下 黑箭太快了 匪道离地 只有不到十五厘米的时候 箭矢袭来 精准命中 许风心情畅快 有种纵马乱杀的豪情 一击得手 许风立刻搜寻其他的敌人 正前方两千七百米处 又有一个匪道后裔 许风拉弓便射 再次射中 沈晚秋他们还在路上 刷 四道金光洒落 他们整齐地升了一击 和四山惊了 老板已经开始乱杀了 赵静兴有些茫然 不是说 这些匪道后裔 会藏起来吗 怎么老板刷得这么快 周亚南不好奇 他脑子好使 咱们猜不明白了 和四山点点头 那倒是 这经验长得真快啊 他们五十三级的时候 许风杀一个匪道后裔 他们就能长百分之二十的经验 两秒一级 升到五十四级 升级速度慢了些 不过他们的经验条 依然在萌萌往上窜 一个匪道后裔的经验 就能长久 百分之九十一的经验 沈晚秋没说话 闷头赶路 周亚南劝道 别着急 渣男没危险的 沈晚秋小声说道 我知道他不需要我 但我不想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不在 周亚南叹了口气 你算是栽他手里了 沈晚秋没说话 还是有些忍不住的担心 他们的经验条 还在不停上涨 十五秒之后 刷 又是四道金光 整齐的洒落 他们直接升到了五十五级 和四山加完属性点 惊叹道 我特没一级升二级 都没这么快 赵静兴有些遗憾 要是能把经验 都给老板自己吃就好了 周亚南摆摆手 我查过了 没法操作 副本 秘境 这些特殊地图里的经验 必须要跟队友分 升到五十五级之后 一个匪盗给的经验 只能让他们的经验条涨三 百分之五十一了 四十多秒后 他们终于赶到了树林 地上有瘫血迹 匪盗的尸体 已经刷掉了 小心点 可能会被突袭 好 赵静兴骑着如鹿 举着盾牌 另外三个妹子 也是一脸警惕 他们的经验 还在上涨 时不时地就跳出一个 收获百万经验值的提示 很快 神晚秋的经验条 涨到五十五级的八十七 百分之七十五 提示忽然出现 所有匪盗后裔已被击杀 请前往罗海村借船 赵静兴收起了盾牌 神情复杂 连怪都没见到 和四山兴奋地在树林里大喊 老板太强了 神晚秋深吸了口气 放心了下来 许风骑着黄昏 找到了他们 多喊两声 老板最强 老板无敌 和四山举起两个大拇指 连吹两句 许风咧嘴笑了笑 行了 回村 好 许风带着他们四个 回了罗海村 小林正在村东口地等着 看到许风 他愣了一下 还没等他开口 许风先说道 别问我这么快回来 是不是没打完 杀完了 能造船了 我可以带你们去检查 小林脸色古怪 你怎么知道 我要说什么 许风装逼道 像我这么帅的人 一般脑子都好使 小林懵懂地点了点头 没搞明白许风的逻辑 神晚秋看着他 忽然有些亲切 小林很快忘了许风的话 兴奋地说道 我去找爷爷 罗海村民们 听说匪盗后裔都死完了 十分震惊 这才过了多久 不会是骗咱们的吧 几十头猪 也不可能抓得这么快啊 看看就知道了 许风凑了过来 说道 我带一个人过去看一眼 速度快 小林自告奋勇 我来 村民们商量了一下 觉得可行 许风让小林坐到了前面 带着他狂奔而出 小丫头一开始被吓坏了 死死地抓着黄昏的棕毛 不到五分钟 许风带他赶到了古树林 转了一圈 他们都没有被匪盗后裔攻击 小林已经信了许风的话 真死完了 换作平时 他们早来砍人了 许风问道 那回去 小林哀求道 大哥哥 你能不能带我沿海转一圈 许风果断拒绝 没空 小林嗷了一声 很失望 黄昏转身 朝罗海村跑去 许风随口说道 你如果开心点 最起码还能快了五分钟 要是一直失望 这五分钟也要错过了 小林愣了一下 立马打起了精神 有道理 大哥哥 你懂得真多 许风带着他 直接返回了罗海村 小林恋恋不舍地下的马 对村民们说道 是真的 我在古树林里转了一圈 都没被攻击 村民们愣了一下 欢呼了起来 船将看向许风 满脸感激 谢谢 我们又能造船了 能去更远的地方捕鱼 让村里人多生孩子了 许风懒得听他们的村镇建设计划 船能借我了吗 可以 我会把村里最好的船借给你 船将带着许风来到了一处港口 这里停靠着不少的船只 船将指着一艘刻着云纹的船 说道 他最快 许风看了一眼 这艘船高大约十多米 比其他船都要高大 上面还有些风的力量 在云纹中流淌 许风点头 就塌了 他带妹子们上了船 看了一眼这条船的属性 云纹临船 生命 武艺 防御 五十万 魔法防御 五十万 特殊效果 船身被攻击后 即使不破防也会受到损伤 防御逐渐下降 特殊效果 激活云纹可迅速航行 速度奇快 出发之前 许风看向船匠 你家里有个盒子 里面装着一块石头 那是什么 船匠猛了一下 咦 你怎么知道 我家里有个盒子 不过船匠是个老实人 回答道 是祖上传下来的宝物 一颗菩提子 许风眼睛一亮 我把匪刀打完 你把菩提子送给我 船匠犹豫了一下 点头说道 可以 他其实舍不得 但想了想 死掉的四十多个匪刀后裔 大哥 你想要就拿走吧 许风咧嘴笑了笑 把手放到船座上 出发 林船缓缓 向前方动了起来 许风很快就远离了海岸 他一眼望去 周围都是蔚蓝的海 头上顶着一个赤裂的太阳 有些海鸟飞来飞去 许风刚上船的时候 觉得开船好玩 不过几分钟后 就有点腻了 他把船交给了赵敬兴控制 靠在阴凉处闭目养神 和四山和周亚南 分别在船的左右两侧盯着 海上没有遮挡 视野很好 人也能看到的距离 远超2700米 许风只需要探出一小部分精神力 盯着水下就行 沈晚秋坐在许风旁边 他的两条长腿缩在一起 靠着胸口 有点肉的小手 替许风摁着肩膀 他本来也想去盯梢 多干点活 但许风很不讲理 把他拉了过来 他拿许风没办法 只能乖乖地坐着 航行了15分钟 周亚南的声音忽然响起 有船 许风立刻起身 向远处看去 呼吸法能让身体机能得到提升 许风的势力 明显比刚进游戏的时候好很多 他远远地看到了一条深棕色的船 船上还挂着一面 黑底黄纹的龙旗 靠过去 赵静兴缓慢转舵 调整了方向 和四山有些紧张 那条船 好像也朝咱们转向了 周亚南问道 海战怎么打 你们打过吗 许风大大咧咧地说道 打过 小时候爸妈带我坐船 我打了临座的小屁孩 周亚南催了一口 不愧是渣男 小时候就欺负人 许风摆手说道 那小屁孩 非要抢另外一个姑娘的糖 周亚南愣了一下 说道 那是该打 许风笑了起来 我骗你的 其实我就是看他老甩鼻涕很不爽 小周同学撸袖子 就想上来跟许风打一架 别拦着我 今天我跟这个狗渣男 必须走一个 沈婉秋张开双手 上前拦住了周亚南 小周同学冲得有点猛 一头撞在了沈婉秋的怀里 他一点都不疼 毕竟缓冲区实在是太出色了 他沉默了一秒 挣扎着冲向许风 妈的 一想到你要便宜给渣男就更气了 我要跟他决斗 何四山和赵静心 笑着在旁边看着 刚刚他们 还有点紧张 现在都放松了下来 许风没礼叫嚣的小周同学 抬头看向远处 两条船在迅速靠近 双方距离接近到四千米的时候 许风已经能看到 对方甲板上的黑点 这些都是海盗 碰 对方的船上忽然传来一声巨响 一发附带着黑色龙影的炮弹 砸向了临船 何四山惊呼出声 射程四千米 周亚男停住了动作 抬头看去 炮弹速度极快 赵静心左转舵 试图躲开这发炮弹 临船侧倾 炮弹砸在了临船的右边 负一千五百万零零零零 临船的船身 被砸出了一个大坑 许风大声说道 直接冲过去 赵静心无脑信任许风 回正了船舵 临船速度极快 向对方冲去 碰 碰 海盗连放出了两发黑龙炮弹 两发炮弹 再次命中 负一千五百万零零零零 负一千五百万零零零零 临船的甲板被砸出了一个坑 许风眼神沉静 盯着对方的船 三千五百米 三千米 两千七百米 许风的感知力 触碰到了对方的船 他一眼就看到了 这条船的三十五管血量 生命值三亿多 许风扔了探查术 看了看他的具体属性 黑龙匪船 特殊怪物 BOSS 力量型 等级 六十 生命 三亿五千万 攻击力 六十万 防御 四十五万七千六百三十一 魔法防御 四十五万八千三百十二 技能 船员庇护 吃炮弹吧 破坏加强 顺行 殉葬 吃炮弹吧 发射射程四千米的炮弹 造成攻击力 X百分之两千五百 的物理伤害 许风没看海盗的属性 匪船有两个特性 船员庇护 让所有船员所受 伤害减少百分之五十 当船被击毁的时候 殉葬 会出发 所有海盗立刻死亡 许风 拉满弓弦 蓝色的仙剑逐渐凝聚 弓弦争响 仙剑飞出 打在了黑龙匪船的左船弦上 匪船同样有本源弱点 这一件还触发了 八门的被伤效果 一片惊人的黑金伤害跳出 负一 五千六百六十八万 四千七百四十六 负七八三四二五六 过亦的伤害 再次多了一个新的提示 一 字很大 而且 许风这次的伤害 引发了一圈空气震荡波 这是过亦的伤害 特有的攻击效果 连因支持的真实伤害 都超过了七百多万 匪船的三十五管血条 直接变成灰色 眨眼就抽空了 船上所有的海盗 四散奔逃 但一股股红色的血气 从他们的嘴和眼中 被抽了出来 匪船沉没 所有的匪盗死亡 许风的经验条 肉眼可见的 上涨了一大截 直接涨到了百分之五十多 他杀完所有的匪盗后代 只涨了十五 百分之九十九的经验值 这一条船 给了许风三十五 百分之六十四的经验 刷 许风听到了 升级的提示声音 他回头看去 四道金光洒落 沈晚秋他们 直接升到了五十六级 和四山直接坐到了甲板上 大口喘着气 吓死我了 刚刚还以为 咱们要被击沉了 赵敬兴也有些后怕 船被击沉 咱们肯定要被淹死 周亚男脸上 有些可惜的神情 渣男自己吃这些经验 是不是就能直接 升到五十八级了 许风装出一副 惊讶的样子 你居然这么有良心 滚啊 我又不是你 骂你归骂你 我又不是 不知道你对我们很好 许风想了想 说道 你要真不好意思 那给我磕个头 我跟你拼了 小周同学 被沈晚秋拦住 许风坐回了阴凉地 赵敬兴继续去开船 和四山蹲在许风旁边 问道 咱们的船 好像不会回血 应该是 那下次怎么打 再打几艘船 咱们就要沉了 不能非真的太烦了 许风说道 要不然 问问神奇海螺 和四山愣了一下 痴痴地笑了起来 也行 聊了几句 许风继续养神 二十分钟后 四叶混沌帘的第三片叶子 完全恢复 许风撤走了自己的精神力 四叶混沌帘表示抗议 他为组织挨过打 现在他还很虚弱 需要喂养 许风探出精神力 反手拍了他一巴掌 你吸收力量的能力 已经恢复了 还想蹭吃蹭喝 四叶混沌帘被拆穿之后 丝毫不觉得尴尬 他装作惊讶的样子 表示他也刚刚发现自己 能吸收力量了 许风没理他 又航行了十分钟 周亚男有些紧张的声音响起 渣男 出大事了 两艘黑龙匪船 许风起身 看向了远处 确实有两条黑龙匪船 在朝他们迅速靠近 许风大声说道 静静 往相反的方向撤退 好 和四山说道 他们速度比咱们快 跑不了吧 许风看了他一眼 咧嘴笑了笑 谁说要跑的 说着 许风纵身一跃 潇洒地跳向海里 老板 许风 四个妹子跑到了船边 看向海里 然后整齐地露出了 惊讶的表情 许风的脚下 踩着一条黑白分明的虎巾 和四山兴奋地跳了起来 黄昏 对啊 黄昏可不是白马 他的形态是可以变的 周亚男撇了撇嘴 我就知道这个贱东西有办法 故意不说 赵静心转身跑回了船舵处 准备跑路 沈婉秋松了口气 用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声音 小声说道 一定要安全回来 许风心跳也有些快 这种像是踩在水面上的感觉 有种超越人类限制的自由感 黄昏画成的虎巾和白马一样 比原物种要好看得多 走吧 黄昏向前游动 把速度控制得很慢 许风的身体晃了几下 黄昏游动时的动作 他还不太适应 感受力量和重心的变化 要专注 仅仅几个呼吸 许风的身体逐渐稳住 黄昏感受到了许风的想法 速度逐渐加快 许风依然站得很稳 他听到了和四山的欢呼声 老板太牛了 这些声音很快被他甩到身后 黄昏越来越快 很快到了极限速度 许风感受了一下 黄昏在水里的速度 比在陆地上慢了30% 这是水声做起的共性 同品质的水声做起 疑速要慢一些 不过也够了 黑龙匪船上的海盗头子 正拿着望远镜盯着临船 忽然 他的手下大喊 大当家的 那是什么鬼东西 海盗头子 顺着小弟 指的方向看去 一个身穿黑衣 背着玄奥优雅长工的男人 踏浪而来 这人能在水面上行走 他也没卖腿呀 他脚下踩着什么东西 居然有人能跟坐骑 配合到这种程度 妈的 老子最烦这种喜欢装逼的人了 海盗们拉来大炮 砰 一颗黑龙炮弹 砸向许风 黄昏灵巧地向旁边游去 许风半拱着腿 像是冲浪一样 完美保持住了平衡 炮弹入水 炸起冲天的水花 许风的头发 被落下的海水打湿 黄昏继续飞速前进 另外一艘海盗匪船 也发现了许风 砰 许风的右手边 又有炮弹袭来 黄昏向旁边游动 轻松避开 海盗们脸色难看 水声做起 比船只灵活太多了 咱们的炮弹是打船的 太笨重了 大当家的 怎么办 海盗头子大喊 怕什么 咱们这么多人 等他过来近身肉搏就行了 他还能把咱们的船给秒了 话音刚落 许风保持着平衡 握住了背后的长弓 他拉满弓弦 蓝色的光剑 逐渐凝聚翁 许风松手 仙剑引入空间 从水下向上 打中了匪船 过意的伤害 再次出现 负一亿5668万4746 砰 海面上被震出了一圈圈的海浪 过意的伤害 打击特效 是真的非常震撼 许风的经验条 再次猛涨一截 直接超过了80% 他看向另外一艘黑龙匪船 这艘船 已经在掉头了 船上的海盗们 疯狂地转着船舵 快跑 大哥 你怎么一件就没了 多成两件 让我有时间跑路啊 快他妈的跑啊 法阵开到最大 四当家的 那个人朝咱们来了 一船的海盗 被吓得脸色惨白 海盗四头目大声喊道 这位英雄 船上的宝物都给你 放过我们吧 许风眼睛一亮 大声说道 船上有什么 吃的 有谁有橘子 橘子很好吃的 还能防病啊 匪盗们大声喊着 许风脸上的笑意消失 举起了弓 海盗四头目 连忙大喊 还有别的 快 去把那只剑碎取来 啊 可是那个剑碎 去拿 哪那么多废话 一个小弟进了船舱 取来了一个青铜盒子 许风已经凑到了 匪船几百米处 匪盗四头目 连忙说道 我们的祖先曾是无间海上最大的海盗 当年我们 嗖 一只黑剑从海盗四头目的脸边飞过 许风不耐烦地说道 讲重点 好的大哥 这只剑碎是我们祖先寻德 带入了这片世界 它是某处荒谷遗迹的钥匙 但我们出不去 许风心头火热 扔下来 大哥你拿上这个 能不能放过我们 东西给我 一切好说 海盗们松了口气 四头目把青铜盒子扔给了许风 他眼底闪过一丝阴冷 期待的许风打开盒子 许风伸手 接住了青铜盒子 入手是一阵金属的凉意 许风扫了一眼 盒子上 有些没擦干净的暗红色的血迹 里面有什么机关 许风把感知力 探入了盒子里 一股凶悍的剑气 展露了许风的几缕精神力 许风继续探入新的感知力 剑气在青铜盒子里肆虐 残留的剑气 用一次少一点 十秒之后 盒子里的剑意 被许风轻松的耗尽 许风打开了青铜盒子 海盗们都点起了脚 一脸紧张 看到许风没有被攻击 所有的海盗都愣住了 不对啊 那些剑气呢 他怎么没死 蠢货们 闭嘴 他要听到了 许风随口说道 我已经听到了 你们还有别的好东西吗 拿出来 说着 许风看向了剑碎的属性 四宝剑碎 特殊物品 物品描述传闻中 上古时期的剑圣们陨落时 都会选择一处伏地建造遗迹 将气运留给后世人族 此地名为藏剑种 这只剑碎 指引向了一处空间入口 也许能找到传说中的藏剑种 许风眼睛微微张大 看到藏剑种 他想到了天葬经 这里会不会有无风剑圣的遗迹 先收起来 有机会再去看看 这种描述不清晰的东西 不能全信 之前许风在论坛 看到过一个叫 主教练正在热身的渊种 这获得到了一件花鸟开平扇 上面描述着 某位富商的夫人 似乎在寻找这把扇子 他找到了这位夫人 想着能换笔高额的酬经 然后这个渊种才知道 夫人是想找扇子里 藏着一笔赃款的地图 拿完地图 夫人就想灭口 主教练正在热身 被追杀了三十多次 惨得一批 这个剑碎的空间指向哪里 许风不确定 到时候再说 海盗们又拿来了几件古董 许风都看不太上 他开口问道 你们一共几艘船 四头目说道 二十四艘 许风接着问道 其他的船都在哪 四头目紧张地回答 都在海上航行 位置不确定 许风点头 说道 行了 你们差不多也该上路了 四头目恐惧地大吼 你收了剑碎 怎么还要杀我 我没答应放过你们啊 你说了 一切好说 许风咧嘴笑了笑 是吗 忘了 他拉满弓弦 仙剑飞出 击沉了这艘匪船 刷 一道金光洒落 许风升到了五十八级 许风转身 向灵船游去 妹子们已经掉转了船头 过来接许风 回到船上 许风说道 还有二十一艘匪船 接着找吧 和四山眼睛亮了 那你能升到六十级吗 沈晚秋已经算过了 他轻声说道 估计会停在五十九级多 周亚男脸色凝重 时间很紧张 许风扫了一眼时间 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二十八分了 他还有不到九个小时 赵金星小跑到船舵旁边 控制着临船全速前进 许风倒是很淡定 坐回了阴凉处养神 小周同学很着急 你要不然骑着黄昏 去另外一个方向找 许风咧嘴笑了笑 懒得去 还是坐船舒服 周亚男催了一口 你是担心 我们遇上海盗 被弄死吧 许风有些惊讶 小周同学 你什么时候这么通人性了 滚啊 你才通人性 互对两句 许风还是坐船出发 沈晚秋环抱着他的大长腿 在旁边陪着许风 许风随口问道 你的外观呢 怎么没穿 沈晚秋说道 我想等他们的外观 也坐好 再一起穿 许风点点头 没说什么二十分钟后 许风在船下 感知到了一些体型庞大的鱼类 这里应该是深海区了 黑龙匪道一直没有出现 河四山跟周亚南 越来越着急 终于 又过了十五分钟 远处出现了一艘黑龙匪船 匪船上的海盗们 兴奋地冲了过来 许风更兴奋 骑着黄昏游向匪船 靠近匪船两千米后 许风大喊道 把船上的好东西交出来 我可以考虑饶 你们一命 这一嗓子 把船上的海盗们给含猛了 他要劫咱们 咦 海盗不是咱们吗 格老子的 给我整不会了 许风平举长弓 一箭射出 飞箭一分为二 精准地命中了甲板上的两个海盗 负一千一百三十八万 八千四百五十五 负五十六万 九千四百二十二 海盗的防御有十一万 生命四千三百万 两个被银石打中的海盗 瞬间倒地死亡 海盗们惊了 咱们不是有百分之五十的减伤吗 这个人的伤害这么高 什么情况 情况不对啊 许风再次大喊 立刻把好东西扔下来 你们耽误一秒 我就多杀一个人 船上的气当家都惊了 这人是同行吧 武力威慑 搜罗宝贝 业务这么熟练的吗 他大喊道 给你三十斤橘子 许风嫌弃地说道 去他娘的橘子 我要你们传承的那种宝贝 气当家更加震惊 你怎么知道 我们有传承的宝贝 我们有一只剑碎 但它不在我们的船上 许风语气嫌弃地问道 所有黑龙海盗只传承下来了一只剑碎 既当家还挺有礼貌 抱歉啊大哥 就这么一件 许风拉满弓弦 一只仙剑送走了这一船的海盗 它的经验条长了十四 百分之二十四 匪船给的经验迅速地少了起来 战斗结束 许风回了船上 妹子们都升到了五十七级 这次的奇缘事件 经验是真的相当丰厚 许风搓着神晚秋柔软的脸蛋 下次再给你多弄点奇缘石 神晚秋含混地应了一声 嗯 临船继续航行 一小时后 许风遇到了四艘黑龙匪船 它骑着黄昏赶了过去 骤影剑和仙剑连续射出 五秒出头 许风解决战斗 四艘匪盗船打完 许风的经验涨到了百分之八十多 神晚秋时不时地看看时间 担心许风赶不上报名 七个小时后 天已经黑了 海水映着天空 像是深邃不可知的镜面世界 许风又击沉了两艘匪盗船 二十三艘了 距离报名中止 还有一个小时十七分钟左右 许风看了看经验条 五十九集八十五 百分之六十六 只差一点了 队伍频道里 和四山紧张的声音响起 最后一艘匪盗船到底在哪呀 还来得及吗 许风还是很淡定 不急 让晚秋选个方向 四叶混沌帘 在许风的脑海里抗议 很急 他都快急死了 二十点浮原值啊 许风懒得理他 神晚秋握紧双手 放到胸口 犹豫了两秒 他指向西南边 去那边看看 许风上了船 说道 就去那边 五分钟后 周亚南兴奋地说道 看到了 他们的正前方 有一艘黑龙海盗船 最后一艘了 许风动作麻利 跳海出发 七秒后 海盗船沉没 提示出现 您的队伍已经击穿了所有的海盗船 起源探索结束 每人获得浮原加一 十五分钟后 您的队伍将被强行送回主世界 您现在可以传送回罗海村了 居然还给了一点浮原 许风咧嘴笑了笑 心情极好 他低头看向自己的经验条 五十九级九十三 百分之一 一个小时 刷百分之七的经验 有合适的隐藏任务 还有机会 他在队伍频道说道 回村 好 许风直接传回了罗海村 村民们大多已经睡了 许风直接闯到了小林的家里 一脚踢开了大门 匪刀杀完了 快把菩提子给我 小林翻身起床 套好衣服 冲了出来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村民们也闻讯赶来 议论纷纷 祸 他居然已经升到五十九级了 看样子 确实杀了很多海盗 要不然不可能升得这么快 厉害啊 村民们看向许风的眼神里 满是敬佩 小林的爷爷也出了屋子 手里拿着这一个青铜盒 许风的感知力 叹了进去 里面有股十分浓厚的生命力量 没有机关 给我吧 许风接过盒子 打开看了一眼 里面是一颗翠绿的菩提子 菩提子 特殊物品 物品描述 上古传承而来的特殊物品 蕴含浓郁的生机 携带在身上 可使呼吸法经验值提升速度 增加百分之十 许风深吸一口气 这东西应该足够珍贵 能把灵水剑换到手吧 许风把东西收好 走吧 小林忽然开口 大哥哥 外面的世界什么样 许风说道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小林有些挣扎 最终还是恐惧战胜了好奇 算了 我没什么本事 在外面世界活下去 谢谢你们今天让我见了陆河马 我很知足了 村民们神情复杂 有向往 也有畏惧 周亚南他们彼此对视一眼 眼神里有些庆幸 要不是遇上老板 咱们估计担惊受怕的 只求混个温饱 确实 沈晚秋看着许风 漂亮的桃花眼里 全是他的样子 许风点头说道 再见 说完 许风选择立刻奇缘空间 场景变幻 许风回到了黄景震的小院里 月色晴朗 小院里没了白天的燥热 温度凉爽 四个妹子紧跟在许风后面 也从奇缘空间传送了出来 叮 叮 许风的好友蓝 疯狂闪起提示 树影对月愁 大佬 你怎么还没回来 我给你找了个不错的隐藏任务 黎月酒 老大你没事吧 我和温玉他们都很担心你 一夜起七次 大佬赶不上也别急啊 你已经很牛逼了 许风收了几十条朋友发来的消息 他扫了一圈消息 于又威没发消息 头像还是暗的 他在炎火洞的一空间里 还没出来 许风群回了条消息 一月 待会记得看论坛 他给树影对月愁另回了一条 隐藏任务还有吗 树影对月愁 当然有 我就知道 你有机会赶上 树影对月愁 任务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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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风一字打开了这三个任务的链接 隐藏任务 被遗忘的矿洞 隐藏任务 轻语之事 隐藏任务 黑影正幻境 三个任务 给的经验都不少 许风回到 黑影正幻境吧 任务描述 进入幻境 击杀所有的异变村民残魂 树影对月愁 这个任务奖励 应该会少一些 树影对月愁 流程太简单粗暴了 许风脑子很清楚 只差最后一点经验了 补上就行 另外两个任务没必要 树影对月愁恍然 明白了 我给你安排上 许风 多少钱 树影对月愁 这个便宜 35枚金币 许风给他发了 40枚金币的红包 树影对月愁 刚给过报酬的 不用再给 许风 愿意给我留任务的几个人 都给点补偿 树影对月愁有些感慨 知道了 活该大佬你远远好啊 付了钱 许风加了一个叫 李宝今天吃什么 的61级男法师 刚一进队 队伍频道立刻热闹了起来 李宝今天吃什么 59级 大佬冲呀 叫我李李就好了 哇 居然是大佬本佬 待会能截图合影吗 超级牛马 我还以为大佬赶不上了 结果忽然到了59级 许风 时间紧张 先做任务 李宝今天吃什么 好 许风 其上黄昏 赶向城北的一处废纸 四个妹子目送他离开 路上 许风给徐富来发了邮件 菩提子他要不要 徐富来秒回 菩提子 传闻中 能增加呼吸法经验值 获取量的东西 许风有些意外 你知道 徐富来 在一本古籍残本中见过 菩提子在中古时期 也极其稀有 流传到后世的 更是稀有 这个应该可以 我去问 许风 等你 十秒过去 徐富来还没回消息 许风思考着备用方案 菩提子要是不行 试试用剑碎交换 万剑种和拿副原 解锁小黑的技能 哪个价值更大呢 还没想出答案 许风收到了 徐富来的邮件 藏龙先生说可以 你把菩提子给我寄过来吧 许风松了口气 把菩提子寄给了徐富来 徐富来 妖族一直寄于灵水剑 这把剑被藏在地库深处 徐富来 藏龙先生现在带我去找 找到之后 我立刻给你寄过去 许风 行 回完徐富来的消息 许风给玄赏官发了一封邮件 我待会要把灵水剑送去 你们提前准备好 把声望给我 玄赏官秒回 张将军的灵水剑 我们立刻准备 安排妥当 许风终于放松下来 看了看论坛 一下午不刷论坛 版面上的情报 全是新鲜的 烟火洞的一空间里 有好多火蟒 非常难打 我们已经死出来了 火蟒经验极多 打完之后 估计要出现全世界 第一个110级了 月老59级了 说他摆烂放弃的人呢 让我看到你们的脸在哪 最新天选争风情报 已经有79个顶尖高手 确认参加选拔了 许风刚出来两分钟 就已经上了热铁 他回了一条铁子 人帅 热度确实容易居高不下 铁子瞬间更加热闹 一楼回复 你还有脸回复 吓我真的吓死了 五楼回复 赶紧升六十级啊 来得及吗 四十七楼回复 我都要急死了 你个扎总还在刷论坛 许风没看这些回复 扫了扫烟火动的情报 一条火蟒的经验 能让109级的人长2 百分之二十一的经验 108级进一空间的人 都有概率升到110级 关于于又威的情报很少 清语阁有个被杀出来的 104级攻守 他四个小时前死出来的时候 于又威还在正常地刷火蟒 许风看了看下午的热铁 世界公告触发了不少次 云启称还出现了一次灾害 及特殊事件 一个血脯想要觉醒 事件的奖励 被鹦鹉公会的百花奈子 拿走了 具体是什么奖励 他没有曝光 定 许风刷着论坛的时候 十月红管理群里 有了新消息 许风看了一眼 沈婉秋 ad月落西沉图片 他和另外三个妹子 都换上了踏雪眉印 这套外观 穿在小警理的身上 把他的绝美 衬托得更加优雅动人 他皮肤本来就白 这套衣服印得他 肤白胜雪 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美人许风 不错 许风 你穿这套衣服的效果 都快赶上我了 周亚南 哦 赵静兴 老板 有点过了 和四山 我没有良心 老板穿这套衣服最好看 许风 还是山山有眼光 刚发完消息 许风收到了 沈婉秋的私聊 沈婉秋 我能看看 你穿这件衣服什么样吗 沈婉秋 不行就算了 不要凶我好不好 许风逗他 现在还敢提要求了 以后你要做什么我都不敢想 沈婉秋 对不起 他有点后悔 鼓起勇气 问许风要照片了 许风 图片 沈婉秋愣了一下 打开看了看 许风在空中换了外观 给他截了张图 沈婉秋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把这张图片下载了起来 他想了想 又把图片收藏了起来 五分钟后 许风来到了标点位置 看到了队友 李宝今天吃什么 一脸兴奋 大佬 快来 叫我李李就好了 赶紧发车 出发 队友们知道 许风时间紧迫 他们赶紧选择进入幻境 许风眼前的景色一闪 进了幻境之中 黑影镇面积不大 就是一处普通的小城地图 一遍村民的残魂们 陆续出现 许风看了看这些残魂的属性 六世纪的精英怪 有特殊怪物 标签 双房45731点 生命440万 许风一见两只残魂 开始乱杀 十分钟后 400的残魂被杀完 许风的经验条 涨了3 54% 56级之后 升级的难度 是真的越来越离谱 一队人出了幻境 回了云启城 在城南找到杜大爷 交了任务 白光涌入许风的身体 许风的经验条 缓慢上升 最终涨满 一道金光洒落 许风升到了60级 世界频道里 乃堂不太甜发了消息 月宝60级了 世界频道瞬间爆炸 消息满天飞 世界公告紧接着出现 50级至60级的速升纪录更新 新纪录 39小时5分14秒 新纪录保持者 轻语格玩家 月落西沉 世界频道里 我人傻了 50级到60级 只用了不到40个小时 月老升级 就跟我太炎尿崩的时候一样 拦都拦不住啊 这升级速度 就是离谱他妈吹唆呐 离谱上天了 哭了 我还以为能小破一下 记录上个世界公告的 许风的好友信息 不停地闪了起来 他没看消息 跟队友们说道 走了 大佬慢走 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您的队伍已解散 许风赶到了军营里 14个悬赏官 还有两名校尉 站在悬赏广场的西北角 广场的中间位置 是接悬赏的地方 西北角是禁区 只有军营的人才能过去 周围的玩家 看向西北角 小声议论 居然连校尉都出来了 在云启城里 这算是高级将领了吧 应该是有什么大事吧 可能会出个 很牛逼的特殊悬赏 会不会是在等月楼 他不是60级了吗 我也希望恶霸赶上 但他声望1500点 没这个牌面吧 许风下马 穿过人群 有四个悬赏官看到许风 眼睛亮了起来 这边 在周围几百人震惊的眼神中 许风走进了广场的西北角 还真是在等他的 牛逼 大佬永远这么的出人意料 这么有牌面 肯定能报名哪 不少人对着许风截图 发到了论坛里 人群里有一对鹦鹉工会的人 带头的队长叫北武元爷 他小声的阴阳怪气了一句 他这不是还没报名成功吗 激动什么 有几个人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但没对他 鹦鹉工会对绝大多数人 还是很有威严的 许风走到悬赏官面前 悬赏官们默契地向后退了半步 跟许风保持了距离 校尉方景鹤热切地问道 林水剑呢 许风两手一摊 还在地库 旁边另外一名校尉何秀凯说道 听说藏龙先生的地库 能顶上一座小城 而且地库分三层 确实难找 许风看了看时间 还有五十四分钟 时间应该很充足 他看了看好有信息 树影对月仇 大老牛逼 真就十二小时升六级 青山入怀 我队友听说 你真升到六十级都傻眼了 青山入怀 老大 跟着你混我好有面子 逃善 真升到了 我激动哭了 许风群回消息 不就是升级速度世界第一 速升纪录惊人吗 你们看我提这些吗 要跟我一样低调 回完消息 许风看了看论坛 热铁第四 月落西尘 坏事做尽 你但凡晚半个小时 升级我都能上一次世界公告 帖子是五十九级的女法师 吟吟水雨 发的 她升级的速度 超过了之前的记录 还差半个小时升级的时候 许风到了六十级 她还控诉了一句 不到四十个小时的六十级速升级录 看着都绝望 这妹子是真的挺难受 帖子里一片欢声笑语 四百六十二楼 泪目 心疼妹子 滑稽 七百四十一楼 十个泪目九个笑 还有一个在狂笑 九百一十三楼 这个记录确实离谱 我当时都以为自己看错了 目瞪狗呆 JPG 1847楼 回收被月老商透了新的妹子 要求很低 是女的就行 搓手 JPG 论坛里 类似的帖子有四条 都是感觉自己即将破记录 但被许风给压制住了 许风随意地想着 气运增加 人们的实力提升得快多了 除了这几条帖子外 还有一条许风相关的帖子 热度飙升 月老出现在云启城的军营里 校尾亲自接待 天选争锋的名额稳了 帖子里放了一段许风坐下的视频 147楼 这个慢作好有大佬的气质 我好想知道月老长什么样 481楼 说月老故意不升级避开天选争锋的人呢 出来挨打 619楼 但是参选名单上还没有月老的名字啊 他在等什么 不少人十分困惑 许风再往下翻 又出现了不少带节奏的人 848楼 不会是报不了名吧 那就丢人了 1141楼 这么长时间还没报名 估计是有问题吧 不过他们的回帖下 背对得很惨 纯情女高中生 报不了名就丢人 您在名单上第几位呢 飞羽 阴阳怪气势吧 狗头给你打烂 一夜起七次 别在这带节奏 真有毛病 只要跟许风有关的帖子 都吵得很凶 许风看得很开心 亲自下场带了带节奏 麦克报名比阿萨星之王早啊 我感觉还是麦克更自信一点 伊卡什叶的操作真的行吗 世界第一法师 还得是我们巴姆琳娜 严齐天照用一样的装备 不得被乌卡图姆暴杀 巴姆琳娜和伊卡什叶 一直在争世界第一法师 两个人都是公认的法师 最顶尖的操作 比于又威要墙上一线 他一带节奏 论坛里吵得更凶了 叮 许风节奏带到一半 十月红管理群里 有人发了消息 周亚男 渣男 咱们工会里招了个内鬼 许风 其他工会的人 周亚男 对 我们在论坛查了这个人的角色名称 周亚男 结果发现 他一直是鹦鹉工会的人 许风随意地说道 踢了就行 许风 组织人数一多 必然穿插进来几个考试的 周亚男有点难受 总感觉很不踏实 和四山 我也是 太复杂了 赵金星 会不会出问题啊 感觉有点慌 许风随意地回道 人事和财物掌握在自己手里 什么问题都出不了 你们累一点 不要让别人经手钱 和全就行 工会再分个核心成员组负责打架 这批人单独审核身份 周亚男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这样确实可以啊 工会的主要站立 没有内鬼就行了 不用担心被刺 普通成员就算有内鬼 最多也就坑点工资 和四山 我们不怕累钱 肯定要掌握在你的手里 赵金星 还是老板聪明 现在感觉他是多了 沈晚秋上下翻着许风的消息 看了好几遍 他喜欢没事的时候 翻翻许风说的话 有种莫名的安心感 跟他们聊完 许风看了看时间 已经过去十分钟了 徐复来怎么还没动静 许风刚想发封邮件问一下 徐复来的邮件先发了过来 出事了 藏龙先生的管家 被花蛇妖控制住了 刚找到灵水件 管家就抢走灵水件 进了传送法阵 藏龙先生说 如果灵水件找不回来 会给你赔偿 他传送的应该不是很远 我们现在去追杀他 许风心头一沉 还有四十分钟 来得及吗 许风给徐复来发了邮件 能追回来吗 徐复来秒回 他肯定跑不掉 但时间不好说 蛇妖一只的花蛇 擅长隐匿和寄生人类 许风看向了方景鹤笑味 出了点意外情况 如果藏龙先生替我担保 能先把声望给我吗 方景鹤摇了摇头 我想帮你 但真的不行 军营的声望审核最严格 任何人都不能训思 藏龙先生担保也不行 许风问道 增加声望的悬赏吗 我要做两个 方景鹤看向了旁边的悬赏官 把流程最简单的悬赏给他 尽全力协助他 参加天选争风 是 一名悬赏官开口 现在一共有四个可以增加声望的特殊悬赏 追杀隐匿的逃犯 探索石塔附近的诡异波动 许风脸色凝重 这四个悬赏的流程都很繁琐 我去追杀逃犯 好的 许风接了悬赏 把黄昏从坐骑空间叫了出来 他骑马离开 校尉何秀凯 这我没问道 赶得上吗 方景鹤摇头 如果拿不到零水箭 几乎不可能赶得上 逃犯阳千五行踪诡异 同伙一共六人 就算我亲自去 也得十五分钟才能回来 何秀凯遗憾的摇摇头 他的战斗技巧很厉害 我挺看好他 可惜 怕是要错过天选争风了 两名校尉转身 回了军营驻扎地 悬赏官们也各自散开 只留了给许峰悬赏的那人等着 周围的玩家们一脸猛逼 咦 什么情况 报名完成不是会有一个地图公告吗 月老的公告呢 大佬这是没报名 直接走了 北五元也声音都大了起来 看 跟我说的一样 他还没报名 谁知道会出什么意外 看这样子 应该是报不上名了 旁边两个妹子极其不爽 报名的时间还没结束 谁知道最终结果什么样 再叫把你狗头拧下来 北五元也没搭理他们 在论坛发了帖子 最新情报 月落西尘并没有报名成功 忽然离开了 他还录了视频 放到了帖子里 帖子热度极高 83楼 为什么啊 大佬这是放弃报名了 174楼 可能是声望不够 这时去做悬赏 攒声望了 542楼 他都歇了好久了 怎么现在去做悬赏 奶糖不太甜 也很纳闷 他昨天加了桃山的好友 给桃山发了消息 桃姐 月宝什么情况 桃山 我也不清楚 老大从来不交代他要做什么的 奶糖不太甜 急死我了 还能报名成吗 奶糖不太甜 要是报不成名 我们得换个方向护着月宝 桃山 你先别急 让我先急 JPG 桃山 老大还没放弃 我觉得他能行 奶糖不太甜 我也信他 我去兑现了 桃山 我也去 奶糖不太甜 在帖子下回复 报名时间还没截止 半场开香槟是吧 急穿鹰很快出现 还有44分钟 已经要结束了 作为黑粉头子 急穿鹰还带着几个人一起出现 帕拉米 看样子 他应该就是缺声望 44分钟 连一个悬赏都做不完 阿奇姆 想要报名完成 很难的啦 奶糖不太甜 回复了急穿鹰 月老要12小时升6级的时候 你们也说不行 脸不疼了 不是你藏着不敢兑现的时候了 奶糖不太甜 回复了帕拉米 月宝别的不行 但快还是够快的 奶糖不太甜 回复来阿奇姆 拦你个大头鬼 结局还没定好呢 他一个人跟七八个人兑现 甚至还占了优势 很快 月落西沉讨论组的人出现 这不是鹰子吗 还搁这兑现呢 咱们接着聊聊 你们说月老生不到六十级的事 别装傻不回复啊 谁欺负我月宝 我不答应 报名的实现越来越近 论坛里四处都吵 乱成了一锅粥 汤姐还在其中带着节奏 颜奇天照和阿萨星之王的粉丝 也吵得很凶 难怪小峰峰自己下场带节奏 看着他们吵架真好玩 首页一百条帖子里 有二十多条都在讨论 许峰到底能不能报名成功 甚至连今日份的 世界前百女神美图帖子 热度都被压到了第七 十分钟过去 许峰杀完了三个逃犯 还差两个 世界公告接连出现 一百集至一百一十集的速生记录更新 新记录 151小时8分30秒 新记录保持者 圣徒工会阿萨星之王 各势力六级城市开放 世界大事件出现 传闻中因妖族在人界留下了一处秘藏 秘藏中有大量珍宝与大量妖族后裔 找到秘藏可获得极其丰厚的收获 达到一百二十级后将无法进入秘藏 装备品阶更新 一百四十级一百五十级常规品质 破面 受新地图更新影响 商店货物价格与跑商收益更新 四天剑开放 新物品星河时 林翠时可在特殊地图获得了 许峰有些惊讶 世界大事件 林翠时 四天剑 这次版本更新的内容有点多 定 于又威发来了语音 狗子 我好气啊 于又威 我没抢过 就差那么一点点 于又威 你居然真的六十级了 报名成功了吗 许峰 声望还不够 出了点意外 于又威 于又威 还有时间 狗子别灰心 许峰 你也别灰心 一百一十级的记录我破 于又威很好哄 带上了点笑意 好 于又威 你弄一个超级厉害的记录 吓死他们 许峰问起了正事 世界大事件什么情况 于又威 应该类似于一个超级特殊事件 一个版本 只有一个这种事件 许峰有些眼热 奖励一定很丰厚 你赶紧准备抢啊 于又威 行 抢到了给你分 聊了几句 许峰杀完了最后一个逃犯 一共花了十四分八秒 他传回了云启城 回了军营 悬赏官见到许峰 满脸吃惊 这么快 方锦赫听说许峰已经回来 赶紧跑了出来 还不到十五分钟 你杀完了 许峰点点头 杀完了 方锦赫有些羡慕 黄昏比我的蓝童雪阴还快 许峰交了悬赏 一百五十点声望到手 悬赏官问道 大人 您接下来接哪个任务 许峰坐到了椅子上 催了一口 接个屁 做悬赏 明显来不及了 方锦赫的眼中 闪过一丝欣赏 判断准确 果断放弃假希望 我真的很看好你 可惜应该来不及了 许峰两手一摊 祈祷小老头能靠点谱吧 轰隆 天雷落下 许峰轻松躲过 坐了回去 迟早老子得找个办法 解决这破天雷 最开始躲过天雷 许峰还有点操作成功的快乐感 但重复太多次 许峰现在只觉得天雷很烦人 没什么意思 哪怕他更快点 许峰也能提起一点干劲 时间慢慢流淌 军营里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许峰当做没看到他们 大大咧咧地坐着养神 月明星熙 微风不躁 二十分钟后 许峰收到了许峰来邮件 恐怕是来不及了 许峰来 这次是我们防备不周 对不住你了 许峰有一瞬间的烦躁 没有灵水箭 这次天选争风 许峰肯定没戏了 一个呼吸的时间 许峰冷静了下来 他给许峰来发了邮件 小老头 你倒个屁的钱 没你我都不知道 还有灵水箭 我这个人恩怨分明 你赔我二十点服援就行 许峰来看完许峰前两条邮件 心里很舒坦 看完第三条邮件 许峰来脆了一口 回了许峰 滚 你小子就算进了天选争风 就一定能夺冠 许峰无比自信地回复道 冠军当然是我的 算了 陪我十点服援值也行 许峰来笑了起来 一点都不给你 许峰来 不过藏龙先生 应该会赔偿你一些 五点服援值应该是有的 许峰算了一下 灵水箭肯定能拿到手 换成声望 再额外拿五点服援值 也不算太亏 还能在场下当剑仙 直指点点其他的参赛者 应该挺好玩 不过许峰还是装作心痛的样子 亏了十五点啊 小老头 你怎么也得给我点好的任务 许峰来笑骂一句 没有 滚 许峰表演了一波狗变脸 好你个小老头 翻脸是吧 下次见面 我肯定把你白鹤的尾巴嚎吐 白鹤莫名地打了个寒战 聊了几句 许峰站了起来 对方锦赫说道 抱歉 估计是来不及了 方锦赫有些惊讶 他在许峰身上 没有看到丝毫的气馁 错过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一点都没有怨气 许峰咧嘴笑了笑 有 老子以后要把蛇妖灭住 方锦赫问道 那天选争锋呢 许峰两手一摊 不参加天选争锋 我一样能变强 没了我是你们的损失 不是我的 方锦赫大笑两声 说得好 我也觉得错过你是我们的损失 但军令如山 下次再来过吧 许峰点头 走了 去吧 有奖励 极好的特殊选赏 我会亲自通知你 许峰骑上黄昏 转身出了军营 北武员也兴奋地大喊 他是不是放弃了 他参加不了天选争锋了 操作顶尖结果 参加不了比赛 咚 咚 马蹄踏地的声音响起 北武员也身边的人 逐渐回头看去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许峰停在了北武员也的背后 他翻身下马 右手搭住了北武员也的肩膀 你笑得好大声啊 北武员也的身体 僵在原地 他感觉自己身后 站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反派 我 我承认我刚才是有点大声 许峰咧嘴笑了笑 我参加不了天选争锋 刚好有时间了 你要不要当第一个 被抽中干掉的鹦鹉工会成员 先杀你回吃银城吧 北武员也额头上 沁着汗珠 不是说随机抽取吗 黑幕不太好吧 许峰笑了起来 你看我像是守规矩的人吗 北武员也有点紧张地说道 副会长杀一个普通成员 有损身份吧 许峰眼里满是张狂 身份 那只是实力的附属品而已 我想杀你 你拦不住我 鹦鹉工会也拦不住我 身份同样限制不了我 周围的玩家都在录视频 不少妹子脸上有些狂热的崇拜 还包括几个混血长相的姑娘 她好话呀 我好喜欢 这两句话也太有逼格了 我什么时候也能这么自由 妈的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 月落西沉这么有魅力 北武员也不知所措的时候 许峰忽然收到了一封邮件 声望不够 来官府一趟吧 发邮件的人 是周明珠 这人许峰有印象 是云启城的高级任务官 许峰脑子飞快地转着 官府跟我没什么交情 忽然让我过去 试试总不亏 许峰回了邮件 你有解决办法 周明珠很快回复 让你过来 当然有办法 抓紧点时间 WWW BQ O M 许峰心底火热了几分 她收回了搭在北武员野肩膀上的手 蹲下 说一百遍你知道错了 下次不敢再碎嘴了 北武员野如萌大赦 连忙蹲下 许峰随便找了个妹子 你数着她说完一百遍 好的月店 能加的好友吗 不嫁 走了 许峰骑上黄昏 赶到了官府 进了官府大院 有个轻衣衙役 带着许峰往内院走 穿过两处远景 许峰到了云启城官府的最深处 一个穿着黑色官袍的中年男人 站在池子旁边喂鱼 许峰大大咧咧地说道 别喂了 你能给我军营声望 周明珠摇头 当然不行 四个阵营的声望各自分开 我干涉不了军营的声望发放 他们自己人也干涉不了 一群不知变通的莽夫 许峰思索片刻 眯起眼睛说道 你要给我官府声望 周明珠笑了笑 果然很聪明 许峰直接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原因呢 轩辕长弓 周明珠化身谜语人 是 但也不是 你的身份很特殊 有人要帮你 我暂时只能说这些 许峰笑得很开心 我居然也是狗关系货 你们早说啊 我还去军营那边干嘛 都挤把自己人 周明珠摇了摇头 言语粗鄙 许峰魂不在意 别废话了 声望呢 时间不多了 距离报名结束 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周明珠说道 给你声望可以 但有条件 说 你如果进不了前八名 需要在官府中当一年牙役 许峰愣了一下 当牙役 对 获得的所有经验归官府所有 许峰问道 进了前八呢 周明珠继续说道 如果进不了前四 那就当六个月牙役 进不了决赛 就当三个月牙役 亚军要当一个月牙役 冠军就不用了 许峰点头答应下来 可以 周明珠说道 还没说完 别急着答应 你在云启城批出了九十四处深坑 路面养护 共消耗了三百七十四枚金币 夺不了关 你要赔偿官府四千枚金币 许峰两手一摊 还有别的吗 一次说完 周明珠摇头 没了 你答应这两样条件了 许峰点头 答应了 那好 给你声望 一道清澈的白光 落到许峰的头顶 提示出现 您获得了两千五百点官府声望 当前与官府的关系 亲密 您的条件符合天选争锋条件 报名成功 您将参加官府选拔赛 城市公告出现 清宇阁副会长月落西沉 已于官府处成功报名参加天选争锋 论坛上 热铁第二 来感受一下大恶人月落西沉的压迫力 鹦鹉公会的成员被吓惨了 帖子里附了许峰搭着北五原野肩膀的视频 短短几秒 许峰把北五原野吓到不敢动弹的气势 展现得淋漓尽致 四十一楼 卧槽 他确实有点帅的呀 我之前真没发现 星星眼 JPG 一百七十四楼 我可太喜欢他这个无拘无束的性格了 随心所欲 打扣 JPG 三百三十一楼 大佬看得很透彻呀 有实力 确实可以随便挑身份 牛皮酒 JPG 四百一十八楼 羡慕 我见了鹦鹉的人都绕着走 大佬跟捏鸡崽子一样 随便拿捏 小苍家奈把这条视频 看了六十多遍 他还把视频转发给了他的朋友们 别喜欢颜齐天照了 快看这个大恶人 他不香吗 不过随着报名时间越来越短 带节奏和嘲讽许峰的回帖越来越多 六百一十三楼 就这 说要动手 结果自己跑了 烈 七百五十五楼 也就嘴上牛逼 真敢动手 怎么跑了呢 九百三十四楼 明显是跑路了呀 天选争锋都参加不了 还心情好 1184楼 那些说他能参加天选争锋的人呢 让我看到你们的脸呗 就在吵得越来越凶的时候 一条新的帖子出现了 最新情报 恶霸居然报名成功了 而且居然是代表官府阵营参战 这条帖子一出 热度瞬间爆炸 一楼被奶糖不太甜抢走 真的假的 三楼 他没有官府声望的吧 为什么是官府出战啊 七楼 假消息吧 绝大多数人都没看到地区公告 将信将疑 吉川英在鹦鹉公会频道 add了北武原野 你在云启城 看到地区公告了吗 北武原野 看到了 严齐天照 他真的在官府阵营报名成功了 穿上才急 不应该啊 他从来没有过官府的声望 北武原野也是一脸猛逼 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 他说自己心情好 然后就走了 吉川英 该死 又让他装到了 各个大工会 在云启城 多少都有两个成员 很快 他们确定了 情报是真的 带节奏的人 光速消失 他们带节奏带多了 山铁跑路是真的快 奶糖不太甜 他们无比兴奋 恶霸真的绝了 就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谁能想到 他居然能拿到官府的声望 我心跳得好快啊 刚刚 我都已经准备躺平任潮了 世界公告紧接着出现 天选争锋报名时间结束 叮 叮 许峰的好友信息提示 不停响起 于又威忍不住笑意的声音响起 狗子 你真的太棒了 于又威 不过 你为什么会在官府报名啊 周亚男 恭喜你啊渣男 总归是报名城了 树影对月仇 太牛逼了 绝地反杀那些带节奏的人 离月酒 老大 我感觉你真的无所不能 许峰给于又威回了消息 官府非要求着 给我两千五百点声望 不想要都不行 我就在他们这边参加比赛了 于又威哥哥笑着 吹牛 我才不信 许峰感慨 我这种老实人说话 你都不信 人心不古啊 于又威 你才不是老实人 你是坏人 于又威翘脸威红 又补了一句 不过 我倒是挺喜欢的 许峰笑了笑 那提前完成赌约 没门 想得美 跟他聊了几句 许峰在十月红群里 也发了消息 我长得太帅 被官府强行抓过来 替他们参战了 周亚男队道 你这么有钱 买块镜子 照照自己行不行 许峰随口斗着他们玩 老板不卖 说是担心我被自己帅死 那个神话里 被自己帅死的人是谁来着 宙斯 和四山啸的前仰后合 老板你好没问话哦 人家叫那西索斯 许峰 对对对 他说 担心我变成那徐索峰 赵静兴和沈婉秋 脸上带着浅笑 跟他们也交代了几句 其他的朋友 许峰还是照例敷衍的群回了一条 别问 我是关系户这种事情 能跟你们说吗 回完消息 许峰看向了周明珠 老周啊 还有别的好处吗 我还缺食没天晶石 呼吸法经验值也有点少 周明珠有些意外 天晶石 你六十级用得上这东西 许峰忧愿地说道 长弓解封要用 还要三件神话长弓 两枚神话戒指和十把史诗武器 这弓跟你们关系很深 要不然你们出点 周明珠往后烧了半步 面色如常 这把弓现在只属于你 当然你来出钱 官府不可能出这么多物资的 别想了 许峰说道 资源还好 我可以花时间凑一凑 天晶石是什么东西 我连情报都找不到 周明珠解释道 天晶石产自唐秋山 极其珍贵 强化的时候放入天晶石 可保装备不会因锻造损坏 许峰明白了 强化保护石 周明珠眼睛一亮 这个名字简单一懂 不错 许峰咧嘴笑了笑 别的我不要了 多给我来点天晶石吧 他心里大概估了一下 天晶石的价格 前期天晶石很稀缺 一块卖个四千枚金币 都有可能 周明珠摇摇头 唐秋山出了些问题 天晶石已经断货很久了 有钱也买不到 许峰自告奋勇 我来解决问题 周明珠点头 说道 可以 那里也就盘踞着一条龙腰黄 还有些翠玲龙腰 你去试试 也许打得过 许峰看向天空 天气不错 周明珠摇头笑了笑 说道 官府倒是有些压箱底的存货 如果你能夺冠 我可以考虑给你个任务 许峰露出了健康阳光的笑容 咱们这关系 直接送不行吗 周明珠沉默两秒 问道 有人说过 你脸皮厚吗 许峰摇摇头 诚实地说道 从来没有 周明珠连他说的标点符号都不信 他挥了会秀白 必须做任务 当然 任务会有些额外的奖励 许峰点点头 那还行 我先走了 周明珠提醒道 选拔赛还有两个小时就开始了 不用适应一下吗 我可以把宋导师叫来 你换好装备 跟他对练 选拔赛的比赛方式 跟正赛完全一致 所有人的属性 都会被压低 别的属性降低还好 移速降低 是非常难以适应的 许峰说道 待会我来练十分钟 让老宋准备好 周明珠皱眉 即便是选拔赛的对手 也都是拥有声望的强者 不要轻点 许峰随意地说道 我知道 所以我来练十分钟 周明珠愣了一下 摇了摇头 我觉得十分钟不够 但你已经决定 我不劝你 不要忘记 你输了之后的惩罚便好 许峰点头 放心 我输了 肯定不会跑路到野外不回来的 周明珠盯着许峰 总觉得跑路 这是许峰干得出来 许峰翻身 齐上黄昏 离开之前 许峰问道 你们这里有隐匿气息的物品吗 周明珠愣了一下 你要这种东西干什么 许峰解释道 解决天雷 周明珠惊了 你怎么知道隐匿气息 能解决天雷 www with yuxilang get new OM 古籍中古法圣密文中 确实有这种记载 圣人光身 藏息于须 必累积 较光身的法圣 诅咒值也很高 但他通过藏匿气息 能让天雷无法攻击他 许峰顺势装逼 我们这些天才知道的东西 肯定多啊 周明珠盯着许峰的眼睛 说实话 许峰笑了笑 进那些无法跟外界交流的一空间时 雷击都不会出现 一想就知道 天雷不一定能找得到我 周明珠赞叹道 你确实聪明 不过隐匿气息的物品 现在没有 隐圣们极其需要这种物品 仅存的几件都在他们手里 你去抢了 许峰摇头 现在实力不够 以后再说 你给我列个名单 周明珠一点错愕 你真要去抢啊 过了两秒 周明珠才回过神来 隐圣那帮家伙非常记仇 别惹他们 我会帮你寻觅一下 无主的藏西物品 能不能找到看缘分 跟周明珠聊完 许峰转身离开 赶到了工会空间的训练房里 无声呼吸法加成的反应和协调 在天选争锋里 应该可以发挥作用 两个小时 尽可能把无声呼吸法升到15层吧 进了训练房 许峰闭目呼吸 完美呼吸 对许峰没有难度 很快 许峰完成了第一次训练 被送出了训练空间 您获得了5万呼吸法经验值 许峰动作熟练 再次进入训练空间 一秒都没有耽误 旁边有几个轻语格工会的普通成员 小声议论 乐会长的训练 完成得真快 顶级操作是这样的 跟咱们完全不一样 难怪人家升级快 光是日常训练乐会长 就能比我少花十几分钟 连续完成三次训练之后 许峰收到了徐复来的邮件 灵水剑已经追回 藏龙先生还会补偿 给你6点浮原 你也可以拿回菩提子取消交换 不过浮原的补偿就没了 许峰回了邮件 交换 6点浮原值比菩提子贵多了 徐复来 我也这么觉得 那我把灵水剑寄给你 徐复来 现在 我就往回赶 浮原我当面给你 许峰收到了灵水剑 他握着长剑 仔细看了一眼 这把剑的剑身 比普通的长剑要宽 通体湖蓝色 许峰看不出这把剑用的材料 只觉得入手非常重 灵水剑 损坏 物品描述 曾经危阵仙剑的一把武器 但因为失去主人 而自觉了灵性 轩辕长弓颤动了一下 许峰眼中有些意外 他想吞噬 这把灵水剑 吞噬之后 能直接解封吗 许峰思索片刻 给宋导师发了邮件 帮我问问乞丐 轩辕长弓吞噬其他武器 能获得提升吗 过了二十秒 宋导师发回了邮件 他很意外 跟我说说 这把弓本身没有这样的能力 也许是受你 和你的呼吸法影响 长弓拥有了吞噬的能力 许峰 知道了 待会当面谢你 宋导师一连发了十一条邮件 让许峰别进武学馆 许峰扫了一眼 没有在意 他陷入沉思 要吞噬吗 不行 轩辕长弓能吞噬几次 并不确定 现在还不缺属性 尽可能找更强的武器 让他吞 许峰把灵水剑收到包里 继续训练 剩余的三次训练次数 用完 许峰的感知力覆盖范围 提升到了2831米 他翻身骑上黄昏 赶到了军营 方景赫他们 依然在这里等着 看到许峰 方景赫走了过来 一脸遗憾 你居然成了官府的人 那群人只会动动嘴皮子 一身酸味 离他们远点 许峰暗自吐槽 官府的人见一面 怕不是要打起来 他从包里拿出了灵水剑 东西到了 所有的军营将官 都围了过来 真是灵水剑 张将军的医保 终于回来了 希望有朝一日 这把剑能插到 仙剑的问巅山上 月落大人 太感谢您了 一名军官 捧来了红木金丝盒 方景赫把灵水剑 郑重地放了上去 送入衣冠陵 待会让全体将士来悼念 是 军官拿走了灵水剑 方景赫说道 要是能早点就好了 说着 他一抬手 一道红光涌入许峰的头顶 您的军营声望 增加了一千五百点 当前与军营关系 亲密 许峰问道 有没有奖励丰厚的悬赏 能给十几个六十级 史诗宝箱的就行 方景赫摇头 你到了六十级 再借云启城的 悬赏会奖励减少 你该去淮江城 那边的悬赏报酬 是正常的 许峰点头 也行 那我先走了 等等 方景赫叫住了许峰 说道 刚刚上面调来了一位 很厉害的战士 你虽然替官府参战 但你也是我军方的自己人 跟他训练一下 许峰觉得很有意思 可以 打一场 跟我来 方景赫把许峰 带到了军营的演武场 数百名光着膀子 身强体壮的军士 在夜色中训练 许峰一出现 所有人的视线 都被他吸引了 归还领水剑的那位大人 年少有为啊 可惜替官府那些阴阳怪气的家伙参战了 两个阵营从上到下都相互歧视 很快 许峰见到了一个双臂和双腿都极长的战士 他穿着一身皮甲 有些瘦弱 这是刘成明 军中战斗技巧排行榜第46名 云启成46580名守成军 在同装备下都打不过他 跟他练练 刘成明看向许峰 恭敬地说道 月落大人 您好 感谢您送回灵水剑 我会对您手下留情的 许峰嚣张地说道 应该是我手下留情 刘成明眼中有些战意 我尊重您的贡献 但打起来 我觉得您不行 方锦赫满意地说道 就是要这种火药味 真刀真枪地打一架吧 提示出现 请问是否选择天选争锋模式进行切磋战斗 许峰和刘成明同时选择了事 他身上的连夜巢声衣瞬间消失 轩辕长弓换成了一把角龄战弓 他能用的技能只剩攻守70级以下的职业技能 身上的白武套装也换成了天选争锋套装 许峰看了一眼 这套装备的属性大概是75级的副本套装水平 加成一般 许峰的面板攻击力被压缩到了只剩6万出头 一速降得更厉害 许峰动了动 感觉像是吃了个65%的减速状态 一身阳刚之气的将士们兴奋地围了过来 我压老刘能赢 月落大人也不弱好吧 能把零水剑送回来的会是一般人 这架打得有意思 不过我还是觉得老刘输不了 刘臣明看向许峰 您适应好了吗 许峰没说话 拉弓射箭 这一剑划过弧线 飞了出去 黑连银矢和不弃都没有用了 许峰用的是六十级的雷水矢 蓝剑黑纹 好准 这一剑有水平 它确实挺厉害啊 刘臣明侧身闪躲 避开了这一剑 它反手拉弓射向许峰的右腹部 许峰心里对刘臣明的评价高了不少 步伐灵活 重心稳定 反击迅速 最起码是顶尖中上游的水平 许峰脑子里判断着敌人的看情况 脚下滑布又闪刘臣明的这一剑 同样被灵巧地躲开 许峰跟刘臣明保持着四百米的距离 相互对射 两个人身法都很好 剑矢想要命中 难度相当大 许峰脑子里迅速地思考着 该如何取胜 攻守内战 要抓失误 抓一次对手的失误就赢了 刘臣明经验丰富 思路跟许峰一样 他在等许峰失误 十五秒后 许峰忽然感觉到了一丝疲惫之意 他有些意外 精神力消耗的速度不正常 刘臣明的声音响起 天选争锋的战斗模式 会加速呼吸法带来的精力消耗 你的身法和剑术都没问题 但呼吸法层数太低 拼耐力抓失误 你赢不了我的 说着 刘臣明一键射向许峰的脑袋 许峰歪头躲开 忽然迈不上前冲向刘臣明 军士们都惊呆了 什么情况 攻守内战主动拉近距离 这不是当靶子吗 距离拉近到一百五十米 箭矢速度太快 靠反应几乎躲不开吧 刘臣明抬手一剑 射向许峰的左腿 双方距离越来越近 他这一剑的准度高了很多 许峰转了半圈 避开这一剑 他没有攻击 继续拉近跟刘臣明的距离 刘臣明再次一剑射出 这一剑瞄了许峰的眼睛 许峰跟刘臣明的距离 只有一百一十米 箭矢来得飞快 许峰瞳孔猛缩 周围的一切都变慢了 无声呼吸法加成的超强反应力 依然能用 这是许峰自己的力量 许峰一甩头 潇洒地躲过了这一剑 刘臣明有点慌了 想要后撤 然而他一转身的时间 许峰跟他之间已经只剩了六十米 许峰抬手一剑 刘臣明想要躲 但距离太近了 啪 箭矢命中 刘臣明的头上 跳出了一个暴击伤害 -118374 许峰看到提示 切磋结束 您获得了胜利 刘臣明一脸难以置信 方景鹤也有些呆滞 军士们愣了几秒 随后爆发出一阵惊人的欢呼声 这打法太猛了 我喜欢 攻守近身内战 精彩 他的反应太强了 那爆头的一剑居然能闪掉 我的偶像以后就是月落大人了 无数崇拜力量的军士 替许峰大声呐喊 切磋结束 许峰身上重新覆盖了连夜巢声音 一速恢复 刘臣明开口 热切地说道 大人请再赐教 我也要打 大人我也想试试 军士们眼中战意燃烧 都想挑战许峰 许峰也没别的事干 跟他们打了一个多小时 选拔赛开始前的20分钟 许峰去了官府 虐了老宋10分钟 老宋落泪 欺负完老宋 许峰完成了传送任务 选拔赛的场地 在淮河城的官府里 许峰传送到了淮河城世界公告出现 天选争锋即将在10分钟后开赛 请参赛选手前往各自阵营进行抽签 许峰向淮江城的官府赶去 路上 许峰看到了很多树叶翠绿的槐树 淮江城的面积是云启城的四倍多 几乎所有的街道上都种着槐树 许峰抬头向北看去 那里有一颗高达数千米的沧桑古槐 他吸收着天地之间的水分 凝聚成了一条大河 所以这座城市才叫淮江城 可惜 来晚了 古槐当初自带一个特殊事件 火鸟妖族盘踞在古槐上 导致古槐无法正常地滋养大河 苍翠河几乎要枯竭 整个地图都要失去生计 许峰记得 是于又威他们解决了这个特殊事件 他拿到了先级的技能火龙破 直到现在还在用 五分钟后 许峰到了官府的门外 整条街上 站满了人 六十级的城市就允许九个势力之间相互传送了 而且多数玩家都在六十到八十级 淮江城面积很大 但看上去比云起城还要拥挤 月落大佬来了 有个嗓门清脆洪亮的妹子 喊了一句 无数人回头看向许峰 白马黑衣 真人果然比视频里还好看 这把弓果然很帅 我感觉最起码能进五七外观榜前十 他真的会被雷劈吗 第一次见到真人啊 站在这里的人 很多都来自其他势力 他们第一次亲眼见到许峰 一脸兴奋 也有人暗戳戳的冷笑 到了六十级 百级大号就能随便过来杀他了 六十级可是个分水岭 这里厮杀的惨烈多了 希望他被毒打之后 还能那么嚣张 他们压低了声音 不敢让许峰听到 但他们旁边的几个金发妹子 不乐意了 这是清语阁的副会长 谁敢随便杀他 能打千万伤害的人 过了六十级也是大佬好吧 他这一身装备就算不换 在六十级里也很能打 人群里有几处吵了起来 轰隆 天雷落下 雷花四溅 地上被劈出了一个深坑 许峰轻巧地闪到旁边 几个无辜路人被雷劈死 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 在场绝大多数其他势力的人 都是第一次亲眼见到雷击 太震撼了 许峰骑着黄昏 向前走去 人群让开了一条路 许峰走进了官府大门 定 于又威发来了消息 狗子 我已经抽完签了 于又威 真可惜 你要是也在军营就好了 许峰有些好奇 你第一轮打谁 于又威 母猪能上述 你知道这个人吗 许峰回忆了一下 回了消息 我记得 他是九院工会的刺客 许峰 他好像偷袭成功 杀过一卡实业对吧 于又威 对 就是他 于又威打他应该不难 但延期天照 踏破千山和法师巴尔德 很不好打 巴尔德是战力工会的最强法师 操作也是顶尖上游 比刘成明还要强一点 抽到他 确实很难打 许峰回到 尽力打就行了 打不过的 我帮你报仇 于又威 甜甜地回到 行 我要扑了 就全靠你了 于又威 但你那边也很难打 刀锋锁止 肩膀还有威力在你那边 威力是战力工会的第一次课 官府这边的选拔赛 压力也很大 许峰丝毫没有压力 大胆咧咧地回到 待会把他们的头捶爆 于又威开心地笑着 小心吹牛 被人家打爆头 聊了几句 许峰已经到了 淮江城官府的一处别院 这里远景精致 建筑是二层的 比云启城的官府 有钱不少 大人 请来这边抽签 轻衣牙役 把许峰带到了一处签河处 许峰随手拿了一支签 上面写着对手的名字 玩偶姐姐 另外一名牙役进行了登记 她还提醒了许峰一些情报 官府的选拔赛 有40人参加 选拔赛为单败制 输一次 直接丧失资格 每场战斗的实现为三分钟 时间结束 血量比例剩余多的一方获胜 许峰点头 知道了 轻衣牙役走到许峰旁边 大人 请您跟我来 比赛的场地 在城北的官府庆典场 这个世界的枫叶股市里 也有中秋和除夕 过节的时候 全程都很热闹 官府会组织表演 免费在庆典场举行 庆典场能容纳 三万一千名观众 四分钟后 许峰赶到了庆典场 她看到远处有玩家 在排队购票 轻衣牙役解释道 这年头 财政紧张 趁着这次比赛 挣一千多枚金币的外快 许峰点头 问道 分我点 轻衣牙役 露出局促的笑 这您得跟留任务官商量 许峰也没为难她 进了庆典场 后台已经有人在等了 哟 月落大佬 终于见着真人了 一个穿着红纹黑底皮甲的弓手 走向了许峰 刀锋锁指 许峰狠给对方面子 刀会长 刀锋锁指 走到许峰的面前 上下看了一眼 月会长 两个副会长对视一眼 都笑了起来 刀锋锁指说道 我真没想到你能赶上报名 难怪我们老大那么看好你 你确实很厉害 许峰随意地说道 你们老大确实很有眼光 刀锋锁指笑了笑 能问问 你是怎么领到官府声望的吗 我攒了两年 才三千多点的官府声望 说实话 官府声望比军营声望更难搞啊 官府每次放出的任务 规模都很大 但数量很少 军营的悬赏十几分钟 就刷新一次 官府经常两三个月都没有任务 许峰小声说道 我其实是枫叶谷光的二哥 兼职帝师 刀锋锁指惊望 真的 许峰剑兮兮地笑了笑 当然是假的 刀锋锁指沉默两秒 翻了个白眼 靠 我还想着怎么舔你呢 对了 你打谁 许峰说道 玩偶姐姐 刀锋锁指提醒道 这个女人的操作有点说法的 进攻性很猛 攻手打这种风格的剑士 有点凶险 单挑时 攻手打顿战胜算有七成 剑士和攻手五五开 谁走位好 谁有优势 攻手打刺客 大概四六开 小练 攻手内战和打法师 看专注力和耐力 许峰问道 你呢 打谁 刀锋锁指 看向了一个穿着紫色布袍的法师 站立工会的攻手 维力 维力也看向了他们 视线停留在了许峰身上 对方的眼神有点挑衅 许峰直接给他竖了个中指 维力愣了一下 阴沉着脸走开了 刀锋锁指大笑两声 草 你是真一点亏都不吃 真羡慕你能随便对人 我要述中指 老大该骂我了 许峰问道 要不要跳槽来我这边 刀锋锁指愣了一下 摇头说道 咱们当朋友可以 跳槽还是算了 我老大替我挡过子弹的 骂我也骂不走我 许峰说了句场面话 想跳槽了 随时联系我 行 聊了几句 观众们已经全部入场 坐满了下面的座位 参加切磋的40个选手 全部上场 选拔赛是所有切磋 同时进行 许峰的面前 来了一个身材修长的 蓝面具妹子 站好位置 官府的人物官 画出了切磋的区域 许峰和对面的妹子 装备都换成了天选套 提示出现 当您准备好之后 请选择开始比赛 许峰直接选择了开始比赛 玩偶姐姐也很干脆 秒点开始 提示再次出现 切磋开始 玩偶姐姐提上剑 从许峰右侧冲了过来 月老加油 刀哥千万别说啊 甘死为力 额爸小心啊 别被禁声了 看台上 观众们热情高涨 声音不停传来 许峰心神专注 拉弓射箭 这一剑划过弧线 描向了玩偶姐姐 前方一个身位 玩偶姐姐的视线 一直盯着许峰的手 许峰一松手指 玩偶姐姐 立刻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位 这一剑落空 许峰眼神沉浸如水 把玩偶姐姐的步伐动作 看得一清二楚 攻击后摇结束 许峰停步拉弦 So 又是一剑飞出 这一剑 许峰瞄准了玩偶姐姐 左侧半个身位 玩偶姐姐步伐灵活 向右侧身躲开 这一剑再次落空 但许峰的眼神里 却有了一丝 胜券在握的张狂 他准备躲闪的时候 不服会变加大 抓他双脚离地的时机就行了 许峰停在了原地 淡定地拿上了箭矢 观众们惊了 不走A吗 这最多三剑 就要被禁身了吧 放弃了 没了属性优势 就这 你再嘲讽一句试试 越老的装备 不是自己弄来的吗 单挑的时候 攻手确实吃亏 命中率太低了 在一轮声中 许峰的头发被吹起 一股白绿色的风 从他脚下吹起 他可以使用70级的职业技能 灵护之风 有了攻速加成 许峰感觉 攻弦和胳膊 都轻了非常多 so 许峰的第三剑 几乎没瞄就打了出去 玩偶姐姐清楚地看到了 这一剑的走向 瞄的是他左侧偏一点的位置 他右脚落地 立刻向右边转向 然而他迈出第一步 心里猛的一沉 不对 他自己的动作 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 躲得方向对了 但他的速度 莫名其妙地差了一点 啪 箭矢命中 暴击伤害跳了出来 -97232 卧槽 卧槽 这怎么打中的 无数观众都惊了 几个小兄弟还站了起来 一脸见了鬼的表情 有不少观众 原本盯着 维利和刀锋所指的比赛 他们两个是老牌大神 对战的热度刚开始 比许峰这边还高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 被这些声音吸引了视线 有什么亮眼的操作吗 这个剑矢掉血了 这么快就被打中了 怎么打中的 我靠错过了什么 庆典台上 一共有七场攻守打剑士的对战 只有玩偶姐姐被打掉了血量 越来越多人看向了许峰 许峰再次拉满弓弦 一剑飞出 玩偶姐姐再次试图躲闪 但再次被许峰的剑士打中 -97838 没有技能加成的七十级副本套剑士 大概也就四十万血量上下浮动 他的血条只剩百分之四十七了 观众们更加吃惊 这一剑也没什么特别的 居然能打中 感觉是时机的问题 月老这一剑有点东西啊 这何止是有点东西 我玩了两年半的攻守 看都看不明白 玩偶姐姐还想挣扎 许峰站在原地 两剑连出 全部命中 许峰周围的红光消失 他听到了提示 切磋结束 您获得第一场选拔赛的胜利 请休息片刻 所有比赛结束后 会随机为您分配对手 开始第二场比赛 许峰身上 重新穿上了连夜潮声衣 看台上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 我虽然看不懂 但我大受震撼 太牛了 谁说月老没了装备就不行了 这四件给我看傻了 玩偶姐姐收钱了 许峰骚包的向着看台挥了挥手五秒后 许峰回了后台 打开了论坛 迈克对决里昂 世界顶尖剑士的操作盛宴 于右威对战踏破千山 顶尖工会的会长之战 惊了 月老单挑剑士 四件连中杀死比赛 许峰这边刚刚打完十多秒 论坛里的热帖 就已经挤到了第三的位置 帖子里 有人放了录像 许峰扫了一眼回复 发现了几个眼光毒辣的回复 73楼 星光闪闪 这操作牛逼 抓步伐制空 934楼 9527十条狗 每一剑都在玩偶姐姐制空的时候 打出 这操作就离谱 1084楼 我懂夜的黑 剑士的落点也很讲究 刚好预判了玩偶姐姐的遗速 4719楼 震惊 妙龄少女 沦为恶霸手中玩物 居然被弄到满身都是 奶糖不太甜回了4719楼 笑死 你想把我月宝送进去是吧 许峰刷了几分钟论坛 其他的比赛陆续结束 余又威以极其微弱的优势 打赢了踏破千山 余又威打完就给许峰发了语音 吓死我了 这次真的是运气好 余又威 踏破千山学了你的赏回步 操作变强了 许峰 打赢了就好 余又威过了几秒 才会消息 余又威 惊了 狗子你这几件也太准了 余又威 你真的好强啊 许峰 多夸几句 我听着呢 聊了一小会 提示出现 您下一轮的对手 已选定为 海绵宝宝八试 还是个见识 许峰在论坛里搜了搜这个角色名称 找到了几段战斗录像 这人操作一线中等 跟玩偶姐姐差不多 许峰上了场 台上的选手 只剩了20个 看台上有人大喊 月老我超级喜欢你的呀 我什么都能为你做 许峰同样大喊 做一千个俯卧撑吧 观众们都乐了 第二轮比赛 很快开始 许峰依然是两件试探 四件结束比赛 五秒就打完了 歇了三分钟 第三轮的随机结果出现了 许峰第三轮的对手 还是剑士 我这是捅了剑士窝了 上场之后 许峰再次上演了教科书一般的六件 战斗结束 第四轮 许峰因为战斗结束时间最短而轮空 肩膀和刀锋所指打龙影工会的内战 怒火狂飙对战 风景严态 这四个人都是顶尖高手 许峰轮空 不少人都很失望 各个讨论组里 消息都在飞快地刷着 我想看月宝操作呀 看他打架真的是享受 又准动作 又优雅自然 只能等最后一轮了 他怎么都要打两场的 刀锋所指和风景严态 成功晋级 剩下三个人里 有两个出现名额 一号种子出现 正赛的时候可以双败 二号种子输一次就要离场 许峰收到提示 您下一轮的对手已选定位 刀锋所指 任务官过来 介绍了赛制 你们之中的败者 要对战风景严态 若败者获胜 将取得二号种子的名额 若风景严态获胜 则风景严态将对战 本轮的胜者 决定一二号种子 庆典台上 只剩了三个人 气氛越来越紧张 月老只要打赢这一场 最起码也是二号种子 不好打吧 刀锋所指很牛逼的 攻守内战要拼耐力 月老真的不占优势 风景严态下去观战 许峰和刀锋所指 站在了擂台上 刀锋所指笑着说道 我们老大被你们余会长干掉了 他说 让我替他报仇 许峰语气轻松 说着嚣张的话 你报不成 刀锋所指的表情逐渐认真 我对自己的操作很自信的 你可得小心点 话音刚落 红光笼罩 提示紧跟着出现 战斗开始 看台上一片呼喊声 气氛热烈 许峰呼吸平稳 眼神愈发冷静 刀锋所指 抬手一剑 瞄着许峰的右肩膀 许峰微微侧过身子 脚下不动 剑矢贴着许峰的皮甲 滑了过去 观众一阵欢呼 刀锋所指盯着许峰的手 脸色凝重 许峰反击 剑矢飞出 这一剑 瞄向刀锋所指的心脏 刀锋所指向右边滑步 躲开这一剑 许峰看着刀锋所指的步伐 精神更加集中 这人也练过某种鼓舞 比我之前打过的敌人都要强 刀锋所指 抬手还击 许峰只动了一只脚 躲开了这一剑 看台上的观众 逐渐看出了门道 月老这是在节省精力吧 他脑子怎么长的 这思路感觉很有用啊 不过他还是劣势吧 再强 也只练了不到一个月的呼吸法 攻守内战 又要脱着了 清语格的工会频道里 也很热闹 一夜起七次 拖着大佬要吃亏的吧 阿卜杜拉 肯定的 要拖我感觉没胜算的 云生 打输了 那也太给清语格丢脸了 飞飞 你怎么没去参赛呢 打都不敢打还巴巴呢 含酒烟 你也没去啊 你说啥呢 飞飞 我又没主动嘲讽别人 不像某些阴阳人 工会里吵得也很厉害 龙饮工会的聊天频道 同样热闹 天下棋局 刀哥应该能打赢吧 我怎么这么心慌呢 乾隆月灵 肯定是月老能赢 爱吃脆皮肠 咱们工会怎么出了 你这么个月锤 一无止战 我想不到月落会长 能怎么赢啊 在热闹的议论中 两秒过去 许峰和刀锋所指 互射了十箭 都没打中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战斗要拖下去的时候 许峰忽然向前 快步急奔 什么情况 他在干嘛 卧槽 攻守内战 要拉近距离 这不是找打吗 原地待着的一方 能随便瞄准了 这不是自己放弃了 射成军事吗 刀锋锁指沉着冷静 迅速地射出一箭 这一箭瞄着 许峰步伐的空荡 你敢冲过来 我就用你打箭式的方法打你 许峰向前翻滚 看台上的观众们 紧张到平住呼吸 这能躲开吗 有点悬吧 感觉他翻滚的时候 要被打到 攻守内战 一箭就结束了呀 动 箭式贴着许峰的后背 落在了石台上 声音沉闷 许峰动作极其流畅 戒势起身 继续急奔 观众席上一阵狂欢 躲开了 他早就想好 怎么应对自己的打法了 感觉越老的动作 比玩偶姐姐他们 要自然流畅很多啊 有机会 拉近距离 就拼反应了 刀锋锁指开了 灵护之风 又是一箭射出 这一箭的高度很低 角度更刁钻 许峰纵身一跃 闪过了这一箭 刀锋锁指 骂骂咧咧 真他娘难打 这小子属黄扇的 许峰继续奔跑 他精准地估算着距离 三百米 二百五十米 一百五十米 每进击米 刀锋锁指的攻击 就更难躲一些 许峰连躲四箭 七十米 许峰已经能看到 刀锋锁指那一根枝 愣起来的鼻毛 他单膝跪地 以最快的速度停住 刀锋锁指 一箭刚刚打完 转身就跑 许峰几乎没瞄 一箭飞出 七十米的距离太近了 WWW BICUXELAN GET NEW OM 箭矢离弦 眨眼就杀到了 刀锋锁指的面前 啪 这一箭 打中了刀锋锁指的脑袋 暴击伤害跳了出来 -十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二 刀锋锁指的血条清空 整个人呆在原地 全场欢呼声响起 月落西沉 太牛逼了 攻守内战 居然还能这么打 他居然真的能打赢 刀锋锁指 这可是世界前五的攻守 许峰找了个帅一点的角度 被这看台上的玩家们 挥了挥手 打完招呼 许峰走向刀锋锁指 没事吧 刀锋锁指 听到许峰的声音 才从刚刚的压迫感中 回过神来 他苦笑一声 输得真他娘难看 许峰嚣张地说道 你很强 只是遇到了我而已 刀锋锁指笑骂一句 你这逼撞的真他娘溜 不过 你这个打法 是真的牛逼 漂亮 那一件换成是你 你能躲吗 许峰随意地说道 当然能躲 不过完全吃反应 你要是反应跟不上 可以考虑翻滚之类的动作 特殊动作的 预判难度比较高 而且多数攻守 都瞄腰上方的位置 刀锋锁指 有所感悟 你除了张狂了一点 人是真不错 换成别人 肯定不会教我 许峰实话实说 你威胁不到我 教了也没事 刀锋锁指 被打沉没了 过了两秒 刀锋锁指问道 咱们为什么站在这 还不下台 许峰说道 你走吧 我在天一会 他们说我帅 刀锋锁指 脸色古怪 我只听到他们说你强 没人说你帅吧 许峰面不改色 有 你耳朵不好使而已 刀锋锁指 摇头笑了笑 下台准备下一场比赛去了 龙影工会奉行的准则是 谦虚沉稳 刀锁指 被这么多人盯着 总感觉 脸上不太自在 许峰拉了把椅子 坐在了庆典台上 没有任何不自在 过了半分钟 欢呼声逐渐小了下来 他娘的月老 怎么还不下台 嗓子都喊哑了 这货脸皮是真的厚 居然坐了半分钟 专门听别人吹他牛逼 笑死 我们月宝什么时候要过脸 很快 封锦炎太和刀锋锁指 走上了场 官府的任务官 走到了许峰旁边 大人 您先下场 许峰摇头 让他们在那边打 我在这里看 啊这 我去请示一下 任务官回去商量了一下 默认了许峰坐在这里 观众们猛了一下 卧槽 这货 不会是要坐在这里 看比赛吧 拿个一号种子 顺便免门票 看比赛是吧 他姥姥的狗关系户 官府居然没把他赶走 整活还得看我月宝 他每一步 都在我的预料范围之外 风景严太和刀锋锁指 表情都很明重 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他们两个这场比赛的胜负 将会决定最后一个名额的归属 许峰和看台的观众们 在整活聊天 欢声笑语 刀锋锁指在心里叹了口气 我特娘要是一号种子 我比她还潇洒 很快 提示出现 刀锋锁指和风景严太 打了起来 攻法对战 也要拼耐力 不过五秒之后 风景严太和刀锋锁指 同时冲向前方 两个人默契地选择了 模仿许峰的打法 刀锁锁指的反应 更快一点 他一箭打中了风景严太 风景严太的火球术打空 比赛结束 提示出现 枫叶谷官服选拔赛结束 一号种子 月落西沉 二号种子 刀锋锁指 天选争锋 将于三小时四十五分后开始 请您做好准备 除了这两条提示 许峰还收到了一封邮件 正赛赛制与规则 许峰看了一眼 把关键情报找了出来 正赛是三局两胜 首局不齐做齐 后两局是马上做齐战 第一轮抽签会避开同势力对战 同阵营的一二号种子决赛之前 不会遇到 比赛将会在全新的场地进行 所有人都能申请进入现场观看 许峰有些意外 有这么大的场地 让所有人都现场观看 刀锋锁指走到了许峰旁边 大老 你这个战术相当厉害 感觉开发一下 可以变成若打强的模板战术啊 级别这么低 居然能开发模板战术 你是全世界第一个 刀锋锁指对许峰的态度 多了些佩服 许峰不满地说道 骑士六十级是吧 气抖了 我们六十级什么时候能站起来 刀锋锁指笑了起来 加个好友 可以 加完之后 刀锋锁指感慨 我之前觉得 一号种子应该是我 或者是维利 结果被你拿了 许峰随意地说道 等我拿了冠军再感慨吧 刀锋锁指脸色认真 大佬别轻敌 正赛每一场都会很难打的 每一场对决都是硬仗啊 很难打的 许峰懒得讨论这些 打完就知道了 走了 刀锋锁指愣了一下 摇头感慨 我怎么变成这种瞻前顾后的人了 大佬说得对 打就完事了 感慨完之后 他在龙影工会的频道里发了消息 谁说月吹来着 抱个团吧 我以后也是月吹了 爱吃脆皮肠 爱吃脆皮肠 你是龙影工会的副会长 要当清语阁副会长的粉 哥的肩膀给你靠 月会长操作强 脑子还骚 这种人确实很吸引人 踏破千山 我也觉得他很厉害 www bicuxlan get new om 爱吃脆皮肠 爱吃脆皮肠 要不然 咱们改名叫清语阁风格 刀锋锁指 也顺势耍起了嘴皮子 那倒不必 改成月落西城后援会就行了 乾隆月影 我投票支持 爱吃脆皮肠 都皮痒了是吧 踏马的欠揍 五分钟后 许峰找到了淮江城的公手导师 这里的导师姓陈 他躲得远远的 对许峰说道 收集三百个妖化村民的手骨 回来就给你转职 最近咱们公手管理资金紧张 没钱修路 求你快走吧 许峰故意逗起了导师 怎么也得握个手吧 陈导师大喊 待会学技能免费 好嘞 我这就滚 许峰转身离开了武学馆 刚走两步 许峰收到了几条消息 树影对月仇 给你找了两个淮江城的隐藏任务 你挑挑 汤简 有个很难的隐藏任务 而且只能是七十几以下的人进入 汤简 你帮着做一下 许峰扫了一眼三个任务的描述 隐藏任务 书生被盗的书香 隐藏任务 临终密动 隐藏任务 阵亡龙虎军的执念 这三个任务的奖励都很好 书香任务给二档四枚随机宝石 临终密动给一本神话品质以下的随机技能书 龙虎军的执念会给一至两个六十级史诗装备箱子 许峰给树影对月酬发了消息 我现在要先凑史诗级的箱子 装备都还没换 树影对月酬 明白了 我接着找找 许峰给汤简回了消息 我去 让他们拉我进队吧 汤简 好嘞 许峰收到了邀请 抽烟喝酒烫头 邀请您加入队伍 许峰同意邀请 他刚一进组 队伍频道就热闹了起来 抽烟喝酒烫头 月会长来了 抽烟喝酒烫头 月老都六十级了 我才六十五级 差距太大了 鸟鸟绕烟雨 大佬我看你比赛的视频了 操作太帅了 猎牛军团114514号 第一次看攻守内战这么过瘾 攻守当刺客娃啊 一口能吃两个芒果 能合格影步 我十三岁的妹妹是你的铁粉 许峰 开发一个战术而已 简简单单 两个芒果 真不简单 到现在一共也才十四个战术体系吧 两个芒果 你这个级别能开发战术 简直离谱 抽烟喝酒烫头 他在装逼 他知道战术的珍贵程度的 鸟鸟绕烟雨 有实力 那叫装逼吗 那叫险胜 猎牛军团 鸟鸟你变了 你跟我聊天的时候 很高冷的 鸟鸟绕烟雨 哦 许峰跟他们聊了几句 顺便看了看论坛 其他势力的选拔赛 也逐渐出了结果 迈克对战阿萨星的时候 完美发挥 拿下了一号种子 阿萨星之王是二号种子 迈克的粉丝正在疯狂输出 白鹰工会也惨遭嘲讽 李昂第二轮就被干掉了 还吹什么世界第一工会 拿了个区域副本的奖励就飘了 这次打回原形了 许峰鬼鬼祟祟地带了个节奏 世界第一工会 还得看我八宝瑞工会 果然又吵了起来 定 余又威发来了语音 狗佐打完了 余又威 可惜没打过巴尔德 他成一号种子了 余又威 你真的拿了一号种子 太强了狗仔 许峰 去嘲讽一下云生 放松一下心情吧 余又威扑哧笑出了声 你好话哦 余又威 拿别人发泄情绪不好吧 许峰 云生又不是别人 别客气 余又威笑得更开心了 也对哦 他在工会频道里发了消息 之前不是有人说 岳会长出不了线 还说我也很难出现 不会是云副会长吧 云生气得翻了个白眼 凭什么叫许峰 就是岳会长 叫他就是云副会长 云生 预选赛难度不大吧 希望你们能拿下正赛的好名次 别丢人啊 余又威 难度不大 请问你第几名 云生当场装死 当做没看到这条消息 韩九嫣刷着怪 跟云生吐槽 现在余又威 没当初好拿捏了 云生黑着脸说道 都怪月落西尘 余又威都是跟他学的 韩九嫣问道 筹备得怎么样了 时间差不多了吧 云生冷笑一声 快了 云生 等比赛结束 万金城那边就会动手 一分钟后 许峰进了隐藏任务的一空间 任务内容很清晰 许峰他们一队人 要跟龙虎军的亡魂一起 守住虎口侠 会有妖族的幻象前来冲击 抽烟喝酒烫头提醒道 我们翻车两次了 最后一轮幻象的数量有五十只 要两分钟打完 我们输出完全不够 而且还会有铁嘴硬妖偷袭 大佬你小心啊 话音刚落 许峰感觉地面有些震动 远处有十只双头犀牛腰的幻象 冲了过来 许峰看了看他们的属性 880万的生命值 将近9万的双方 许峰骑着黄昏 踏空而起 弓弦争想 两只黑剑射向双头犀牛腰的幻象 -19286,014 -964,300 千万级的伤害 打击特效比一级伤害要差不少 不过伤害足够了 两只双头犀牛腰鲜血喷涌 倒地死亡 许峰习惯性地看了眼自己的经验条 执掌了0 61% 许峰不满地吐槽了一句 这幻象标签真烦人 经验减70% 吐槽的同时 许峰干脆利落 五剑射杀所有的双头犀牛腰 抽烟喝酒烫头感慨道 这熟悉的感觉 又回到了我跟大佬一起打乱杀的日子 喵喵 你指的是大佬打51 5%的团队伤害 你打5 7%的那次工会副本 猎牛军团 好家伙 没你进步要副本事吧 抽烟喝酒烫头 跟他组队 打5 7%少吗 两个芒果 那确实 你现在连5 7%也打不了 抽烟喝酒烫头 他们聊了几句 第二轮幻象刷新 15只利爪狐妖出现 许峰5秒杀完 整个任务 一共7轮幻象 许峰花了15分钟 全部杀完 其中13分钟 是等幻象刷新的时间 抽烟喝酒烫头 站在原地感慨 原来这个任务 可以在峡谷口就打完 猎牛军团 咱们15分钟 才打完第二轮幻象 他真的好猛啊 鸟鸟 废话 我家月宝能不猛吗 猎牛军团难以置信 鸟鸟你之前不是很高了 说对男人没兴趣吗 鸟鸟 呵 两个芒果 拍了拍猎牛军团的肩膀 姐 抽烟喝酒 烫头疑惑地说道 咦 任务怎么还没结束 鸟鸟点头 有离开的选项 但一般应该直接传送出去吧 两个芒果在队伍频道发了消息 月会长 什么情况 许峰盯着幻象刷新的区域 随口回了一句 还有一只野怪 在地面下 许峰感知到了一缕非常浅的生机 提示出现 您发现了地下的神秘幻象 请问是否要挑战幻象 若挑战失败 扣除所有任务奖励 抽烟喝酒 烫头惊了 真的还有怪 猎牛军团 别打了吧 任务都做完了 出去领奖励不香吗 两个芒果 风险很大 最后一轮幻象的双房 多过十三万了 鸟鸟 我听月宝的 他要打就打 许峰直接选择了挑战 轰隆 地面崩裂 震动船向四周 很快 地面被顶裂 一只全身黑色 体型庞大的蝎子腰出现 他的毒钩翘起 有三层楼高 阳尘四起 有种遮天蔽日的压迫感 许峰看了蝎妖的属性 黑甲毒蝎妖 特殊怪物 妖族 力量型 防御型 剧毒 等级 70 生命 4556万 攻击力 20101183 防御 197317 魔法防御 176633 技能 毒尾勾击 毒液喷洒 碎甲撕咬 毒性加剧 除了鸟鸟 其他三个队友 一脸紧张 IQ Upsilon G ExcellentTV Oh Mew 许峰眼神中有些火热 不是幻想 给的经验应该不少 不过没换装备的问题挺明显的 我的普攻 已经不破防了 许峰拉满弓弦 纯净的蓝色箭矢凝聚 仙剑飞处 -70970252 -3548512 出场气势十足的歇腰 四管血 被许峰一箭打空 许峰看了看经验条 上涨了十四 百分之十七 比刷七轮怪都多 歇腰倒电 许峰眼前的景色变幻 被传送回了淮江城 一队人找到了退伍校尉崔成和 崔成和翻阅了任务记录 忽然老泪纵横 你们还杀了那只歇腰 当年兄弟们好多都是死于歇腰的毒 谢谢你们 为表感谢 我会给你们每个人一个额外的六十级史诗装备宝箱 说完 任务奖励结算 许峰周围的时间停止 他拒绝了四十多个命运 拿到了两个六十级的史诗宝箱 时间开始流动 许峰的包里多了三个六十级的史诗宝箱 经验条也涨了三 百分之五 许峰很满意 有就比没有强 四个队友都很兴奋 白赚一个六十级的史诗箱子 全靠阅哥 要我肯定不敢打那只歇腰 我也不敢打 活该阅会长升级飞快 装备还好 谢谢月宝 许峰说道 我先撤了 下次有任务可以叫我 好 许峰退了队 顺手把宝箱给开了 三个箱子 许峰选了两把神话武器 和一枚六十五神话戒指 许峰更想要六十级的神话戒指 可以先用着 不过先刷出了六十五级的戒指 许峰也懒得再找新的命运了 他给树影对月筹发了消息 找到给箱子的任务了吗 树影对月筹 有一个不过奖励一般 树影对月筹 除了给箱子 就不给别的了 许峰 没问题 接了 付了二十枚金币 许峰进了队 路上 许峰刷了刷论坛的情报 七十二名天选争锋选手 已经确定了 都是顶尖操作的大佬啊 我看好麦克夺冠 顶尖剑士 打同装备单挑 职业优势相当明显 一堆一百多级的大佬 加着一个六十级的月宝 笑死 帖子里 把七十二个参赛选手截图放到了一起 除了许峰 级别最低的是 加百列工会的一百零五级剑士 法里奥 帖子热度很高 五百八十二楼 这级别对比一下 莫名错我笑点 黄机爆笑 JPGE 1174楼 他是真的牛逼 这实力水平 完全不是六十级该有的水平 1739楼 希望月老能夺冠 六十级力压一群百级大佬 那就好玩了 搞事 JPGE 许峰也回了一条 骑士六十级的都插出去 发帖的插两次 他一出面 瞬间引来了无数回复 一楼回复 噗 这个对比铁 确实太高了 五楼回复 我来 我开过八年插车 19楼回复 楼主 我已经收拾细软跑路了 你不要过来啊 许峰水着论坛 赶到了任务地点 三个多小时过去 许峰刷了四个隐藏任务 顺便做了转职 六十级的攻守 主动职业技能 还算不错 坚韧意志 减少百分之二十的控制时长 裂峰时 消耗一百点魔力 造成攻击力X47的物理伤害 冷却时间 五秒 许峰依然没学 加成太低了 许峰看不上 转弯直 许峰找到了仓库管理员 把包里的神话武器存了进去 仓库界面里 整齐地摆放着五件神话装备 十件史诗装备 之前获得的十个传说宝箱 许峰一直没开 正好弄出了解封需要的十件史诗装备 许峰轻点了一下 解封的材料还差二百份血尾白皮糊的皮毛 二百份血残涌 十枚天金石 许峰正看着仓库 两条世界公告出现天选争锋即将开始 请各位参赛选手前往各自阵营 提前进入云仙台 各势力六十级以上的城市 开放云仙台接引人 请观众前往接引人处进入观赛场地 云仙台 许峰摸了摸下巴 比赛场地原来是一空间 难怪能容纳不限量的人进来观战 有点意思 他关了仓库界面 骑着黄昏赶往官府 路上 树影对月酬发来消息 狐皮和残勇找到卖家了 但价格被抬得很离谱 树影对月酬 鹦鹉公会的外观 要用到这两种材料 一份就要四枚金币 树影对月酬 要不然 咱们故意对七十五级的人去刷吧 许峰问道 刷四百份材料要多久 树影对月酬 现在血尾白虎那边人多怪少 大概需要两天的时间 树影对月酬 价格会便宜很多 大概四百美金币左右就够了 许峰毫不犹豫 直接买吧 两天太久 树影对月酬有点肉疼 要一千六百美金币啊 太贪娘贵了 树影对月酬 我也算有钱了 但这两样材料 就要花我存款的十分之一 许峰魂不在意地回道 我不缺钱 但时间很紧张 树影对月酬有点羡慕 什么时候我能跟你一样 又有钱又会装逼 许峰给树影对月酬 发了一千六百二十美金币的红包 两分钟后 许峰收到了树影对月酬的邮件 两样材料 一共四百份 买齐了 许峰对花钱之后的效果十分满意 只差天津时 就能解封了 收好材料 许峰赶到了官府前的街道上 街上已经围满了人 见许峰出现 人群躁动了起来 月老加油啊 争取能进十强 感觉有点难吧 能进二十强也行啊 恶霸 不一轮游就不错了 月宝我对你要求很低的 许峰不满地大声说道 十强 要打当然要拿冠军 人群中一阵沸腾 卧槽 这么自信吗 恶霸是真的狂 他六十几打这么多百级大号 居然一点都不慌 大佬你这么说话 不怕翻车吗 许峰思路清晰 淡定地说道 翻车了 反正是 你们被人兑现骂 又没人敢当面骂我 我怕什么 人群瞬间安静 刚刚还在替许峰加油的人 许峰趁机进了官府 等他的背影消失不见 有人骂骂咧咧了起来 他居然说得很有道理 但捏麻的 我想砍死他 别让他装了 出了事让粉丝扛事吧 月宝你三十七度的嘴 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 论坛里 立刻有人把许峰说的话 发了上来 月落西尘非常自信 目标直指冠军 帖子热度飙升 五楼 迈克也只说自己目标前十 他也配说自己夺冠 十四楼 最不可能夺冠的 就是他了吧 一堆百级大佬 就他一个六十级 十九楼 坐等他一轮游 被人群潮 吉川英也回了帖 前二十 我觉得有可能 想要冠军 就自不量力了 奶糖不太甜 立刻回复了他 一样的装备等级 凭什么他想要冠军 就自不量力 清明甜茶 紧接着在底下回复 刀锋锁指 打得赢为利 但打不赢月老 逃善 连夺冠的自信都没有 那回家养猪算了 吉川英回了 奶糖不太甜 人家说 要让你们挨骂呢 还护着他呢 奶糖不太甜 我乐意 最起码 他有胆说 自己就是要夺冠的 奶糖不太甜 言其天照不想要冠军 没胆说罢了 争锋即将开始 论坛里吵得热闹 热帖第一在朝迈克和阿萨星之王 谁能夺冠 许峰相关的这条帖子 排在第二 定 许峰收到了小经理的消息 沈婉秋 加油 沈婉秋 我可以看比赛吗 许峰笑了笑 故意逗他 不可以 小经理很失落 但还是回到 好吧 那我不看了 许峰 待会给我弄点吃的 我就让你看 沈婉秋瞬间感觉胸口轻盈了起来 嘴角露出了娇憨的笑 嗯 你想吃什么 www with yuxalan get new om 炸酱面吧 好 你导完之前 我去做饭 刚跟小经理聊完 许峰就看到 十月红管理群 有人ad他 周亚南 at月落西沉 别紧张啊 渣男 周亚南 千万别紧张 和四山 南南刚当的技能 差点打中我 他紧张的手抖 赵静兴 珊珊的剑脱手扎了我 赵静兴 我们已经回城准备看比赛了 许峰关心道 需要公款给你们买点纸尿裤吗 周亚南 我呸 你留着被人打尿的时候用吧 和四山 晚秋可能需要 沈晚秋 赵静兴 最紧张的就是晚秋 毒都吵着我撒 沈晚秋 周亚南 他要夺不了冠 要不然 秋秋你甩了他吧 沈晚秋犹豫了一下 回道 冠军不重要的 只要他能跟着许峰就好 他只是担心许峰 不太在意他 会不会夺冠 周亚南叹了口气 好白菜 都让丑猪拱了 许峰大怒 你再说一遍 把你的丑字 给我撤回去 聊了几句 一个穿着黑衣的牙衣 找到了许峰 大人 请跟我来 许峰走到一处石门前 跨了进去 他眼前的场景一闪 周围出现了 轻飘飘的白云 许峰打量了一下四周 他脚下是一块厚重的石台 面积很大 石台旁边 漂浮着许多白云凝聚成的蒲团 每个蒲团都能做一个人 许峰走到云仙台的边缘 向下看去 石台的下面 同样是洁白的云雾 云仙台在天上 牙衣走到许峰面前 大人可在这里休息 比赛开始时 您的对手会出现 许峰好奇地问道 这些蒲团能做多少人 牙衣解释道 主战场能容纳30万人 这30万人会在现场 您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其他的观众 会被安排到其他的空间 也能看比赛 但您无法看到他们 许峰点头 挺有意思 牙衣继续说道 您可以在这里熟悉一下做起 我还有别的事 先行告退 牙衣离开 许峰的面前 出现了一匹枣红色的马 这就是御寿坊里 卖的那种最基础的做起 许峰翻身骑上去 试了一下 移速加成很少 还不如许峰正常装备下 跑步的速度 黄昏在旁边飞奔了两圈 想要吸引许峰的注意力 许峰敷衍地夸了他一句 你跑得真快 黄昏晃了晃脑袋 显得高兴又得意 许峰适应了两分钟 裴于又微聊了几句 提示出现 您的首轮对手 选定为聚灵分势力 女神殿阵营二号种分 妖精之舞 观众开始入场 比赛将于30秒后开始 许峰对妖精之舞有印象 他曾经92级的时候 花五个小时 贴脸单挑了95级的boss 这个人耐性非常好 基本功相当出色 旁边的云上 迅速地出现观众 我靠 全是坐在云上 这擂台也太掉了 会不会掉下去啊 有限位 上半身不能探出云的范围 观众们一脸新奇 打量着周围 沈晚秋他们四个 坐在了很靠后的位置 和四山 被这么多人盯着打架 我都替老板紧张 赵静兴 我心跳得好快 沈晚秋攥着小手 盯着擂台上的许峰 三秒后 许峰的视线中 逐渐出现了一个人影 他身材高挑 留着短发 妖精之舞传送了过来 他盯着许峰 眼神里带着些紧张和严肃 许峰问道 紧张啊 我教你缓解一下 妖精之舞愣了一下 看台上的观众们 逐渐安静下来 都有些错愕 我没听错吧 恶霸要帮忙开导对手 他什么时候变成好人了 月宝你恢复一下 你当好人的样子 我不习惯啊月宝 妖精之舞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道 怎么缓解 许峰露出了阳光的笑 拿到一号种子 就不用紧张了呀 下次不要拿二号种子了呦 向我这个一号种子学习 妖精之舞沉默两秒 握着剑的手钻得更紧了 他不知道 一号种子有复活甲吗 要是拿到了一号种子 他会是现在这个紧张的掉样 许峰感觉 这小妞把剑柄 当成了他的头盖骨 看台上不少观众 都被许峰整笑了 这特么叫缓解紧张 我就知道 这货没安好心 月宝太剑了 他特么怎么不说 下辈子投个好胎 恶霸真的太搞人心态了 我只是妖精为民除害 干掉恶霸 月老的脸皮 反正我是服气的 当着这么多人 自己夸自己一号种子 和四山笑了笑 老板看样子 是真的不紧张 太好了 赵静心说道 我还没见过老板紧张的样子 周亚男吐槽道 他狗胆包天 谁能让他紧张啊 许峰还想说两句 换个思路 缓解一下妖精之舞的紧张 不过倒计时出现了 许峰被传送到了 擂台上的指定位置 跟妖精之舞 拉开了600米的距离 三 二 一 比赛开始 看台上爆发出了一阵欢呼 上啊 月老干掉他 拿下首胜 弄死月落西沉 他也配拿冠军 妖精之舞提剑前冲 跑弧线向许峰逼近 许峰拉满弓弦 观察着妖精之舞的步伐 他的步伐很小 速度虽然慢了些 但极其灵活 和四山是剑士 他低声说道 妖精之舞研究过老板 这个步伐不容易被抓 沈婉秋有些担忧 支持许峰的观众 也都有些紧张 这人挺强啊 三个小时就练好 对付月老的步伐了 能打进正赛的 谁都不弱呀 千万别翻车啊 紧张死我了 两秒后 妖精之舞跟许峰的射程 缩短到了400米 许峰眼中寒芒一闪 松手射箭 这一剑的角度刁钻 瞄准了妖精之舞的腹部 妖精之舞连续两个碎部侧躲 避开了这一剑 她继续向旁边移动 不急于跟许峰拉近距离 许峰脸色不变 再拉再射 So 剑矢划过弧线 射向了妖精之舞的右侧 妖精之舞横拉两步 再次躲开 和四山皱眉 她好像逐渐进入状态了 另外三个妹子 紧张得没有说话 许峰再次拉满弓弦 再松手的一瞬间 许峰的身体 微微偏向了左边一点 妖精之舞迈步闪躲 啪 剑矢射中了妖精之舞的右侧 九七八三八 牛逼 扼八的剑术 这也太牛逼了 松弦十变方向 还能精准控制剑矢的落点 不能看她的手啊 要看见飞出来的方向 和四山兴奋地站了起来 好爷 周亚男松了口气 赵静心攥着沈婉秋的手 也有些激动 沈婉秋被周围的氛围影响 小声地说了一句 加油呀 许峰打中一剑 眼里闪过一丝嚣张 我现在转身就跑 你是不是没机会了 妖精之舞握紧长剑 朝许峰跑了过来 许峰转身跑了几步 妖精之舞的步伐 逐渐变大 许峰抓住机会 回身一剑 啪 妖精之舞的头上 再次跳出一个伤害数字 负九万六千八百一十八 旁边的云上 传来一阵惊人的欢呼声 太强了 故意让妖精之舞紧张 再找破绽 岳老这战术思路太清晰了 B王这回身一剑太帅了 感觉他的动作就是比别人更流畅啊 看月老操作真的是种享受 WWW BQXLANG GET NEW OM 妖精之舞战斗经验丰富 他慢了下来 在心里劝自己 不要急 越急速得越快 许峰的声音响起 要不然我给你个机会 咱们近身搏斗 妖精之舞愣了一下 SO 一剑飞来 他慌忙躲闪 左腿肚被打中 97982 妖精之舞的血条 只剩最后的22 7% 观众们一脸猛逼 这也行 连打带骗 越老这打法 也太不讲武德了 这一剑的时机 抓得太牛逼了 反正换成我肯定反应不过来 妖精之舞 怒气冲冲地跑向许峰 许峰无比冷静 一剑射出 妖精之舞被打中 血条清空 提示出现 月落西沉获胜 当前胜场 一一 请双方选手做好准备 两分钟后开始第二场战斗 许峰看向观众们 挥了挥手 大家省点力气 等我拿了个冠军再欢呼 人群的声浪反而更大 大老牛逼 做其战功手打件事 就有优势了 再赢一把就能出现了 直接进36强 又是六剑结束战斗 太强了 神晚秋安静地坐在云团上 温柔地看着万众瞩目的许峰 趁着比赛休息的空荡 他搜了搜 炸酱面怎么做好吃 两分钟很快过去 妖精之舞调整好了心态 翻身上马 许峰关心地问道 心情好点了吗 妖精之舞纵马飞奔 大喊一声 砍死你就能好点了 许峰拍了拍宗马的脖子 跟他拉开距离 宗马仿佛听懂了许峰的话 向另外一个方向跑去 许峰拉满弓弦 回身射箭 妖精之舞夹住马腹 带着战马左移 箭矢落空 许峰拉弦再射 同时让宗马向左偏头 灵溪尊玉的属性加成 虽然没了 但跟坐骑的沟通能力 保留了一部分 宗马跑法细腻 平稳地向左偏了一点 有些反应快的观众 猛地站起了身 这么有默契 奇数居然这么屌 许峰抓准时机 一箭射出 妖精之舞 带着战马向右躲闪怕 箭矢打中了妖精之舞的右肩 许峰又是一箭射出 妖精之舞没躲 许峰知道他放弃了 连续两箭送走了他 提示出现 月落西城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月落西城 成为首位晋级三十六强战的选手 稍后将匹配胜哲祖的对手 和四山蹦了起来 用最大的声音喊道 老板太强了 然而他的声音 被淹没在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里 二比零 妖精之舞被打妈了 月宝牛逼 第一个晋级下一轮 恶霸太强了 许峰挥了挥手 嫌弃地说道 别喊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等我拿了冠军再喊 他的声音 可以清晰地传到每一个观众的耳朵里 人们欢呼的声音更响亮了 赵敬兴在队伍频道感慨 看着老板万众瞩目的样子 感觉有点自卑 和四山表示赞同 咱们能跟着老板混 运气真好 周亚南也没反驳 只是吐槽一句 就是人太贱了 还老欺负晚秋 沈婉秋浅浅地笑了一下 没有啊 他对我很好的 周亚南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他一天打你三顿 你也觉得他对你好 你已经没救了 沈婉秋咬着嘴唇 没有反驳 很快 妖精之舞被传送出了云仙台 周围的观众也陆续被传送走 周亚南他们回了云启程 跟他们一起传送出来的 很多都是刚刚同场的观众 周围的人都在议论刚刚的比赛 我真没想到 恶霸的棋术和剑术都这么强 冠军有机会啊 他打妖精之舞居然能2比0 之前我就知道他强 但没想到他打顶尖高手 还能有这么大优势 下一场打谁 匹配结果出来了吗 最好是打那几个顶尖巅峰的高手 许峰大大咧咧地坐到地上 打开了论坛 热铁第一 天选争锋实时战况汇报 第一位淘汰的选手出现了 许峰看了一眼 妖精之舞走位细腻 打法针对 但最终不敌月落西城 惨遭淘汰 月落西城连胜两局 首位晋级36强 铁子热度极高 4417楼 我在现场 妖精之舞心态都被打崩了 场面十分残忍 7763楼 说大佬两轮游的人啊 出来说句话呗 10384楼 嘲讽月老说 要夺冠的那些人啊 接着出来对线啊 10662楼 我嘲讽他了 怎么了 10745楼 别急着叫啊 这才打赢一场 帖子里吵得非常厉害 许峰仔细地看了一会 回了10745楼 就是 决赛肯定是迈克和阿萨星啊 他刚把回复发出去 立刻有人回复搞笑 言其天照不比他们弱好吧 仪卡实业也很强啊 凭什么决赛一定是他们两个 迈克一定能进决赛 阿萨星之王的粉丝 别蹭了行吗 许峰乐得何不拢嘴 也有人发现了许峰 733楼回复 你们能不能看这条回复 是谁发的 1344楼回复 月老是真的骚 每次都自己下场 亲自带自己的节奏 5281楼回复 不好好研究对手 隔着水论坛是吧 刷了几分钟 其他比赛的结果 陆续出炉 许峰扫了扫最终的战况 迈克战胜八哥的肩膀给你靠 成功晋级下一轮 刀锋锁指用了月落西沉的冲锋战术 成功拿下巴洛伊 余又威二 一战胜约尔顿 女神打其他的工会会长胜率真的高 定 许峰收到了余又威的消息 你赢得好干脆啊 太强了 余又威 而且你的观众好兴奋 我看视频耳朵都被震了一下 许峰叹了口气 人太帅了 他们控制不住自己的热情也正常 余又威哥哥笑了起来 你就算天天说自己帅 也不会变帅的 许峰怒声回道 胡说 不可能 余又威笑得更开心了 下场如果我排到你 我就投降 许峰笑着回道 我反正有次复活机会 可以让你赢 外人面前 面子还是要给你的 余又威嘴角上扬 声音清脆甜美 我才不要 余又威 我对你又没有胜负心 你保命次数 留着打麦克他们吧 余又威 这件事就定了 不许反驳 许峰 我好感动 要不然给你个一次 对我为所欲为的机会吧 余又威扑的笑出声 想得美 那不是便宜你了吗 许峰叹了口气 小小年纪 眼睛就不行了 真不识活 余又威精致的脸上 笑意就没停过 聊了几句 最后几场比赛也结束了 许峰听到提示 名的下一轮对手选定位 川崎三郎 这是鹦鹉公会操作最强的法师 公认的世界前五 鹦鹉公会的法师装备 会优先给三井手 还有多余的 就会优先攻击川崎三郎 余又威排到了麦克 刀锋锁指排到了阿萨星之王 匹配结束 许峰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 他侧头看去 观众们已经陆续开始进场了 留着双马尾 穿着一身法师袍的奶糖 不太甜赶了进来 他是混血长相 可惜腿很短 身材很瘦 终于挤进来了 月宝我来看你了 他的声音 被淹没在了旁边观众的喊叫声里 恶巴运气真好 川崎三郎在剩下的人里 算是若一线的 感觉这场也大概率拿下 加油啊 月老打完这场 就二十强了 沈婉秋他们也进了场 四个妹子紧张又兴奋 很快 许峰面前出现了一道人影 川崎三郎进场 他看着许峰 眼神里带着点挑衅 听说你很强 许峰有些同情 年纪轻轻 眼睛就不好了 论坛有我的视频啊 不用听说 川崎三郎被噎了一下 他认真地说道 垃圾话对我没用 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替我们工会被欺负的人报仇 许峰十分敷衍 哦 不少观众笑出声 噗 他真的好气人啊 鹦鹉工会的人 好意思说这话 他们欺负散人 核心人最狠 月老是真的嚣张 都不正眼看对方 他好像在第一排妹子的腿 十秒后 比赛开始 川崎三郎急不可耐 朝许峰扔了一道火球试探 许峰灵巧地躲开了这道火球 迅速向前冲锋 川崎三郎早有准备 不慌不忙地瞄着许峰的位置 哄 一道火锡喷出 七十级的火锡 攻击范围很广 非常难躲 许峰集中精神 周围的一切变得无比缓慢 他左踏三步 贴着火焰的边缘 向前冲刺 川崎三郎的视线 被这道法术挡了一下 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许峰已经离他很近了 一百米 许峰抬手 一箭射出 川崎三郎试图躲闪 但许峰的箭太快了 啪 箭矢命中 -117,314 提示出现 月落西沉获胜 当前胜场 1 川崎三郎满脸不可置信 观众们也有一瞬间的茫然 这就 打完了 许峰被传送回了初始位置 马匹出现 第二场马上开始 许峰看向川崎三郎 发现对方已经冷静了下来 能打到正赛的 确实都是高手 心态都没问题 许峰看向周围 看台上的观众 还在不停欢呼 时不时还夹杂着几声口哨声 氛围无比热烈 卧槽 攻守打法师 居然这么轻松吗 月老这攻守 都当刺客打了 而且 他居然这么擅长躲技能 这个火系能躲 我是真没想到 IQ-YX-TV O-MU 感觉像是运气好 火系这个技能 没人能百分之百躲掉吧 和四山听着周围的议论声 满脸兴奋 他不玩剑事 真的可惜 赵静兴点头 感觉老板应该练过 很擅长进展 周亚男紧张地深吸了一口气 渣男又拿到赛点了 再赢一局就晋级 神晚秋盯着许峰 绝美的脸蛋上 也挂着几分紧张 十秒过去 许峰后背绷紧 深吸一口气 提示出现 比赛开始 许峰向前冲了出去 主动进攻 川崎三郎举起法杖 再次扔出一道火系 许峰拍了拍战马的脖子 战马心领神会 向右侧绕开火系 贴着许峰的肩膀 呼啸而去 哄 一道火球 瞄着许峰的右侧 飞了过来 观众席瞬间安静了下来 死盯着这道火球 火球是法师 一百级前四个职业技能里 伤害最低的 但速度最快 川崎三郎确实很强 这道火球配合火系 把许峰夹在了中间 月老要翻车了 会 许峰骑着的踪马 嘶鸣一声 他的前蹄扬起 杀停在了原地 火球在许峰的面前 飞了过去 砸进了火系的烈焰里 川崎三郎惊呆了 凭什么他能跟随机 拿到的坐骑 这么默契 观众席上反应了零 五秒 欢呼声再起 太强了 一瞬间判断出火球的落点 在控制坐骑杀停 月老的同款脑子 真的买不到吗 我每次面对两个技能都马爪 恶霸牛逼 许峰接着向前冲锋 川崎三郎转身就撤 火系的冷却要五秒 法师七十几天选套 能减百分之五十五的冷却 许峰双腿发力 上身持弓 二百六十米 射他左边先试试 许峰松开弓弦 箭矢离弦而出 川崎三郎向右拉缰绳 但他没有灵溪尊欲 跟坐骑的默契度并不高 战马反应慢了片刻 才向右移 啪 箭矢命中 117486 川崎三郎血条清空 许峰再次被传回了初始位置 提示出现 月落西城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月落西城晋级下一轮 稍后将为您匹配胜者组的对手 许峰看向川崎三郎 大声说道 别灰心 也别急着难过 我到了一百级 少不了要杀你的 川崎三郎脸色难看 一言不发地被传走了 观众们的欢呼声持续不停 这一见太准了 我舒服了 月老的比赛是真快 他打四场比唐宋风月的一场都快 小分已经4-0了 他战绩居然被阿萨星之王都好 观众们还没喊够 被传送了出去 许峰打开论坛 看了看其他人的战况 最新情报 月落西城2-0战胜川崎三郎 而且扬言要杀川崎三郎很多次 这条帖子的热度比上一场的战况汇报要高 525楼 月老是真的狂 他是真不怕鹦鹉公会开战 1146楼 他跟坐骑的默契度好高啊 这人没弱点的吗 1579楼 川崎三郎也是老牌高手了 输得比妖精之舞还惨 妖精之舞也出现了 他在8837楼回了铁 我好像舒服点了 许峰给他回了一条 要不要跳槽 看我打别人应该会更舒服的 以卡什叶出现了 回了许峰一条 妖精之舞回了许峰 我们工会的馆里看到了 许峰调侃着回道 那咱们背着他私聊 妖精之舞 可以加个好友 底下的吃瓜群众很热闹 78楼回复 好家伙 当面密谋是吧 194楼回复 感觉月老的情商很高啊 这就又认识了一个大佬 746楼回复 蛙人应该不成 妖精之舞十级 就进八宝瑞公会了 许峰水了会论坛 比赛结果陆续出现 鱼又威一比二西拜迈克 女神别难过 下次再来就行了 许峰点进去看了看这条帖子 511楼 心疼女神 下次再来吧 688楼 与女神性格非常好的 她肯定输得起 不用担心 1167楼 女神战斗的样子真美 我单方面宣布 女神其实赢了 许峰在帖子里回道 这个看脸的时代 太有利于我和余会长这种人了 她刚一出现 底下立马涌现数不清的回复 一楼回复 五楼回复 你把面具摘了说话 11楼回复 把月老插出去 她竟然把自己跟我心爱的女神在一起比 许峰被骂了几句 咧嘴笑着去看别的战果了 阿萨星之王也成功晋级 刀锋锁指 2比1 涉险过关 许峰看了看她的比赛 差点被圣徒工会的可血暴徒给反杀 叮 余又威给许峰发了语音 我先去声道110集 许峰 待会我排到麦克 帮你弄死他 余又威的声音里 有点小委屈 就差一点 我就赢了 许峰调侃道 他们都说你输得起 怎么听你快哭了 余又威语气凶巴巴的 有意见吗 余又威 我在外面要维护工会的形象 跟你又不用维护 许峰笑了笑 那哭吧 别把鼻涕蹭我衣服上就行 余又威哼了一声 我才不哭 我输了还有你 余又威 加油 你现在是全工会的希望了 聊了几句 余又威很快调整好情绪 抓紧时间去升级了 许峰等了八分钟 其他的对战都结束了 只剩唐宋风月和伯凯列夫的战斗 还在继续 许峰随意地扫了一眼 在首页看到了一条 关于小经理的帖子 最美外观出现了 这四个人什么来历 外观居然这么整齐 之前许峰也见过有人发帖 询问踏雪没印是什么外观 不过这次热度非常高 在天选争锋霸板的情况下 这条帖子挤进了前五 559楼 确实好看 居然有小工会的成员 能弄到这么好的外观 1844楼 十月红工会 他们之前 好像还有飞行坐骑来着 4231楼 这外观 我也想要 1000枚金币求一件 7635楼 人家不卖 工会管理层会免费发放 许峰仔细看了看这条帖子 有种作为幕后大哥的超脱感很快 唐宋风月终于打完 战胜了伯卡列夫 对手匹配开始 许峰有些期待 麦克或者阿萨星之王 来得很人打打 5秒后 匹配结束 许峰看到提示 您下一轮的对手选定位 峰吹拂麦田 这人是圣徒工会的攻守 实力比川崎三郎和妖精之舞 都要强一点 但在剩下的选手里 他也算是比较弱的了 许峰有点无奈 他真的想打一打很茬子 但匹配不给力 会不会小警理祈祷 让我排到弱点的敌人 待会吃面的时候 得打他一顿 看台上的神晚秋 莫名感觉后背麻麻的 很快 许峰面前 出现了一个 金发大鼻子的见识 风吹拂麦田 看着许峰 摇头说道 看来我这场要输了 和四山一脸凝重 风吹拂麦田 很擅长偷袭 搞人心态 他在麻痹老板 赵静兴说道 老板肯定不会上 这么简单的当 他刚说完 场上的许峰 咧嘴一笑 一脸得意 你很有眼光 待会我下手清点 你中箭了 就自己认输吧 四个妹子沉默了两秒 周亚男问道 你确定他不会上 这么简单的当 赵静兴不太确定 应该吧 十秒一过 提示出现 比赛开始 风吹拂麦田 提剑猛冲 步伐相当灵活 许峰眼神冷静 拉弓射箭 这一剑极其刁钻的 射向了风吹拂麦田的腹部 风吹拂麦田心头一惊 怎么感觉比视频里准 他狼狈的侧翻 惊险地躲开了这一剑 许峰直接开了 灵狐之风 又是一剑飞出 风吹拂麦田 只能再次翻滚 在台上演杂技 观众们看得一脸兴奋 两个老六哥那互相骗呢 一个示弱 一个装大意 打起来一个比一个狠 这特么叫下手轻点 就差把箭头 塞进麦田大佬的嘴里了 确实 我也觉得 月老这几场打下来 箭术在猛猛进化 赵静兴也松了口气 我就说了 老板不会上当的 周亚男催了一口 果然嘴里没一句实话 渣男 两秒后 许峰暴雨般的攻势奏效 风吹拂麦田连中四箭 跪倒在地 许峰和风吹拂麦田 回到初始位置 风吹拂麦田笑嘻嘻地问道 大佬 你这可不叫下手轻 许峰也咧嘴笑了笑 你刚刚冲锋的样子 也不像是放弃的样子 两个人说了几句 第二场开始 风吹拂麦田 试图跟许峰打拉锯战 许峰靠着一速的优势 拉近距离 六箭结束战斗 观众起立鼓掌 大声欢呼 月老六牛逼 打件事都是六箭死 他改名叫月六箭马 太猛了 打进二十强了 谁能想到唯一的六十级小号 居然第一个进了前二十强 直到观众们被传送出去 他们的欢呼声都没停 比赛进成越靠后 观众们的气氛越热烈 九分钟后 许峰在论坛看到了 其他赛场的全部结果 麦克2比0带走了白银工会的刺客 博德汉拦跃 刀锋锁指 二比一干掉了颜奇天照 把颜奇天照 送进了败者组 阿萨星暴冷了 他居然输给了唐颂风月 这条帖子发出来之后 热度极高 超过了许峰 首个挺进二十强的帖子 迅速登上了第一 763楼 唐颂风月反应速度很一般吧 居然打得赢阿萨星之王 IQ Epsilon G Epsilon TV Omu 1938楼 他不是每次都要拖到九分钟 才能勉强获胜吗 4671楼 太恶心了 法师的那两个控制技能 原来还能这么用 定 许峰收到了于又威的语音 唐颂明月很强 排到他不要轻敌 于又威语气激动 复活甲基本上都打完了 再赢两场你 就能进四强 许峰 我觉得 他甚至能打赢麦克 于又威有些惊讶 至于吗 许峰说道 我看了他前两场比赛 他的技能用得非常好 于又威被许峰说得有点紧张 那你跟他呢 许峰嚣张地说道 他打麦克还行 打我没胜算 于又威哥哥笑了起来 吹牛 但我信你 加油啊 狗子 跟他聊了几句 提示出现 您的下一轮对手 已经选定为 大白赫施 这是吴静密林的 世神工会的107级攻守 在剩下的16个人里 实力依然算是比较弱的 许峰都懒得吐槽了 等到对手出现 许峰27秒速通了大白赫施 依然是2比0 无伤获胜 论坛里迅速出现了一条帖子 月洛西辰再次无伤获胜 他居然是第一个 挺进八强的选手 77楼 这战绩牛逼 唯一一个打到现在无伤的人 打扣 JPG 184楼 全是2比0就离谱 一次都没翻车 猫猫鼓掌 JPG 736楼 那是因为他打的人弱呀 迈克拿他的赛程 也能全都2比0 练 1183楼 阿萨新也行啊 他完全是靠赛程 才拿了这么好的成绩 吹啥呢 1874楼 被唐宋风月干掉的人 还搁着带节奏呢 你秀你马呢 JPG 帖子里依然吵得很热闹 许峰抽空 把唐宋风月打阿萨新之王的录像给看了 刺客打法师 可是天忧对局 比攻守打盾战的优势还大 得研究一下 许峰用三倍速 两分钟看完了视频 阿萨新之王的操作很好 没什么失误 但唐宋风月的控制技能用得太好了 70级的法师 有两个控制技能 冰剑 能冷冻敌人1秒 寒风吹拂 可以范围冰冻 控制时间0 8秒 唐宋风月这两个技能 全程没打中过 但每个技能 都完美地封了阿萨新之王的走位 硬是拖了两分钟 唐宋风月 找到了阿萨新之王的走位破绽 许峰看完 摸了摸下巴 反应确实很一般 走位甚至也只能算一线 但战术思路确实非常出色 接下来的对手都不弱了 给我排到迈克吧 四分钟后 唐宋风月又是最后一个打完 战胜了斯瓦罗格工会的 剑与勇气 世界公告 忽然出现 天选争锋八强战即将开启 比赛场地新增 万古炼狱 季风冰川 古石刑场 许峰也收到了几条提示 您已进入八强 奖励池中心增 60级神话级装备 宝箱X1 您的下一轮对手 已选定为 以卡实验 许峰眼前的景色变幻 云雾缭绕的空中石台 消失不见 许峰一眼看去 四周是一片用巨大生物的海骨堆成的擂台 擂台旁边悬挂着无数条锁链 锁链上排列着妖族的头骨 擂台的四周 是翻滚着气泡的血水 许峰看到提示 万古炼狱的血水有剧毒 传闻连妖王都能融化 千万不要踏入其中 能掉下去 许峰翻身其上黄昏 飞出了擂台边缘 他低头看去 脚下不远处 就是毒性猛烈的血水 这里跟云仙台不一样 没有边缘保护 战术变得丰富了 把对手逼下擂台也能赢 许峰回到了擂台上 他打开论坛 搜索了古石刑场 几条刚刚发布的帖子 跳了出来 古石刑场的断头刀 也太震撼了 传说中 这是对神明行刑的地方 许峰打开帖子 看了一眼 里面有几张截图 古石刑场 在一片红岩山地上 擂台正中间 有一把高达数千米的 巨大断头刀 旁边悬挂着一根绳子 按发帖人所说 绳子可以斩断 断头刀会落下来 然后在整个擂台上 来回摇摆 碰到就死 旁边的观众席 是直接在岩石峡谷上 雕刻出的座位 这种直接在庞大地形中 直接雕刻的座位 有种古老文明的厚重感 许峰眼中流露出了 几分感兴趣的神色 这个也很有意思 他又搜了搜 季风冰川 IQ Epsilon G Epsilon TV Oh Mew 这里的擂台 在一处冰川的深谷处 冰川被人开凿出了一条裂缝 然后在深处向四周挖掘 观众的座位 靠寒冰跟上方的冰川相连 仿佛悬空 这张地图也很特别 会有冰风从峡谷裂缝中 吹到擂台中间 被寒风吹到的人 会被冰冻两秒 许峰刚看完 周围的观众台上 开始有人进来了 我靠 这地方也太野了 这是什么东西的头骨 绝大多数应该是妖族 擂台上好像有人骨 八强站也太刺激了 地图都直接换了 沈晚秋他们也传送进了万古炼狱 和四山吐槽了一句 这里好阴间啊 赵静心看向了周亚南 南南 你看这里吗 周亚南面不改色 啪 笑话 沈晚秋低头 小周同学的左手正死死地攥着小锦里的右手 越来越多的观众进场 许峰等了两秒 以卡十夜传送到了许峰的面前 许峰咧嘴笑了笑 我跟妖精聊得很好 他说过几天就跳槽 以卡十夜平静地说道 他没家里好友 他特意解释过了 许峰被当面拆穿 丝毫不尴尬 这地图会掉下去的 小心点 不少观众笑出了声 扑 挑拨离剑被人当场点破 越老的脸皮是真得厚 他居然一点都不尴尬 越老六的心脏是真大 八强赛了 还有心情说垃圾话 确实 我看比赛都紧张得 心脏要跳出来了 很快 十秒过去 提示出现 比赛开始 以卡十夜非常谨慎 选择了后退 许峰迈步前冲 速度非常快 仅仅五秒 许峰凭着攻守的移速优势 逼近了以卡十夜 以卡十夜回身扔了火球术 瞄着许峰身前两个身位的地方 许峰瞬间明白 他在学唐颂风月的打法 想拖死我 顶尖高手的学习能力 确实不错 许峰脑子里判断着对手的情况 脚下的动作丝毫不慢 他灵活的跃起 靠着高度躲开了火球的落点 以卡十夜再次回头 扔出火烯 火烯覆盖了许峰面前的位置 许峰被迫从侧面绕路 以卡十夜跟许峰的距离 被拉开了一些 观众席上不少人大声狂喊 无比亢奋 保持这个节奏 耗光他的精力 他只有六十级 呼吸法层数很低 只要耗到他累得动不了 就能随便杀了 何四山也大声喊着 老板冲啊 一剑就能干掉他 赵静心看了看周围 说道 这场以卡十夜的支持者很多呀 周亚南点头 进了八强的选手 支持者明显都变多了 赵静心站了起来 大声喊了起来 老板加油 观众席上的加油声 极其震撼 许峰眼神专注 已经听不到观众的摇旗呐喊的声音了 三百八十米 还得再进点 许峰快步上前 三百六十米 三百四十米 以卡十夜的火烯 冷却结束 他回身举起法杖 瞄着许峰释放了火烯 神晚秋的心提了起来 他周围响起几声吃惊的声音 靠 他改战术了 确实 这么近的距离 直接打跃老本人比较合适 以卡十夜进步很快啊 现在操作和思路感觉 都跟麦克一个级别了 在无数人紧张的眼神中 许峰原地停住 拉弓射箭 火熄迎面来 箭矢急奔而去 啪 许峰的箭矢射中了以卡十夜的左腰子 暴击的伤害数字跳出 -117764 以卡十夜血条清空 一脸难以置信的跪地 火熄消失 许峰被传送回了初始位置 观众们愣了一秒 爆发出了震天响的欢呼声 太猛了 月老这一剑 换成我绝对不敢打 我感觉不像是猛 火熄的弹道 速度比箭矢要慢的 还好不是火球 火球速度比普通箭矢快 支持以卡十夜的观众们 失落地坐在座位上 月落西尘运气真好 要是以神甩的是火球就好了 会不会是月落西尘靠反应 辨别了法术 不会吧 这么短的时间辨别法术 选择反击 还打得这么准 不少人一脸疑惑 许峰把弓背上 翻身上马 以卡十夜忽然开口 你是靠反应 判断了我用的什么法术吗 许峰咧嘴笑了笑 你把妖精之舞 让给我们工会 我就告诉你 以卡十夜已经平静了下来 做梦 许峰两手一摊 其实我全是靠猜的 哪有人能反应那么快啊 以卡十夜眯起眼 辨别着许峰说的是真是假 休息时间很快过去 提示再次出现 比赛开始 许峰再次选择主动出击 纵马狂奔 以卡十夜停在原地 举起了法杖 观众们紧张了起来 不躲了 这不就是赌了吗 火球还是火熄 火球要躲 火熄要反打 这题太难了 我不会啊 卧槽 我紧张地喘不上来 气了兄弟 许峰集中注意力 周围的一切仿佛 都慢了下来 以卡十夜的法杖上 有火红色的魔力流淌 法术出手之前的瞬间 许峰看到了法术的范围 火熄 战马思鸣 前蹄扬起 许峰身形稳固 一箭飞出 弓弦争响 箭矢离弦 直到这个时候 观众们才反应过来 是火熄 卧槽 月老果然能反应过来 太离谱了 人类极限虽然越来越高 但这反应力 我还是难以理解 啪 箭矢命中 火熄在许峰面前消失 以卡十夜 平静地看向许峰 单挑我打不过你 但野外对敌 没这么简单 到时候咱们再打 说完 以卡十夜 被传送了出去 区域提示出现 月落西城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月落西城 晋级四强 稍后将为您匹配四强战对手 许峰也收到了一条个人提示 您已晋级四强 奖励池新增物品 挣11%力量宝石X5 随机外观图纸一张 世界公告 同时出现 天选争锋四强战即将开启 比赛场地新增 富龙沙地 悬心谷地 千关灵术 进了四强 冠军有种近在咫尺的感觉 观众们的热情 愈发高涨 气氛无比热烈 许峰四周都是震天的欢呼声 四强 再赢一场 就进决赛了 月老牛逼 冠军 真的有可能冠军啊 许峰对着观众席敷衍的挥了挥手 给于又威发了消息 你让福花瑶准备钱 我待会卖张外观图纸给工会 于又威声音甜美 狗子你好厉害啊 咱们工会找了好久都没弄到外观图纸 于又威 我争取给你要个高价 许峰 价格好说 把我的要求告诉他们就行 许峰 工会做出的前二十件外观先给我 往后窝 每个月能免费拿五套外观 于又威干脆直白地问道 你要的二十件外观里 有我的一件吗 许峰 没有 许峰 有你的五件 于又威精致地撬脸上 有藏不住的娇俏笑意 不过 他发的语音很凶 不许逗我 我咬你了呀 许峰问道 咬呢 于又威翘脸红透 呸 我去给你谈条件 跟他聊完 许峰周围的观众 已经被传送了出去 他随意地坐下 打开论坛 月落西沉 战胜仪卡什叶 顶尖功法的极限博弈 首个四强选手 许峰点进来看了看 1774楼 这操作我看傻了 这种反应真的存在吗 熊猫痘痘眼震惊 Jeff 2236楼 反正月老的操作 肯定跟迈克和阿萨星之王一个水平 3317楼 真有可能夺冠啊 月老真的六边形战士 猫猫大拇指 JPG 也有人带节奏 6313楼 另外三个四强选手 他打得过谁 笑 7374楼 不会真有人觉得 他打得过迈克吧 不会吧 JPG 11553楼 估计他也就四强了 除非排到唐宋风月 许峰偷了几个表情包 顺手带了带节奏 他回了7374楼 凭什么老拿迈克当天花板 难道不能拿阿萨星之王做对比吗 他还回了11553楼 阿萨星之王不就被打死一次吗 开始带节奏是吧 节奏满天飞 许峰收到的回复多到看不过来 他扫了一眼 反正迈克和阿萨星之王的粉丝 又掐了起来 热闹点好 有意思 许峰看起了论坛里其他的情报 被淘汰的顶尖高手们 都抓紧时间去升级了 沈晚秋他们的外观帖子 被挤了下去 血液和梅洛大陆 各自刷出了一次灾害事件 排名第14的出生一宝 风雷石剑 被云蓝势力的帕比特罗拿到了 这人应该是103级 我有点印象 风雷石剑什么属性 许峰对这件一宝有些好奇 这是除了小黑之外 现阶段最强的一宝了 找了一会 许峰什么都没找到 许峰摸了摸下巴 可惜 属性没公开 两分钟后 又有一场八强战出了结果 刀锋锁指 再次干掉了延祁天赵 挺进了四强 许峰在论坛上发了条帖子 刀哥双杀延祁天赵 扣一替刀哥加油打气 助力刀哥进决赛 帖子刚发出去 奶糖不太甜 就抢到了一楼 月宝的一楼是我的 二楼逃善 好狠的祝福 刀哥进决赛 被你薄杀是吧 三楼和四山 111 底下一片扣一的人 帖子热度暴涨 不到十秒 就挤到首页的前五 叮 刀锋锁指 正在研究对手的视频 踏破千山 忽然给他发了消息 看看论坛 许峰给你整活了 刀锋锁指 疑惑地打开论坛 脸色古怪的起来 他看了看帖子的回复 5512楼 刀哥好兄弟 一定要进决赛啊 11374楼 笑死了 刀哥指定大冤种是吧 14423楼 前龙月影 我是龙影工会的人 我扣了100个1 刀锋锁指 也回了帖 11111 五分钟后 许峰正刷着论坛 忽然得到提示 您的下一轮对手选定位 唐颂风月 许峰刷新了一下论坛 看到了新放出来的帖子 唐颂风月 再次获胜阿萨星之王 肮脏战术流在单挑局里 效果真好 四强名单已定 月落西沉 刀锋锁指 麦克 唐颂风月 本次比赛的两大黑马相遇 谁能挺进决赛 许峰回了帖 十分嚣张 废话 当然是我 回完帖子 许峰面前的场景 逐渐变换 他来到了沙漠里 富龙沙地 许峰看了看脚下 擂台是由夯实的沙子堆成 上面阴刻着很多象形文字 远处 几块沙地忽然下陷 这些下陷的沙坑 会随机出现在擂台的某个位置 踩上去超过零 五秒 就会陷入沙坑 五秒后直接死亡 许峰的感知力 顺着沙坑向下探去 在地下2800米的位置 许峰感知到了某样东西 他用感知力 仔细便别了一下这样东西 某种巨大生物的骨头 底下真有死掉的龙腰 许峰摸着下巴 眼睛放光 这下面会不会有什么好东西 试试 他抬手一剑 打向擂台 碰 许峰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击飞 扬支持被打出来了一次 提示出现 您试图破坏擂台 遭到反击 许峰找好平衡 稳稳落地 可惜 很快 观众们依次进场 许峰的面前 传送过来了一个 留着黑短发 看上去有些憨厚的男人 唐宋风月 许峰主动打了招呼 要不然你投降 以卡什叶用你的战术 打不赢我 唐宋风月笑着开口 我也不喜欢无意义的事情 但我觉得可以试试 你也许并不无敌 当然如果第一场打不赢你 第二场 我就直接投降了 许峰问道 加个好友 你比以卡什叶聪明多了 加好友没问题 不过 我只是一般聪明 许峰跟唐宋风月 加了好友 擂台上的观众 大声欢呼着 月老 挺进决赛 刀哥赢了 冠军就是你的了 唐神加油 额爸也不是无敌的 两胜阿萨星之王后 唐宋风月的支持者迅速增多 唐宋风月本来也算是老牌高手 只是平时讨论度比麦克他们差一些 这一场里 支持唐宋风月的人 甚至比支持许峰的人 还要多一些 十秒很快过去 许峰和唐宋风月都做好了准备 提示出现 比赛开始 许峰拿出了打阿卡什叶的方式 直接前冲 唐宋风月举起法杖 选择了跟以卡什叶一样原地扔技能 观众们瞬间紧张了起来 第一场直接开赌 一次博弈定胜负 这不像是唐神的风格 他应该是推算过 只有这种方式能打赢月老 四 月落西沉真的这么强 观众席安静了下来 许峰迈不上前 眼睛盯着唐宋风月的法杖 火纹出现 火系技能是火球还是火系 哄 唐宋风月扔出一道火球 速度极快 许峰剑步侧冲 动作与气息完美配合 他无比流畅地躲开了这一道火球 博弈再次获胜 唐宋风月按道一声 反应好快 感觉比阿萨星之王还难抓 他举起法杖 扔了两个控制技能 许峰左右侧闪 轻巧地避开了冰箭和冰封 唐宋风月向后撤去 拖延火系的冷却时间 二 五秒后 唐宋风月的火系冷却完成 他停在原地 举起法杖 许峰快步前冲 丝毫不耸 哄 这次唐宋风月扔出的技能是火系 许峰立刻停步 抬手一箭 啪 唐宋风月先被打中 战斗结束 许峰先胜一场 被传送回了初始位置 唐宋风月看向许峰 感慨道 你好像真有点无敌 我刚刚想抓你的智空 可惜操作不行 许峰语气平静 话却很嚣张 就算你抓得住我的智空 也打不中我 唐宋风月点头 投了 等你一百级了 有空一起刷怪 说完 唐宋风月没等第二场开始 直接投降 提示出现 月落西城获得本场比赛胜利 月落西城晋级决赛 稍后将匹配决赛对手 唐宋风月进入季军赛 稍后将匹配季军赛对手 观众们愣了一秒 起身欢呼 决赛了 背报 刀哥已经被砍死一次了 看样子要跪 刀哥加油啊 许峰听到了观众们讨论 刀哥跪了一把的话 并不在意 来谁都是一样打 他得到了另外一条提示 宁已晋级半决赛 奖励池新增物品 气运五点 天选争锋 称号X1 前三名属性不同 许峰心头火热了几分 居然还给称号 这应该是永久的吧 观众们欢呼着 被传送了出去 许峰刷着论坛 等麦克和刀锋锁指的战斗结果 一分钟后 刀锋锁指在座器战里 干到了麦克 拿下一分 许峰感觉很有意思 刀哥一直骑马 比麦克骑马要熟练 很有机会啊 定 好友信息提示声音响起 于又威发来消息 云生答应了你的条件 于又威 价格方面 云生要看具体是什么图纸 来定价格 于又威 我让他最少准备 两万五千枚金币 应该差不多吧 许峰 再让他多准备一万枚金币 于又威对许峰报的 离谱高价 有些惊讶 但他很信任许峰的判断 干脆地回答 好 等我 他给云生发了消息 再多准备一万枚金币 云生 云生 他这只是金子做的 还是纸上的图 用金子做的 于又威 外观宝石出现后 外观图纸价格 一直在飙升 云生 但均价也就一万七千枚金币左右 三万五万枚金币太多了吧 于又威懒得跟人争论 你要么准备钱 要么接受许峰把图纸 卖给别的工会 云生咬着牙回道 我准备钱 云生 我倒要看看 他有什么图纸 能值三万五千枚金币 云生 最起码也得是十月红工会那套外观的水平吧 于又威没搭理云生 赶紧给许峰发了消息 他答应准备钱 许峰 行 我拿到图纸后出去交易 于又威轻声慢语地劝说道 别在意这点钱 我可以给你 于又威 专心点 别的问题我来解决 许峰咧嘴笑了笑 太有安全感了 今天晚上我以身相许吧 于又威 呸 打你的比赛 许峰跟他聊了几句 刷了刷论坛 一条新帖子刚好出现 刀神雄起 拿下决胜局 麦克一比二被刀锋锁指击败 许峰看了看视频 给刀锋锁指发了消息 打得漂亮 刀锋锁指 能被你夸 还挺高兴的 刀锋锁指 可惜 你没被干掉 我是跟冠军没缘分了 许峰 虽然 你痛失冠军 但你比我更早的获得了一个亚军 许峰 我的亚军头衔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获得呢 刀锋锁指 刀锋锁指 你要不要听听 你说了点什么 这都是人话吗 刀锋锁指 要不然亚军给你吧 你投了就行 许峰咧嘴笑了笑 那倒不必 聊了几句 世界公告出现 天选争锋决赛与季军赛即将开启 比赛场地新增 滚石裂骨 千毒洞窟 居然还有新地图 许峰眼前的场景变幻 来到了一处光线昏暗的石窟内 洞窟极高 墙壁上内嵌着很多座位 是 许峰听到了一阵气体溢出的声音 远处 几颗通红的矮草正在释放毒物 许峰看向四周 这种带毒的植物很多 提示出现 攻击时 请小心避开阴毒草 当阴毒草受到攻击时会释放大范围毒物 每秒造成生命上限20%的真实伤害 并且治疗效果减少80% 许峰脸色凝重了几分 这张地图比前面几张 变故都要大 视野差 还有毒物 得先确认一下毒物的覆盖范围 他抬手一键 打在了一棵阴毒草上 毒物一出 许峰观察了一下 心里有数 毒物覆盖范围 也就直径十米 刷 观众开始进场 刀锋锁指也传送到了许峰面前 许峰骑着黄昏 飞到了刀锋锁指的身边 刀锋锁指高兴地打着招呼 在这见到你真好 没想到决赛还是咱们两个 许峰咧嘴笑了笑 毒物的覆盖范围直径八米 待会打的时候小心点 我尽量不打毒草 刀锋锁指问道 你不会骗我吧 许峰一脸真诚 眼睛明亮 咱们是兄弟啊 啪 刀锋锁指一箭飞出 打中了一颗毒草 毒物扩散 直径十米 刀锋锁指看向许峰 许峰丝毫不尴尬 反而一脸疑惑 咦 刚刚明明是直径八米的 观众们听着他们两个的对话 忍不住吐槽 刀神千万别信月老啊 这个人坏得很 笑死 忽悠人被当面戳穿 居然一点都不尴尬 月老的脸皮 我是服气的 神晚秋 他们这次没赶上报名 被挤到了副场里 和四山坐立难安 十分紧张 快打吧 我急死了 赵静兴 快了 马上 十秒后 许峰被传送到了初始位置 他的正前方四十米的地方 有几棵毒草 提示出现 比赛 比赛开始 观众们齐声欢呼 热情空前高涨 这是决赛了 谁赢谁就是冠军 许峰快步上前 依然是选择冲锋进战的战术刀锋锁指 脸色凝重 眼里满是对胜利的渴望 他一见射向许峰附近的毒草 许峰直线冲锋 毒散开 贴着许峰的肩膀停住 他对距离的把握 无比精准 刀锋锁指 也向许峰冲了过来 两个人越来越近 200米 150米 观众们全都站了起来 无比紧张 150米了 还不出手吗 先动手的那个人一旦打空 对方就能在更近的距离反击 我心跳得好快 这博弈太刺激了 刀锋锁指的压力也很大 距离越近 对反应的要求就越高 130米 120米 刀锋锁指顶不住了 停步拉弓 So 箭矢飞出 这个距离已经非常近了 箭矢几乎是离弦的瞬间 就到了许峰的面前 许峰侧身 用身体带动头部闪躲 箭矢倒应在许峰的眼睛里 这一剑打空了 刀锋锁指心凉了半截 立刻开始跑位 许峰停步射箭 动作比刀锋锁指稍快一丝 弓弦颤动 箭矢飞出 啪 许峰这一剑 射中了刀锋锁指的后背 -116666 第一场结束 许峰先拿一分 许峰被传回了初始位置 刀锋锁指低着头 看上去心态有点崩 超过一半的观众 大声欢呼 赛点了 再赢一把就是冠军 月老无敌啊 难道能无伤夺冠 恶霸别大意啊 千万要小心 刀锋锁指的奇数 许峰翻身上马 大声说道 待会夺冠了 喊的声音大点 现在先给刀哥喊两声加油 观众台上的人们愣了一下 给队友加油 这种要求没听说过啊 奶糖不太甜 兴奋的声音响起 比赛是比赛 朋友是朋友 刀哥加油 其他的观众 明白了许峰是什么意思 看台上的欢呼声 逐渐涌起 然后音量瞬间超过了 刚刚的欢呼声 月老真的无敌自信 真敢给对手调整状态啊 我也想要月老这么的朋友 从哪能领 刀神加油 干掉饿吧 许峰环视四周 那些支持刀锋锁指的人 也站了起来 高声呐喊 赛场里的气氛 越来越热烈 龙影工会的管理群里 爱吃脆皮肠 我承认我之前 对他有点误解 他人挺好的 哥的肩膀给你靠 难怪他人缘这么好 这人确实值得交个朋友 平僧腿毛能边袭 他胆子到底多大 决赛还敢给对手打气 我服 踏破千山 待会你们都可以 跟他加个好友 爱吃脆皮肠 行 擂台上 刀锋锁指大笑两声 眼神明亮 其实我刚刚心态 真有点崩 你帮我调整过来 会后悔的 许峰语气嚣张 你调整得再好 也打不过我 刀锋锁指翻身上马 战役高昂 待会赢了你 我给你找两个隐藏任务 来吧 休息时间结束 提示声音出现 比赛开始 许峰呼吸平稳 纵马前冲 刀锁锁指 拉动缰绳 转身拉开 许峰紧跟不舍 始终跟刀锋锁指 保持着一个很近的距离 和四山紧张地攥着赵锦锁的手 这个距离太危险了 赵锦锁点点头 马的速度太快 对方随时能回身攻击 这样追很被动 周亚男咬着指甲盖说道 没事 他反应快 别人这样打药出事 渣男应该没问题 沈婉秋看着台上的许峰 眉尾微锤 好看的眼里满是担心 刀锁锁指 找到一根石柱 回身一箭 许峰无比集中 这一箭在他眼中仿佛停止一般 他直直地往前走 什么走位都没有 So 箭矢贴着许峰的耳朵 滑了过去 刀锋锁指拉动缰绳 转身跑到了石柱后面 许峰丢失了刀锋锁指的视野 看不到他在石柱后的具体位置 他在转角偷袭 还是卡着我的视野跑远了 我肯定脱不赢 那就来听反应 这才有意思 许峰纵马飞奔 眼神兴奋 观众们一脸紧张 有人忍不住大喊 WWW BQ O M 他就躲在后面要偷袭 小心啊 月老别往上走啊 这个距离 肯定会被打中的 完了 许峰跑过了石柱 看到了刀锋锁指 正在松开弓弦 两个人距离不到30米 许峰看到了刀锋锁指的手指松开 箭矢飞来 他早有预判 并不慌张 低头躲最快 许峰妖紧发力 向前低头 箭矢破空声 在许峰的耳朵里 越来越近 距离太短了 无数观众平住呼吸 这一箭也能躲吗 啪 箭矢贴着许峰的脖子 落到了地面 大大大 马蹄声的密集响起 许峰贴着马背 飞驰而过 刀锋锁指 脱口而出 卧槽 观众席第一次 传来比较整齐的声音 卧槽 和四山兴奋地跳了起来 发出了一阵 人类听不太懂的呼喊声 许峰双腿 夹紧马腹 稳住上身 握住长弓 嗡 弓弦颤动 许峰以极快的速度 反手一箭 刀锋锁指回过神来 想要躲闪 老子不想被2比0 冠军我也想要 我有机会的 啪 许峰的箭矢 射中了刀锋锁指的肩膀 负十一万五千五百六十二 提示出现 月落西城 获得本场比赛胜利 天选争锋决赛结束 冠军获得者 月落西城 天选争锋决赛结束 亚军获得者 刀锋锁指 许峰的信息栏 出现了很多条提示 您获得了天选争锋的最终胜利 并且达成无伤成就 获得额外奖励破军弧 挂式 您的称号选定为 天选冠军 您获得了2000点封业股势力官府声望 请您前往淮江城官府 领取天选争锋奖励 许峰心情极好 挂式 待会看看 加不加属性 他看完提示 抬头看向观众席 所有的观众都站了起来 冠军 冠军 月落西城是冠军 为了支持刀锋锁指来看比赛的人 也都在替许峰欢呼 他拿这个冠军 我是服气的 刀绳被加完油 完全是巅峰状态 就是没打过 没事 下次再打 月老冠军 许峰抬起手 握住了拳头 停一下 跟我喊 月落西城天下第一帅 刀锋锁指在旁边吐槽 他们兴奋起来了 可不会听你的 然而 他话音刚落 观众台上的声音逐渐变小 然后替换成了同一种声音 月落西城天下第一帅 刀锋锁指 目瞪狗呆 这捏麻的什么号召力 这么有排面吗 他也抬手大喊 兄弟们 喊一喊刀锋锁指天下第二帅 观众台上 只有灵星的几个人 喊了两句 决赛结束之后 场地不会把人赶走 许峰站在台上 享受着万众瞩目 一分钟 三分钟 十分钟 许峰安然地待在台上 丝毫没有要走的迹象 观众们都喊妈了 姥姥的 不喊了 这货脸皮是真厚 搁这六粉丝丸呢 别人不都是享受 一小会欢呼 就赶紧走吗 B王打算在这里过夜吗 陆续有人离开 许峰感觉声量变小了 这才转身传送出了擂台 刚一出来 提示出现 唐颂风月获得胜利 天选争锋季军战结束 唐颂风月获得季军 同时 一连串的世界公告出现 天选争锋结束 世界融合度增加了 世界通道出现 不满足年龄限制的人 可穿过通道进入本世界 无法获得战斗属性 增加饱腹值的设定 饱腹值消耗速度 与呼吸法相关 增加装备耐久度设定 当装备耐久度归零时 属性暂不可用 可在各层的铁匠处 修复耐久度 增加格挡和击毁等效果 武器可格挡物理攻击 但会消耗额外的耐久度 特殊武器拥有击毁效果 有概率直接将对方装备耐久清空 增加制残效果 战斗时受到超过防御力 300%的伤害时 肢体会受到重创 毁满血可自动恢复 增加近战格斗效果 拳头可以造成伤害了 但无法获得武器的属性加成 武斗场开启 近武斗场战斗时 属性核技能将会根据 双方差距进行调整 强势一方将会被不同程度 削弱比赛模式为 单挑双斗 五人组对战 武斗联赛即将开启 各工会可报名组织队伍参加武斗赛 排位分最高的16支队伍 将获得进入联赛的资格 世界公告一连出了34条 许峰脸色凝重 分析了一下 这个世界可以生育了 接下来会出现这个世界的原住民 弓手的剑矢可以被挡住了 这算加强剑矢和刺客 不过弓手能近身战了 多了反制刺客和剑矢的手段 法术无法被拦截 也变相加强了法师 情报太多 许峰一时之间 也很难分析出 这些变化会带来的具体影响 这得全世界的人 一起花时间慢慢开发 许峰懒得多想 打开了装备栏 白武套装的属性最下方 都出现了新的属性 耐久度 50万零500 明峰的耐久度最高 有一千点 品质越高 耐久也就越高 许峰有些期待的 看向轩辕长弓的耐久 耐久度能破三千吗 轩辕长弓耐久度 无限制 许峰愣了一下 感慨道 公哥牛逼 四叶混沌联传来一阵意志 快去领奖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复原了 许峰离开了擂台 各项属性已经恢复正常 他奋出精神力 垂了四叶混沌连两巴掌 四叶混沌连老实了 许峰打开属性栏 这里同样多了一条属性 保时度 100 消耗速度 0 许峰咧嘴笑了起来 保时度和耐久 最影响是续航 我居然不受影响 我果然太掉了 看完属性 许峰又回头翻了翻 其他的公告 房子可以增加精力恢复速度 提升呼吸法经验值 获取速度 到这个世界 还得他娘的买房子 果然宇宙尽头是地产 许峰吐槽了两句 看向了好友信息 踏破千山 恭喜你 实至名归的冠军 踏破千山 待会有我们公会几个人家里好友 通过一下 树影对月仇 大佬 当你朋友 我真的好有面子啊 离月酒 老大我激动哭了 你太强了 许峰还是照例 给他们群回了条消息 不就是一个冠军吗 冠军很稀罕吗 你们看我提这个冠军了吗 回完了这些消息 许峰看了看 亲友 蓝里的消息 于又威 冠军 你真的是冠军 于又威 狗祖想见你 你在哪呢 沈婉秋 我去给你做奖 你下楼我给你煮面 沈婉秋 我可以跟你说一会话吗 许峰给沈婉秋回了消息 稍等我一会 我去领个奖励 沈婉秋好 许峰给于又威发了消息 来淮江城的官府吧 于又威 这就来 许峰回完消息 向官府的内院走去 任务官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如沐春风的笑意 岳大人 您的奖励已经到了 请您跟我来 许峰随口聊道 你这态度变化也太明显了 我就是随便拿个冠军而已 不算什么 任务官摇头说道 天选争锋只有一次 之后会被武斗联赛取代 您是第一个天选冠军 也是唯一一个 许峰摸着下巴问道 官府有好处吗 任务官笑得何不拢嘴 当然有 排名后五位的势力 要各自付一些服员出来 前三名所代表的势力 会把这些服员给分了 而且 他们之后每个月 都要给咱们少量的服员 许峰恍然 难怪你们舍得一次 拿出20点服员 这次冠军的奖励定好的 我就不多要了 再给我几个给服员的任务 任务官非常好说话 如果有这样的任务 会优先联系您的 聊着天 任务官把许峰带到了库房 抬手一挥 许峰周围的时间 瞬间停止 让我来挑挑外观图纸 现在比较火的风格就是白色 挑个好看的白色外观就行 许峰重置了40多次 就看到了第一套不错的外观 素白镜袍 这件衣服是纯白色 样式也还不错 许峰摸了摸下巴 感觉一巴 迈出去可以 但这套外观我也要穿了 他继续重置 一连重置了400多次 许峰眼睛一亮 云上天瓢 这套外观是上天青下白的渐变色 还绣着几朵精致的云纹 而且 这套外观的样式 跟踏雪梅硬很不一样 云上天瓢的整体要精干很多 手腕处有绑带 白靴没有被长裤盖住 少了点仙气 却有种浅路锋芒的阴气 我喜欢 就他了 许峰把他选了下来 时间开始流动 提示陆续出现 您获得了正11%力量宝石X5 您获得了60级神话级装备 宝箱X1 您获得了20点复原 四叶混沌帘 蠢蠢欲动 许峰的感知力扫过了他 老十点 等没人了 再把复原给你 四叶混沌帘 老实了下来 许峰打开背包 看向了破军弧 破军弧 外观 物品描述 选用极其珍贵的中雪山红玉制成 内克力破千军图根据光线不同 图刻会发生变化 许峰举起了破军弧 官府里点着灯笼 暖黄的光透过了破军弧 红玉色则均匀温润 里面雕刻的战士随光影移动 还真像是在打仗 而且还是外观物品 虽然没属性 但应该可以合成外观宝石 不错 许峰把破军弧挂在了腰间 破军弧大概也就全都大小 挂在这里跟挂了块玉佩一样 黑色的连夜巢生衣和红色的破军弧 搭配起来相当不错 任务官有些眼馋 我也喜欢收藏些小玩意 这破军弧指此一件 太让人羡慕了 许峰笑了笑 五十点复原 我卖给你 任务官苦笑道 我都不止五十点复原值 他刚说完 一个轻衣牙役走了过来 凑向任务官 任务官摆了摆手 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牙役说道 有个极其漂亮女人在外面 说要来见月落大人 任务官连忙说道 快让他进来 很快 于又威走了进来 看到许峰 他一把熊抱住了许峰 你太厉害了 任务官抬头看月亮 悄悄退走 许峰拍了拍于又威的背 说道 对线奖励 于又威连忙松开了手 精致的脸蛋和耳朵 都泛着桃红 五豆赛你要参加吗 许峰笑着吐槽道 你转移话题的能力 真不怎么样 于又威咬着嘴唇 带着甜美的笑 别拆穿我 快回答 许峰摇头 不打 联赛是给大工会证名气的 顶尖玩家肯定都不打联赛 升级的收获 比打联赛高太多了 咱们要找操作好 但初始天赋很差的那种人 雇他们打比赛 刚看到五豆赛的公告时 许峰就没把这个比赛当回事 比赛最多就是各工会 来制造话题 增加名气的 野外厮杀和资源争夺 才是决定工会实力的唯一途径 于又威称赞道 你眼光很好吗 那当然 于又威说道 联赛该打还是要打的 名气也很重要 改天我让汤姐选几个人 许峰没说话 随意地点了点头 两个人聊了几句 于又威有些不舍地说道 狗子 我得接着去升级了 许峰笑了笑 我尽快追上你 去吧 好 于又威走到许峰面前 一把搂住了许峰的脖子 三秒后 他擦了擦嘴 转身跑走 许峰扎了扎嘴 给于又威发了消息 下次收钱啊 于又威翘脸红透 呸 聊完之后 许峰大声说道 我先走了 墙后的任务官和牙医 连忙说道 大人慢走 许峰下了线 活动了一下疲惫的脖子 休息一会 去弄天津时 话音刚落 轰隆 天雷的声音响起 许峰脸色一变 体内的力量迅速奔涌 刷 许峰交了八门位移 闪到了一楼拎上了神晚秋和婆婆 雷霆滚滚 劈在了别墅上 别墅瞬间被劈塌了半座 其他几个妹子都在游戏里 没受影响 许峰脸色凝重 得尽快解决天雷了 两个世界融合度变高 居然把天雷都带到这个世界了 神晚秋半跪在地上 着急地看向婆婆 您没事吧 婆婆愣了两秒 开口说道 没事 哦哟 这雷么厉害的嘞 神晚秋松了口气 看向许峰 你还好吗 许峰咧嘴笑了笑 当然没事 天雷也配劈死我 四叶混沌连提醒许峰 之前他可被劈死了不少次 他是正连 许峰没理他 把神晚秋和奶奶扶了起来 神晚秋心疼地看些 被劈他的房子 看向许峰 我去收拾一下 许峰拉住了他 不用 再去买套新的搬进去 神晚秋低着头看着脚尖 可东西都很新 蒋刚刚炒好的 啪大 他说着 掉起了眼泪 许峰不耐烦地 用力捏了捏他的脸蛋 去吧 没出息 神晚秋有点不好意思 擦了擦脸 跑到废墟里收拾东西 一些没被劈坏的网块 他都很小心翼翼地收到旁边 这些东西 比他之前用的好多了 喜喜还能好好用的 许峰随手捡了两把椅子 跟奶奶一起坐到了旁边 奶奶 吃点什么 我点外卖 夜里不吃东西 人老了 消化不好 许峰找了家24小时营业的店 大手大脚地点了不少东西 一共花了351块 刷 周亚男传送了回来 一脸猛逼 咦 我屋子呢 许峰咧嘴笑了笑 地上都是 你可以捡一捡 你个倒霉鬼 跟了我高中三年的佩奇毯子啊 周亚男帮着沈晚秋收拾了起来 赵敬兴和和四山也得到了消息 赶紧回了这边 物业和消防的人都赶过来了 十分热闹 这样 您可以自己找人来盖房子 不过 图纸要先经过审批 审批过了就没问题 和四山惊了 还能这样 赵敬兴小声说道 别墅好像是可以推倒重新盖的 许峰随口说道 我记得 还有同户型空着的别墅 我再买一套 这套就先扔着吧 有时间了再说 在物业目瞪狗呆的眼神里 许峰把另外一套别墅的业主叫了过来 付了一千一百美金币 半个小时后 周亚男站在新的别墅里 咬牙说道 当他娘的狗大户 原来是这种感觉 有钱真好 别墅的布局跟之前完全一样 房间分配都不用动 沈晚秋把奶奶送回了房间睡觉 许峰说道 走出去吃饭 这套别墅要被批没了 暂时就不好买了 他随手拎上了一把椅子 何四山跟赵静心跑了过来老板 我们拎 给我就行了 周亚男也走了过来 刚打完比赛 给你点特殊待遇 我们干活就行了 许峰咧嘴笑了笑 把椅子给了何四山 小区里有大片的草地 许峰选了比较偏远的地方 坐了下来 沈晚秋很快跑了过来 许峰伸手 要握握他的手 沈晚秋有点害羞的 往后缩了缩 葬 许峰凶巴巴的说道 把手给我 沈晚秋听话的 把手伸了出来 许峰搓了两下 满意的说道 待会吃完饭 我赶紧回去 解决天雷之前 我就先不回这边了 何四山 他们坐在许峰的二十多米外 周亚男皱眉 该回就回来呗 这里没人 你在这里休息也行啊 许峰摇头 再来两次天雷 很快就会有人猜到 我住这里了 周亚男明白了 你考虑的还挺周全 不过天雷真的能解决吗 论坛里人们都说 没法处理啊 何四山理所当然的说道 别人解决不了 但老板肯定行啊 赵敬兴问道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许峰语气放松 随意的解释道 解决天雷的方法 我已经知道了 时间不确定 得看什么时候 找到隐藏气息的东西 沈晚秋低着头 看着她的鞋绝尖 许峰捏住了她的脸蛋 把她捏成了 塞满松子的松鼠 有话就说 沈晚秋含混地说道 我想陪你一起 待在那边 但我要照顾奶奶 在她的心里 只要许峰有需要 她应该一直陪着许峰 许峰故意逗她 那怎么办 从我和你奶奶中 选一个吧 沈晚秋的桃花眼 迅速泛红 被逗极了 啪 周亚男跑过来 打了许峰的后背一巴掌 你要死啊 逗枯她好玩吗 许峰咧嘴笑了笑 非常好玩 靠 你个死渣男 腿不长 管事还挺多 我跟你拼了 来啊 打闹了一会 外卖来了 许峰吃了起来 沈晚秋有心事 吃不下去 周亚男安慰了沈晚秋几句 也没什么用 许峰吃完饭 说道 那个世界也有房产了 把奶奶接过去吧 可以先安顿在黄老头那里 还能让他给奶奶弄点补药 易受延年 沈晚秋抬头 期许地看着许峰 这样可以吗 和四山开心地笑着 正好宁儿也没什么事 可以陪着奶奶 赵静兴说道 论坛里有人提过 增加寿命的药 去那边确实很好 啪 周亚男打了许峰的肩膀一巴掌 你能不能对他好点 之前就想好怎么办了 非要等吃完饭再说 许峰装出了被打疼的样子 沈晚秋赶紧凑过来 给他轻轻地揉了揉 周亚男翻了个白眼 你迟早被他欺负死 两分钟后 许峰站了起来 我先回那边了 你们谁去送奶奶 和四山说道 让我爸妈去吧 他们两个开车 中午之前就能到 许峰思索片刻 心里呼唤了一声 黄昏 刷 黄昏传送到了许峰的旁边 四个妹子愣了一下 赶紧各自召唤了他们的坐骑 如露们依次出现 许峰摸了摸下巴 有意思 两个世界最终会融合在一起 赵静心推测道 我感觉不会完全融合 这个世界依然不会出现怪物 相当于一个大的安全区 许峰点点头 也有可能 过段时间就知道了 不猜了 那你们决定一下 谁送奶奶 我走了 说完 许峰传送回了游戏世界 周亚男也回了这个世界 给许峰汇报了一下 晚秋和静心去送奶奶 珊珊去收拾房子了 我上来 把工会的杂事处理一下 对了 你的抽成 已经满一万金币了 许峰收到一个红包 打开之后 一万枚金币到手 许峰笑着回道 谢谢小周会长 周亚男心里 莫名的舒坦了一下 别客气 拿上钱 许峰传送到了暗戒 叫了四叶混沌莲一声 恰饭 说完 许峰把二十点浮原 给了四叶混沌莲 他界面里的浮原 迅速从二十四点 缩水到了四点 四叶混沌莲 尽数吸收了这些浮原 一瞬间 在无声无光的世界里 许峰感知到了一股 庞大的力量援助 冲天起 两分钟后 提示出现 四叶混沌莲 以任宁为主 四叶混沌莲的力量 得到大幅增强 即将进入八小时的 沉睡状态 许峰把精神力 探入了脑海中 四叶混沌莲 缩起花和叶 已经沉睡了 连夜潮声音消失 许峰只能调动 一小部分四叶混沌莲的力量 开启暗界通道 八个小时还好 不算太久 许峰回了淮江城 打开了背包 只顾着回去歇着了 称号还没看 天选冠军 唯一称号 属性加成 暴击伤害正50% 属性加成 移速正40% 属性加成 射程加100米 特殊属性 灵护之风 得冷却时间 缩短三秒 特殊效果 在世界频道 工会频道 地区频道论坛等公共场合发言时 文字将会以金色显示 许峰的眼中流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加成居然这么高 而且还能缩短灵护之风的冷却 他给刀哥发了消息 刀哥 亚军称号什么加成 刀锋所指 鸟回消息 图片 许峰看了看截图 天选亚军 唯一称号 属性加成 暴击伤害正30% 属性加成 移速正30% 属性加成 射程加80米 特殊效果 在世界频道 工会频道 地区频道 论坛等公共场合发言时 文字将会以金色显示 特殊效果 诅咒值加5 刀锋所指 唐宋风月也曝光了他的称号属性 刀锋所指 他的称号加成都是18% 低的不多 刀锋所指 你的称号加成多少 应该也差不多吧 许峰给他发了截图 三秒后 刀锋所指 老子信了你低鞋 缩减灵护之风的冷却 刀锋所指 你也妈妈递我找了一年多的属性 你小子拿到了 刀锋所指 100级的职业 风吸物 再减三秒的冷却 你的灵护之风 就一秒冷却 许峰渐兮兮地回道 一秒的冷却时间太长了 到时候想个办法把他减了 刀锋所指 你听听你说的还是人话吗 我的灵护之风四秒冷却 刀锋所指 早知道冠军称号这么强 我拼死也得干掉你 刀锋所指 妈的 我活了28年第一次这么酸 泪目 所有攻守都梦寐以求的属性 就是把灵护之风的冷却 缩短到十秒之内 许峰几乎已经实现了 一秒的冷却 在刀锋所指的眼里 就等于没有冷却 许峰回道 别难怪 我可以经常让你看到我的称号 看久了就不羡慕了 刀锋所指 我还得谢谢你 许峰 咱们这关险 没必要说险 有好任务 给我就行 刀锋所指 刀锋所指 干点人事吧 求求了 许峰搞完了刀哥的心态 美滋滋的把称号带了起来 他的角色名称 和工会名称上 多了四个金色的字 天选冠军 刚把称号带上 许峰看到 工会频道有人 add他 云生 add月落西辰 你的外观图纸呢 到底卖不卖了 许峰干脆的把图纸截图 发到了工会频道 月落西辰 图片 飞飞 我靠 这外观也太好看了 小雪 云上天朴 名字也超级好听 汤姐 这绝对跟那几个小姑娘 穿的外观有一拼了 非常好看 一夜起七次 月老牛逼 这个能卖给普通工会成员吗 云生看着云上天朴 也被惊艳到了 好看 太好看了 不过云生刚高兴了一秒 表情就扭曲了起来 怎么好东西都是他打出来的 恶心 这要是我打出来的就好了 韩九嫣问道 买吗 三万五千枚金币 云生点头 就这个价吧 云生 许峰是个狗脾气 咱们讲个价 他真敢卖给其他的工会 韩九嫣在工会频道发了消息 就三万五千枚金币 把图纸发给福会长吧 许峰 云副会长的态度不好 我不喜欢 云生气得牙痒痒 什么叫云副会长 多说个字不嫌累吗 不过云上天朴实在是太好看了 云生沉住了气 发了消息 岳副会长 请问您的图纸可以卖吗 许峰 不可以 云生急眼了 为什么 许峰 逗你玩的 卖 于又威一直在看工会频道 没忍住笑出了声 云生深吸一口气 脸色冰冷 那就把图纸发给福会长 许峰 没问题 记得先做二十件给我就行 回完消息 许峰把图纸 寄给了于又威 你帮我发给福花瑶 于又威 好 五秒后 于又威给许峰发了红包 三万五千枚金币到手 许峰看了看自己背包里的金币数量 四万六千多枚 短期内不缺钱了 许峰撕开了回城符 回了池银城 周围的人看到许峰 瞬间激动了起来 是月老 月老牛逼 天选冠军 快看那个称号 好他娘的帅啊 月老腰上挂着的是什么 红玉湖 这么帅 月落西沉天下第一帅 天选争锋刚刚打完 热烈的氛围还没散去 许峰挥了挥手 算是打了招呼 他骑着黄昏 赶到了黄景镇的院外 院子的大门 依然是竹门 许峰一脚踢开 兴高采烈地说道 小老头 醒醒 黄景镇穿着白色的宽松睡袍 赶了出来 什么事 许峰咧嘴一笑 没事 就过来打个招呼 黄景镇沉默两秒 拎着板凳 向许峰跑了过来 许峰后退两步 笑着说道 小老头腿脚还挺好 别摔了呀 滚 黄景镇追了几步 把板凳扔向许峰 许峰接住板凳 坐下说道 还怕砸着我 故意瞄我身前的位置 黄景镇美好气地说道 想多了 砸死你个小王八蛋最好 许峰问道 老徐呢 他说 要来给我服务员 人怎么不见了 黄景镇说道 路上有妖族出没 耽误了点时间 放心 五点服务员少不了你呢 许峰点头 说道 老黄 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黄景镇有些意外 说来听听 许峰把想让婆婆来借助的事情 告诉了黄景镇 黄景镇摸着下巴 住下来是小事 不过这房顶漏了 没钱修啊 许峰大方帝说道 想要多少 现在我很付 一百枚金币 成交 许峰给了钱 黄景镇一脸舒坦 终于轮到他坑许峰一次 感觉真好 许峰起身说道 过几个小时人就过来 你抓紧时间准备 宁儿此时从院里跑了出来 大哥哥 许峰抬手 给他扔了一枚金币 买糖吃 我有事 先走了 许峰出了黄景镇的小院 赶到了刀武龙的住处 这个破军湖 能合成外观宝石吗 刀武龙伸出了手 先还钱 再回答问题 许峰还了钱 还给了五枚金币的利息 包里的金币 缩水到了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七枚 刀武龙收了钱 说道 可以 外观能附着上要破属性吗 不行 外观无法承担这么强大的力量 许峰有些遗憾 可惜不过最起码能合成金燕宝石也不错 他把唯一的一枚外观宝石给了刀武龙 首次合成成功率很高 许峰重置了二百多次合成成功 破军湖上多了条属性 获取经验量 正百分之十 许峰问道 你这里有给外观宝石的任务吗 刀武龙点头 淮江城有我想要的材料 你帮我弄一下来 行 您获得隐藏任务 刀武龙的委托 许峰看了看任务内容 前往齿山矿洞 击杀盗矿飞贼 收集一百块飞贼腰牌 任务奖励 一杠三枚随机外观宝石 许峰问道 还有吗 刀武龙面无表情 没了 滚 好嘞 许峰撕开回城符 赶到了云启城的官府 门口的牙翼见到许峰 连忙开了门 您请进 月大人 许峰刚进官府 周明珠走了出来 赞许地说道 做得不错 冠军是理所应当的 但无伤我是真没想到 对得起你的身份 许峰大大咧咧地问道 天津石的任务呢 周明珠笑了笑 当然会给你 跟我来 许峰跟着周明珠 到了库房外 周明珠说道 有两个隐藏任务 都可以给你天津石 你可以自己先看一下 许峰看到了两个隐藏任务的情报 隐藏任务一 青妖蛇王的幻境 五人 任务内容 进入幻境 击杀青妖蛇王残存的意志 任务奖励 天津石X5 六十级史诗宝箱 一至两个 大量呼吸法经验值 隐藏任务二 神秘的低拳巨石 单人 任务内容 进入一空间 获得巨石低液 并将其带出 任务奖励 天津石X10 呼吸法随机进化一次 许峰毫不犹豫地说道 两个我都见 周明珠愣了一下 摇头笑道 我可没给你这个选项 许峰咧嘴笑了那些 靠别人给的选项 永远只能被迫选择 周明珠眼睛明亮了几分 语气赞赏 说得好 不过 你这次的贡献虽然大 但也只够接一个 许峰软魔硬泡了几句 都没什么用 他做了选择 那就低拳巨石任务吧 周明珠脸色凝重 我建议 你别接这个任务 有35个人 尝试了这个任务 但一个成功的都没有 11人死在了巨石的试炼中 许峰有些好奇 24个人完成了试炼 但任务失败了 周明珠解释道 通过巨石的试炼之后 巨石会滴出灵翠液 这是锻造龟虚武器的一种 珍贵辅助原料 但巨石的灵翠液及其纯净 会穿过各种器物 直接落到地面 许峰明白了 任务完成了 但待不出来 没错 许峰脑子里忽然有个想法 云汉尊能用来接灵翠液吗 周明珠继续劝说道 呼吸法净化的机会 确实极其稀有 但成功率几乎为零 以你的实力 击败青蛇妖王的残留意志很简单 许峰果断地说道 我还是接低拳巨石任务 试试 周明珠叹了口气 抬手一挥 许峰得到提示 您接下了隐藏任务 神秘的低拳巨石 他的背包里 多了一枚钥匙 周明珠说道 存放低拳巨石的一空间 在军营里 你去那边出示钥匙 他们会带你到一空间入口的 许峰点头 走了呀 周明珠提醒道 巨石一共有九种试炼 星魔试炼最难 收集物品最简单 24个活着出来的人 都随即到了其他的试炼 至今为止 没有一个接受星魔试炼环 或者出来的人 许峰记了下来 知道了 周明珠说道 失败了很正常 下次换个任务就行了 许峰咧嘴笑了笑 待会等着收铃淬叶吧 说完 许峰奇善黄昏 赶往军营 路上 许峰看了看论坛 天选争锋的热度 被世界巨变压了下去 不过热铁第一 还是许峰 月落西沉这个冠军 是我见过最没含金量的冠军 出门升级 不光要带药剂 还得带食物 这格子 完全不够用啊 大家来分享一下 自己的装备耐久度吧 我先来 这改动就离谱 我一个刺客 刚刚被攻手一拳打死了 许峰看了看 关于自己的帖子 我主 他迈克和阿萨星之王都没打拿了冠军 全靠运气 一楼 赞同 阿萨星之王不打唐颂峰月 夺冠的概率很大的 八楼 坐骑站只能骑马也很离谱 迈克居然输给了刀锋所指 再往下看 许峰看到了大片 回怼这些人的回复 461楼 唐颂峰月双杀阿萨星之王 被月老2比0 还搁着吹阿萨星之王能夺冠 663楼 迈克也没打赢唐颂峰月啊 但月哥打赢了 别惹我恪狗 JPG 1184楼 你们讨论含金量吧 B王已经带着冠军称号 四处装逼了 帖子里吵得非常厉害 唐颂峰月也回了帖 月哥说我打的所有敌人里 唯一没有机会赢的那个 许峰在底下回了唐颂峰月 你要是晚点排到我 能拿亚军 刀锋锁指在底下秒回 水完这条帖子 许峰看了看其他的情报 多数玩家的饱腹值 一小时消耗10到25点 天神装备的耐久度 有5000点 还不错 许峰发了条帖子 我的武器好像出了点问题 你们能帮我看看 耐久度有多少吗 金色字体的帖子 十分特别 许峰的回复通知底的消息量 迅速飙升 四楼 卧槽 无限制 Sigma 233楼 我刚刚还在羡慕迈克的武器 5000点耐久 这无限制也太赖了 557楼 月老的续航 几乎不受影响啊 他升级的优势更大了 恰柠檬 JPG 831楼 可恶啊 我也想有这样的武器 我要有钱我会是这个掉样 JPG 许峰装完B 心情极好 两分钟后 许峰到了军营 一名悬赏官看到许峰 连忙说道 月大人 请您跟我来休息片刻 方将军 说您来了之后 要亲自见您 许峰笑了笑 方将军后悔了 悬赏官苦笑道 后悔的饭都吃不下去 当初要是让您代表我们出战 冠军不就是我们军方的了 许峰走到广场角落 坐了下来 悬赏官倒了茶 还给许峰上了不少的坚果点心 旁边不少人 不停截图 这就是冠军待遇吗 居然还有吃有喝 我接个任务都要排队 这跟月老的待遇差的也太多了 月老是真牛逼 感觉在哪他都能吃得开啊 许峰随便吃了两口 就看到方景赫骑马赶来 他站了起来 笑着说道 方将军 听说你后悔了 方景赫翻身下马 叹了口气 都他娘后悔死了 军营里这些教条太死 硬是把冠军送给了官府 那些好吃懒做的阴阳人 坐 还站起来干什么 许峰坐下 说道 我来做任务 方景赫思索片刻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不会是低夜巨石的任务吧 那个任务完不长啊 许峰说道 我试试 方景赫点头 也行 我带你去 许峰从背包里 拿出了钥匙 周大人说 要出示钥匙 方景赫豪爽地说道 别人需要 你不用 走 许峰跟着方景赫 走到了军营的一处石牌前 石牌上面写着 据石一空间入口处 方景赫说道 把钥匙拿出来 选择使用就行 官府和我们把能想到的器具 都是过了 你打算用什么 许峰忽悠道 我这右手 从小锻炼 非同寻常 说不定能行 方景赫连忙劝说 肯定不行 你别冲动啊 我们用手试过好几次 都不行 许峰干脆地拿出钥匙 咧嘴笑了笑 待会见 说完 许峰使用钥匙 眼前的场景立刻变换 他来到了一处沙滩上 正前方有一颗漂浮的灰色巨石 不知名的远古蚕食 许峰控制着感知力 向石头的最顶端爬去 但他没能找到 这块石头的最顶端 直径超过了2800米 这块石头有点神奇啊 这么强的生机 气息却很细微 许峰念头刚刚落下 视野里的一切忽然变红 提示出现 您的试炼类行为 心魔试炼 许峰的感知力散开 警惕地感知着周围 忽然 一股强烈的遗憾心酸 从许峰的心里涌现了出来 这感觉像是毕业多年 在喜欢的女生送的书里 发现了 他当年写给自己的情书 许峰迅速反映了过来 心魔试炼 就是把负面情绪放大 没有原因的强烈情绪 甚至连缓解都很难 许峰抬手一键 射向远处的巨石 碾翼 许峰脸色凝重 没有敌人 只能硬扛这种情绪 两秒后 这股情绪越来越强烈了 许峰耳边 传来了一声若有若无的低语 活着不累吗 自尽吧 这个声音极具蛊惑力 许峰的身体 仿佛不受控制一般 握住了轩辕弓 不行 许峰勉强控制住了自己的手 脑子依然清晰 硬抗不行 肯定会翻车 试试让小黑来抗 许峰把自己的情绪 分给了小黑一部分 正在沉睡的四叶混沌帘 哆嗦了一下 许峰的压力小了不适 还好他认住了 能直接把情绪分享给他 不过他也撑不了太久 还是得想想办法 许峰用感知力辨别了方向 朝远离巨石的方向走去 提示出现 当您离开巨石超过五百米 试炼自动失败 您将被剥夺生命 许峰停住脚步 跑也跑不了 有什么办法能不违反规则 又能躲开心魔影响吗 试试精神力 许峰坐了下来 用阴阳两种精神力 包裹住了自己的身体 那倒一直在他耳边低语的声音 消失不见了 还真有用 划分阴阳 自称一世界 我的精神力 就能隐藏气息啊 许峰思路通达 眼睛明亮 他把感知力收了回来 让精神力把自己团团围住 心魔试炼的情绪影响 越来越小 许峰总结了些经验 阴阳越调和 隐藏的效果越好 不过想要在体外 完美地控制两股阴阳精神力 比想象中难 许峰不停尝试 一道深黑色的无面人影 忽然在远处出现 你在哪 我好冷啊 许峰 我找不到你了 求求你 见我一面好不好 在许峰的眼里 这道人影就是神晚秋 小金里脸上带着哭痕 一脸无助 他四处寻找着许峰 许峰抬手一键 射向这道人影 箭矢穿了过去 许峰收起长弓 攻击还是无效 不能被人影抓住 他应该是巨石力量的分身 他知道我在这附近 但找不到我 无面人影 向许峰这边走了过来 许峰还没能完美地调和阴阳 遗漏了一丝气息给巨石 他站了起来 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精神力屏障 还留在原地 许峰步伐很快 两步就离开了精神力的屏障 无比强烈的恐惧 瞬间淹没了许峰的理智 死吧 死了就解脱了 耳边的低语 变成了狂躁的催促 四叶混沌连抖的 跟挨了打的狗子一样 许峰用残留的理智 后退了一步 回到精神力屏障中 那些狂躁的低语 再次消失不见了 许峰喘着粗气 迅速总结了教训 精神力屏障 不会跟着我自动移动 必须要让它跟我一起走 在移动中 完美把握阴阳两股精神力 有点意思 远处的人影 已经离许峰不到一百米 许峰起身 漫步向前走去 精神力屏障刚开始移动 就出了问题 扬知精神力多了一点 屏障的效果瞬间变差 许峰听到了两声低语 额头上出现了几滴汗珠 不行 移动中控制需要时间练习 现在没这个时间 得想想别的办法 许峰思索片刻 眼睛一亮 他的精神力屏障 一共有八层 先把其中一层 向前移动 一秒后 阴阳精神力调和 形成了屏障 许峰从两个精神力屏障之间 穿了过去 低语没有出现 许峰咧嘴笑了笑 眼神张扬 我几把真聪明 他就用这种方法 缓慢向前行动 人影跟在他身后 速度不快 但始终没有消失 五秒之后 许峰的正前方 出现了第二道人影 在许峰眼里 他长着余又微的脸 两道人影 一前一后走向许峰 许峰在心里感慨了一句 他们以后见了面 要是也能这么和谐就好了 他改变方向 朝巨石走去 两个人影 被他甩在了身后 移动精神力屏障 有点累 能不能把屏障的覆盖范围拉长 就可以减少移动次数了 许峰脑子灵活 再次尝试 起了新的方法 他把精神力屏障 搭建成了海底走廊一样的形状 屏障一共长120米 许峰的感知力 强度不够 第121米的时候 阴阳两股精神力 没办法形成稳定的屏障 呼吸法层数还是太低了 限制很大 不过这样也够用了 省力多了 10秒之后 又有两道人影出现 他们朝着许峰包围了过来 20秒后 人影变成了32个 许峰被迫 频繁移动起了精神力屏障 三分钟后 周围500米的范围里 站着200多道人影 许峰贴着两个人影的胳膊 穿了过去 忽然 其中一个人影 伸手扑向许峰 许峰猝不及防 被人影抓住 所有的人影 奇奇地看向许峰 找到你了 你躲不掉的 很辛苦吧 死了就行了 密集的低语 吵得许峰脑袋一阵疼痛 四叶混沌帘 承担了不少的冲击 抖得跟筛子一样 许峰立刻交了八门位移 闪到了巨石的另外一侧 刷 许峰把精神力探出 在即将失神前 护住了自己 他发现自己 左手握着长弓 右手已经撵住了弓弦 呼 难怪进心魔试炼的人都死了 这谁抗得住啊 两分钟后 许峰面前的一个人影 逐渐消散 终于要结束了 人影陆续消失 许峰眼中的血色 也逐渐褪去 提示出现 您已完成心魔试炼 灵脆液即将出现 请您乘取 您在试炼中 呼吸法运用出色 额外奖励 230万呼吸法经验值 巨石的表面 泛起一层水雾 水气向下汇集 滴出了纯金色的液体 许峰走上前 右手拿着云汉尊伸了过去 云汉尊上的龙身 已经失去了灵性 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青铜九尊 许峰盯着即将滴下来的灵脆液 眼中有些期待 希望能行 只要能接住 呼吸法进化的机会就到手了 滴答 灵脆液滴进了云汉尊里 许峰低头 看向云汉尊的底部 等了5秒 云汉尊的底下 干干净净 许峰忍不住笑出了声 真的可言 10秒后 第二滴灵脆液落到了云汉尊里 这也太慢了 许峰懒得举着云汉尊 把他放到了地上 他随意地坐了下来 想打开论坛看看 提示出现 当前区域无法使用论坛功能 许峰躺倒 闭目养神 刚好 心魔 试炼搞得我有点累 无声呼吸法 悄然流转 30分钟后 许峰的精神力 恢复饱满 他坐起来 看向云汉尊 金色的灵脆液已经挤满了云汉尊的杯底 按这速度 挤满整杯 还得一个半小时 许峰很有耐心 起身走到了空地处 他肩背用力 带动双臂 右脚踩中弓 左脚走方位 他打了一招野马分踪 拳脚能用啊 可以练练 五六年只练呼吸法 不练拳法了 我得想想 许峰回忆着 小时候学的一招仪式 DNA逐渐动了起来 他的招式逐渐熟练 愈发灵活 有属性加成 这些招式 感觉威力更大了 出去了 找个鹦鹉宫会的刺客 给他两拳试试 熟悉完招式 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 许峰看了看云汉尊 接了将近半杯 锻炼一下精神力的控制 阴阳完全调和 应该有机会隐藏气息 骗过天雷吧 许峰向前漫步行走 少量精神力 汇集到了身体周围 精神力屏障 迅速成形 许峰现在有了时间 仔细感知了一下精神力屏障 阳属性的精神力 多了一万七千多吕 难怪巨石化成的人影 一直能大概判断出我的方向 许峰探出一吕 因属性精神力 跟正前方多出来的 阳属性精神力 交织在一起 啪 他身后的两吕阳属性 精神力消失 阴阳失衡的程度 更渗了一分 许峰深吸一口气 心里有些兴奋 很难 有意思 他脚下动作不停 不停尝试完善 正前方的精神力屏障 还是得动脑子 想想方法 半圆形的屏障 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逐一完善 一个小时 很快过去 许峰思路清晰 进步飞快 因属性的感知力 比阳属性的感知力 多出了一万四千多吕 有三千吕精神力的误差 被许峰干掉了 距离完美 差距还不小 但隐藏气息的效果 比之前好了不少 抵达 远处的云汉尊里 灵翠液已经挤满了 金色的灵翠液 几乎要一出杯子 许峰极其专注 没注意到时间的流逝 五分钟后 灵翠液溢出了杯口 顺着云汉尊流向地面 云汉尊的杯身上 流淌出了微弱的光芒 灵翠液迅速融入了 云汉尊之中 许峰从专注的状态中 回过神来 星辰力量 他跑到了云汉尊前 看到了灵翠液 被吸收时留下的痕迹 云汉尊能吸收 灵翠液的力量 还好没着急离开 云汉尊的力量能恢复 还能再打开星火秘境的入口 许峰眼神有些火热 星火秘境里的山腰 忽然后被一凉 许峰起身 让云汉尊慢慢成长 他也继续锤炼精神力 两个小时过去 许峰的控制力 提升的速度慢了下来 阴阳精神力的数量差距 我能稳定控制在九千里之内 提升速度变慢了 些会再练吧 他走到云汉尊前 看了一眼 尊身上多了些金色的纹路 龙文依然暗淡 看上去没怎么恢复 许峰有些好奇 他恢复的方向 好像有点歪啊 他的气息趋于饱满 成长应该快结束了 许峰休息了半个小时 云汉尊上的经文 变得愈发清晰 半个小时之后 一道金光炸起 许峰挺身坐起 动作极快 他看向云汉尊 眼中出现了一丝震撼 周围的光线 被云汉尊扭曲吞噬 空间被他影响了 许峰嘴角逐渐上扬 不会吧 他不会成长出了储存的能力吧 很快 金光消散 许峰上前 看了看云汉尊的属性 云汉尊 特殊效果 拥有一百五十个格子的储存空间 许峰嘴都要笑歪了 好东西 六世纪能去别的市里了 光回城府就得多装八种 就是有点可惜 尽星火秘境的能力没恢复 想到星火秘境里 还有不少自己的宝贝 被山腰霸占着 许峰心痛地叹了口气 能把林翠叶 存到云汉尊的空间里吗 这里的林翠叶非常值钱 许峰尝试了一下 提示出现 该物品无法存储 进云汉尊 投机失败 许峰拿起云汉尊 想要把它收到背包里 提示再次出现 该物品无法储存进背包 若有林翠叶洒落 您获得的所有林翠叶都将消失 许峰脸色有点黑 靠 早知道布节这么满了 他稍动一下 一出尊面的林翠叶摇晃了起来 几乎要低落 许峰选择离开一空间 刷 他面前的场景变幻 回了军营 天色已经亮了起来 现在是凌晨六点多了 许峰的各种消耗次数技能 全部复原 方景鹤看到许峰 连忙跑了过来 月大人 四 这是林翠叶 你成功了 许峰问道 成了 能不能帮个忙 您说 尊礼的林翠叶 一滴不能洒落 帮我把周明珠叫过来 方景鹤摇头 那个阴阳人不会来的 也许你不知道 我们跟官府关系一般 许峰暗自吐槽 你们就差 把对方是傻X写在脸上了 他想了想 开口问道 那派一队人送我一趟 不要让我挡住我 方景鹤点头 别人不行 但你没问题 护卫七队 你们去把月大人送到官府 任何拦路之人 格杀 三十五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将士 齐声吼道 遵命 他们声势强悍 引来不少人的视线 这些将士把许峰护在了中间 向军营外走去 看向许峰这边的人都惊呆了 卧槽 军方护送 惊了 月老连军方的将士都能调动 这冠军的待遇也太离谱了 月老是第一个有这种排面的人吧 论坛上很快有人发了帖 月老居然调动了军方护卫 这就是冠军的面子吗 帖子刚一放上去 热度飙升 四十一楼 卧槽 将士开路 月老总能整出这种狠活 熊猫人羡慕 JPG 九十九楼 额把手里拿着个杯子 那是什么东西 靓仔疑惑 JPG 四百四十一楼 可恶啊 他被这么多军事保护的样子有点帅 又让他装到了 下话线 定 许峰收到了于又威的消息 狗子 你又消失了好久 我升一百一十级的时候 你都不在 许峰敷衍地回道 恭喜于会长升到一百一十级 于又威精致的眼睛 翻了个白眼 你保护值没事吧 于又威 突然多了个保护值 好不习惯啊 于又威 格子本来就不多 还要分两个格子来带吃的 许峰回道 唉 于又威有些好奇 怎么了狗子 别叹气啊 许峰 有点纠结 于又威 纠结什么 缺钱我给你点 小事 许峰 我的保护值消耗速度是零 刚好又弄到了一个一百五十格子的空间物品 许峰 我再纠结 先跟你炫耀哪一样 于又威愣了两秒 气呼呼地说道 你又逗我玩 亏我还担心你 许峰笑了笑 开个玩笑吗 许峰 我先把这个任务做了 待会再说 于又威哼了一声 要运送你手里的东西是吧 专心运吧 于又威 待会弄完了 你要在工会里投个票 于又威 我先去那个六级的新城市弱水城 找找野外的boss 新地图里有很多boss 隐藏任务以及珍贵资源 很多资源都不会刷新 只有等级最高的人能吃这些资源 许峰有点羡慕 我也想吃新地图的好处 于又威 抓紧升级 到时候咱们一起 于又威 这次我先刷 好东西分你一半 许峰 行 跟他聊完 许峰给周亚南发了条消息 小警理他们到哪了 周亚南秒回 还有三十分钟就穿过通道了 可以直接进池银城 周亚南 你跟黄大师打好招呼了吗 许峰 打好了 让他们直接去就行了 周亚南 对了渣男 你手里是什么呀 许峰笑了笑 想知道 小周同学很警惕 你不会又要让我想着吧 许峰 当然不会 烂梗我是不会玩两次的 周亚南 想知道 许峰秒回 想着吧 周亚南惊了 我靠 你不是说不会玩烂梗吗 许峰理直气壮地回道 骗你的 小周同学不回消息了 许峰专心向前走去 手上急吻 轰隆 天雷落下 许峰动作飞快 向左侧闪 雷霆落在地面 雷纹如同走蛇一般 四处乱箭 地面被砸出一个大坑 云汉尊里的林翠叶 晃动了几下 没有洒出来 许峰脱口出感慨道 拓海箭了 我都得直呼内行 护送许峰的将士们 不知道谁是拓海 但这不妨碍他们 一脸佩服 不愧是打得刘成明 满地找牙的人 太强了 平衡力和反应力 都太强了 岳大人无敌 你级别升起来 连我们大将军 都未必打得过你 瓜皮别喊 大将军小心眼 报复岳大人怎么办 许峰好奇地问道 大将军心眼小 有什么瓜吗 将士们犹豫了一下 说道 等您见了就知道了 军令禁止一论将领 我们不好说 许峰小声说道 跟我说说 别人又不知道 军士们还是不肯说 许峰也没再多问 继续前进 这一路走得很慢 原本期着黄昏两分钟的路程 许峰走了半个小时 才到了官府 天雷一共落了27次 许峰毫发无伤 林翠叶也保存完好 周明珠在门口迎接 神情激动 你居然真的成功了 难以置信 快 铁匠已经准备好了 直接去打造 护卫七队的小队长 叫徐表 是个留着落腮胡的壮汉 他小声跟许峰吐槽道 岳大人 离这些阴阳人远点 许峰随意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 几十个黑衣衙衣过来 护住了许峰 黑衣衙衣很特别 许峰看他们都带着武器 暗自想着 这些黑衣 应该是官府的暴力部队 周明珠也走了过来 他敷衍地对徐表拱了拱手 徐队长 人我接到了 你们走吧 徐表也行了一礼 那我们就回去了 周大人再见 等军营的将士们离开 周明珠凑到许峰身边 小声吐槽 离这些莽夫远点 肌肉都长到脑子里了 许峰有种两头哄孩子的感觉 行 先进去把林翠叶给铁匠打 周明珠拍了拍手 对 这可比那些莽夫重要多了 许峰进了官府 到了东边的侧院 这里有上百名铁匠 正在铸造 许峰跟着周明珠 找到了一个叫 万铁梁的铁匠 他把林翠叶 分三次倒入了铸造炉里 万铁梁嗓门很大 兴奋地说道 第一次这么富裕的 用林翠叶啊 而且 这林翠叶的效果 极好周大人 多给月大人一些报酬啊 周明珠心情也很好 捋着胡子说道 那是自然 十分钟后 所有的林翠叶 全部倒完 许峰打开背包 把云翰尊收了进去 老周 我的奖励呢 周明珠拿出了官印 抬手一挥 许峰看到了一连串的提示 您获得了天津市X10 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获得额外奖励 100万呼吸法经验值 您的无声呼吸法 提升到了15层 请问您是否选择 将无声呼吸法进化 许峰选择了是 观印上 一股湛蓝色的光芒 涌入了许峰的小腹 刹那间 许峰感觉自己的气息 更加顺畅 充沛的力量 逐渐涌入了许峰的四肢中 20秒后 提示出现 无声呼吸法进化完成 许峰心底兴奋 看了一眼 无声呼吸法的新属性 无声 15150可成长 提升135%的攻击力 每秒增加150点蓝量回复 提升135%的暴击伤害 提升55%的暴击率 精神力恢复速度提升100% 许峰大喜过望 层数上限涨了50层 周明珠心疼地收起了他的观印 你用的什么呼吸法 为什么消耗了这么多的观浮器语 许峰装逼道 别打听 你知道了 没什么好处的 懂得都懂 周明珠摇了摇头 拿出了一枚金币 许峰接过金币 咧嘴笑道 我也不知道 未知急 周明珠露出了见多识广的表情 没关系 我之前也见过这种情况 你的保负值消耗速度是多少 我经验丰富 能帮你推算一下 许峰说道 零 周明珠以为自己听错了 啊 许峰直接截了张图 用邮件发给了周明珠 周明珠看到邮件 露出了没见过世面的震惊表情 许峰问道 见过这种情况吗 周明珠有些失神的摇头 这种情况我真没见过 许峰有些好奇 你见过的最好的呼吸法 保负值的消耗度是多少 周明珠说道 没小失灵 三点 什么品级的呼吸法 周明珠看了许峰一眼 摇头说道 不能说 你还不到了解这些的时候 天道俯视众生 无处不在 我跟你说了 会害了你跟我 许峰并不意外 比破念的品级更高对吧 周明珠点点头 高不少 许峰问道 那我这个呼吸法 你推测是什么品级的 周明珠摇摇头 我真没见过 猜不出来 许峰把黄昏叫了出来 那我先撤了 周明珠点点头 忽然想起了什么你的诅咒值 要到一百点了吧 她露出了同情的表情 很惨的 你要有准备 许峰心头一紧 直说 什么惩罚 周明珠说道 你打怪也好 获得任务奖励也好 有概率会被吞掉 许峰瞪大了眼 卧槽 概率高吗 周明珠回忆了一下 太学有过统计 一百点诅咒值 大概是百分之十五的概率 被添到吞噬收获 之后每往上涨二十点 被吞噬好处的概率都会提升 许峰抓住了最要命的一个问题 损失收获的概率 有上限吗 周明珠点了点头 上限是百分之五十 超过二百点之后 就不会再涨了 许峰有点心疼 也松了口气 好歹不会没法升级 说完 许峰骑着黄昏离开 周明珠看着她走远 感慨道 万物不生 修得尽首 困于逆境 却能看到希望 她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 希望她能成长得快些 尽早开始教导少帝 出了官府 许峰把阴阳精神力 笼罩在了自己的身周 屏障依然有九千多次 阴阳不调和的地方 先试试 看看能不能骗过天雷 许峰骑着黄昏 赶到了仓库管理人那里 材料和装备 一共占了二十八个格子 许峰只有十五个格子 是空着的 剩下的东西 都放到了云汉尊里 多一百五十个格子 就是方便啊 IQ Epsilon G Excellent TV Oh Mew 许峰赶到了黄景镇的院子里 门口有两个中年工匠 正在修门 见了许峰 他们态度极好 月大人 你好 月大人 许峰问道 你们认识我 其中一个工匠说道 当然 您来了池音城后 我们订单数量猛涨 都靠您发财了 许峰咧嘴笑了笑 我争取继续努力 谢谢您了 进了院子 许峰打开装备栏 选择解封轩辕长弓 金色的光芒亮起 弓身上的雕刻 再次发生变化 上面多了一支军队的雕刻 他们虽然只是刻在弓身上 但却透着一股野蛮又原始的杀气 在他们的面前 有之藏于云中的庞大异兽 弓身便长了一些 两端出现了一些晶石的质感 解封完成 许峰看了看轩辕长弓的新属性 轩辕长弓 神话 等级要求 60级 力量 加6488 敏捷 加521 攻击力 加13552 合成属性 攻击力正40% 高阶属性 要破攻击力 加2 特殊效果 增加65点诅咒值 附带技能 破天一剑 技能伤害1500% 技能伤害1900% 附带技能图灵 暴击伤害1200% 暴击伤害1450% 附带技能 不切 附带技能 清静 每日触发次数提升 20次 附带技能 无拘 可分裂剑数 三支 每支剑的伤害为 总伤害的70% 第三剑命中同一个目标 伤害弱化为 总伤害的10% 附带技能 无坚不摧 无坚不摧 当有人试图 格挡你的攻击时 有15%的概率 直接摧毁对方的武器 攻击命中敌人的防具时 有10%的概率 摧毁对方的防具 被无坚不摧击毁的装备 无法修复 拥有装备的人形怪物 也将受无坚不摧的影响 靠 强化全掉光了 还好 要破属性没掉 许峰依次往下看去 武器依然没变化 其他的技能 得到了一个大幅的加强 无坚的分裂剑术提升 加成是最重要的 许峰喜上眉烧 无坚的分裂剑术能提升就行 全靠他打范围伤害了 看到最后的 无坚不摧 许峰眼睛一亮 这个很强 攻守的攻击能格挡之后 打剑士和刺客 都有点吃亏 无坚不摧 很克制这种格挡的打法呀 而且非常搞人心态 能整很活 我喜欢 许峰把轩辕长弓装备了起来 照例看向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攻击力 244545 诅咒值 100 许峰看向背包里的神话宝箱 该早点把它开掉的 开了 应该不至于那么倒霉吧 许峰思索片刻 果断把这个宝箱开了 重置了5000多次 许峰拿到了一件 相当不错的仙级装备 踏戈项链 仙级 等级要求 60级 力量 加5260 敏捷 加4775 攻击力 加9959 特殊效果 进入战斗后 速度会随着奔跑逐渐增加 10秒后加成达到最高值40% 停止移动或拖战后 一速迅速衰减 特殊效果 增加55%的暴击伤害 特殊效果 受到致命伤时 抵消该次伤害 每12小时可触发一次 该特效的触发优先级 高于其他的保命技能 特殊效果 暴击率增加35% 许峰深吸一口气 有些紧张地 选择了接受这个命运 时间开始流动 提示出现 您获得了先级装备 踏戈项链 许峰咧嘴一笑 这次运气不错 装备没被吞 刚拿完装备 一声赫鸣响起 许峰抬头看去 换了一身黑色盗袍的徐傅来 缓缓落地 正好你在 服员盖给你了 许峰一脸不满 你拿着我的服员待了这么久 最起码给一点利息 徐傅来两手一摊没有 五点服员爱要不要 许峰叹了口气 那就给你个面子吧 记得你欠我个人情啊 徐傅来点头 行 他说完之后 露出了一丝惊讶的表情 咦 你身上的气息 怎么变淡了这么多 许峰感慨道 呼吸法自己就进化了 拦都拦不住 有时候当天才也挺苦恼的 成长太快了 徐傅来一本正经的问道 我给你介绍个妖黄交流一下 许峰看向天空 今天的天气挺好的 你儿呢 怎么不见他出来 徐傅来笑了起来 说道 我有个奖励相当丰厚的任务 想不想听听 许峰来了兴趣 说说 徐傅来说道 雪仆路青川复活了 他的一空间 在走金狼道上 我亲自去了一趟 但没想到他手里 有水天忠 六支队伍都没能找找到他 但你 也许可以 许峰有些好奇 走金狼道 通往万金城的通道 徐傅来点点头 那处一空间上没有天空 头上是 完全颠倒的照应事件 水天忠响起的时候 你会被迫传送到 颠倒世界的对应位置 并且陆青川的一空间里 陷阱很多 我都险些死在里面 许峰很聪明 猜到了徐傅来的意思 隐藏气息 能让陆青川找不到我 徐傅来点点头 没错 水天忠的覆盖范围 是整个一空间 但他的视野 看不到那么远 避开他的感知 就能悄悄接近他 许峰果断地说道 我接了 奖励是什么 徐傅来挥了挥手 许峰看到了提示 任务奖励 相应等级的乐品质 宝箱两个 最高八十级 浮原一点 领宝眷狱一杠两枚 陆长青豢养的妖族也不少 你估计能获得相当丰厚的经验 许峰嘴都笑歪了 老徐 这么好的任务 以后多给我几个啊 都是自己人 你个小老头 怎么还藏私呢 徐傅来美好气地说道 你级别太低 怪我了 而且先别忙着激动 你得通过测试 才能把任务给你 许峰笑容逐渐消失 测试 徐傅来拿出了一枚 由翠绿玉石雕刻成的灵龟 这是龟西时 能测试你隐秘气息的阶段 陆长青可以察觉到温水阶段气息 你的隐秘水平必须比温水阶段高 许峰谈了谈龟龟的脑袋 隐秘气息还有阶段 徐傅来拍开了许峰的手 解释道 当然有 从高到低分为四个阶段 静腻 使震 若雨和文水 我感觉你像是文水 未必能到若雨阶段 许峰露出了感兴趣的眼神 怎么测试 徐傅来说道 把手指放到他的龟壳上 龟壳 你摸他定干什么 许峰缩回了手 咧嘴笑了笑 我看看是龟龟还是母龟 徐傅来嫌弃的看了许峰一眼 赶紧把手放好 许峰把手放到龟龟身身上 问道 到底是龟的还是母的 徐傅来没说话 两秒后 许峰察觉到 龟龟吸收了他的一缕气息 徐傅来缩回了手 行了 你全力隐秘自己的气息 持续二十秒 他会捕捉你的气息 判断你的隐秘水平 许峰调整呼吸 逐渐专注 精神力屏障 迅速出现 龟龟的面前 出现了一些白色的光点 这些光点 就是许峰的气息 他们逐渐汇集到了龟龟的壳上 徐爷爷 宁儿拿着一串糖葫芦 从院外走了进来 大哥哥 徐傅来给他比了个虚的手势 他要专心 宁儿呕了一声 乖乖地蹲到了旁边 二十秒后 许峰和徐傅来 同时看向龟龟 龟龟的颜色 逐渐发生了变化 先是银绿色 然后从龟尾逐渐变蓝 徐傅来皱眉 有点勉强 你刚好到了若宇的阶段 稍一分心 就会露出破绽 许峰十分自信 路上我就能完全到若宇阶段 没事 徐傅来脸色凝重 在血脯的一空间里死亡 是不能复活的 你基础实力这么强 其实没必要去冒险 许峰嚣张地说道 他敢知道我 也未必能威胁到我 没有好处 能从我的嘴里溜走 徐傅来思索片刻 说道 那你就去一趟 不行就放弃 放弃是能出来的 许峰点头 行 宁儿忽然开口 小脸上满是担忧 大哥哥 你要去做危险的事情吗 许峰点点头 怎么了 宁儿眼睛泛红 能不能不去呀 爸爸妈妈就是要做危险的事情 然后就 再也没回来 我 我不想你 回不来 小丫头哭的话 都说不利索了 许峰笑了起来 那你跟我一起去 宁儿点点头 可以吗 许峰谈了他的脑门一下 当然不行 你把糖葫芦给我吃吧 宁儿红着眼睛纠结了一会 拿出了五枚铜碧 大哥哥 你去买好不好 许峰惊了 你愿意跟我去拼命 但不能 给我吃串糖葫芦 宁儿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徐傅来过来 踢了许峰的腰一下 别逗他了 他好歹还犹豫了一下 不错了 我跟老黄一说 要吃他的糖葫芦 他直接就哭 许峰看向徐傅来 那把任务给我吧 我去一趟 www 提示出现 你已获得任务 走金狼道上的血脯 五人 许峰想要开个队 拉人进来 但 创建队伍的这选项 无法选择 许峰看向徐傅来 怎么不能阻断 徐傅来说道 走金狼道 有九个势力共同管理 像我这种有关职 实在身的人找到的资源 必须要向另外九个势力通报 由各势力中和标局类似的阵营 放出任务 共同来完成 许峰明白了 队友多久到位 徐傅来沉饮片刻 说道 最多也就两分钟吧 这种任务会被封抢的 许峰站了起来 那我先过去 徐傅来点点头 一定要注意安全 许峰低头 咬住了宁儿手里的糖葫芦 宁儿还没反应过来 许峰已经咬着糖葫芦 翻身骑上了黄昏 拿去买零食 许峰给宁儿扔了一枚金币 纵马而去 门口的两个工匠 看着许峰的黄昏 一脸羡慕 直到许峰出了门 宁儿看了看他空空的右手 还有地上的一枚金币 哇 徐爷爷 我的糖葫芦 许峰刚跑了两条街 就收到了徐傅来发的邮件 徐傅来 你能不能干点人事 小孩子的吃得你也抢 徐傅来 宁儿哭得停不下来 你哄哄他吧 许峰吐掉了一个山楂的河 回道 跟他说有点酸 味道一般 WWW BQ O M 下次挑创好吃的 不好吃弹他脑门 徐傅来不打理许峰了 许峰吃着酸甜可口的冰糖山楂 看了看论坛 等级榜前十 已经全部110集 疑似鹰妖族事件的线索出现 林翠时的五种属性 居然能凑出不同的装备加成效果 万金城外大混战 枫羊工会和街一帮打起来了 许峰看了看林翠时的截图描述 林翠时 锻造材料 随即使装备获得雷 火 水 风 土屋种属性中的一种 并且增加不同加成 具体什么加成 帖子里没说 许峰给刀武龙发了邮件 老刀 林翠时什么效果 刀武龙很快回复 每件防具能锻造三枚林翠时 首饰四枚 武器五枚 防具一共十二枚林翠时 十二个火属性会加成高额的攻击力或魔法攻击力 十火二水除了加成伤害 还会增加少量恢复能力 许峰回到 也就是说 防具 首饰和武器的属性是分别算的 刀武龙 对 许峰 任意属性的搭配 都有加成 刀武龙 都有 但某些固定搭配的加成最出色 刀武龙 不同装备的属性要求不同 没有定时 需要试 许峰明白了 老刀啊 我还以为你脑子都是肌肉 我小看你了 刀武龙 滚 许峰 收到 刚回完消息 定 世界公告出现 六十级至七十级的速生记录更新 新记录 八十八小时十二分四十四秒 记录保持者 定峰播工会 练习时长两年半的鸡鸽 特殊事件 梅洛大陆六级城市出现一宝劫匪 请各位玩家前往鸡沙劫匪 世界频道瞬间热闹了起来 卧槽 这是哪个小黑子这么猛 八十八小时升到七十级 我不理解 定峰播 唐颂峰月的工会居然出了这种猛人 压力来到了月老的身上 许峰也有些意外 打开论坛搜了搜这个人 几条帖子出现 野外升级看到的猛人 一键下去 十几个怪掉血 这个人什么装备啊 怎么能抗刷十几个七十级的精英怪 鸡鸽有专属技能雷灵狂舞 攻击时有雷电弹射其他的敌人 唐颂峰月已经曝光过鸡鸽的技能了 许峰看了看他的技能 雷灵狂舞 归须 增加百分之二百二十五的攻击力 并且攻击时释放雷链 最多弹射十三个敌人 每次弹射造成总伤害百分之二十五的真实伤害 许峰有点眼馋 难怪升级这么快 这范围伤害很强啊 我也想一次打十三的目标 他应该还有别的装备或者是技能 防御也很高 许峰看完这条帖子 返回了论坛的首页 有不少帖子在带许峰的节奏 月落西尘被完美压制 霸榜的日子结束了 实时情报 月落西尘进淮江城已经超过六个小时了 感觉鸡哥可能会把后面的榜单得给重新洗掉啊 太强了 许峰看了看帖子 奶糖有点甜正在带头冲锋 月宝今天被完美压制了几次 鸡哥确实很强 但总得等八十二个小时 过了再说月老不如他吧 再带我月宝的节奏 头给你拧掉 带节奏的人成分复杂 有迈克 阿萨星之王这些老牌高手的粉丝 有鹦鹉工会的水军 但许峰扫了一眼 这些带节奏的人被摁着骂 许峰感觉不够热闹 亲自出马带了带节奏 定峰波感觉很快就要挤进九大工会里了吧 九个工会最弱的是哪个呀 会不会被挤出去啊 迈克打下的记录应该快被破掉了吧 几个猛啊 回铁刚发完 定 许峰看到了唐颂峰月的消息 唐颂峰月 你这个节奏带的飞起 许峰有点得意 过奖还得继续努力 唐颂峰月 你再努努力 定峰波就让迈克的粉丝冲霉了 许峰 那咱们一起带带龙影工会的节奏吧 唐颂峰月 好主意 一分钟后 许峰收到了刀哥的消息 你大爷的 刀峰所指 你自己挨骂 还要拉着我们 你可真是个人啊 许峰 好兄弟 一起背冲 刀峰所指 能别拉上我们吗 许峰 当然不行 刀峰所指 有你 我是真的福气 不光是龙影工会 奶糖有点甜 把八宝瑞工会卷了进来 说以卡什叶人称 小唐颂峰月 陶善带了阿萨星之王的节奏 说他世界第一次强 只比严祺天赵强一点 严祺天赵的粉丝震怒 论坛乱成了一锅粥 许峰心满意足 这才叫有意思 带完节奏 许峰也到了城南的传送点 低级的城市 近走金狼道 需要从这里传送 花了五十枚金币 许峰面前的景色 瞬间变了 眼前是一片荒凉的沙漠 许峰看了看工会文件里的 走金狼道地图 枫叶谷 通往万金城的狼道 一共是六个大区域 这里是黄沙场 面积巨大 野怪很少 相对比较安全 血脯所在的地方 就在黄沙场的深处 定 许峰收到了鱼又威的消息 你的外观做好了 鱼又威 我可以先穿一下吗 他真好看 许峰大方递回道 这件归你了 留着穿吧 鱼又威没有虚伪地推脱 声音甜甜地回了一句 这次表现不错 鱼又威 图片 他给许峰发了张截图 换上云上天漂的鱼又威 一双长腿 格外引人注目 精致美艳的脸蛋 被浅蓝色映衬 更加动人 许峰 挺好看 鱼又威声音里 多了几分羞涩含蓄 狗子 这套外观 我会一直穿着的 许峰 一直穿着同一套多无聊 换着穿啊 鱼又威翻了个白眼 你个傻子 鱼又威 准备投票了 刚看完他的消息 许峰得到提示 工会频道已被会长鱼又威 禁止发言 云生 我提议加大万金城方向 跑商的投资 缩减其他跑商的路线 云生 去万金城的收益率 是跑其他城市的四倍多 利润丰厚 云生 请大家根据工会利益投票 现在开始 许峰的工会频道里 弹出了一个界面 请您进行投票 一共三个选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许峰 思索片刻 投了反对 五秒之后 许峰看到了投票结果 赞成票 九票 反对票 一票 于又为的小群里 立刻热闹了起来 飞飞 峰哥你打个招呼 我也投反对票了 小雪 我肯定站你这边的 跟我说一声就行 汤姐 小峰峰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许峰刚准备回消息 告诉他们 不用多想 他就是想给云生上点眼药 忽然 许峰眼中的时间 慢了下来 有人袭击 许峰留下一道星光 黄昏向前飞奔 哄 黄沙杨启 远处 四肢运送飙车的队伍 吃惊的 看向许峰这边 月老被袭击了 谁胆子这么大 清语哥的副会长 也敢杀 看不见人啊 许峰眼神冷静 卧宫低头 在他的感知里 每一粒沙子 都清晰可见 杨启的黄沙里有个人 拿的是匕首 是个女刺客 他有长距离的位移技能 而且是闪现类的位移 许峰脑子里 飞速地闪过两条情报 他的手碾上弓弦 迅速拉开 忽然 这个女刺客 化成了一团烟雾 消失在了原地 咻 锋刃滑开空气的声音响起 许峰向前弯腰低头 避开了从背后 忽然出现的匕首 他松开弓弦 黑箭急射而出 这么短的距离 不用 不弃 更快 女刺客反应极快 侧头躲开了这一箭 许峰回头 看了对方一眼 角色名称 代谢强威 82级刺客 装备一般 身上穿的是60级的传说副本套 武器是闪着暗红色的神话 品质光芒 不过 他的状态很特别 他的上半身是人参 下半身成了黑雾 死 黑色的匕首投掷 暴射向许峰的眼睛 带血强威的匕首投掷 还带着些黑色的雾气 但到速度 甚至比许峰的黑剑还要快 星光洒落 许峰闪回了刚刚的位置 匕首落空 许峰动作极快 闪现刚结束 就射出一只黑剑 黑剑一分为三 第一只黑剑 有 无弃 加持 出现在了血色强威的背后 另外两剑 一左一右 射向血色强威的两侧 血色强威面具后的眼中 闪过一丝亢奋 他下身的黑雾闪烁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在了许峰的背后 三段位移了 他这个黑雾技能 有点意思 操作也很强 妥妥的顶尖上有水平 许峰脑子转得飞快 手上的操作也丝毫不慢 他俯身趴在了马背上 血色强威的匕首 从他的后背上滑了过去 黑雾再次翻腾 血色强威原地闪现 攻击后摇背取消 许峰感知到 他的匕首如同手指一般 听话地转了半圈 直刺向许峰的心脏 操作很秀啊 刷 许峰交了八门位移 闪到了血色强威的身后 他用腰腿的力量带动身体 刺拳轰向了血色强威的后背 血色强威的战斗经验极其丰富 向右侧闪 虽然看不到许峰 但只要动起来 被打中的概率就很变低 碰 许峰一拳打中了血色强威 -863248 -43162 这一拳 没有轩辕长弓 和四叶混沌联的加持伤害骤减 许峰清晰地感觉到 血色强威的骨头被打断了很多根 血色强威的血条清空 被打成了尸种 许峰开口说道 别着急走 我要顾你 嫁给你随便看 血色强威的尸种消失 回城去了 许峰给他发了好友申请 要么替我卖命 要么我把你杀回另外一个事件 发完申请 许峰给树影对月仇发了消息 查个拾荒者 血色强威 树影对月仇 查他干嘛 这就是个疯子 许峰 说说他的情报 树影对月仇秒回 血色强威操作非常强 讨厌升级 喜欢打架 树影对月仇 基本上他的级别 都是找人带着生的 树影对月仇 他们有个小团伙 大概十多个人 都是他这个性子 许峰眼睛一亮 操作都跟他一个水平 树影对月仇 那倒没有 血色强威是最疯的 操作也是最好的 树影对月仇 唐宋峰月和咱们余会长 都试图招揽过他们 都没成 许峰给他发了五枚金币的红包 把他们团伙的情报 都整理一下 树影对月仇收下红包 有点感慨 你特娘怎么这么富啊 许峰 我们这些帅逼的事 你少打听 树影对月仇 好逼 跟他聊完 好友拦友提示出现 血色强威 拒绝了您的好友申请 许峰又给他发了一条 我给你们提供最好的装备 你们也不用加工会 聊聊 提示再次出现 血色强威 通过了您的好友申请 血色强威 什么意思 我杀你 你还要给我装备 许峰无情嘲笑 你太看得起 你自己了 你也配杀我 许峰 你主动偷袭 还被我干掉了 菜鸡 血色强威 我还没适应新的改动 没想到你 会用拳头 血色强威 下次 我肯定能杀你 许峰 有人给你钱 让你来杀我 IQ YG Epsilon TV Omule 血色强威 不是 你是冠军 杀你有意思 许峰 霍水东影 杀迈克 不是更有意思吗 血色强威 有点郁闷 装备太差 级别太低 杀不了他 许峰 寻寻善诱 我给你们最好的装备 找人带你们升级 许峰 你们也不用加工会 只需要偶尔替我 嘎几个人 血色强威 你不怕我反水 拿了你的装备杀你 许峰毫不在意 杀了我就没更好的装备了 你还怎么杀迈克他们呢 血色强威被说服了 有道理 我们13个人 你得先拿出13件80级的先级武器 许峰 成交 回完消息 许峰立刻给小周同学发了消息 找个不起眼的人 去收13件80级的先级武器 许峰 不要让人查到 这些装备跟十月红有关 周亚南 这就去 周亚南 不过价格应该不低 你最起码得准备三万美金币 许峰有点肉疼 行 买 回完消息 许峰忽然建了队 还来了个队友 卢卡纳 还缺三个队友 许峰先看了看不停闪烁的好友信息 鱼又威 下次投票前 我会先问问你的想法呢 鱼又威 狗子 理理我啊 鱼又威 要不然投个票 废止云生的提案吧 小群里的消息也很多 飞飞 峰哥别心里不舒服啊 不是故意只让你自己投反对票的 小雪 我也觉得重新投票挺好 昔然 丰哥说句话 咱们是一伙的 许峰哭笑不得 这帮小妞 这是怕我闹别扭 哥这哄我呢 他在小群里吐槽了一句 我就打个架 别给自己加谢 许峰 投票结果没问题 我就恶心匀声一下 群里气氛瞬间放松了下来 飞飞松了口气 还好 丰哥没生气就好 小雪 我都说了 丰哥人是坏了点 但还是很大气的 昔然 谁刚刚催着余会长 去找丰哥的 失忆是吧 小雪 就你话多 我担心丰哥不高兴 有问题吗 小雨 丰哥你要是生气了 我给你讲笑话听 他们在小群里热闹的聊着 许峰又收到了一条 于又威的消息 谁跟你打了架 于又威 把他角色名称给我 许峰笑了笑 已经解决了 你来晚了 于又威 下次你要反对 跟我打个招呼 于又威 我不喜欢你 自己一个人待在反对那一栏里 许峰 打招呼很麻烦的 除非你给点好处 于又威哼了一声 给你一巴掌 许峰笑了笑 你得想办法 多控制点挣钱的声音 不能让云生手里的钱太多 许峰 权力就在那里 你不争 就会落到别人的手里 于又威声音微微上扬 显得很高兴 知道了 我会小心点的 跟他聊了几句 许峰收到了小周同学发来的消息 周亚南 图片 周亚南 这把武器要三千一百美金币 不还价 周亚南 属性一般 这个价格偏贵了点 许峰看了一眼 八十级的先级 着图法杖 属性中等偏上 许峰回道 没事 收了 他给周亚南 发了三万美金币 周亚南吐槽 你就乱花钱吧 这装备 最起码亏一百五十美金币 许峰 小周同学 你知道蜀木寸光怎么写吗 周亚南 回怼道 滚啊 你知道什么叫败家吗 周亚南 好了 买下来了 他把装备寄给了许峰 许峰反手转寄给了血色强威 定睛 血色强威咬着牙回道 你们这些狗大户 弄装备真简单 血色强威 我打了三个月 都没弄到这么好的装备 许峰才大气粗地回道 你们只要听命令办事 好东西多的是 血色强威的态度 微妙地客气了一点 后面的装备稍微快点吧 等着呢 血色强威 对了 我还有姐妹想过来跟你混 招吗 许峰 招 只要操作好胆子大 有多少招多少 许峰 不过先要说清楚 不听命令的人 我会把他们杀回新手村 许峰 除了你们十三个人之外 其他人暂时只包武器 血色强威并不在意 只要没有工会那些条条框框的约束 别的都听你的 许峰 叫声老板 血色强威 哼 听你命令可以 但别以为你说什么 我们都会听 许峰随手包了三百枚金币 发了过去 红包 血色强威 给点钱就想收买我 你太小瞧我 他的消息发完 许峰看到聊天矿里的提示 对方已领取红包 血色强威 主要是叫老板太监外了 叫你大哥吧 血色强威 先让我们替你杀几个人吧 拿这么多钱 我都不好意思了 许峰 不急 三百枚金币去找人带你们升级 许峰 需要你们杀人的时候还没到 血色强威 草 三百枚金币拿去升级 血色强威 第一次这么阔气 有钱真特么好 许峰刚跟他聊完 刷 一道人影传送到了许峰的旁边 许峰侧眼看去 七十五级的法师卢卡纳来了 卢卡纳看向许峰 语气激动 岳先生 天选争锋我看了 你打得太好了 有你在 这个任务我感觉好打多了 许峰装逼道 都是过去的荣耀了 你看我在有的天选冠军称号吗 卢卡纳连连点头 说得太对了 难怪 你能一直这么强 聊了几句 许峰看到队里多了三个人 七十九级剑士 叫苦力怕 七十七级攻守 离香愁苦 七十七级顿战 我真的不想写作业 人齐了 WWW BXYXLANG GET NU OM 队伍频道里 热闹了起来 叫苦力怕 月落西沉 我没看错吧 叫苦力怕 这次的任务真的很难 有月老在 我放心多了 离香愁苦 他也不是无敌的 大家还是得合作 我真的不想写作业 居然能跟天选冠军当队友 我的截图留念一下 许峰发了消息 任务地点集合吧 卢卡纳 好 许峰翻身齐上黄昏 赶往任务地点 半个小时后 许峰赶到了任务地点 这里依然是一片黄沙 入眼一片荒凉 远处有一处沙坑 正在缓缓往下露着沙子 这里就是一空间的入口 四个队友的速度比许峰慢 还在路上 许峰锻炼着控制阴阳的能力 随手刷了刷论坛 机哥的经验已经七十几百分之五十五了 订峰波工会下血本给他弄了好装备啊 与女神的新衣服 云上天瓢 这也太美了吧 女神 我的女神 流泪黄豆 首个五豆赛单排二十剩的人出现了 排位分高达四百五十五点 位居第一 加百列工会的近战机制测试 击打敌方关节能破招 打断对方的攻击动作 房价也太贵了 七级城市代院的房子 一套要三千美金币 许峰看了看加百列工会发的帖子 帖子里有一段视频 分别是弓手 刺客 剑士和盾战 徒手击打一名刺客的手腕 盾战没能打断刺客的攻击 反而还被震退了两步 但弓手 刺客和剑士都打退了刺客的攻击 帖子里的结论也很详细 破招打断需要攻击力不低于对方百分之二十 二百四十八楼 加百列工会的攻略做的还是牛逼 全靠迈克提供的战术思路 五百二十三楼 为什么要安排刺客来挨打呢 我好像发现了点什么 吃瓜子 JPG 1141楼 你暗示你马呢 阿萨星之王不比你迈克强 帖子里吵得很凶 许峰扫了扫回帖 看他们对骂看得很开心 定 好友兰出现提示 您的好友后向晚秋上线了 许峰刚准备给他发条消息 小警理先联系了他 沈晚秋 我们到这边了 许峰 直接去老黄那里吧 许峰 婆婆没事吧 沈晚秋 没事 她有点不习惯 但还好 许峰 去找老黄吧 我打个任务 沈晚秋乖巧地回道 好 沈晚秋 这边也能做饭了 你想吃东西 跟我说就好 沈晚秋 你小心一点可以吗 她有点担心许峰 但又怕许峰 但又怕许峰嫌她烦 许峰回道 行 沈晚秋嘴角微微上扬 没被凶她已经很开心了 跟她聊完 许峰等了15分钟 另外四个队友陆续赶到 许峰上前选择进入一空间 另外四个队友跟上 刷 许峰眼前的场景一变 来到了一处湖面上提示出现 你已进入血脯 陆青川的一空间 请小心行事 你已获得腰穴印记 挤满印记 才能对陆青川造成伤害 她抬头看了一眼 头顶上出现了一个空的牙齿状血槽 再往上看 是另外一片湖水 天空消失不见 这里仿佛是两个连在一起的静面世界 动 一声沉闷的钟声响起 许峰和另外四个队友 出现在了头顶的世界里 脚下的湖水 忽然有变化 许峰骑着黄昏飞起 精神力屏障出现 几根血红色的花蕊 触手从湖水中飞出 四个队友反应都不慢 走位逃跑 触手一速很快 眨眼间就追上了离香仇苦 两根触手把离香仇苦束缚在了原地 五秒内不能动弹 法阵出现 十二只手拿巨斧的虎头妖族 杀意凛然地出现 许峰看向虎妖的属性 巨斧丽牙虎妖 血奴仆丛 妖族 破甲 特殊怪物 等级 75 生命 1650万 攻击力 284583 防御 237742 魔法防御 218761 技能 最佳 飞腐投掷 可学本能 后甲 卢卡纳倒吸一口凉气 完了 这属性也太恐怖了 教我苦力怕 打不太动啊 我输出不够的 我真不想写作业啊 我不敢开嘲讽啊 顶不住这伤害啊 离香愁苦一剑射向虎妖 啪 箭矢命中 负198831 虎妖的血条 只掉了0 零妖百分号 So 许峰出手 一剑射出 蓝色的仙剑一分为三 定在了虎妖的眼睛上 负2469万 0293 负1234514 三只虎妖的血条被蒸发 跪地死亡 WWW WX GN OM 许峰看向自己的经验条 上涨了24 33% 四个队友从荒乱中回过神来 逐渐兴奋 卢卡纳 对啊 有岳先生在啊 交苦力怕 三只虎妖直接秒了 这伤害 太让人羡慕了 我真不想写作业 伤害是红色的 黑金色伤害怎么没了 离香愁苦有些震惊 这不会是 没有一宝加成的伤害吧 四个队友 看向许峰 许峰眼神冷静 再次拉弓 破天一箭飞出 -8895205 -449760 又是三只虎妖倒地 许峰拉弓 骤影剑射向第三只虎妖 动 钟声响起 所有的虎妖虎妖忽然从原地消失 出现在了另外一个世界里 骤影剑落空 许峰手上的动作不停 立刻拉弓再射 黑剑化为三只 袭向了下方的虎妖 -1530520 -76526 三只虎妖的血条 被打掉了将近一管 血量 还剩416% 虎妖们脚下的湖水 忽然泛起波纹 这些虎妖踩着波纹 向前迅速滑行 许峰抬手一剑 把三只残血的虎妖射杀 - 动 钟声再次响起 鲁卡纳他们四个 被传送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许峰被精神力屏障保护 没有受到水天中的影响 虎妖刚刚迅猛冲刺 已经杀到了他们面前 - 问 巨斧 砍向离乡愁苦 他一把抓住了旁边的鲁卡纳 扔向了虎妖 鲁卡纳一脸惊骇 旁边两个队友也惊了 - 叫我苦力怕 - 你在干什么 - 我真的不想写作业 扔了嘲讽 虎妖的仇恨被拉走 但挥出的巨斧并没有停 - 当 一只黑剑射中了巨斧 - 火花四剑 黑剑上挟着强大的力量 直接把巨斧弹开 - 破招 虎妖的攻击被打断 - 卢卡纳反应也很快 立刻后撤向旁边 - 脚苦力怕惊呆了 - 这操作是人能做出来的 - 我真的不想写作业 - 妈的 - 我有这种攻守固定队友 - 给他当狗都行啊 - 许峰眼神专注 - 抬手两剑 - 最后的三只虎妖 - 倒地死亡 - 刷 - 一道金光洒落 - 许峰升到了六十一级 - 经验条涨到了二十二 - 百分之八十一 - 他算了一下 - 肉疼得骂骂咧咧咧 - 靠 - 被吞了四只虎妖的经验 - 血亏 - 虎妖死亡 - 卢卡纳愤怒地看向了离香愁苦 - 你太无耻了 - 还好有岳先生 - 要不然我死了 - 交我苦力怕同样很不满 - 拿队友挡刀实在是过分了 - 话音刚落 - 动 - 钟声再次响起 - 上方世界的花蕊触手 - 传送到了下方世界里 - 红色的法阵再次出现 - 又有十二只虎妖出现 - 快跑 - 四个队友都停住了嘴 - 立刻向旁边跑去 - 另外三个人都远离了离香愁苦 - 许峰反应极快 - 两剑飞出 - 三只虎妖倒地 - 许峰看了一眼经验条 - 没有任何变化 - 咦 - 都被吞了 - 许峰又杀了三只虎妖 - 还是没经验 - 许峰搞明白了 - 第一轮刷出的怪有经验 - 第二轮就没了 - 得往前走 - 找到陆长川 - 停在原地 - 这些怪会不停地刷新 - 她抬手四箭 - 又杀了六只虎妖 - 你们别打这三只虎妖 - 拖住别死 - 卢卡纳 - 好 - 听明白的 - 我真不想写作业啊 - 大佬小心点啊 - 离香愁苦 - 不想被扔在这里 - 但她不敢 - 跟许峰乱说话 - 坑杀卢卡纳是小事 - 但得罪许峰 - 可是大事 - 许峰向前飞了一分钟 - 哄 - 一团红色的火焰 - 忽然从湖水中飞出 - 火焰飞行速度不算快 - 黄昏侧一半步 - 轻松躲开 - 许峰看了一眼 - 这团火焰的描述 - 按压妖火 - 被妖火碰到的敌人 - 每秒受到25% - 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 - 持续10秒 - 妖火可以提供小范围的视野 - 提供视野 - 它们能看到我 - 咕噜 - 水面沸腾上百团妖火 - 从水中冲了出来 - 同时 - 下方世界的湖面同样沸腾 - 也有数不清的妖火 - 飞了出来 - 许峰一眼望去 - 妖火覆盖的范围 - 几乎看不到尽头 - 卢卡纳看到了许峰这边的情况 - 无比担心 - 这么多火团 - 要怎么走啊 - 我真不想写作业 - 咱们这边的野火 - 还会忽然传送到月老那边 - 叫我苦力怕 - 月老先撤吧 - 你死了就翻车了 - 许峰在原地停了片刻 - 她的感知力散开 - 笼罩周围 - 燃烧的火苗 - 在她眼中变得缓慢 - 两秒后 - 许峰眼神中露出一丝自信 - 四千一百三十三团火焰 - 她拍了拍黄昏 - 走吧 - 黄昏有些畏惧火焰 - 啪 - 许峰给了她一个最爱吃的大逼兜 - 黄昏的眼神勇敢了起来 - 冲进了妖火肆虐的区域 - 远处的队友 - 脸色大变 - 卢卡纳惊呆了 - 这过不去的吧 - 叫我苦力怕 - 千万别翻车啊 - 她一死 - 咱们这个任务肯定完不成了 - 我真不想写作业啊 - 几乎不可能过去 - 下面的火翻上去 - 防不住的 - 离香愁苦打开了队伍界面 - 她死了 - 我就退队 - 呼 - 许峰贴着一团燃烧的妖火 - 飞了过去 - 炙热的气浪 - 扑在了许峰的脸上 - 黄昏走了几步 - 向旁边绕了一下 - 她能直接感知到许峰的命令 - 完美地走出许峰想要的路线 - 一分钟后 - 许峰已经深入了火焰笼罩的区域 - 终生一次都没想过 - 卢卡纳有些困惑 - 为什么下方的火焰不攻击她 - 叫我苦力怕 - 可能她把下方的火焰位置也预判了 - 她走两步就绕一下 - 但面前又没有火焰 - 我现在才明白 - 她好像是在躲下方世界的火焰啊 - 卢卡纳惊呆了 - 她找到了所有火焰的位置 - 这真的可能吗 - 五分钟后 - 在四个队友难以置信的眼神中 - 许峰穿过了火焰覆盖区 - 妖火逐渐消失 - 重新回到了水里 - 许峰保持专注 - 向前飞去 - 三分钟后 - 许峰耳边忽然响起一条提示 - 陆青川的力量恢复超过百分之三十 - 按压血雨出现 - 请小心行事 - 在许峰视线的最远方 - 一道红色的气柱冲天起 - 两个世界连接的地方被乌云笼罩 - 许峰的附近滴落了几滴深红色的雨滴 - 她骑着黄昏向右躲闪 - 两滴血雨贴着黄昏的脖子落了下去 - 许峰眼神冷静 - 感知力向千灰色的乌云探去 - 血雨暂时停了 - 只掉了几滴 - 队伍频道里有了动静 - 卢卡纳 - 月先生 - 千万不要被雨滴碰到 - 卢卡纳 - 我们都被滴到一次了 - 神智受了影响 - 交我苦力怕 - 而且我们还看到了提示 - 交我苦力怕 - 如果被连续滴中十次 - 理智会完全消失 - 无法恢复 - 我真的不想写作业 - 要不然放弃吧 - 血雨能穿过盾牌 - 挡不住 - 卢卡纳 - 于是肯定会越来越大 - 许峰不太在意地回到 - 随你们 - 我去杀陆青川 - 回完消息 - 许峰加快速度 - 向前赶去 - 刚刚爆发血色气柱的地方 - 应该就是陆青川藏身的地方 - 没这根气柱 - 我还真不好找他 - 动 - 钟声响起 - 许峰的精神力控制很好 - 不受水天站的影响 - 赶路的时候 - 她看了看队伍频道 - 四个队友都没放弃 - 正在被水天中折磨 - 卢卡纳 - 我要疯了 - 不停颠倒 - 真的太难受了 - 叫我苦力怕 - 月老为什么能不受水天中影响 - 我真的好羡慕啊 - 我真的不想写作业 - 我羡慕的发子 - 许峰 - 我在听 - 你哪发子 - 我真的不想写作业 - 叫我苦力怕 - 月老求你快点动手 - 我受不了折磨了 - 许峰 - V 我50英币给黄昏买草料 - 加速干掉陆青川 - 跟他们随口聊上几句 - 许峰到了一片新的区域 - 湖面上出现了一些礁石 - 许峰能感知到 - 正下方湖水里有 - 数十条鱼妖在游动 - 双齐三目鱼妖 - 八十级的妖族 - 四个标签 - 双房三十五万七千七百三十一点 - 许峰很馋这些鱼妖的经验 - 但动作不停 - 继续前进 - 普攻不破防 - 用技能刷花的时间太久了 - 时间紧迫 - 先找陆长川 - 刷怪可以出去再刷 - 灵圈宝玉和装备箱子更重要 - 五十分钟后 - 许峰穿过了四爪蛇腰 - 刺甲龟腰 - 单足火鸟腰的聚集地 - 还穿过了礁石地刺 - 湖水漩涡 - 或音回响 - 三个陷阱区 - 许峰专注地隐藏着气息 - 避免被这些难缠的区域拖住 - 不能失误的压迫感 - 让许峰的控制力逐渐娴熟 - 难怪老徐都翻车了 - 这一空间的坑太多了 - 时间限制还这么紧迫 - 穿过这些区域 - 许峰暂时进了一片 - 没有陷阱的地方 - 她看了看左上角的进度提示 - 陆青川的力量恢复进度 - 百分之五十五 - 得抓紧时间了 - 血雨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 许峰念头刚落 - 几滴血雨落下 - 黄昏侧身闪躲 - 轻松避开 - 动 - 一声洪亮的钟声传来 - 下方世界的血雨 - 忽然出现在了许峰的面前 - 许峰眼中的世界 - 瞬间仿佛停滞一般 - 八门 - 改 - 许峰闪到了正前方三千米处 - 但她感觉到了一阵烦躁 - 状态栏中 - 出现了一个新的装备 - 腰血是星 - 一 - 十 - 许峰大大咧咧咧地收回视线 - 没把这个状态放在心上 - 她抬头望去 - 正前方 - 有一座高六千多米的庞大火山火山口 - 喷发着红色的气柱 - 气柱逐渐出现了一个人形的轮廓 - 许峰看了一眼她的描述 - 血池火山 - 可孕育浓郁的气血力量 - 滋养火山中的妖族与血脯 - 陆青川应该就在这里了 - 得小心点 - 越靠近她 - 被发现的概率越大 - 许峰速度放慢了些 - 缓慢靠近 - 八千米 - 五千米 - 三千米 - 许峰的感知力 - 触碰到了火山的边缘 - 气柱忽然出现了变化 - 喷发得更加凶猛 - 湖水泛起波纹 - 妖族血脯 - 迅速向许峰逼近 - 乌云翻滚 - 整个一空间都开始颤动 - 队伍频道里 - 卢卡纳满脸惊骇 - 发生什么了 - 血雨忽然消失了 - 我真不想写作业啊 - 应该是月老 - 找到陆青川了 - 陆青川也发现了月老 - 叫我苦力怕 - 血雨居然还能集中到月老那边 - 这怎么打 - 许峰没空理队伍频道的消息 - 她眼神沉静 - 果断地取消了精神力屏障 - 黄昏丝鸣一声 - 如同白色闪电冲向前方 - 许峰搭弓射箭 - 仙剑引入空间 - 瞬间轰入了气柱的中心 - 山石碎裂 - 一道怒吼声响起 - 该死 - 区区61级的废物 - 为什么会有这种力量 - 许峰拉满弓弦 - 金光乍现 - 破天一箭飞出 - 火山口被崩开了一角 - 许峰忽然笑了笑 - 大声喊道 - 像不像你们牙表打飞了 - 气柱逐渐收敛 - 许峰听到提示 - 陆青川的恢复暂时停止 - 五分钟后 - 本体即将出现 - 请做好准备 - 许峰见嘻嘻地大声喊道 - 说你两句就生气 - 待会得好好打你一顿 - 滴答 - 几滴血雨 - 落进了湖水里 - 许峰抬头看去 - 乌云不知何时 - 聚到了她的头上 - 不停翻滚 - 大片的血雨落下 - 许峰的感知力张开 - 在她的眼中 - 雨水变成了一条条 - 穿珠缝衣的线 - 每颗雨滴的轨迹 - 许峰都清楚地看到了 - 黄昏完美执行着 - 许峰的路线规划 - 从上万滴雨水中闪了过去 - 一滴都没有碰到许峰 - 动 - 一声钟声忽然响起 - 许峰眼前的场景变换 - 来到了下方世界 - 四肢刺甲龟妖 - 把她包围在了中间 - 许峰之前 - 看过龟妖的属性 - 八十级的妖族血脯 - 防御标签 - 双防高达五十二万 - 而且 - 她还有高额的反伤 - 减伤和嘲讽 - 带反伤的怪 - 许峰看都不想多看一眼 - 她思路清晰 - 反应极快 - 八门 - 改 - 许峰闪到了三千米外 - 四肢龟妖的嘲讽技能落空 - 立 - 许峰回头看去 - 六个红色的法阵出现 - 羽毛燃烧着单足火鸟腰传送了出来 - 许峰的下方 - 湖水逐渐卷了起来 - 嗖 - 几只水箭从漩涡中击射而出 - 席向黄昏的腹部 - 许峰身边危机四伏 - 眼里却闪过一丝兴奋 - 有意思 - 陷阱居然还能全部移到这边 - 不过这样也挺好 - 老子刚刚没吃到惊艳 - 正郁闷了 - 先杀你们开开胃 - 许峰拉满弓弦 - 骤影剑一化为三 - 分别射向三只单足火鸟腰 - 骤影剑直接命中 - 1583万3413 - 79万1670 - 单足火鸟腰的双方 - 33万5511点 - 血量2300万 - 三只单足火鸟腰的身体被射穿 - 火红的鲜血飞剑 - 血条迅速抽空 - 黄昏踏步前飞 - 避开了袭来的四只水箭 - 许峰习惯性地扫了一眼经验条 - 涨了十四 - 百分之十三 - 七只单足火鸟腰 - 震翅鸣叫 - 许峰的周围 - 出现了21根带火的羽毛 - 着伐火雨 - 许峰感知力扫过这些火雨 - 向上飞去 - 两片火雨 - 贴着许峰的脸颊划过 - 动 - 钟声响起 - 许峰的面前 - 出现了两片火雨 - 眼看着要撞上去 - 许峰反应极快 - 交了八门位移 - 带着恐怖温度的火雨 - 全部落空 - 许峰拉满弓弦 - 瞄准了踩着颈门的三只单足火鸟腰 - 黑箭飞出 - 负九十五万九千零九十三 - 负四万七千九百五十四 - 逆极的伤害数字跳出 - 被打中的火鸟腰 - 第一管血条只掉了一半多 - 许峰有点不满意 - 基础攻击力还是有点低 - 得抓紧时间把装备换了 - 这个念头刚刚落下 - 许峰忽然听到了一阵美妙的歌声 - 火音回响 - 周围的妖族也受到了和音的影响 - 状态栏里都多了一个 - 昏睡状态 - 持续五秒 - 法阵出现 - 陆青川召唤了新的妖族 - 要趁许峰昏睡时下手 - 嗡 - 法阵中的妖族刚传送了半个身子 - 三只黑箭忽然飞出 - 打在了已经受伤的三只单族火鸟腰的身上 - 咔嚓 - 它们的血条掉了将近一半 - 翅膀被许峰的箭矢打断了 - 飞行速度骤减 - 战斗制裁的效果非常明显 - 许峰的身上被一层祥和洁净的白光笼罩 - 清静触发 - 完美解掉了霍音的影响 - 陆青川吃惊的声音响起 - 不可能 - 昏睡和鸡飞应该是不能使用解控技能 - 许峰没说话 - 麻利地再射两箭 - 三只火鸟被射杀 - 许峰的经验条上涨了9 - 42% - 一只妖族的经验被诅咒直吞了 - 许峰来不及肉疼向旁边飞去 - 三十多只刺甲龟妖正在向它靠拢 - 四十八只单族火鸟妖从法阵中出现 - 嗖 - 湖水的漩涡中再次射出十只水箭 - 黄昏向侧边躲闪 - 咚 - 钟声再次响起 - 许峰被传送到了上方世界 - 两只水箭出现在了许峰的眼前 - 距离极近 - 复灵 - 塔哥戒指绽放出了一道清澈的光芒 - 吸收了这次攻击造成的伤害 - 黄昏飞快向前 - 躲开了下方袭来的三只水箭 - 许峰脸色凝重 - 乌云太挡视线了 - 很难判断倒映世界的情况 - 我还能更专注 - 她呼吸更深 - 心无旁骛 - 黄昏在原地留下了星光 - 往旁边跑了一百多米东 - 钟声再次响起 - 许峰肌肉紧绷 - 六片火雨 - 又轻又快地向许峰的后背贴了过来 - 心回 - 许峰直接闪回了原地 - 动 - 钟声连续响起 - 两只龟妖直接被传送到了许峰的身后 - 八门 - 改 - 许峰在龟妖用出嘲讽技能之前 - 闪到了远处 - 陆青川的声音里带着点好奇 - 你的位移技能很强 - 冷却时间居然还这么短 - 我猜这个技能有别的限制 - 比如 - 使用次数 - 动 - 她说完之后 - 再次敲钟 - 许峰被传回了下方事件 - 十八只火鸟妖把许峰围在了正中间 - 许峰脸色沉稳 - 纵马前奔 - 火鸟妖的进战能力很差 - 能穿过去 - 歌声再次出现 - 火鸟妖集体进入昏睡状态 - 许峰的身上 - 再次笼罩了祥和的白光 - 湖水中的漩涡 - 再次暴射出了八只水箭 - 乌云翻滚 - 滴落了大片的血雨 - 许峰心脏极大 - 还有空说手骚话 - 想把老子当三名制驾士吧 - 黄昏向前飞奔 - 水箭再次被许峰轻松躲掉 - 血雨的覆盖距离太广 - 许峰感知力覆盖的范围内 - 都被密集的血雨笼罩了 - 她尽力躲闪 - 滴答 - 滴答 - 两滴血雨落到了许峰的身上 - 腰血是心 - 三 - 十 - 队友们能看到许峰的状态篮 - 如卡纳 - 怎么忽然多了两层状态 - 完了 - 叫我苦力怕 - 好像真要翻车了 - 这才过了六秒 - 我真不想写作业啊 - 不行放弃吧 - 大佬你走 - 我们也就走了 - 许峰根本没空看队伍频道 - 血雨还没停 - 许峰躲到了两只火鸟腰的下方 - 多数血雨被挡住了 - 但还有四滴血雨落了下来 - 许峰反手掏出了云汉尊 - 血雨落到了尊中 - 被稳稳地沉了起来 - 许峰眼睛一亮 - 打开背包看了一眼 - 按压腰血 - 特殊物品 - 物品描述 - 血液中带有强大的毒性 - 和精纯的腰族力量 - 在锻造 - 提升实力等方面 - 似乎很有用处 - 好东西 - 能卖钱 - 陆青川暴怒的声音响起 - 我的腰血呢 - 你弄去哪了 - 许峰脑子转得极快 - 捕捉到了一条情报 - 血雨的总量有限 - 偷一滴就少一滴 - 陆青川有些疯癫的自言自语 -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人类 - 或因没用 - 妖血还能被抢走 - 我得吃了它 - 对 - 火吞 - 大伯 - 许峰藏在鸟腰下方 - 接走了十二滴血雨 - 她大声说道 - 你要需要补补的话 - 我给你整点帝皇玩来 - 静大 - 陆青川没说话 - 五秒过去 - 许峰飞出了火鸟的攻击范围 - 再次绕了起来 - 十秒之后 - 血雨再次出现 - 许峰拉满弓弦 - 仙剑飞出 - 湛蓝的箭矢上 - 缠绕着一圈锁链 - 锁铃绳 - 火鸟腰被直接束缚 - 许峰上前把它举了起来 - 陆青川惊了 - 什么东西 - 居然还能把火鸟腰给绑架 - 这个人类过分了 - 又是抢劫 - 又是绑架 - 忽然 - 许峰远远地看到了火山里的血池 - 她脑子里忽然蹦出了一个想法 - 咦 - 我是不是能直接去咬血池里的血水 - 这不比接纳几滴血雨快得多 - 许峰飞速靠近血池火山 - 一空间震动 - 许峰的感知里 - 最起码有120个法阵同时出现 - 湖水翻涌 - 陷阱区迅速向许峰移动而来 - 许峰心头愈发火热 - 这血池里的血肯定是好东西 - 两只火鸟拦在了许峰的面前 - 许峰拉弦射箭 - 破天一箭 - 飞射而出 - 火鸟的身体被打穿 - 落地死亡 - 刷 - 法阵出现 - 十二只虎妖出现 - 许峰不想纠缠 - 果断地交了八门位移 - 她越过虎妖 - 距离血池只剩几十米 - 黄昏两步迈出 - 许峰穿过了气柱 - 飞向血池 - 上百只单足火鸟腰 - 拼命地跟在许峰的身后 - 拿来吧你 - 许峰拿着云汉尊 - 狠狠地摇满了一尊血 - 鲜血没入杯中 - 被收集了起来 - 她打开背包 - 看了一眼 - 万灵精血 - X35 - 特殊物品 - 物品描述 - 极其少见的珍贵物品 - 它蕴含强大而精纯的生命力量 - 在制药 - 锻造和提升实力方面 - 效果极强 - 并且几乎无妖族血液常见的副作用 - 许峰眼神火热 - 一看就比按压妖血更高级 - 陆青川愤怒的声音响起 - 土匪 - 强盗 - 你已经跑不掉了 - 死在这里吧 - 许峰身后 - 120只鸟妖 - 迅速逼近 - 她毫无畏惧 - 语气兴奋 - 跑路的是待会再说 - 我先抢你一回 - 说完 - 许峰把云汉尊浸在血池里 - 干脆不收手了 - 鲜血不停被吸入云汉尊重 - 陆青川急得不停大骂 - 声音在整个一空间回荡 - 你妈的别抢了 - 快滚 - 你比蚊子都恶心 - 快点动手把他杀了 - 四个队友一脸猛逼 - 卢卡纳 - 月先生这是做了什么 - 他在抢东西 - 叫我苦力怕眼神茫然 - 应该是听错了吧 - 我真不想写作业的脸色 - 有点古怪 - 我听到了好几句 - 都在骂月老抢的东西 - 离乡愁苦也有些吃惊 - 我知道他是坏逼 - 但真没想到 - 他能抢劫血脯 - 一秒后 - 许峰看了看背包 - 九十九份灵血 - 占了一个格子 - 第二个格子里 - 灵血的数量飞快上涨 - IQYGXTV - 五份 - 十份 - 云汉尊装满 - 能装一千三百五十份灵血 - 念头刚落 - 鸟妖已经杀到 - 火雨出现 - 许峰一动不动 - 继续抢着池子里的灵血 - 二十五分 - 三十分 - 一片火雨 - 飘然落下许峰的感知力 - 注视着他 - 在火雨距离许峰 - 只有半只距离的时候 - 许峰从原地消失 - 许峰闪到了火山口的位置 - 把手中的火鸟妖向下扔了出去 - 火鸟妖还没反应过来 - 许峰已经一箭射出 - 咒影箭 - 三只火鸟妖的身体被射穿 - 血条清空 - 杀了他 - 陆青川的声音愈发疯癫 - 许峰再次拉弦 - 摄像踩在渡门上的三只火鸟妖 - 她嘴里还劝道 - 别着急生气 - 待会我 - 还得再偷一点 - 偷完了你再生气 - 陆青川怒声大吼 - 你这叫偷 - 你他妈这是抢 - 声音在一空间里回荡 - 四个队友再次惊呆 - 卢卡纳 - 我怎么听着陆青川的声音 - 有点委屈 - 我真的不想写作业 - 冠军哥到底是 - 抢了多少东西啊 - 叫我苦力怕 - 这怕不是把陆青川的马都给偷了 - 叫得好惨啊 - 许峰接连四箭 - 射杀了三只火鸟妖 - 经验条再次上涨一大截 - 许峰 - 看向旁边的火山口 - 有龟妖爬了上来 - 远处还有十二只火鸟妖 - 贴着火山飞行 - 想包抄我 - 许峰骑着黄昏 - 向上飞起 - 她的疑速比火鸟妖还快 - 直直地冲出了包围 - 火鸟妖紧追在许峰的身后 - 刺甲龟妖爬向了血池 - 守在血池旁边 - 许峰带着火鸟妖转了大半圈 - 再次朝着火山口飞去 - 拦住她 - 有二十二只火鸟妖 - 环绕在火山口 - 许峰眼神明亮 - 如同闪电一般 - 在火鸟妖之间穿梭 - 二十二只火鸟妖 - 被许峰耍得团团转 - 再来一贯 - 许峰兴奋地飞到了血池上方 - 把云汉尊放到了血池里 - 三十五份 - 四十份 - 龟妖游了过来 - 朝许峰扔出了嘲讽 - 许峰不躲不闪 - 任由嘲讽技能落到自己的身上 - 轻静触发 - 更多的龟妖向许峰扔出嘲讽 - 但白光碧右下的许峰 - 两秒内免疫所有的控制 - 龟妖一速不快 - 缓慢向许峰靠拢 - 两秒后 - 许峰交了八门位移 - 撤出了火山口 - 她看了一眼背包 - 灵穴的数量已经到了221分 - 乌云翻滚 - 雷鸣震震 - 血雨再次落下 - 许峰反应极快 - 一箭射向了旁边的火鸟腰 - 锁铃绳再次奏效 - 许峰上前 - 举起这只火鸟腰就跑 - 十秒之后 - 血雨逐渐停息 - 许峰在空中急速狂奔 - 一百三十五只火鸟腰 - 从不同方向飞来 - 想把许峰驱赶到远离火山的地方 - 陆青川已经被抢怕了 - 你不要过来啊 - 许峰干脆地交了八门位移 - 闪回了火山口 - 她大大咧咧地笑了笑 - 兄弟 - 我来了 - 不用招待 - 我自电 - 说着 - 许峰飞到了血池上方 - 把云汉尊伸了进去 - 欺人太甚 - 陆青川一声怒吓 - 血池忽然开始沸腾翻滚 - 许峰感觉到手上 - 传来一阵灼烧的疼痛 - 收回了云汉尊 - 她的身上多了个新的状态 - 污血诅咒 - 攻击力下降百分之二十 - 提示出现 - 陆青川被激怒 - 燃烧本源力量提前现身 - 请小心行事 - 四个队友脸色狂喜 - 我真不想写作业啊 - 撑住了 - 陆青川出来了 - 叫我苦力怕 - 见到陆青川 - 就有胜算了 - 还好没走 - 卢卡纳脸色有些古怪 - 岳先生到底做了什么 - 能让陆青川生气成这样 - 离乡愁苦 - 也许是偷了陆青川的苦茶子 - 另外三个队友 - 都没搭理他 - 许峰眼中流露出了几分狠力 - 伸手又探进了血池里 - 强烈的灼烧痛感出现 - 许峰的额头上 - 浸出了几滴汗珠 - 她看了一眼状态蓝 - 污血诅咒 - 没有变化 - 也没有新的负面效果出现 - 许峰死顶着 - 不肯松手 - 云汉尊里的灵血 - 越来越多 - 陆青川都有些震惊 - 疯子 - 你居然忍得了污血灼烧的痛感 - 许峰怒吼了一声 - 谁都挡不住 - 老子把自己的灵血取走 - 陆青川 - 我地灵血 - 陆青川甚至开口 - 招募了许峰 - 你这种纠集土匪 - 当什么人呢 - 太屈才了 - 接受妖血胜礼 - 加入强大的进化吧 - 许峰催了一口 - 妖族都太丑了 - 我不是弗瑞控 - 陆青川当场破防 - 怒声骂道 - 我比你个丑逼帅得多 - 许峰声音更大 - 怒气更盛 - 你他娘的说谁丑呢 - 说着 - 火鸟妖已经向许峰扑了下来 - 许峰判断精准 - 又抢了33份灵血 - 才闪身离开 - 出了火山口 - 许峰发现 - 乌云已经逐渐消散 - 整个一空间中的力量 - 汇集到了陆青川的身上 - 气助消失 - 一个鸟翼 - 鱼脸 - 龟背人腿的半人半腰的生灵出现 - 许峰看了一眼他的属性 - 陆青川 - 血脯 - 特殊怪物 - 力量型 - 敏捷型 - 破甲 - 虚弱 - 等级 - 八十 - 生命 - 七亿五千万 - 攻击力 - 八十五万五千五百七十二 - 防御 - 六十五万三千三百一十四 - 魔法防御 - 六十一万三千四百八十四 - 技能 - 着伐活语 - 非斧投掷 - 嘲讽 - 血气旺盛 - 不可用 - 可血啃食 - 按压毒血 - 许峰眼中战意昂扬 - 七十管血量 - 有意思 - 陆青川震动双臂 - 空气被震出阴暴 - 许峰精神专注 - 拉满弓弦弦 - 他的感知力 - 覆盖到了陆青川全身 - 观察着陆青川的每个动作 - 它比我速度还要快个百分之三十 - 不过动作太大了 - 这也想打中我 - 黄昏向前半步 - 许峰从陆青川的右臂下穿过 - 一箭射出 - 咒影剑飞出 - 打在了陆青川的肩膀上 - 红色的伤害数字跳起 - 22247,079 - 1112353 - 陆青川的血条瞬间变灰 - 猛掉了石管 - 一箭破七千万的爆发 - 咔嚓 - 陆青川肩膀上覆盖的灵甲 - 被打碎了几片 - 无坚不摧 - 触发 - 许峰再次看了一眼陆青川的防御 - 下降了五万点 - 陆青川有些震惊 - 怎么可能 - 你到底是什么人 - 许峰转身看向陆青川 - 咧嘴笑了笑 -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 我是嫩蝶 - 陆青川眼中闪过一丝沙翼 - 他的双翼亮起火光 - 许峰的瞳孔中 - 映出了上百片火雨的倒影 - 它环视四周 - 能看到的地方 - 都飘荡着散发恐怖温度的火雨 - 陆青川的着伐火雨 - 跟火鸟腰的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 许峰停在原地 - 拉弓射箭 - 破天一箭飞出 - 陆青川正翅上飞 - 想要躲过许峰这一箭 - 啪 - 箭矢命中了陆青川的右大腿 - 惊人的伤害再次跳出 - 1218万5280 - 60万09264 陆青川的血条猛掉了将近四管 哄 火雨也落到了许峰的后背上 燃起大火 许峰的头上跳出了一个伤害数字 - 8066 杨之池触发 许峰止掉了半管血 火雨的攻击奏效之后 其他的火雨自动消失 清静同时触发 火雨里带着暗压的剧毒 被驱除干净 陆青川有些抓狂 你还有不同的保命手段 许峰没说话 拉弓射箭 仙剑飞出 陆青川趁着许峰攻击的时候 扔出了一把利斧 黄昏转头跑了几步 躲开了飞斧 陆青川的攻击后摇太长 被仙剑打中了肩膀 - 3445万4978 - 1722748 仙剑的伤害极高 总伤害破翼 陆青川的肩膀被打穿 鲜血喷涌 血条猛掉了将近十一管 一剑打完 许峰转头就跑 陆青川没心处闪起金光 一枚小钟出现 水天钟浮在陆青川的右侧肩膀上 轻轻摇动了一下 - 动 许峰被扔到了下方世界 乌云再次出现 挡住了他的视野 许峰探出精神力 构成了屏障 陆青川嘲讽的声音响起 - 我看到你了 这招就没用了 话音刚落 钟声响起 - 动 - 陆青川忽然出现在了许峰的面前 一口咬向了许峰的脖子 他的獠牙已经几乎要触碰到许峰的皮肤 - 刷 - 许峰闪到了远处 回身一剑 - 黑剑射向了水天钟 陆青川张开羽翼 - 黑剑撞在了他的羽毛上 - 火花四剑 - 伤害数字跳出 - 复灵 - 许峰动作不停 - 再次拉弓射箭 - 无拘 - 触发 - 黑剑一化为三 - 从不同的方向射向了水天钟 - 陆青川用翅膀护着水天钟 - 轻蔑地说道 - 你的攻击力不够 - 当 - 当 - 不吃 - 三支箭矢射在陆青川的翅膀上 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 前两箭被完美挡下 - 第三箭却闪耀着一阵星光 - 直接射穿了陆青川的肩膀 - 1558万8600 - 77万9430 - 深蓝色的伤害数字 - 跳出完全无视防御的一击 - 打出了9800多万超高伤害 - 陆青川的血条 - 再次被抽掉了石管 - 高阶属性 - 宁星的力量 -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好东西 - 陆青川的声音中 - 带着愤怒和嫉妒 - 许峰感慨道 - 也许是因为我帅 - 陆青川没说话 - 正直向许峰飞来 - 鲜血飙出 - 刚刚许峰这一箭 - 打伤了陆青川的翅膀 - 他的飞行速度受了影响 - 最起码少了20% - 许峰咧嘴笑了笑 - 你好像跟我的速度差不多了 - 说着 - 许峰反手又是二箭 - 六根黑箭 - 向陆青川飞去 - 动 - 钟声响起 - 陆青川飞到了上方世界 - 许峰拉弦不发 - 盯着周围 - 等了两秒 - 动 - 钟声响起 - 陆青川再次出现在了许峰的面前 - 一口咬出 - 许峰干脆地交出了八门位移 - 反手一箭射出 - 陆青川敲响水天钟 - 回到了上方世界 - 许峰直接向血池飞去 - 两个世界 - 都有火山血池 - 陆青川脸色大变 - 钟声响起 - 陆青川来到了下方世界 - 再次咬向许峰 - 许峰没有闪走 - 任由陆青川咬中他 - 杨之池再次出发 - 许峰的仙剑 - 直接喂到了陆青川的嘴里 - 陆青川的后脑被打穿 - 再次逃走 - 许峰向血池飞去 - 陆青川求饶的声音响起 - 我不打了 - 你放过我行不行 - 我打不过你 - 四个队友已经麻木了 - 卢卡纳 - 陆青川好像受了很多的折磨 - 我真的不想写作业 - 声音都已经变成这样了 - 说话漏风啊 - 离乡愁苦 - 到底什么样的折磨 - 能让一个血脯求饶 - 许峰没说话 - 向血池飞去 - 陆青川被逼着传回了下方世界 - 再次对许峰发起攻击 - 来回几次 - 陆青川的血条已经见了底 - 许峰到了血池上方 - 伸手去咬灵血 - 陆青川愿毒的声音响起 - 你不让我活 - 我也不让你拿好处 - 异世界开始颤动 - 提示出现 - 陆青川引爆生命本源 - 一空间即将坍塌 - 请您立刻离开 - 您已完成任务 - 请找云游道士徐富来领取奖励 - 咔嚓 - 空间破碎的声音响起 - 卢卡纳在队伍频道大喊了一声 - 快点走啊 - 月先生 - 这种破碎空间会把人卷进去的 - 说完 - 他离开了一空间 - 我真不想写作业啊 - 冠军 - 我也先撤了 - 离乡愁苦也劝了一句 - 大佬 - 快点走啊 - 四个队友 - 全部离开 - 许峰呼吸平稳 - 伸手探向了血池 - 灼烧的痛感出现 - 云汉尊里的灵血数量 - 再一次增加 - 二百六十份 - 二百八十份 - 三百份 - 空间越来越不稳定 - 几刀裂纹 - 出现在了许峰的手边 - 许峰反应极快 - 立刻选择了离开一空间 - 刷 - 许峰出现在了走进廊道上 - 他看了一眼背包里的灵血数量 - 三百零五份卸转 - 周围有机队路过的跑伤队伍 - 他们看到许峰 - 警惕的向远处绕了绕 - 走进廊道 - 可以杀人抢货 - 气氛非常紧张 - 许峰故意往他们那边走了几步 - 三支伤队下得加快步伐 - 头也不回地跑开 - 许峰咧嘴笑了笑 - 卢卡纳走了过来 - 岳先生 - 您太厉害了 - 我真的不想写作业 - 从今天开始 - 我就是你的铁粉了 - 叫我苦力怕 - 大佬 - 能问问 - 你到底对陆青川做了什么吗 - 许峰随意地说道 - 抢了点东西 - 还不知道能卖多少钱 - 卢卡纳有些羡慕 - 真好 - 我只拿到了些经验 - 离香愁苦说道 - 还好经验给的很多 - 陆青川一死 - 我直接升级了 - 许峰看了看自己的经验条 - 眼睛瞪大 - 他现在是61级92 - 67% - 陆青川的经验 - 被诅咒指给吞了 - 血亏 - 许峰深吸一口气 - 看了两眼灵雪 - 心痛得感觉轻微了一些 - 希望灵雪之前 - 能弥补损失的经验 - 许峰的念头刚落 - 他的感知力范围内 - 忽然出现了两个隐身的刺客 - 这两个刺客 - 直奔离香愁苦而来 - 许峰看了一眼卢卡纳 - 后退了两步 - 五秒后 - 咻 - 锋利的匕首忽然出现 - 离香愁苦还没反应过来 - 就被匕首砍中 - 暴击伤害出现 - 负1168788 - 离香愁苦跪地死亡 - 神话级的皮甲掉了出来 - 另外一个刺客 - 波西亚的狂想 - 划破了自己的手腕 - 鲜血喷涌 - 波西亚狂想的血条 - 掉了50% - 喷涌的鲜血 - 涌进了离香愁苦的尸种里 - 离香愁苦当场复活 - 第一个动手的刺客 - 再次一刀 - 送走了离香愁苦 - 离香愁苦的神话武器 - 掉了出来 - 卢卡纳冷声说道 - 敢拿我挡刀 - 从现在开始 - 见你一次 - 杀你一次 - 离香愁苦变成尸种 - 没法说话 - 她在附近频道里 - 发了文字消息 - 你等着 - 老子盯着 - 你这个臭娘们杀 - 发完消息 - 离香愁苦回城了 - 许峰吃瓜吃得很开心 - 卢卡纳回头看向许峰 - 与气瞬间温和 - 月大人 - 感谢您 - 带我完成任务 - 您有任何麻烦 - 都可以来找我 - 我全力帮您 - 叫我苦力 - 怕也连忙开口 - 我也一样 - 随时来找我 - 我也是 - 许峰随意地说道 - 行 - 走了 - 说完 - 许峰退了队伍 - 撕开回城符 - 回了池营城 - 定 - 郝友兰不停闪烁 - 许峰去找徐富来的路上 - 看了看郝友消息 - 周亚南 - 装备买齐了 - 缺得三千五百枚金币 - 从你的分红里扣了 - 树影对月仇 - 血色强微的情报不多 - 基本上都是他打架的战绩 - 树影对月仇 - 他的专属技能很强 - 不过属性不太明确 - 他把情报隐藏得很好 - 于又威 - 狗子 - 我音敲麦全通了 - 于又威 - 图片 - 许峰看了看于又威发来的截图 - 应敲麦全通加成 - 魔法攻击力正百分之三十 - 魔法暴击率正百分之十 - 魔法暴击伤害正百分之三十 - 每秒回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 - 精力恢复增加百分之二十 - 幸运值少量提升 - 许峰回了消息 - 加成这么高 - 于又威秒回 - 我也没想到 - 加成这么高 - 于又威 - 而且羊敲麦解锁了 - 我给你看看 - 于又威 - 图片 - 许峰很感兴趣 - 打开截图看了看 - 羊敲麦依然是八个穴位 - 分别是身脉 - 蒲绳 - 敷羊 - 燕 - 居 - 寮 - 如鱼 - 于 - 地仓 - 敷羊的加成最好 - 都能增加起 - 百分之五的攻击力 - 和百分之十的暴击 - 许峰回到 - 地仓和敷羊应该最少见 - 价格也最高 - 于又威 - 对啊 - 你赶紧到一百级 - 我给你凑一剪 - 于又威 - 我先刷个怪 - 等我呀 - 跟他聊完 - 许峰打开邮件栏 - 有十二封周亚男发来的邮件 - 清一色全是八十级的先级武器 - 许峰把装备发给了血色强威 - 定 - 血色强威秒回消息 - 卧槽 - 这么快就买全了 - 血色强威 - 打得太富了 - 许峰回了消息 - 东西我给了 - 把你的专属技能属性发给我 - 血色强威犹豫了一下 - 给许峰回到 - 截图给你 - 我就把秘密交给你了 - 血色强威 - 你得履行承诺 - 要给装备 - 许峰随意地回到 - 钱我多的是 - 血色强威 - 那倒是 - 我这么多年都没攒够三千枚金币 - 你已经花了三万枚金币了 - 血色强威接受了许峰的霸道要求 - 图片 - 许峰看了一眼 - 鬼影疗肉 - 无望 - 使用后 - 召唤黑物笼罩身体 - 攻击力提升125% - 暴击伤害提升300% - 移速增加150% - 并且可以闪到2000米内任意位置 - 最多可用七次 - 冷却时间 - 三十分钟 - 鬼影疗最多持续三分钟 - 用完位移次数之后 - 鬼影疗状态同样会消失 - 许峰回到 - 可以了 - 你们抓紧升级 - 血色强威 - 我想去嘎两个人行吗 - 血色强威 - 真他妈别扭 - 第一次动手 - 还要请示 - 许峰并不在意 - 你们随意 - 别掉太多集就行 - 许峰 - 我需要你们杀的人 - 大多级别不低 - 血色强威有些惊喜 - 我就喜欢你这种 - 有钱是少的大哥 - 许峰没回消息 - 扫了一眼论坛 - 咦 - 新榜单 - 热铁第一 - 服员榜榜出现 - 月老居然不是第一 - 感觉这个榜单 - 以后会变成暗杀榜啊 - 帖子是27分钟之前发的 - 拥有服员的人 - 超过十个之后 - 榜单出现 - 同时 - 许峰还看到了一个新的规则 - 击杀拥有服员的人之后 - 有概率获得对方的服员 - 数值从0%到100% - 随机不定 - 许峰在榜单界面 - 找到了这个新的榜单 - 第一 - 刀锋所指 - 服员7点 - 第二 - 月落西尘 - 服员4点 - 第三 - 唐宋风月 - 服员3点 - 第四 - 麦克 - 服员2点 - 第五 - 阿萨星之王 - 服员2点 - 许峰给刀锋锁指发了消息 - 待会就把你第一给拿了 - 刀锋锁指 - 靠 - 你让我多当一会第一不行吗 - 许峰 - 打钱 - 刀锋锁指 - 没钱 - 怕也行吗 - 许峰想了想 - 回道 - 你太丑了 - 让踏破千山来吧 - 踏破千山 - 给许峰发了消息 - 这不合适 - 许峰笑了起来 - 跟他们聊了几句 - 许峰在路上看到了卖糖葫芦的小贩 - 这里有多少串糖葫芦 - 还剩三十五串 - 您要多少 - 全给我吧 - 这草人也给我吧 - 许峰付了三十枚银币 - 扛着草人继续赶路 - 二十秒后 - 许峰赶到了黄景镇的小院里 - 碰 - 许峰一脚踹开了刚装好的竹门 - 老徐 - 来帮我估个价 - 竹门掉到地上 - 沈婉秋在院子里 - 见到许峰 - 她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 她好看的眼睛里 - 亮亮的 - 这眼神像是跨过了冬天 - 见到了第一缕春牙时的高兴 - 周亚男也在 - 她翻了个白眼 - 你这脚是真剑 - 许峰认真地说道 - 我爷爷活了一百零四岁 - 你知道为什么吗 - 周亚男冷笑道 - 想让我别多管闲事是吧 - 许峰摇了摇头 - 因为我爷爷天天踹门 - 周亚男当场愣住 - 何四山和赵敬兴 - 在旁边笑得停不下来 - 黄景震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 怒声说道 - 滚出去 - 许峰把糖葫芦草人 - 往地上一放 - 宁儿 - 出来吃糖葫芦了 - 宁儿小跑了出来 - 见到糖葫芦草人 - 瞬间兴奋了起来 - 哇 - 大哥哥 - 你太好了 - 黄景震气消了几分 - 徐复来也从院里走了出来 - 有些惊讶 - 这么快就回来了 - 她有水天中 - 我还以为 - 最起码能拖你几个小时 - 许峰咧嘴笑了笑 - 我有云汉尊 - 她拖不住 - 徐复来有些疑惑 - 云汉尊 - 这跟她拖不住 - 有什么关系 - 许峰把灵雪截了图 - 给徐复来发了邮件 - 徐复来看了一眼 - 震惊地说道 - 灵雪 - 云汉尊居然能装灵雪 - 许峰问道 - 这东西值钱吗 - 徐复来点头 - 很值钱 - 不过也看数量多少 - 徐复来 - 你弄了几分 - 许峰伸出了三根手指 - 存心要逗逗徐复来 - 徐复来捋着胡子 - 点了点头 - 三十分也不错了 - 能换一点复原 - 许峰摇头 - 三百零五分 - 啪 - 徐复来揪掉了一小把胡子 - 满脸震惊 - 你抢劫啊 - 黄景镇也露出了几分吃惊 - 这还是第一次 - 有人带这么多灵雪回来 - 许峰看向黄复来 - 问道 - 灵雪给你 - 你给我复原 - 徐复来摇摇头 - 太学需要这种资源 - 去找他们换 - 你有这么多灵雪 - 可以尝试要个高价啊 - 许峰眼睛一亮 - 十五分灵雪 - 一点复原 - 徐复来脸色古怪 - 你小子是真敢要价 - 应该也道表那么高 - 你可以试试 - 三百零五分 - 灵雪要十五点复原 - 和四山声音激动 - 把这点复原拿到 - 浮原越多 - 越容易被人暗杀 - 沈婉秋心里揪了起来 - 周亚男看向许峰 - 提议道 - 要不然你需要的时候 - 再去换浮原纸 - 许峰张狂地笑了笑 - 现在没人能杀得了我 - 来一个我宰一个 - 老徐 - 把奖励给我吧 - 徐复来挥了挥手 - 许峰周围的时间 - 瞬间停止 - 您获得了一枚领保眷狱 - 许峰拒绝了这个命运 - 重置了二十多次 - 以及神话级的宝箱X2 - 您获得了一点浮原 - 浮原榜单上 - 许峰的浮原涨到了五点 - 定 - 刀哥发来了消息 - 就涨了一点 - 你差点吓死我 - 刀哥 - 看来这第一 - 我还能当一段时间 - 许峰回道 - 别急啊 - 大得待会来 - 刀哥惊了 - 还有 - 你哥这批发浮原呢 - 刀哥 - 我这么久 - 也就获得过一次浮原 - 弄了两点 - 许峰反倒地回道 - 做任务的时候 - 随便弄了点东西 - 据说能换不少浮原 - 许峰 - 我也不想浮原长得太快 - 没办法 - 刀哥 - 跟刀哥闲扯了两句 - 许峰打开背包 - 使用了第一个装备箱子 - 重置了四千多次 - 许峰摸到了一枚六十级的仙级戒指 - 风雨 - 加成不错 - 她接受了命运 - 打开背包看了一眼 - 什么都没有 - 许峰心痛到面无表情 - 开了第二个宝箱 - 重置了九千多次 - 许峰再次拿到了一枚仙级戒指 - 前影 - 总不能两枚戒指都没了吧 - 许峰做好了心理准备 - 接受了这个命运 - 提示出现 - 您打开神话级宝箱 - 获得仙级戒指前影 - 许峰松了口气 - 不算太亏 - 她打开背包 - 前影戒指 - 仙级 - 等级要求 - 六十级 - 力量 - 加四二二三 - 敏捷 - 加二五六四 - 攻击力 - 加七八七三 - 特殊效果 - 暴击率增加35% - 特殊效果 - 暴击伤害增加40% - 特殊效果受到伤害时有概率获得短暂的潜伏状态 - 特殊效果 - 当出现暴击伤害时 - 有概率伤害总值3%的真实伤害 - 这枚戒指的效果 - 比同品质的其他戒指少了一个 - 但附加真实伤害的效果 - 非常实用 - 许峰把它换上 - 看向了面板属性 - 攻击力 - 三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一点 - 许峰舒服了 - 三十六万的攻击力暂时也够用了 - 这比一周前余优威的法术攻击都高了 - 即便是放在气运增加 - 人类实力暴涨的今天 - 许峰这攻击力 - 依然碾压了八十级最高面板 - 攻击力的持有者 - 击美了离别 - 堪称恐怖如斯 - 和四山围着许峰转了两圈 - 一脸羡慕 - 六十级能有两件先级装备 - 老板你太强了 - 赵敬兴也很高兴 - 老板跟其他六十级的人 - 画风都不一样 - 宁儿嘴里塞着糖葫芦 - 寒混地说道 - 这两件装备真好看 - 许峰拿了两串糖葫芦 - 递给了神晚秋一串 - 她一脚踢翻了小周同学的板凳 - 拿过来自己坐下 - 周亚男气得张牙舞爪 - 何四山和赵敬兴把她拦住 - 拖到了旁边 - 男姐冷静 - 咱们打不过她 - 算了男姐 - 去旁边歇会 - 许峰笑了笑 - 开口问道 - 婆婆呢 - 沈晚秋看着她的脚尖 - 小声说道 - 黄爷爷给婆婆看了身体 - 开了些药 - 她吃完药说困 - 去睡觉了 - 许峰点点头 - 沈晚秋看了许峰的侧脸一眼 - 问道 - 你能不能给黄爷爷一点钱啊 - 我给她 - 她说不要 - 许峰把糖葫芦 - 递到沈晚秋面前 - 帮我拿一下 - 哦 - 她乖巧地接过糖葫芦 - 许峰用力搓着她的脸 - 我都安排妥了 - 想那么多干嘛 - 沈晚秋被搓疼了 - 也不敢反抗 - 许峰搓开心了 - 结果糖葫芦继续吃 - 宁儿小跑了过来 - 一脸期待地看着许峰 - 许峰也搓了搓她的脑袋 - 宜院子的人都笑了起来 - 吃完糖葫芦 - 许峰的精神恢复了不少 - 买下来备用 - 反正花不了几个钱 - 黄景镇嫌弃地说道 - 跟你当邻居 - 我抽空帮你问问吧 - 许峰站了起来 - 拍了拍衣服 - 我去泰学一趟 - 周亚男他们也起身 - 我们接着去升级 - 马上就六十级了 - 宁儿依然塞得跟松鼠一样 - 大哥哥 - 你要经常来看我 - 徐复来摇头笑道 - 你小子狗咽人闲的 - 也不知道 - 宁儿为什么这么喜欢你 - 许峰拍了拍 - 徐复来的肩膀 - 帅比的是 - 少打听 - 徐复来抬脚踢向许峰 - 滚蛋 - 许峰轻松躲开 - 撕开回城符 - 传送到了淮江城 - 他一路赶到了城北 - 见到了一处 - 占地十分广阔的 - 四层建筑 - 这里就是泰学 - 不少人在这里 - 进进出出 - 瞬间被许峰吸引了目光 - 快看 - 月老 - 论坛那个视频 - 你看了吗 - 月老打虎妖 - 打出了破招效果 - 顶尖大佬就是不一样 - 新操作掌握得真快 - 两件先级装备 - 五十级穿神话装备 - 已经很过分了 - 她六十级 - 居然两件先装了 - 许峰挥了挥手 - 穿过人群进了太学 - 外院里有十位太学导师 - 许峰随便找了一个叫 - 洛宇的导师 - 上前搭话 - 我有万灵精血 - 听说能换复员 - 洛宇刚当的表情还很平淡 - 像急了上一天般的接待人员 - www- 味股斯兰 - 尚 - 听完许峰的话 - 他表情瞬间激动了起来 - 能换 - 请跟我来 - 许峰跟着洛宇 - 向李走去 - 周围的人们眼神惊讶 - 小声议论了起来 - 月老居然跟太学的关系这么好 - 惊了 - 这是要连拿三个阵营的声望 - 月 바 wy bible - 我要是跟三个阵营 - 都这么亲近就好了 一个阵营的资源都够恰饱饱了,真是活该月宝便强得这么快。 在不少羡慕的眼神里,许峰到了内院。 太学的建筑很中正,入院是一条很长很宽的涌道。 两侧是一些书房和竹林。 涌道的最前方摆着九尊雕像。 雕像里还有一个熟人,小经理的师傅,洛万里。 许峰看过了四个阵营之后,想起了之前在论坛里看到的一条帖子。 四大阵营的建筑风格对比。 官府精致,太学中正,标局喜欢面积大,军营只要人能住就行。 真实。 洛宇在旁边礼貌地介绍道,太学的格局是由大师河水端设计的。 这九位是对太学影响最深远的九位大师,分别是张景明、洛万里。 许峰随意地听着。 五分钟后,许峰进了一处别院。 请您稍等。 洛宇进了院里。 不到半分钟,洛宇带着一个中年女人走了出来。 这个女人有点胖,身上穿着青袍,沾满了各种污渍。 一看就是沉迷研究,连洗澡都没时间的人。 这位是陈和复老师,他专门研究妖族的血液。 许峰点头,干脆地说道。 我有305份万灵宝血,想换30点福元。 陈和复瞪大了眼。 你个小家伙,知不知道行情? 许峰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不太懂。 但徐倒是让我报这个价。 徐复来。 对,您认识。 陈和复骂骂咧咧。 这老小子号称世上读书前三多,果然脸皮越来越厚了。 30福元的价格,他都好意思开口。 许峰赞同道。 我也觉得有点多。 我不是徐倒是那种贪心的人。 这样吧。 25点福元。 陈和复伸出了一根手指。 别人可以12点,但你最多10点。 骆老师专门写过信,让我们不需给月落西沉任何额外的优待。 许峰咧嘴笑了笑。 没事,他又不知道。 陈和复犹豫了一下。 说道。 那我做主,就给你12点福元。 他快速地偷描了一眼许峰的表情。 许峰低着头,用感知力捕捉到了他所有的动作。 两个人夹起来800个新年子。 许峰说道。 这个价格太低了,最起码也得23点。 或者给我个任务,来抵一部分福元也行。 陈和复思索片刻。 说道。 我缺一些带毒的妖血。 这样,如果你能一个小时内弄来20份毒血,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要是你一个小时内完不成,那就13点福元。 洛宇站在旁边,小声说道。 月先生,你。 带毒的妖血,种类稀少。 而且这些妖族,大多没有出现在人界。 一个小时,想要弄来20份带毒的妖血,几乎不可能。 可。 陈和复清了清嗓,给了洛宇一个警告的眼神。 洛宇不说话了。 许峰有些为难。 一个小时弄来20份妖血,太难了吧。 陈和复说道。 你可以去威山看看。 那边最近有蛇妖活动。 许峰在心里笑了笑。 他对威山有印象。 淮江城的野外地图,有301座山,9条大河。 威山上生产云铁矿。 60级的普通人可以去挖矿,8个小时挣10枚银币。 这里有军营的人把守,几乎不可能有妖族活动的。 许峰装作不知道,有些兴奋地说道。 那可太好了。 我一速快,一来一回半个小时都用不了。 陈和复点点头。 怎么样? 堵了。 许峰提议道。 这样吧,我如果半小时内回来,你给我25点复原。 如果我半小时内回不来,我把灵血白送给你。 陈和复眼睛一亮,但也有点不好意思。 不合适吧? 我也算是你的长辈,怎么好意思白要你的东西。 许峰露出了阳光的笑。 没事,条件是我提的。 咱们君子协定,愿赌服输。 陈和复点点头。 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按你说得来。 许峰掏出了20份按压腰血,笑着说道。 给服员骂。 25点。 落语惊呆了。 陈和复脸上的笑容僵住,逐渐消失。 他抬头看向许峰。 按压的血。 许峰点点头。 是的。 你看他的描述。 带毒。 腰血。 陈和复问道。 你从哪弄来这东西的? 许峰坦诚地说道。 杀戮青川的时候,顺手取了一点。 一共27份,我可以把剩下的也送你。 谢谢你啊。 25点浮缘可以,现在就结清吗? 落语小声说道。 陈师姑。 你好像上当了。 陈和复暴躁地说道。 闭嘴。 用你说。 落语连忙缩到了旁边。 陈和复看向许峰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笑。 他刚要说话。 许峰抢先开口。 你一个太学的导师,不会手头紧到25点浮缘都拿不来吧? 这传出去,太学可有点丢脸。 陈和复在心里,把许峰的祖宗都给骂了一遍。 话都让你说了,连拖延的机会都不给啊。 他坑人这么久,没想到上了这小子贼当。 浮缘我倒是能凑出来。 不过,你得先帮我一个忙。 许峰问道。 又让我去军营管辖的威山上,找蛇妖杀。 落语惊了。 您知道,那边是军方管辖。 陈和复此时已经反应过来了。 他没好气地说道。 他当然知道,这小子在下套坑我。 我算是知道,为什么武学馆的人不愿意搭理你了。 你活该。 许峰脾气十足地笑了笑。 谢谢夸奖。 让我帮什么忙。 陈和复说道。 我再破一块鼠妖族的石碑,破一完成可以从太学获得十点复原。 你帮我解决石碑上的杀意,我任栽给你二十五点复原。 如果你不愿意,那我先给十五点复原,三个月后给剩下的十点。 许峰说道。 帮你解决石碑的杀意,这应该算是另外一个任务。 陈和复点点头。 这块石碑记载着一处圣刺猎场的位置。 我可以让你进去待十秒。 许峰打开论坛,搜了一下,圣刺猎场。 没有相关的词条。 他开口问道。 圣刺猎场是什么? 洛宇解释道。 中古时期,双铜血鼠妖圣把抢来的物品存储到圣刺猎场。 族里有崛起的强者时,妖圣会允许他们进猎场寻找宝贝。 后来大劫出现,鼠族的传承遗失,一部分石碑由人类获得。 许峰眼神火热。 里面都有什么? 陈和复说道。 最多的是装备宝箱,他们抢走用不上,就会存起来。 其他的各种天才地宝,也有不少。 许峰问道。 能多进去待会吗? 十秒太少了。 陈和复摇了摇头。 石碑开启的圣刺猎场都是散碎的一空间。 东西本来就不多,你多待会就掏空了。 许峰也很看得开。 那就十秒。 石碑在哪? 跟我来。 陈和复把许峰带进了雨棚。 这里有处地道。 往下走了33层台阶。 许峰踏上了平地,走进了一处阵法屏障里。 陈和复的地洞里,有阵阵微风吹起,丝毫不觉得烦闷走进地下密室。 四枚宝石摆放在旁边,散发着明亮柔和的光。 密室正中间,摆放着一块长十米,宽六米,厚两米的石碑。 上面都是些象形文字。 许峰还能看到几个数数的样子。 在石碑的最下方,有一个老鼠爪子的印痕。 许峰只看了一眼,就感觉到了一股浓郁的杀意。 跟星火秘境里的龙角杀意差不多,不过杀意的数量很少。 毕竟秘境里是一整块龙角,这里只是个老鼠爪印。 陈和复问道,有办法解决吗? 许峰自信地说道,退后,我来解决它。 陈和复提醒道,如果顶不住了,就喊一声。 硬顶会被杀意冲成傻子的。 许峰没说话,伸手触碰了爪印。 哄,一股残暴阴险的杀意向着许峰的眉心席卷而来。 不同妖族的杀意,感觉也不太一样。 许峰奋出精神力,准备把杀意引向四叶混沌帘。 它忽然灵光一扇。 精神力通道,如果做得更长一些,是不是能消耗更多的杀意? 试试。 许峰对精神力的控制,比星火秘境时强了非常多。 阴阳两股精神力,迅速融合。 许峰在周围转了五十多圈,尽可能把精神力通道拉得更长。 石碑上残留的杀意,被引进了精神力通道之中。 许峰感知着这股杀意,能察觉到它变得微弱了几分。 确实有效果。 碰。 转了五十圈的杀意,冲击到了四叶混沌帘的身上。 四叶混沌帘像是被卡车撞了一下,叶子不停晃动。 有效果,但只有一点点效果。 许峰对自己的无效尝试,十分坦然。 他感慨了一句,男人就得能承受起失败的沉重。 四叶混沌帘被杀意状的瑟瑟发抖。 陈和复在旁边记着时,一秒,两秒,这小子有点东西啊。 陈和复找过很多人,来承受杀意冲击。 但他能找到的强者中,没有一个人能承受杀意冲击超过两秒。 而且,一旦承受冲击的人放弃,硬痕中的杀意会迅速恢复。 陈和复的胖脸上露出了一丝期待。 洛宇在旁边,满脸紧张。 五秒了。 三世姑,他是不是要成了? 快了。 按我之前的推算,杀意最多也就释放十三秒。 眨眼又是五秒过去。 许峰的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道提示。 您的一宝四叶混沌脸受到冲击,沉睡状态即将被打断,技能觉醒将会失败。 许峰立刻收回了精神力。 汹涌的妖圣杀意,冲进了许峰的脑海里。 一股原始的恐惧,扑面而来。 他眼睛充血,视线模糊。 还好之前承担过心魔试炼,还顶得住。 就剩两秒了。 许峰咬牙坚持两秒过去。 哦。 许峰被那股强大的压迫感,逼得吐了两口血。 信息栏里出现了新的提示。 您的精神进入受损状态,精力恢复速度降低50%,精力上限降低30%。 陈和夫脸色凝重,大声提醒。 顶不住就放弃。 意志力崩溃,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别高估自己的忍耐力。 许峰催了一口血唾沫,眼里带着几分凶狠。 最后一秒,在许峰的世界里变得格外难熬。 许峰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窒息感。 但他死撑着,不肯放弃。 终于。 石碑上的沙翼没能看过许峰,逐渐消散。 许峰瞬间放松。 这让许峰想起他军训时,教官说解散时的感觉。 扑通。 许峰坐到了地上,张狂地笑了起来。 给服员。 一秒都别想欠老子的账。 陈和夫人给了许峰一个玉瓶。 洛宇满脸佩服地走过来,把许峰扶了起来。 大哥,我给您搬椅子。 许峰看了看玉瓶的描述。 回灵夜,丹药。 效果。 对劳神伤志的病症效果极佳,可提升精力,恢复隐疾。 许峰有点抗拒。 我从小最讨厌喝药,苦得要死。 陈和夫说道。 苦,但是有用。 许峰笑了笑。 我小时候就觉得不爽。 凭什么他有用就能这么苦? 他长得甜一点,不能治病吗? 陈和夫认真想了想。 说道。 大成若缺,天道有序。 想治病就得能吃苦,把所有好处都占全的东西,天道不容。 许峰有些惊讶。 小胖蹲居然也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 我认识一个小短腿,他就傻呵呵的。 啪。 陈和夫打了许峰的后背一巴掌。 许峰呲牙咧嘴,笑着说道。 我赞同你的话。 一定是我又帅又强,太过完美,天道才会想要一直劈死我的。 陈和夫没接茶,随意地说道。 我得要不苦。 许峰翻了个白眼。 你不早说。 害我跟你废这么多话,慢慢做心理建设。 他把药液一饮而尽。 浓郁的草木苦味,席卷了许峰的口腔。 靠! 你骗我。 陈和夫两手一摊。 这个药又不是我的,是我师兄做的。 许峰竖起大拇指。 真有你的。 喝完药。 许峰坐着休息。 精神受损的状态还没结束。 许峰像是熬夜上了三个通宵的份一样疲惫。 他看向石碑。 陈和夫正在石碑旁,破一爪痕之后的文字。 洛宇递过来了一杯茶,一脸恭敬。 喝完茶。 药性散开。 许峰的精神力迅速恢复。 不到五分钟。 许峰的负面状态消失,精神迅速好了起来。 陈和夫也破译完了石碑最后的内容。 好了,我已经把碑文传给了师兄。 等他看过之后,就会给我复原了。 许峰问道,要多久? 陈和夫想了想。 很快,一般也就五分钟。 许峰问道,要不然,我先进猎场。 我时间紧张。 姬哥的记录确实很强。 许峰自信能破掉记录,但他必须得抓紧点时间。 陈和夫摇摇头。 石碑是太学的资产。 必须要师兄审批完成,我才能放你进去。 许峰问道,我跟洛万里的清传弟子很熟的。 陈和夫两手一摊。 你去了地城之后,洛老师的名声很有用。 但我们这里是,诚如进师兄馆的。 许峰耐心地等了五分钟,刷了刷论坛。 等级榜前三十,全部达到110级。 他们开始组队攻略野外的BOSS了。 第一件绝神品质,装备出现。 刀哥这次起飞了呀。 唐颂风月卡地形单挑了BOSS。 并风波,要是强者再多点,妥妥地能成顶尖工会。 月落西尘穿着两件先级装备进了太学内院。 他不会有三个阵营的声望吧? 许峰的热度很高。 他已经有段时间没怎么出面了。 但首页依然有十一条跟许峰相关的帖子。 许峰看了看其他人开发出来的情报。 过了三分钟。 诚和副说道。 好了,师兄已经看过了。 浮原给你,你能进猎场了。 一道金光融入了许峰的身体里。 提示出现。 您获得了25点浮原。 奶糖不太甜,正在刷浮原榜。 月老怎么还不登顶啊? 他要是登顶的话,我下辈子还当他的粉头子。 他当小声避避完。 浮原榜单上,许峰的浮原涨到了30点。 瞬间登顶。 论坛上立刻出现了上百条帖子。 浮原榜更新。 榜首竟然是他。 30点浮原值。 月老只是又去拿抢劫了。 靠! 这货说,要把我的榜首抢走。 但没说会超过我这么多。 刀哥的帖子,热度最高。 58楼。 笑死,刀哥再次洗涕第二。 妈的,绝了。 JPG。 847楼。 我好茶啊。 30点浮原,够换三个天神级箱子了。 这得值多少钱? 猫猫羡慕。 JPG。 2852楼。 不就30点浮原吗? 我没浮原,不是一样活着。 柠檬蒙蔽了双眼。 JPG。 叮。 郝友兰不停闪烁。 许峰把灵血和鸭血, 交到了陈和夫的瓶子里。 交易完成。 许峰坐回了椅子上。 我休息一下,再去猎场。 陈和夫点头。 行。 许峰打开好友消息。 余又威。 你从哪弄了这么多浮原? 刀锋锁指。 你真狠啊。 哥这批发浮原呢。 三千枚金币,一点收浮原。 离月酒。 老大你真猛。 当你小弟我真的太有面子了。 许峰朋友是真的多。 他给余又威回了消息。 卖了点血。 余又威。 余又威。 你缺浮原,咱们可以慢慢来。 不能干这种伤身体的事。 许峰。 卖了点别人的血。 余又威松了口气。 那可以。 许峰笑了笑。 好看的女人果然都是双镖狗。 余又威翻了个白眼。 呸。 丑男人果然都没良心。 许峰大怒。 把丑子给我撤回去。 我不喜欢。 余又威哥哥笑了起来。 就不。 余又威。 你小心点。 现在,你就是移动的小金库。 许峰。 我知道。 黑市上有人在求够浮原值了。 余又威。 最高价已经3800枚,金币换一点浮原了。 你的浮原价值超过10万枚金币。 余又威都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你好富啊。 许峰装逼道。 钱只是身外之物。 帅气才是贯穿我一生的主题。 余又威笑声清脆,像是溪水撞击鹅卵石发出的声音。 许峰有点不爽。 你好像在嘲笑我,但我没有证据。 余又威轻了清嗓。 没有啦,我赶紧刷怪赚钱。 余又威。 我要比你更有钱。 许峰笑了起来,跟公鸡打鸣一样。 余又威凶巴巴地说道。 你在嘲笑我。 我没证据,也要咬你。 跟他聊了几句。 许峰给刀哥回了消息。 不卖,滚,刀哥。 你凶凶。 许峰。 叠此此,恶心心。 其他人的消息,许峰依然是群回了一条。 以悦,离悦久。 靠! 老大你连群回消息都这么敷衍了。 许峰。 大哥只是有点疲惫,但大哥是爱你们的。 回完消息,许峰看向了陈和傅。 能进猎场了吧? 陈和傅问道。 你恢复好了。 许峰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体。 闲聊了几句, 恢复得差不多了。 陈和傅说道。 猎场中只有一种野怪,叫人面硕鼠。 硕鼠擅长遁地钻洞,不太好抓。 他们都携带着某样宝物,击杀他们就能获得宝物。 许峰瞪大了眼睛。 我一百点诅咒直。 怎么办? 陈和傅一本正经地说道。 应该什么都拿不到。 许峰松了口气,会直接进我背包里对吧? 洛宇一脸猛逼。 难怪师傅说我心眼太少,我还是得跟他们学习啊。 陈和傅伸手在石碑上,点了一下。 一道鼠型的印记浮现,打开了一道传送阵。 许峰听到提示。 请问是否进入鼠族圣次猎场,持续时间十秒。 许峰选择进入。 刷! 许峰面前的场景一变,来到了一处草原。 他的左上方,有一个计时栏。 当前剩余时间。 十秒。 许峰把黄昏叫了出来,同时把感知力扩散了出去。 周围有十七只野怪属性都一样。 人面硕鼠,特殊怪物。 等级。 一。 生命。 一。 攻击力。 零。 技能。 遁地。 再保。 许峰出现的瞬间,硕鼠们整齐地钻向地下。 想跑。 许峰抬手一剑。 黑剑移化为三。 有三只已经进入图里的硕鼠,被许峰射杀。 提示出现。 您获得了60级史诗集装备宝箱X1。 您获得了30万点呼吸法经验值。 您获得了20级黄金集装备宝箱X1。 您的无声呼吸法提升到了16层。 许峰背包里多了两个箱子。 还不错。 不过这些低级箱子有点鸡肋。 它动作极快,反手又是一剑。 剑矢掀开草皮,再次射杀了三只硕鼠。 您获得了50级传说集装备宝箱X1。 您获得了40级传说集装备宝箱X1。 您获得了20万点经验值。 这次奖励一般。 要是有灵护之风就好了,最起码能多拿一倍的奖励。 许峰骑着黄昏,以最快的速度开始射杀硕鼠。 您获得了灵宝眷狱X1。 您获得了八脉玉剑、鹰锹、赵海。 您获得了地神级呼吸法。 静悟呼吸法。 提示不停出现。 硕鼠遁地的深度最深有700米。 换成其他人进猎场,只能杀那些来不及藏起来的硕鼠。 许峰不一样。 感知力加上不气,最深的硕鼠许峰都能轻松射杀。 七秒过去。 许峰身上多了66件战利品。 一股来自圣刺猎场的排斥撞在了许峰的身上。 许峰不满地吐槽道。 真小气。 多拿一点东西居然当会引起一空间的反感。 他硬抗着这股排斥的力量,继续猎杀硕鼠。 就。 第二十三只硕鼠死亡。 许峰感受到的排斥力更强了一些。 还顶得住。 三秒后。 许峰动作麻利,再次射杀了三只硕鼠。 胜刺猎场的排斥力已经十分庞大。 许峰能感受到这股意志的愤怒。 不打了,真小气。 说完。 许峰眼前的场景再次一变,回到了程和复的密室里。 程和复端着一杯茶,问道。 回来了? 弄了多少件东西? 许峰打开背包。 轻点了一下。 六十四件。 噗。 程和复嘴里的茶喷了出来,震惊地问道。 多少? 六十四件啊。 程和复一脸不可思议。 怎么肯呢? 你把猎场里的地皮都给啃了。 抢劫都没你这么过分。 许峰有点不满。 要不是猎场里有股意志在排斥我。 还能多几件。 程和复脸色微变。 你感受到了猎场的排斥。 完了。 可能要出事了。 他刚说完。 世界公告出现。 枫叶谷势力月落西沉进入盛刺猎场。 抢走过多的宝物枫叶谷淮城出现灾害及事件。 空间封闭。 请清理所有出现的鼠妖。 世界频道瞬间炸开。 许峰的身上多了一个封印图样的状态。 空间封禁。 在封禁解除之前,任何人将无法使用入城或离城的传送类物品。 程和腹胖脸上的肉抖了两下。 有些激动。 你哪来的这么多格子? 许峰随口装逼道。 我这种高手,身上当然有空间道具。 程和腹无语地笑了两声。 你真行啊。 正常的鼠足每次进猎场,最多只能带走三件宝物。 你一次弄走了六十四件。 我都不知道,猎场居然还能帮助鼠妖锁定人类空间的位置。 洛宇小声补充道。 您比我们老家闹的蝗虫还厉害。 许峰咧嘴笑了笑。 我也觉得我挺厉害的。 程和腹盯着许峰,两秒说不出话来。 许峰说道。 我还想精修个技能。 行不行? 程和腹没好气地问道。 让我看看是什么技能? 能不能精修? 许峰把仙灵云剑发给他看了一眼。 程和腹摇摇头。 仙界的技能,太学研究得不是很深。 神界的技能也不行。 许峰知道装备上的技能不可以精修。 他把骤影剑截图发给了程和腹。 这个行吗? 程和腹眉头上挑。 咦? 这技能有点意思,蕴含强大的混沌力量。 他应该有更高的隐藏形态才对。 许峰眼睛亮了起来。 精修能解锁隐藏形态吗? 程和腹摇头。 不行。 隐藏形态需要在特定环境下解锁。 我只能帮你让它变得更强些。 许峰咧嘴笑了笑。 也行。 程和腹感慨道。 你倒是恶天之命, 跟徐腹来那个老家伙有点像。 许峰有些惊讶。 听你话里的意思,跟老徐很熟。 程和腹没多聊,只是说道。 技能精修的效果,有强有弱。 最差的精修, 交钱之后通过试炼就行, 技能基础属性提升。 骤影剑可以高级精修, 可以随机解锁一个新的技能特性。 许峰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喜欢上线高一点。 程和腹随意地说道。 那你去收集五滴妖族的精血吧。 任意妖族都行, 不过不同的妖族激活的特性方向会有所差别。 许峰问道。 一滴精血行吗? 程和腹握紧了拳头。 你娶媳妇, 我只给你个红盖头行吗? 许峰一本正经地说道。 一滴精血帮我精修, 我可以把正式让给你送的红盖头。 程和腹瞪大了眼。 滚。 许峰。 你跟老徐骂我的语气都这么像。 我跟老徐青铜父子, 你可以多关照我一下。 程和腹被气笑了。 他怎么可能认你这种厚脸皮的人当儿子? 谁说我是子了? 滚。 许峰被胖脸发黑的程和腹赶了出来。 他飞向城外, 同时看了看论坛。 靠! 月老静悄悄, 必定在作妖。 我就知道他安静了这么久准没别好皮。 惊了。 全世界第一个被人为搞出来的灾害级事件。 羡慕淮江城的人, 灾害级的妖族入侵感觉就跟宋经验一样。 许峰热度再次飙升, 占据了热铁的第一和第三。 第二是麦克攻略110级BOSS竹林影视的视频帖。 许峰想看点妖族入侵的攻略。 他打开了论坛的淮江城板块里。 这里平时远不如世界板块热闹。 不过今天帖子倒是很多。 热铁第一就是许峰想找的。 妖族入侵的知识点。 想猎杀妖族的都进来看看。 许峰点进去看了一眼。 帖子内容? 我也不知道。 二楼告诉大家。 二楼。 妖族入侵一般会有上百个小BOSS, 还有一个核心BOSS。 三楼。 等入侵的妖族被杀超过70%, 小BOSS全部清掉。 核心BOSS会出现, 打完就结束。 174楼。 还好二楼真的知道, 要不然楼主等着唱菊花哆哆开吧。 许峰也跟着水了一条。 待会有一百个大汉去找你, 别害怕哦。 他一出现。 帖子瞬间热闹了起来。 一楼回复。 学要被打出来了, 呗。 五楼回复。 传下去, 月老要找一百个大汉。 17楼回复。 传下去, 月老身边有一百个大汉。 582楼回复。 传下去, 月老跟一百个大汉 有不得不说的故事。 许峰跟他们闹了一会, 到了城门口。 先把箱子开一开。 许峰捞到十一块领保卷狱。 还有一本小周同学能用的呼吸法。 剩下的都是各级的箱子。 从低级到高级开吧。 许峰先开了二十级的黄金箱子。 重置了十多次, 拿到了一件白金法杖。 不错。 武器是最值钱的。 法杖合件的价格最高, 顿其次, 宫和短账的价格差不多, 匕首最便宜。 许峰很快弄了42件月品界的装备, 都是六十级以下的。 应该能卖个三千美金帝。 也可以留着, 用来培养势力。 低级装备价格不高, 但架不住量大。 这些低级宝箱开完, 许峰包里还剩十一个宝箱。 一个六十级的神话箱子, 十个六十级的史诗箱子。 许峰先把史诗箱子给开了。 重置了将近两万次, 许峰才拿到自己想要的装备。 小韩韩他们三个人的武器, 照进新的盾。 还有六件首饰, 三个输出, 每人两件许峰在十月宏馆里群发了消息。 给你们准备了点六十级要用的装备。 小周同学, 你的呼吸法也终于有了。 许峰把装备都寄给了沈婉秋和四山。 哇, 不愧是四处抢劫的劫匪, 好东西真多。 赵静兴, 老板也是为了咱们才会拼命抢东西的。 不要叫老板劫匪吗? 周亚南。 没事, 随便叫。 周亚南。 仇恨值都寄老子账上, 大不了让他打两巴掌吗? 沈婉秋给许峰发了私聊消息。 我们马上就六十级了。 许峰。 真慢, 抓紧点。 沈婉秋被凶了一句, 乖巧地回道。 知道了。 他们高兴地分装备去了。 神话级的装备, 许峰已经看不太上了。 但在普通玩家里, 这可是越阶的装备。 六十级能带三件神话装备, 绝对算是土豪。 许峰, 看向最后一个箱子, 把它开了。 重置了三万多次。 许峰终于看到想要的提示。 您获得了先级装备。 换武戒指。 换武, 先级。 等级要求。 六十。 力量。 加3853。 敏捷。 加2211。 攻击力。 加7873。 特殊效果。 增加40%爆击率。 特殊效果。 增加7%的最终伤害。 特殊效果。 攻击时有5%的几率附带一次幻影攻击。 幻影攻击与正常攻击伤害一致。 技能可复制。 特殊效果。 增加30%的一速。 换武的基础属性只能算是中等偏下。 特殊效果依然只有4个。 但附带幻影攻击的效果。 加成极强。 只要复制一个技能。 伤害会瞬间爆炸。 许峰接受了这个命运。 看向提示栏。 十件装备没被吞了。 这件不会翻车了吧。 提示出现。 您开启宝箱获得了先级装备。 换武。 背包里多了一枚闪烁着幻彩光泽的镜面戒指。 还好。 许峰咧嘴笑着。 把这件装备换了上去。 三件首饰全部散发着先级装备特有的浅蓝色光芒。 许峰看了一眼属性面板。 攻击力。 许峰刚换上装备,立刻被旁边盯着他看的人们发现。 卧槽。 这逼刚刚掏了个什么东西出来。 又一件先级装备。 我84级都没凑过一套先级的首饰啊。 我鸟。 这身装备看得老子好羡慕啊。 这逼到底从哪弄了这么多好装备。 许峰把冥峰戒指扔进了轻语阁内部的装备库里。 定价600美金币。 挂完装备。 许峰继续赶路。 不到5秒。 提示出现。 您的冥峰戒指被骨合金买走了。 他有段时间没给我发消息了。 许峰跟福花瑶闹得不太愉快之后。 骨合金就不太好意思来找许峰了。 许峰也没太在意。 一分钟之后。 许峰出了城。 他的视线左上角出现了一个英雄榜当前的榜首。 是87级的法师,我的初恋是赤木琴子。 这人的积分已经有352点了。 许峰看了一眼论坛,上面有积分统计的规则。 普通妖族一点积分,精英5点,小boss给50点,终极boss给2000点。 三分钟刷了这么多积分,87级法师优势太大了。 许峰看了看四周,给沈婉秋发了消息。 我想找个妖族多的地方,指个方向。 沈婉秋秒回。 难辨。 许峰。 行,我拿不了积分榜,第一揍你。 沈婉秋也不反驳,娇憨地回道。 哦。 许峰是从北城门出来的。 他骑着黄昏,飞向南边。 有不少人跟在许峰的后面,想跟在许峰后面,捡点好处。 许峰也不在意,全速前进。 三分钟后。 许峰身后,只剩了二十多个,有飞行坐骑的人。 他面前有一处山谷,处在卫山和芒山之间。 这里不是资源区,平时不刷馆。 几乎没人在这附近。 但此时这处山谷里的妖族,数量很多。 许峰扫了一眼。 四围鼠妖。 等级。 六十。 恶毒短尾鼠妖。 等级。 六十五。 电尾三尔鼠妖,精英。 等级。 六十五。 獠牙鼠妖,精英,妖族,敏捷型。 等级。 七十。 最强的獠牙鼠妖,双防十万五千点,血量一千一百四十五万。 许峰握住长弓,一箭射出。 黑箭分成三只,命中了三只不同的鼠妖。 负一千零五万五千八百三十六。 逆极的伤害数字跳出。 三只体型最大的獠牙鼠妖,血条瞬间清空。 跟在许峰后面的人,也看到了许峰打出的伤害。 他们被惊到了。 这就是三剑仙装的加成效果吗? 凭A破千万伤害。 我之前还觉得月老升级不如鸡哥,是我天真了。 他老老的我,七十九级都打不出这么高的伤害。 他才六十一级啊。 许峰的经验条,上涨了五。 百分之二十四。 英雄榜的积分,提升了十五点。 许峰的排名,一下子从三千多万名,跃升到了第八百多万名。 又被吞了一只怪的经验。 他心里吐槽,手上动作不停。 又是三剑飞出。 三只獠牙鼠妖,倒地死亡。 刷! 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六十二级。 英雄榜积分,提升到了三十点。 排到了第四百多万名。 这里怪倒是不少,可惜没boss。 许峰手起剑发,不停射杀着鼠妖。 三秒后。 周围的三十只獠牙鼠妖,全部被许峰击杀。 变为鼠妖,也被杀了六只。 许峰的经验条,上涨到了四十五。 百分之四十二。 升得飞快。 许峰身后的人,也赶到了山谷上方。 他们跑到山谷的东西两侧,避开许峰,刷了起来。 许峰向东飞去,挑着精英怪杀。 五分钟后。 整个小山谷都被许峰寻了一圈,有人抢怪。 许峰的升级效率低了一点。 不过经验条依然在迅速上涨。 刷! 许峰射杀一只电尾鼠妖之后,经验条账满。 六十三级。 英雄榜上,许峰的积分已经涨到了四百一十五点。 排名第一百零七。 榜首的初恋是赤木琴子,积分已经到了八百三十二点。 八十七级的法师,伤害也足够秒杀鼠妖。 榜单前十全是八十级以上的法师。 许峰思路非常清晰。 想反抄他们,必须抓几只BOSS。 都刷精英怪。 我最多,跟他们效率差不多。 刷完山谷里的精英怪。 许峰继续向南前进。 山谷里有三百多个人,都是跟着许峰来的。 许峰一走,他们立刻发现了。 月老这就走了。 大佬就是大佬,普通怪连看都不看一眼的。 我不走了,这边的普通怪刷完,收获也不错了。 不行,我得跟着大佬,亲眼见证,他拿英雄榜的榜首也行啊。 感觉榜首不太现实,八十多级的这些法师太赖了。 有三十多个人,骑着坐骑跟在了许峰的后面。 许峰飞过了两条大河,发现了一处树林。 树林面积不大,也不是资源区。 但许峰的感知力,扫过树林,发现了不少挖洞向淮江城前进的鼠妖。 恐怖鼠妖,妖族,精英,前行,等级。 其实,许峰沉思了一下,不确定这里有没有boss。 是继续找boss,还是就在这里刷。 先刷着,猎杀妖族的进度才3%。 许峰停了下来,握弓拉弦。 问,弓弦争响。 黑剑一分为三,紧接着忽然有了变化,出现了另外三只颜色浅一些的黑剑。 幻影攻击触发。 许峰反应极快,尝试着操控幻影箭矢。 居然可以。 三只箭矢引入空间,瞬间出现在了另外三只鼠妖的身后。 碰。 地面被轰出六道大坑。 六只鼠妖,被同时击杀。 跟在许峰后面的三十多个人,目瞪口呆。 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多坑? 一箭,能打六个目标? 这特么是攻守。 应该是先级装备的特效。 妈的, 仙装以上的装备,经常有这种强的离谱的特效的。 在他们讨论的时候, 许峰动作流畅,拉弓再射。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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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不停震动。 大树被许峰剑矢中强大力量,震倒了不少。 前藏的鼠妖,被震动赶出了地面。 他们个个都有婴儿大小,朝着许峰刺着牙。 跟在许峰后面的人,在离许峰比较远的地方,刷起了鼠妖。 叮。 工会频道里有人at许峰。 许峰看了一眼。 妇科医生同主任。 at月落西沉。 月会长我这里发现了一只BOSS。 妇科医生同主任。 图片。 许峰看了看截图。 里面有一只全身躯黑,长着肉吃的鼠妖,双翅力齿鼠妖,妖族,BOSS,力量型,破甲。 70级的BOSS。 双方213300点,血量5700万。 许峰给佟主任发了一个好友申请。 对方秒通过。 佟主任。 月会长,我终于嫁到你的好友了。 许峰。 BOSS在哪? 佟主任。 图片。 许峰看了看佟主任的位置截图。 在淮江下游啊。 离我大概三分钟的路程。 许峰思索片刻,给佟主任发了消息。 你附近有人吗? 佟主任。 暂时只有咱们轻语格的几个兄弟,还没别人发现。 佟主任。 不过我队里有跟云生关系比较好的人,我怕他捣乱。 许峰。 你们跟着BOSS,我刷完这边就赶过去。 IQYGXLENT TV。 O MIU。 许峰。 红包。 许峰。 给你队里的兄弟们分一下。 佟主任。 卧槽。 30枚金币。 佟主任。 谢谢月会长。 老板大气。 许峰背包里多30枚金币,少30枚金币, 都没什么区别。 不过30枚金币对普通玩家绝对是笔巨款。 发完红包。 许峰专心刷起了面前的鼠妖。 四分钟后。 树林里的鼠妖,许峰差不多刷完了。 许峰的经验值涨到了31。 55。 到了63级之后,升级效率明显下降了不少。 英雄榜上。 许峰的积分已经到了1765分,排名第15。 榜首的初恋是赤木琴子,似乎也找到了一片不错的刷怪地点。 他的积分已经到2954分了。 前十守门员是龙影工会的刚正部额。 积分2557分。 树林里还有些零散的精英鼠妖。 许峰没空细搜了。 他给佟主任发了消息。 发个位置。 佟主任秒回。 图片。 许峰赶向他们的位置,发消息问道。 你们周围还是没人吗? 佟主任。 有激励人想过来,被我们赶走了。 佟主任。 队里的那个云生的兄弟,被钱收买了。 佟主任。 暂时还没人发现这只Boss,但他在往淮江城走,感觉快被发现了。 许峰。 我尽快到。 三分钟后。 许峰距离佟主任只剩十多秒的路程。 定。 佟主任发来了消息。 坏了。 佟主任。 有一队战力工会的人,发现Boss了,我们吓不走他们。 佟主任。 他们正在往这边赶,最多十几秒就到了。 许峰算了算路程,自信地说道。 不用拦他们。 佟主任有些担忧。 不会被抢了吧? 佟主任。 他们队里有两个82级的人,一个攻守,一个刺客。 许峰。 没事。 他们来不及。 回完消息。 许峰全力赶路。 十一秒后,许峰远远地看到了佟主任他们。 大概十几米的高度,飞着一只跟成年老虎差不多大的鼠妖。 而更北的远处,许峰看到了两个骑着飞行坐骑的黑点,正在迅速赶来。 岳会长。 在这里。 快点啊。 他们马上就过来了。 千万别让他们摸到怪啊。 感觉两秒,他们就把这只鼠妖给杀了。 许峰听到了几声模糊的大喊声。 颤离工会的两个人,明显也加快了速度。 许峰提前拉满弓弦。 蓝光四溢。 五千米。 四千米。 三千二百米。 许峰没有浪费一丝时间。 鼠妖进入射程之后,立刻松手。 仙剑飞出。 蓝色的箭矢,离弦时变成了两只。 换武效果触发。 负四千四百零五万,两千二百五十五。 六个四千多万的伤害跳出来。 鼠妖的血条,瞬间清空。 许峰手里,还捏着一个破天一剑,都不用打了。 童主任惊呆了。 卧槽。 这什么鬼伤害。 他的四个队友,表情完全一致。 妈爷。 这就是三剑仙装的效果吗? 太离谱了。 我感觉我到一百级,都未必能打出这种伤害啊。 这也太过分了。 秒了。 七十级的boss被约会长一剑给秒了。 远处的两个战力工会的人,也待在了原地。 许峰向着他们大声喊道。 想抢怪啊。 你们也配。 远处的两个战力工会的人,不敢说话。 许峰这个伤害,着实有点吓人。 他们电量了一下他们的防御和血量,又看了看鼠妖的防御和血量。 算了,惹不起,溜了溜了。 等到对方转身离开。 许峰看了看自己的经验条。 没涨。 许峰已经麻木了。 算了,吞点经验没事。 关键时候,不要吞我的装备就行了。 最起码,积分还是上涨的。 定。 许峰收到了同主任发来的消息。 太牛逼了。 当初咱们一起刷副本的时候, 你伤害还没这么高的。 当时我六十级,你四十多级。 现在你六十多级,我也六十多级。 许峰回道。 没事,我七十多级的时候, 你应该还是六十多级。 同主任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你可真会安慰人熬。 同主任。 对了大佬,刚刚你的伤害我录下来了。 同主任。 能发到论坛上吗? 我第一次见这么密集的千万伤害。 同主任。 太震撼了。 许峰。 别乱配短视频那种用烂的音乐, 不会配乐就不要配乐。 同主任。 咦? 大佬,你怎么知道我要上低坠? 同主任。 那就直接发。 杀完Boss。 许峰也没落地,转身继续向南飞去。 刚飞了不到十秒。 许峰忽然在江边一处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感知到了一只鼠妖。 拨完水鼠, 妖族, Boss, 破甲, 控制形。 许峰眼睛一亮, 转头冲向这只水鼠水鼠, 发现了许峰, 向江水下潜去。 许峰骑着黄昏, 直直地冲向江水。 跟在许峰后面的人, 脸上有些吃惊。 月老这是要进水里。 水里有什么东西吗? 可能有Boss。 但没有水声做起, 下水打Boss就是找死啊。 额吧不会翻车了吧。 他们说话的时候, 许峰已经扎进了水里。 扑通, 水面被冲破, 溅起了一朵大浪。 黄昏身上闪烁着星光, 化身成了小号的虎晶。 许峰踩着黄昏的后背, 深吸一口气。 黄昏带着许峰, 向水下潜去。 入水的瞬间, 许峰的氧气剩余值, 变得非常夸张。 这是水声做起的特性。 许峰可以跟黄昏共享氧气。 他可以在水下待70分钟。 虽然比不过那种 可以水下换气的水声位做起, 但也相当不错了。 许峰向水鼠Boss追了过去。 跟在许峰后面的十几个人 赶到了水边, 满脸震惊。 我刚刚没看错吧? 月老脚下是一头虎晶。 没看错? 我录视频了。 他的座旗不是黄昏吗? 哪来的水声座旗? 可能就是黄昏。 你看视频里虎晶的眼睛, 有很明显的星光。 快发论坛。 论坛里迅速出现了十几条帖子。 最新情报。 月老的黄昏 居然还有这样的特性。 全世界首个能变化形态的座旗。 月老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太震撼了。 黄昏居然还能变成虎晶的形态。 帖子发出去。 热度瞬间飙升。 热铁第一是同主任刚发的帖子。 六十三级打出两亿多的爆发伤害。 先级装备加顶级一宝的恐怖属性。 提到虎晶的那条帖子, 热度登上第二。 1758楼。 卧槽。 这骑着虎晶的样子也太帅了吧。 爱了爱了。 JPG。 4423楼。 羡慕, 我连飞行坐骑都没有。 B王已经有水路空三用的坐骑了。 17745楼。 惊了。 我是第一次知道黄昏还能变换形态。 吉川英也回了铁。 变换形态确实很惊人。 但他现在最重要的是拿英雄榜第一吧。 他一出现。 不少黑粉头子跟着出现。 28585楼。 花里胡哨。 没什么用。 一般货色。 JPG。 33187楼。 要翻车咯。 这次的英雄榜第一, 争不过人家了。 44745楼。 别说第一了。 我感觉这个英雄榜, 他连前五都进不了啊。 有够好笑。 JPG。 奶糖有点甜, 立马回了吉川英。 还没结束, 最后一个boss就2000几分呢。 奶糖有点甜。 我有几张截图。 你们好像上次说, 月宝参加不了天选争锋啊。 他直接发图。 几个黑粉头子被打上了沉默, 不过带节奏的人还是很多。 论坛里吵得热火朝天。 叮。 小群里有消息。 许峰追着水鼠的同时, 扫了一眼消息。 汤姐。 at月落西沉, 初恋歌是第一, 但几乎没人讨论他。 飞飞。 谁让我风歌实力强, 骚话多, 做气还帅呢。 西人。 黄昏确实帅。 我超喜欢胡金的。 许峰。 我比他帅多了, 你们有没有眼光啊? 小雪。 天气不错。 小雨。 确实。 许峰发了消息后, 跟水鼠的距离已经只剩三千四百多米了。 跑得很快, 但不是太快。 许峰嘀咕了一句废话之后, 拉满了弓弦。 咕噜。 剑弦在水中弹出了一连串的小气泡。 弦上的巨大力道生产了阴暴。 仙剑消失, 紧接着出现在了水鼠的后背位置。 一剑命中。 -3382万7883。 -1691394。 幻武没有出发, 但伤害也够了。 水鼠周围的水被鲜血染红。 许峰看向经验条。 这次经验没有被吞掉。 许峰的经验条直接上涨了11。 -4%。 60级算是个升级难度的分水岭,升级难度越来越高。 于右威63级的时候,一个小时能升10%的经验就算是收获丰厚了。 许峰一只怪就能升这么多的经验。 两条提示出现。 您获得特殊物品。 鼠妖一族的精血。 您连续击杀了两只BOSS,获得额外100.7分加成。 许峰咧嘴笑了笑,居然还有连杀奖励。 咕噜噜,水灌进了许峰的嘴里。 哗啦。 许峰很快浮上了水面。 黄昏变回了白马的形态,身上的水自然流下。 毛发干净如新。 许峰甩了甩头发上的水,向南飞去。 他打开论坛,搜索了一下连杀奖励。 几十万条帖子跳了出来。 副本居然新增加了评分体系和连杀奖励。 连杀越多,评分越高。 副本的连杀奖励挺不错呀。 评分到了优秀级,出装备的概率比之前高了。 许峰这两天偶尔看到了副本评分的帖子。 不过他几乎不打常规副本,没太在意。 扫完这些帖子,许峰也没看到英雄榜连杀奖励。 看样子,我应该是第一个连杀了boss的人。 精英怪也先不打了,找boss。 精血和积分更重要一点,精英妖族的经验可以往后放放。 许峰在工会频道发了消息。 月落西沉。 淮江城的兄弟发现了boss,可以来我这里卖情报。 月落西沉。 三十枚金币,现结。 一夜起七次。 收到。 离月酒。 收到。 鱼又微。 收到。 许峰一句话,工会频道里跳出来了四万多条收到。 还有不少人没在线,或者是正在忙。 云生看得十分极度我平时说句话,他们可没这么热情过。 韩九嫣劝说道。 他们就是在跟风玩梗。 韩九嫣。 咱们手里有钱,到时候不怕没人支持。 云生没说话。 五分钟后,许峰在路上击杀了二十多只精英鼠妖。 他的积分几乎没怎么动过,名字已经调到了二十三名。 马上就要调出三十名了。 抽烟喝酒烫头给许峰发了消息。 老大快来,这里有BOSS。 抽烟喝酒烫头。 图片。 许峰看了看图片。 一只白皮幻魔鼠BOSS,擅长控制。 抽烟喝酒烫头也在淮江城的南边,离许峰也就三分钟的路程。 IQ-Epsilon G-Epsilon TV。 Oh, Mew。 小经理是有点东西的。 许峰给抽烟喝酒烫头发了三十枚金币,赶了过去。 四分钟后,许峰轻松击杀了幻魔鼠BOSS。 又是一滴精血到手。 连杀奖励再次出现。 宁连续击杀了三只BOSS,获得额外三百点积分加成。 许峰的积分猛涨一波,回到了第十四名。 妖族入侵的进度,逐渐上涨。 许峰找着BOSS杀,单次积分高,但BOSS数量有点少。 当进度到了百分之九十九十。 许峰积分涨到了五千六百八十五点。 初恋式赤木琴子的积分,已经到了七千七百三十六点。 论坛里,北武员也发了一条帖子。 热度飙升。 结束了。 月洛西辰就算把最后的BOSS给杀了,也不可能拿到英雄榜第一了。 许峰回了铁。 我要拿到了第一呢? 北武员也。 我自己去掉十几。 最终BOSS就两千点积分,你拿个鬼的第一。 许峰回复了北武员也。 有道理。 你小子确实有点子智慧在身上的。 北武员也被夸得有些茫然。 咦? 他找茬怎么还能被夸呢? 围观的论坛水友们也十分惊讶。 572楼回复。 月老这是承认他当不成第一了。 761楼回复。 其实恶把从来没说过他一定会是第一啊。 凭什么绑架恶把? 1174楼回复。 跟80多级的法师比刷怪速度,还是太吃亏了。 清零甜茶,回复了许峰。 他找茶,你还夸他。 你都没夸过我。 奶糖有点甜在下面回复。 我这双睿智的眼睛看得出,月宝应该不是在夸人。 离月酒。 老大这种阴阳人,说这种话,确实不像是夸人的样子。 许峰把离月酒的回复截了图,发给了他。 离月酒。 Orth,老大我错了。 许峰阴阳怪气道。 你可没错,你好着呢。 离月酒十分心虚。 老大,你别这样,我害怕。 许峰。 把核心boss找到,我就放过你。 离月酒试探地问道。 那我要是找不到呢? 许峰。 罚你在工会频道说一句,于又威脾气侦查。 离月酒赶紧去找boss了。 许峰知道于又威外冷内热,但离月酒眼里的于又威是不可触碰的高冷女神。 他怕发了消息被弄死。 许峰继续往南,给踏破千山发了条消息。 帮个忙。 踏破千山。 如果我们的人找到核心boss,会告诉你的。 许峰。 谢了。 踏破千山。 别客气。 反正我们的人也拿不了第一。 踏破千山。 你拿第一,比鹰鹉工会的人拿第一要好很多。 跟踏破千山聊完。 许峰给树影对月酬发了消息。 五十枚金币悬赏核心boss的位置。 树影对月酬。 恐怕得更多一点。 有人已经出到五十枚金币了。 许峰。 二百枚金币。 树影对月酬。 行。 我立刻安排。 许峰还给宜卡十页。 唐宋风月都发了消息。 找到核心boss之后,把位置丢吧。 唐宋风月。 没问题。 月老发话我当然还是要帮忙的。 宜卡十页。 宜卡十页。 我跟你关系有这么好吗? 许峰回了宜卡十页。 你如果告诉我boss在哪儿,你就多个朋友。 许峰。 如果你不告诉我,我肯定记这个仇。 宜卡十页沉默两秒,回到。 如果找到,会跟你说的。 许峰几条消息,帮忙找boss。 人手扩充了几倍。 三分钟后,许峰来到了飞鸟湖旁。 这里有一处野外村落,叫原村。 许峰看地图介绍的时候,留意过这个地方。 原村里一共31位村民,出了77个隐藏任务。 许峰飞越了湖面,惊起了一片的鸟。 到了湖对面,许峰远远地看到了原村。 三个村民拉着马车,在运送物资。 村里有两个小孩在地上打滚玩闹。 他没太在意,准备继续往前走。 即将离开的时候,在许峰感知力极限的地方,闪过了一道黑影。 许峰的注意力刚刚不太集中。 没看清是什么? 不过肯定有东西。 他转过头,像发现黑影的方向飞了过去。 从上空越过原村。 许峰追了14秒,却依然没有再次感知到那道黑影。 他脑子里飞快地分析着。 追错方向了。 还是他的速度不比我慢,所以一直没追上。 思索片刻。 许峰身上泛起浅淡的光泽。 扒门,改。 许峰向前闪了3500米。 有了。 许峰正前方2900多米的位置,有一只鼠妖在飞快地移动。 他的移速几乎跟许峰一样,只差一点。 许峰看到了他的属性。 黑鼠妖王,妖族,BOSS,敏捷型,力量型,王。 等级。 70级。 生命。 4亿3500万。 攻击力。 776544。 防御。 687544。 魔法防御655521。 技能。 遁地行走,妖王血脉。 切实,投掷,妖孕护体,力齿。 许峰咧嘴笑了。 逮到了。 不过得小心,切实,投掷这两个技能。 切实。 攻击命中敌人时,召唤一只鼠妖啃食对方的装备,被啃食的装备,会直接消失。 投掷。 拾取身边的一切物品,投掷向敌人。 其他几个技能,都是属性的加成。 妖孕护体能减少所受伤害的35%,并有3%的概率,免疫所受伤害。 虽然难打,但对许峰威胁不大。 许峰看完属性,弓弦也已经拉满。 问。 弓弦震战。 破天一箭飞出。 黑鼠妖王身形一闪,向前猛冲了一段距离。 遁地行走。 可以在地面下保持正常的移速,并且每10秒可以向前闪现300米。 破天一箭逼完走位。 许峰弓弦之上,蓝光四翼。 幻武。 许峰喊了一声,松开弓弦。 仙剑飞出。 但幻武效果没有触发。 动。 地面被许峰的攻击,轰出一个大坑。 鼠妖王被仙剑打中,头上跳出了大片的伤害数字。 -4432万2523。 -2216126。 鼠妖王的血条,猛掉了13管。 还剩30管血量。 鼠妖王忽然改变了行径的方向,朝着地下挖去。 想跑。 许峰立刻向下飞去,骤影剑飞出。 碰。 鼠妖王再次被命中。 -28756204。 -1437810。 鼠妖王的血条,掉了酒管。 他越挖越深。 许峰脸色凝重了起来。 他挖到3400米以下,我就打不中他了。 呼吸法层数还是低了,满层感知范围几万米,他肯定跑不掉。 他的念头刚落。 鼠妖王忽然以极快的速度,向上挖来。 许峰咧嘴笑了笑。 脾气还挺大,想回来杀我。 他骑着黄昏飞骑,在原地留下一缕星光。 鼠妖王冲破地面,向着许峰扔出了两块石头。 - 嗖。 石子在鼠妖王的手里,威势惊人。 许峰使用心回,瞬间闪到了刚刚的位置。 完美躲开这一次攻击。 许峰大声对鼠妖说道。 - 你不行啊。 再给你几次机会。 他停在了一千米的高度,刚好在鼠妖王的射程里。 鼠妖王被激怒,疯狂攻击。 许峰眯起眼睛,他眼中的时间瞬间变慢。 所有石子的轨迹,许峰都清晰地看在眼里。 他左右闪躲,避开了鼠妖王的所有攻击。 5秒后,许峰三个技能打在了鼠妖王的身上。 幻武效果触发,复制了骤影剑的攻击。 鼠妖王的血量直接清空,倒地死亡。 许峰的经验条猛涨了一大截,直升到了64级74。 5% 世界公告出现。 枫叶谷七级城市淮江城终结了灾害及意外事件,月落西沉表现突出,奖励称号。 万众瞩目,物评鼠妖王之童。 许峰同时看到了两条提示。 您连续击杀了八只BOSS,获得额外一千五百点积分加成。 鼠妖王献祭灵魂,对您进行了诅咒。 您的薛缘长弓,进入咒识状态。 世界公告出现的一瞬间。 论坛沸腾了。 奶糖有点甜,立刻发了帖子。 谁说月宝拿不了第一? 北五元也出来说话。 我敲,月老居然真的第一了。 最终BOSS不是两千年的积分吗? 不愧是天选冠军。 他总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详细分析月老积分的变化,我可能发现了一个隐藏机制。 奶糖不太甜的帖子,立刻被推到了热帖第一。 分析帖的热度也不低。 帖子是由一个叫跟女人没话说的七十二级法师发的。 我猜测连续击杀多个BOSS,应该会有额外的积分加成。 之前月老的积分每次都是增加几百点。 当时有人猜月老有范围伤害技能。 现在看来,月老应该就是一直在盯着BOSS杀。 这条帖子被顶到了热帖第二。 吵得很厉害。 急穿鹰回了帖。 这种隐藏机制太不公平了。 奶糖有点甜阴阳怪气道。 月宝绑着你们的手脚,不让你们多杀BOSS是吧。 陶善回复了奶糖有点甜。 完了,你怎么越里越气的? 离月酒。 不愧是老大的粉丝,阴阳怪气有一手的。 温鱼。 离子,还在这里口嗨是吧? BOSS好像不是你找到的。 离月酒。 离月酒。 本人有事,暂时退网。 有缘再见。 汤姐也立刻跟上,一波帖子洗了过去。 恭喜清语阁副会长喜提英雄榜第一。 在创新记录,正面对抗87级法师拿下英雄榜首。 64级清语阁副会长月落西辰,强得离谱啊。 分享一波月落西辰的帅徒。 感觉这个月的男神榜,可以给他打一波榜啊。 叮。 叮。 许峰的好友兰,不停闪烁。 他没着急看消息,而是打开了装备栏。 咒识是什么东西? 薛元长弓,神话。 咒识。 他仔细对比了一下。 装备的属性没变化。 这里多了一条描述。 许峰看下装备描述的最下方。 咒识状态。 装备,被因果力量侵蚀,属性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弱。 每12小时,损失10%的属性。 当装备属性归零时,装备将会化为灰烬。 许峰深吸一口气,脸色冷静。 生气和愤怒都没用,想办法解决问题。 他给徐富来发了邮件。 我的武器被咒识了,你知道该怎么处理吗? 徐富来秒回又见。 咒识? 你怎么会被咒识? 许峰。 杀了只妖族的蜀王。 他临死前对我进行了诅咒。 许峰。 就离谱。 我以后杀个妖王就得被诅咒一次。 徐富来。 不会。 咒识是因果的力量,来自明界。 徐富来。 只有极其稀少的妖族能掌握这种力量。 之前从没听说妖王能使用咒识。 徐富来。 你属实有点运气差。 不愧是一百点诅咒值的男人。 许峰催了一口。 我谢谢你提醒我,咒识能解决吗? 轩辕长弓没了,对许峰的操作没有影响。 但属性上的影响太大了。 徐富来回道。 能解决。 而且不只有一种方案。 许峰松了口气。 哪种最快? 徐富来。 所有丰盛的强者死时都会留下一份魂石。 徐富来。 这是来自武勋的力量。 他们死后魂石会在十年后完全消散。 徐富来。 魂石的精纯力量能击溃因果的诅咒。 刀五龙就知道该怎么用魂石。 许峰立刻想起了他背包里的剑碎。 不过他没着急,回邮件继续问。 其他的方案呢? 徐富来。 去冥剑。 徐富来。 宙石的源头就是冥剑,收集五十株万年灵草,也能消除宙石的力量。 许峰眼睛一亮。 把我送去戈灵滩图吧。 他现在非常缺呼吸法的熟练度。 徐富来有点无奈。 上次就说了,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去戈灵滩图。 许峰问道。 四大阵营呢? 徐富来依然秒回邮件。 估计也不行。 徐富来。 八方王朝的皇室应该有进入冥界的方法。 徐富来。 你接触不到皇室,可以去元村试试。 许峰有些意外。 元村。 徐富来。 元村很不简单,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村落。 徐富来。 不过元村跟明界的关系,他们非常忌讳。 徐富来。 你应该也很难得到他们的帮助。 许峰回道。 还有其他方法吗? 徐富来。 我知道的就这两种,估计也只有这两种。 徐富。 知道了。 回头见。 徐富来看着许峰的邮件,摇头笑了笑。 这小子头脑冷静,耐心极好。 利。 白鹤不满地回应了一声,对徐富来的评价极其不认同。 现在他钉上还缺着几根毛。 都是许峰拔的。 回完消息。 许峰思索了片刻,飞向元村。 万剑种有点危险,剑碎还有可能用一次就失效了。 先去元村试试,能进戈林摊图最好。 如果不行,再去万剑种碰碰运气吧。 许峰飞到了元村。 到了门口,许峰落到了地面上。 他没有直接飞到元村里去。 走到村口,许峰看到了刚刚在村子里玩的两个小孩。 小男孩走了过来,问道。 大哥哥,你有什么事吗? 许峰说道。 我的祖辈曾经受过元村的帮助。 我现在有了些钱,想捐点物资,聊表心意。 说着,许峰拿出了一袋金币,给小男孩看了一眼。 能带我去见一见村长吗? 小男孩脸上有点犹豫,看了看小女孩。 小女孩点了点头。 看他点头,小男孩才说道。 大哥哥跟我来。 许峰觉得很有意思,跟上了小男孩。 到了村长的住处外。 许峰在院门口等着。 小男孩进去,大声说道。 魏叔,有客人说要给咱们捐钱了。 过了一分钟。 小男孩从屋里走了出来,对许峰说道。 抱歉啊大哥哥,魏叔不想见你。 您请回吧。 许峰眼神深邃了几分,说道。 麻烦你跟村长说一声,我想捐一万枚金币。 小男孩认真地说道。 大哥哥,魏叔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他说不见就是不见,你还是走吧。 许峰还没说话。 支呀。 屋门被推开。 一个约莫四十多岁,留着板寸的男人走了出来。 他看了许峰一眼,说道。 小勇说得对。 我魏师松绝不是那种看重钱的人。 不过远来是客,进来喝杯茶吧。 小勇有些茫然。 那个小女孩,暗自摇了摇头。 许峰笑了笑,跟着魏师松进了屋内。 魏师松的房间并不大,一张木床,一张桌子,四把椅子。 坐。 魏师松招待着许峰,拿起茶壶,给许峰倒了杯茶。 许峰注意到了茶壶。 这是十瓢壶,上面刻着八个筋骨十足的字。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在湖把处,还刻着一朵非常精致的竹叶图案。 许峰迅速掌握着周围的情报,暗自分析。 八方王朝的帝氏,很喜欢竹叶。 八方王朝的宗姓也是位,原村跟帝氏有关系。 不重要,能进戈林滩图就行。 魏师松倒完茶,也坐了下来。 你是真心要捐钱,还是有求于原村? 许峰说话的顺序很讲究。 捐钱当然是真的。 他拿了二十袋金币。 每袋五百枚黄灿灿的金币,堆满了桌子。 许峰继续说道,这些钱归原村了。 不过我,确实有求于原村。 魏师松看了金币一眼,拿起了一枚把玩了一下。 天下果然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想要什么? 说来听听。 许峰说道,我想进戈林滩图摘些灵草。 听说原村有办法帮我。 一万枚金币只是一笔小钱。 等我采完灵草,还会再送原村几笔钱。 魏师松听到冥界两个字,表情逐渐严肃。 他放下了金币。 我帮不上你,请回吧。 钱你也带走。 许峰脸色淡定,说道,再加两万枚金币。 等我采完灵草,会再给两万枚金币。 合计五万枚金币。 魏师松脸色有些错愕。 你刚刚六十四级,居然有这么多钱。 许峰很享受魏师松的惊讶表情。 他认真的说道,如果能多次进入冥界,钱不是问题。 魏师松看向许峰,问道,你采灵草,要做什么? 许峰说了实话。 杀鼠妖王的时候,我的武器被骤食了。 魏师松皱眉。 妖王怎么可能拥有咒食的力量? 许峰也没废话,把轩辕长弓的咒食状态截图发给了魏师松。 魏师松沉默两秒,说道,你得容我考虑一下。 许峰问道,多久? 我的时间很紧张。 魏师松想了想,下午两点之前,我应该能定好。 许峰看了眼时间,大概还有六个小时。 他也不急躁,开口说道。 那我下午两点过来。 说完。 许峰起身,魏师松也站了起来。 先把钱拿走吧,我极有可能不会帮你。 许峰并不在意这些钱。 送你们了。 就算你们不帮我,结个善缘也行。 魏师松也没推辞,跟着许峰出了屋门。 WWW 许峰骑上黄昏,离开了原村。 魏师松目送许峰离开。 小姑娘走了过来,开口问道。 爹,为什么要帮她? 总不会真的为了钱吧? 魏师松眼神深邃。 最开始确实是为了钱,那可是一万枚金币。 咱们全村干五年,也未必能挣这么多。 魏相亲问道。 那后来呢? 魏师松说道。 他背着的那把弓,是人皇宫。 小姑娘沉稳的眼中,流露出了一丝惊讶。 人皇宫不是在上次大劫中遗失了吗? 看来没有。 铁匠那个老家伙,只是躲到了大家找不到的地方。 魏相亲皱眉说道。 你要帮她进混沌之地,肯定会被王朝注意到。 咱们好不容易才平安离开了地势,我不同意帮她。 她的态度非常坚决。 魏师松看着聪慧的女儿,问道。 大乱将至,你我躲得掉吗? 小姑娘认真地说道。 我们又不争位,凭什么躲不掉? 魏师松摸了摸她的头。 你虽然聪明,但年龄还小,无法理解权争的危险。 她有潜力,有钱,还有身份,还很慷慨。 跟她结个善缘,她会乐意救咱们一命的。 魏相亲的小脸上,出现了不符合她年纪的深思表情。 一片树叶落下。 魏师松接住树叶,笑着说道。 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帮她。 这小子传闻中相当霸道,而且油嘴滑舌,满嘴瞎话。 还有一个小时,让我再考虑一下。 许峰出了原村,心情缓和了几分轩缘长弓的事情,最起码有点线索。 她打开背包,看向了刚刚拿到的奖励。 鼠妖王之童,消耗品。 物品描述。 拥有鼠妖族的强大妖力,将乌卓的妖力驱逐后,也许会有意外收获。 待会去太学看看。 许峰关了背包,看向好友兰。 上百条消息,都在恭喜她拿下英雄榜第一。 许峰敷衍的群回了消息。 月姬碾压了一批法师而已,不会有人做不到吧? 叮。 于又威发来语音。 你没事吧? 许峰。 为什么这么问? 于又威。 之前你都会单独给我回消息的,这次给我发的消息,也是群回的。 于又威。 我先确认一下你是不是心情不好,然后再决定凶不凶你。 许峰笑了笑。 一点小问题,不严重。 于又威认真地说道,需要帮忙,你要第一个找我,不能找别人。 许峰。 我需要一个漂亮小姐姐抱着我安慰一会,最好是找家旅店的那种。 于又威催了一口。 看来你没什么事,我接着升级。 于又威。 外观已经发给你了,换上给我结张图。 许峰打开邮件栏。 于又威发来了邮件,里面附着一件云上天瓢。 许峰接受了邮件,把外观穿了起来。 这件也挺帅。 他给于又威结了张图。 不许对着我的照片,做奇怪的事情。 于又威哥哥笑着。 呸,你想得美。 跟他聊着。 许峰骑着黄昏,飞向济山。 这里有七十级的精英怪,妖化伐木工。 济山升级的人很多。 许峰直接抢了鹦鹉公会的三处升级点,把对方挤走了。 不少人看到了许峰的新外观,疯狂截图。 论坛上很快出现了大量的帖子。 月老也穿到了云上天瓢。 不愧是清语阁里的二把手,地位极高。 压了一。 这件外观配上黄昏,感觉比黑衣白马,还要更帅一点啊。 月老腰上的装饰,也是外观。 我刚打听到的情报。 这就是父老的画风吗? 许峰水着论坛,刷着妖化伐木工。 两个小时后,许峰的经验条,只上涨了十七。 百分之八。 比起同级玩家的升级速度,许峰这速度,已经跟做火箭一样了。 不过,他还是不太满意。 叮。 提示出现。 您的四叶混沌帘,从沉睡状态中苏醒了。 许峰还没看他的属性,就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涌了上来。 随后就是一阵骂骂咧咧。 四叶混沌帘发泄着他被许峰当冤种的不满。 许峰左耳朵近,右耳朵出。 甚至还跟四叶混沌帘说道。 你说,我听着呢。 他打开了一宝栏,看了看四叶混沌帘的新属性。 黑夜影史的箭矢数量,从六根涨到了八根。 使用技能时,箭矢数量变为四根。 攻击力加成,提升到了百分之二十。 这个属性兽宝刺加成,提升到了百分之四十。 连夜潮生衣移速加成,从百分之二百三十,提升到了百分之三百五十。 加成之后,提升到了百分之七百。 保命次数,提升到了五十次。 断魂的伤害,提升到了百分之五百。 加成之后,直接达到了百分之一千。 提升巨大。 同时,四叶混沌帘还多了一个新的技能。 十二叶天悬帘文阵。 释放强大的力量形成阵法,持有者获得一分钟的无敌时间,且免疫所有负面状态。 攻速提升百分之七十,所有伤害附带总伤害额百分之三十的真实伤害。 冷却时间。 一小时。 终于看到了这个技能的真实属性。 许风心头火热。 可惜,无敌时间跟影史的剑术一样,不受天数宝刺加成。 这种机制类的效果,看样子都不能享受加成。 还好另外两个属性,都能加成。 攻速提升百分之一百四十,附带总伤害额百分之六十的真伤。 开了连阵的许风,一分钟内的输出会相当恐怖。 他打开了背包,看向了剑碎。 去万剑种看看,打不过只需要考虑去冥界就行了。 许风干脆利落地使用了剑碎,从原地消失。 许风听到提示。 您已进入万剑种,此地对您来说过于危险,请小心行事。 他看向四周。 这里是一处高山,云雾缭绕。 四周植被茂盛,生机勃勃。 许风的感知力散开,还发现了两千多米外有几只猴子荡来荡去。 我还以为,这里会是墓穴,跟想象中差别很大。 速速声响起。 几根藤蔓仿佛青蛇一般,悄悄向许风延伸了过来。 瓮。 弓弦震战。 三只黑剑飞出,打断了五根藤蔓。 许风看了一眼他们的描述。 缠附藤蔓。 拥有灵质的植物,被缠住后将无法挣脱,直到可恶而死。 这里比想象中危险。 许风骑上黄昏,准备飞到半空。 提示出现。 此地无法飞行。 许风只见涌出了一道黑色的力量,想打开暗界通道。 没有任何反应。 暗界通道无法打开。 许风眼神警惕,沿着唯一的山路,缓慢向上前进。 藤蔓不停来袭。 许风动作不停,见识射向这些藤蔓。 藤蔓越打越多。 仅仅过了一分钟。 WWWW。 BQXNOM。 OM。 许风感知力范围内出现的藤蔓,已经超过了五十根。 打不过来。 跑。 黄昏全力向前奔跑。 刚跑了不到两秒。 提示出现。 您踩中了陷阱,一速降低百分之二十,持续十五分钟。 您的连夜潮声音效果出发,强制保留一点生命。 许风的感知力,探向地面。 在草和树叶的下面,有很微弱的阵法纹路。 这些陷阱,必须仔细感知才行。 但时间不够,藤蔓围上来了。 满上去。 不行就撤走。 思索片刻,许风的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想法。 他用精神力构成了屏障,把自己保护了起来。 呼吸法升到十六层后,许风的屏障缺陷减少到了六千四百多处。 藏匿效果更好了。 藤蔓停住。 他们左右摇晃了几下之后,缓缓退去。 没了藤蔓的压迫,许风放缓了速度。 往前走了五百多米。 许风感知到了一处陷阱。 他拉满弓弦,一箭飞出。 陷阱的法阵被破坏,失去了效果。 不过石面上毫无痕迹,连白印都没留下。 许风脸色凝重。 万剑种的地图呈伤能力,比潮汐呈都高。 这里很有可能会出现110级以上的敌人。 三十分钟后,许风到了一处小山峰的峰顶。 透过云雾的缝隙,许风能看到连名无忌的山。 每座剑种都有上百道山峰。 这里有上万座剑种,地图极大。 许风看向正东方向,那里有一座覆盖着白雪的高峰。 那里就是这座剑种的主峰。 感觉好东西,应该藏在那里。 许风向主峰走去。 鸡!鸡! 许风听到了几声猴子叫。 两块石头,以极快的速度,砸向许风。 许风无比专注,眼中的时间变慢。 躲不开。 太快了。 碰! 许风被石头砸中,血条瞬间只剩一点。 他拉满弓弦,三只仙剑飞出。 这些猴子的移速和反应都极快。 许风的三只仙剑,打空了一剑。 另外二剑,打在了两只猴子的本源弱点上。 负一一三千五百零九万两千一百六十。 负九六四九四四零。 有了四叶混沌连的断魂效果。 许风的伤害回到了巅峰。 伤害数字,直接跳了八个出来。 黑夜影史提升后,多出了一个仙剑的伤害。 两只被打中的猴子,血条猛掉了将近六十管。 但没被打死。 鲜血喷剑,洒落零剑。 猴子们被许风这一剑吓到,四散而逃。 许风眼里闪过一丝可惜。 这鞋也太厚了,总血量得十亿网上了。 待会得直接补上一剑,争取把他们给打死。 杀一只猴子,感觉都能直接升一级了。 他继续往前进。 四十分钟后,许风到了第二处峰顶。 跟主峰之间,还有四座峰顶。 已经走了三分之一了,探索比想象的要顺利。 许风继续前进。 两只花纹的大蜘蛛,悄悄地穿过树林。 向着许风爬了过来。 他们绕过许风,在许风必经的路上,开始吐丝结枉。 猪丝的颜色很独特,是完全透明的。 两只猴子从树林间荡了过来,撞到了猪丝上。 他们被粘在猪丝上,伸手抓住猪丝,想要把猪丝扯断。 然而,猪丝弹性极好。 他们用尽全力拉扯,猪丝也没有断裂的迹象。 两只巨猪爬了过来,在一千多米外,朝着猴子吐丝。 等到猴子的嘴被完全缠住,他们才爬了过来。 不到两秒,他们就把两只猴子吃得只剩一层皮许风往前缓慢前进,离猪丝越来越近。 一千五百米。 一千米。 两只巨猪蠢蠢欲动。 许风忽然拉弦,仙剑和骤影剑射向潜伏在两千米外的巨猪。 啪。 两只巨猪躲闪不及,被箭矢命中。 仙剑的伤害率先出发。 负一一五千二百五十九万两千八百九十六。 负七六二九六四四。 骤影剑随后命中,打出了深蓝色的要破伤害。 恐怖的伤害数字跳了出来。 负三一二千二百七十三万五千三百一十一。 负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六千七百六十五。 连因之时打出的伤害,都已经破了千万。 大大。 巨猪的身体被贯穿,八条坚硬的猪腿,挣扎着动了几下。 最终倒地死亡。 两只巨猪有二百三十二管血条,被许峰瞬间打空。 许峰看向惊艳条。 没动。 两只怪的惊艳都被吞了。 应该不会。 他看向信息栏。 两条提示出现。 宁击杀了树林黄文巨猪,获得高阶灵宝眷狱X1。 宁击杀了树林黄文巨猪,获得正11%智力宝石X1。 许峰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万剑种的怪根猎场里的怪类似,没有经验,只给物品。 高阶灵宝眷狱能用在强食屋以下的装备上,好东西。 检查完了战利品。 许峰抬手两道黑剑,打在了蛛丝上。 啪! 剑矢消散。 蛛丝只出现了微小的抖动,丝毫没有断裂的迹象。 许峰的攻击加成很高,但基础攻击力在剑种里太弱了。 他拉满弓弦,射出破天一剑。 金剑一化为三,打在了三根蛛丝上。 蛛丝被打出了夸张的弯曲,依然没断。 破天一剑的伤害都不够。 许峰在原地等了五秒。 技能冷却结束。 仙剑飞出,终于打断了蛛丝。 许峰从蛛网的缺口中跳了过去,继续前进。 二十五分钟后。 许峰越过了第二座山峰,向第三座峰顶走去。 咻! 许峰感知到天上有东西在迅速飞落,速度极快。 八门,改。 许峰甚至来不及走位,直接交了位移技能。 碰! 许峰回头看去,见到了爆炸升起的焰火。 他看向天空。 两只红色羽毛的大鸟正在徘徊。 许峰眯起眼,隐约能看到它们的爪子握着某种红色的果实。 他抓紧时间,向前方植被茂密的地方赶去。 两只红鱼鸟不停向他发起袭击。 许峰交了两次八门位移,闪进了树林里。 火鱼鸟失去了许峰的视野,盘旋了一会飞走了。 许峰极其专注,调整着呼吸。 翻完这座山,就剩三座了。 感觉有点机会啊。 到了主峰,可以直接开连阵,用无敌扛着把浑石拿走就行。 他继续往前。 第三座山峰山的陷阱,数量变少了些。 走到半山腰上。 许峰看到了远处有几朵十分巨大的霸王花。 四。 其中两朵像是霸王花的巨大花朵,喷出了红色的雾气许峰后撤两步, 看了看这朵花的名字。 多半暴蕊花。 鼠星看不到,级别差距太大了。 他的感知力扫过了这些红雾。 里面都是花的包子。 许峰停了下来,等红雾散了再走。 几声鸟鸣响起。 刚刚攻击许峰的红鱼鸟,俯冲了下来。 他们的爪子上长着网都一样的谱,收集了不少的包子。 许峰觉得很有意思。 剑种里的这些野怪还演化出了共生关系。 等到包子散尽。 许峰继续往前。 山腰上的花放多,走几步就有一朵。 许峰前进的速度,再次放缓。 40分钟后。 许峰穿过了鲍蕊花生长的半山腰,来到了一处相对开阔的山地。 火鱼鸟追杀而来。 许峰一加马腹,全速前进。 与其被炸出保命被动,还不如直接往前冲。 都是触发被动,快跑好歹能多赶点路。 许峰也逐渐熟悉了地面上的陷阱,辨别的速度大幅增加。 跑了两千多米,许峰发现了面前的一个陷阱。 黄昏纵身一跃,跳过了陷阱。 火鱼鸟的飞行速度比许峰更快。 十秒后,火鱼鸟追到了许峰的上方,扔出了带着鲍蕊花包子的炸弹。 许峰猛地放缓了速度。 火鱼鸟的攻击在许峰面前炸开。 火焰站开。 许峰从旁边绕了过去。 火鱼鸟穷追不舍。 五秒后,许峰已经远远地看到了山顶。 火鱼鸟再次袭来。 咻! 一只火鱼鸟先行攻击。 许峰再次急停。 另外一只火鱼鸟立刻扔出了炸弹。 一前一后,配合得极好。 许峰来不及躲闪,再次被炸出了连夜巢声音的被动。 靠着短暂的无敌时间,许峰直接越过了火焰。 他快速地跑到了封顶,准备反击火鱼鸟。 然而火鱼鸟盘旋在远处,不肯过来。 许峰反应极快,感知力扫向周围。 火鱼鸟不敢过来,证明这里有让他们害怕的东西。 念头刚落,一道剑气砍向了许峰的脖子。 许峰拿弓阁挡。 挡! 火星四剑! 无限耐久的轩辕长弓,毫发无伤。 许峰被剑气上的巨大力量,震飞了出去。 连夜巢声音的保命效果,再次出发。 许峰在空中找好平衡,平稳落地。 黄昏跑到了许峰的身边。 他跟许峰相处的时间逐渐变长,忠诚度在缓慢提升。 换作许峰刚驯服他的时候,碰到这种强敌,他应该都想直接溜了。 许峰翻身上马,看向正前方。 一个身穿黑色轻甲,手持金纹扩剑,双眼血红的人类出现。 他的身体是半透明的。 许峰看了一眼他的名称。 护肿剑铃。 摇光。 所有的属性,都是问号。 许峰动作极快,抬手一箭射出。 当! 箭矢命中! 副铃! 许峰并不意外,抬手再射。 剑铃屈膝迈步,向前冲刺。 好快! 感知力都很难捕捉到他的动作。 而且,他身上有种熟悉的感觉,他可能也有要破属性。 几乎是眨眼间,剑铃的金纹扩剑已经斩到了许峰的面前。 许峰没有躲闪。 金纹扩剑砸到许峰的脸上,许峰纹丝不动。 傅铃! 许峰的身下,一道庄重威严的莲纹逐渐成型。 强大的力量震荡空气。 许峰随口装逼道。 就这儿,给你一分钟来砍我。 说着,许峰拉满弓弦,再射一剑。 有连阵的加持,许峰的攻速小幅增长。 每秒攻击三次以上,攻速的加成就会大打折扣。 没有特殊天赋,不用技能。 每秒攻击五次,就是极限了。 得赶紧升到七十级,把灵护之风学了。 有了灵护之风,连阵的威力才能完全发挥出来。 许峰一边想着,一边不停攻击。 剑铃也很勇,站在原地不停挥砍向许峰。 火星四剑,当当当。 清脆的撞击声在空旷的山间不停回荡。 三十秒过去,许峰脸色凝重了起来。 用着无拘,我已经打了他396剑了。 一次要破伤害都没出。 他肯定也有要破属性,感觉比我还要高一点。 剑铃一剑挥砍向许峰。 刷! 许峰忽然消失。 剑铃回身看去。 许峰交了八门位移,直接闪到了剑铃的身后。 他的思路很灵活。 打不死他就不打了。 趁着还有无敌时间,看看能不能摆脱他的纠缠。 找个地方躲一个小时,再往后探索。 剑铃被扩剑背到身后,向许峰狂奔而来。 动!动! 他的力量相当恐怖,每一脚都能在山上踩出一个深坑。 不到五秒。 剑铃已经追到了许峰的旁边,跟许峰并排奔跑。 许峰直接冲向了树林。 旁边是一处峭壁。 许峰二话不说,直接跃了下去。 纵身一跃的失重感,让许峰十分兴奋。 接着来追啊! 跑得快是吧! 许峰回头比了个友好手势。 剑铃纵身一跃,跟着许峰跳了下来。 他脑袋朝下,屈膝猛灯。 碰! 因爆声出现。 许峰和四叶混沌连都惊呆了。 他还能踩空气加速。 在许峰目瞪狗呆的注视中,剑铃冲到了许峰的正下方。 他踏空而立,双手持剑,斩向马腹。 能飞。 甩不开他就不用浪费时间了,溜了。 许峰的判断很冷静。 他直接放弃探索,传送回了几山。 遥光,从名字来看应该有七个剑铃。 从气息上来大概判断,他应该有最起码十点要破属性。 再有机会去万剑种。 我凑到十五点要破攻击力,就能杀剑铃。 许峰总结了情报和惊艳,脸上露出了一丝遗憾。 情报有了,惊万剑种的机会没了。 只能看原村愿不愿意帮忙了。 他看了看时间。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四十七分。 先去趟太学,看看骤影剑能惊演成什么样。 许峰打开背包,准备用回程符。 他的视线,瞬间看到了背包最下方的剑碎。 咦? 剑碎还在。 略有裂痕的四宝剑碎。 使用过一次之后,剑碎的其中一缕流苏碎掉了。 寒胜三缕。 许峰有些惊喜,他居然能重复使用。 看裂痕的程度,感觉最起码还能再用三次。 那这次就不亏了。 把装备弄好再去干他们。 许峰瞬间来了精神。 他传送回了淮江城,赶到了太学。 找到成和复,许峰给了他五滴妖族精血。 成和复把妖族精血交到了一卷竹简里。 用骤影剑攻击他。 成和复把竹简抛向空中。 许峰握弓拉弦,一箭飞出。 箭矢命中了竹简。 红光闪烁。 许峰得到提示。 您的骤影剑精修完成,获得了新的属性。 许峰看向了技能蓝。 骤影剑的伤害高了不少。 从攻击力X1分之1的诅咒值提升到了攻击力X40%的诅咒值。 涨幅相当不错。 而且技能下方多了一个新的属性。 特殊效果。 被骤影剑击杀的敌人三小时内无法回程复活。 被复活术救活之后,同样三小时内无法使用传送类道具。 成和复看到这个技能特性,开口说道。 这个特殊效果,感觉一般。 许峰却笑得很开心。 这个特殊效果,非常好用。 精修结束。 许峰给鱼又威把正11%的智力宝石寄了过去。 鱼又威。 红包。 许峰收了红包,里面有2000枚金币。 鱼又威。 别钱少,我挣到钱,以后再给你。 许峰笑了笑。 这话我已经听了很久了,其实不用给我钱的。 鱼又威很开心,声音清脆地说道。 我也想给你好东西啊。 鱼又威。 虽然我挣钱可能还没你快,但我也愿意把我比你少的好东西分给你的。 许峰反手回道。 确实挺少的。 鱼又威凶巴巴地说道。 这句话我不喜欢,撤回去。 许峰。 鱼会长好大的官威啊。 鱼又威。 哼,不行吗? 许峰跟他聊了几句,向济山赶去。 距离卫士松做决定,还有一个多小时。 还能再刷上半个小时的怪。 刚出了城门。 许峰看到工会频道里,有个叫三尺清风就有工会成员在求人帮忙过隐藏任务。 淮江城的隐藏任务。 古旧石碑的秘密。 任务奖励。 丰厚的呼吸法熟练度。 奖励不算丰厚。 三尺清风喊了几分钟,都没凑到最后一个人。 许峰给三尺清风发了消息。 我来吧。 三尺清风秒回消息。 岳会长。 呜,没想到最后一个人是您啊。 许峰进了队,迅速打完了这个隐藏任务。 40分钟后,任务完成。 许峰得到了550万的呼吸法熟练度提示出现。 您的无声呼吸法提升到了第17层。 许峰十分满意。 随手做个任务,居然弄到了这么多呼吸法熟练度。 他看了看时间,1点39分了。 该去找卫士松了。 许峰骑着黄昏,赶往原村。 2点7分的时候,许峰赶到了原村外。 魏乡亲站在村子门口,正在等着许峰。 见到许峰。 他礼貌地说道。 请您跟我来。 许峰看他的态度,心头一喜。 到了卫士松的房间里。 金币已经被收走。 卫士松再次给许峰倒了一杯茶。 说道。 我觉得,你值得一帮。 许峰心里有些激动,但脸上只是轻轻地笑了笑。 多谢。 卫士松说道。 别急着谢。 原村当年确实有进入冥界的能力。 但当年,我们积攒的材料已经用完了。 想进冥界得另想办法。 许峰问道。 需要什么材料? 我去找。 卫士松认真地说道。 你听说过日月图吗? 许峰摇头。 没有。 卫士松简单地说明道。 有这张图就能进混沌之地。 但这张图被撕成了三份,分别存在太学、官府和军营里。 官府和军营一向不对付。 太学看不起他们两方,谁都不想让出手里的日月图。 许峰明白了。 我去试试。 拿来日月图,我就能进混沌之地。 卫士松点头。 没错,而且能进很多次。 许峰给周明珠发了邮件。 有空吗? 有事要面谈。 周明珠。 我在官府里,来找我就好。 许峰发完邮件,起身说道。 我先去趟官府。 卫士松把许峰送到了屋门外。 快去快回。 骤士的第一次效果,快触发了吧。 许峰说道。 还有八个小时。 说着。 许峰撕开了回城符,传送到了云启城。 五分钟后。 许峰在官府内院,见到了正在练书法的周明珠。 他看了一眼,有些意外。 杜甫能动。 周明珠沉默了两秒,无奈地说道。 这是情能捕捉。 许峰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 我想要日月图。 周明珠抬起头,满脸惊讶。 你怎么老能弄到这些少见的情报? 天津时你也知道,日月图你也知道。 许峰咧嘴笑了笑。 人缘好,鹿子眼。 周明珠放下了毛笔,去旁边洗手。 你要日月图干什么? 许峰实话实说。 我的功被骤食了,我需要五十株万年灵草。 官府有灵草吗? 不给我日月图,给五十株灵草也行。 周明珠美好气地说道。 万年灵草是小咸菜吗? 混沌之地的灵草用途极广。 官府和地势加起来也没存下十株万年灵草。 官府可以尽一切能力帮你,但大家都穷,帮不上你。 许峰说道。 那就把日月图给我。 我弄到万年灵草分你们一点。 周明珠洗干净手,说道。 我可以帮你问问。 日月图存在地城的官府里,得看首席的意见。 说完。 周明珠发了一封邮件。 等回信的时候。 许峰看了看论坛。 五斗五人赛的榜首更换。 订峰播公会找来的这五个人,有点猛啊。 轻语阁的云上天嫖,真的太帅了。 我好查啊。 跳槽能不能给一件云上天嫖啊? 阴妖族的线索更新。 第一枚占领棋出现。 万金城外发生了大规模混战。 轻语阁的四支伤队,也被袭击了。 许峰去了趟万剑种。 论坛里关于他的帖子,少了很多。 出现了很多新情报。 许峰打开了五斗赛榜首的帖子,回了一条。 重金挖墙脚,大家帮我瞒着点老唐。 订。 刚回完帖。 唐宋风月就给许峰发来了消息。 真有你的,当面NTR是吧? 许峰笑了笑,回道。 订峰播真有起飞了,最近你们扩充得很快啊。 唐宋风月。 别带我节奏,我只想慢慢发展。 唐宋风月。 你如果需要人才,我倒是能推荐给你几个。 许峰。 算了,我只对最顶尖的感兴趣。 唐宋风月。 你敢挖老子这一对的人,老子把你荔枝打碎一刻。 许峰笑了笑,来啊来啊。 跟唐宋风月聊着天,许峰看了看向了占领旗的帖子。 占领旗。 工会专属物品,使用后占领旗周围大范围内,所有怪物死亡的经验都归属占领旗持有工会。 占领旗血量。 三十亿。 占领旗双方。 二百二十万。 第一枚占领旗,被圣徒工会拿走了。 许峰摸着下巴。 有了占领旗,顶尖的资源区会被大工会垄断得更厉害。 估计各工会又要开始拼命了,毕竟最好的资源点数量有限。 定。 许峰刚看完帖子,工会频道忽然有消息。 云升。 at于又微,at月落西沉。 他把所有的管理层都at了一遍。 许峰。 云升。 有两件事要说一下。 云升。 万金城第一批投资的收益已经出来了,待会每个人分点钱。 云升。 这次的货被抢了不少,我寄了个名单,想要报复一下。 于又微,把名单发给我看一下。 云升。 好的。 云升。 图片。 许峰看了一眼,被寄上去的工会有十几个。 都是中小型的工会。 定。 于又微给许峰发了消息。 我该同意他报复吗? 许峰。 你是会长? 问我干嘛。 于又微叹了口气。 我拿不太准主意,总感觉他想搞事。 于又微的语气,有些像少女撒娇,你帮帮我吗? 许峰笑了笑。 我有什么好处呢? 于又微哼了一声。 没好处,你就不管我了是吧? 许峰回道。 赌约完成了,我就不要好处了。 于又微催了一声。 我就知道。 现在不行。 你最起码得跟我表白了再说。 许峰问道。 表白就行。 于又微。 表白了,我考虑一下。 许峰拉扯道。 那我也考虑一下。 于又微。 他又在问我了,答应吗? 许峰。 答应。 于又微对许峰的想法很好奇。 狗子,你怎么想的? 许峰随意地回道。 掌权越久,权力越稳固。 许峰。 云生迟早要搞事,现在搞事比以后,搞事要好。 于又微恍然。 说的有道理。 于又微。 狗子你明明是个文盲。 懂得真多。 许峰大怒。 说谁文盲呢? 我杀你好友了呀。 于又微咯咯地笑得花枝乱颤。 你连温余的名字都不认识。 于又微。 这件事已经传遍各个讨论组了。 许峰面无表情地问道。 谁透露出去的? 于又微。 温余。 许峰。 你先去回复云生吧。 我有点事。 于又微在工会频道回了消息。 可以。 不要牵连无辜就行。 小群脸。 汤姐发了消息。 于会长。 答应下来是不是不太妥当。 非非。 总感觉云生没别好屁。 于又微。 万金城的生意现在都归他管。 于又微。 掌权越久,权力越大。 现在,搞事比以后搞事要好处理。 汤姐愣了一下,感慨道。 于会长的大局观,确实比我好。 小雪。 这话很有道理。 现在他搞事,解决起来应该方便一些。 小羽。 于会长不愧是我的女神,又美又聪明。 希然。 我知道你想舔,但让我先舔。 希然。 于会长天下第一。 两分钟后。 工会评到里。 温宇。 月会长绝对不是文盲。 谁在说他文盲,我更是挤眼了呀。 离月酒。 我懂。 于子哥你也被威胁了是吧。 许峰。 温宇。 绝对没有。 之前说老大,是文盲,完全是开玩笑的。 飞飞。 ed月落西沉,姑姑坠地的前两个字怎么读? 许峰。 哼,这也想考倒我。 许峰。 姑。 飞飞。 惊了。 你是有点子文化底蕴在身上的。 许峰在工会频道水了几分钟。 官府被批了四次。 周明珠终于收到了文官首席的回复。 她看向许峰,说道。 官府的日月图可以给你, 但你得向军营讨回千山松林图。 今年年初的时候, 首席跟大将军打赌下棋, 结果输了。 这幅画被大将军弄走了。 你拿得回来日月图就能给你。 许峰有些意外。 首席这么玩不起。 周明珠两手一摊。 官府里没人能打得过她, 她就成首席了。 不过那次的赌约, 大将军确实下了黑手。 她给首席的查理下了落万里炼制的猛性泄药。 当时, 据说像敲锣打鼓的声音。 许峰惊了。 大将军这么阴险。 周明珠有些愤慨地说道, 军营的人都这么无耻, 而且小心眼。 这帮人满脑子肌肉, 下手没轻没重的。 你可千万别跟那帮忙复走得太近, 会不幸的。 许峰点点头。 行, 我先去一趟。 七分钟后, 许峰到了军营。 方景鹤外出执行任务。 何秀凯赶紧跑了出来迎接了许峰。 岳大人要接悬赏吗? 许峰摇摇头, 干脆地说道, 我想要两样东西。 何秀凯笑了笑, 就这小事。 您发个邮件, 我就让人给您送过去了。 您的冠军虽然是官府的, 但枫叶谷的四个阵营都跟着授意。 对了, 您要什么? 许峰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笑。 要的东西有点贵重, 你们不会舍不得给吧。 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 何秀凯拍了拍胸甲。 不会, 您直接说要什么就行。 许峰点点头, 千山松林图还有日月图的残卷。 何秀凯嘴巴逐渐张大。 许峰一脸阳光地问道, 军营该不会说话, 不算话吧? 何秀凯脸上有点发烫。 这两样东西的归属, 都不是我这个军衔能决定的。 我帮您问问。 椅子, 茶。 两个士兵赶紧搬来了椅子和茶具。 他们对许峰的实力十分佩服, 动作麻利。 旁边接悬赏的人们, 一脸羡慕地看向许峰。 我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的待遇。 他还真每次来军营都能坐着喝茶啊。 这面子也有点太大了吧。 谁让人家是天选冠军呢? 月老真的好有气质啊。 这深云上天漂他穿还真有点子儒雅。 何秀凯赶紧给大将军发了邮件。 大将军不到一分钟就回复了邮件。 何秀凯看完大将军的邮件对许峰说道, 日月图的残卷可以给。 但大将军说, 他凭本事坑来的东西从来没还过。 许峰深思片刻, 说道, 麻烦你帮我给大将军传个信。 何秀凯连忙说道, 要不说您是聪明人呢? 您知道该跟谁聊。 您说, 我帮您传话。 许峰说道, 我取到万年灵草, 可以分给军营十株。 何秀凯连忙给大将军发了消息。 十秒过去。 何秀凯收到了回复, 对许峰说道大将军说, 别人肯定没得谈, 但你是特例。 但, 他说, 你小子真小气。 许峰非但没生气, 反而眼睛一亮。 何秀凯还没发邮件, 就又收到了大将军发来的消息。 万年灵草二十株。 而且大将军还想要一样别的东西。 许峰问道, 直接说, 是什么? 何秀凯说道, 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种叫赤莲药剂的脆毒药剂, 效果极佳。 但现在供不应求, 根本买不到。 您如果能弄到一万瓶赤莲药剂, 两样东西都能给您。 许峰愣了一下, 说道, 太多了, 短时间内筹备不出来。 三千瓶吧。 一千瓶, 再给六千瓶。 只要有一千瓶药剂, 两样东西你都拿走。 许峰心头一阵兴奋, 三分之二到手了。 他起身说道, 把东西准备好, 待会把药剂给你们送过来。 好说, 许峰骑上黄昏, 朝太学飞奔而去, 就剩最后一份日月图的残卷了。 路上, 许峰给周亚南发了消息, 生产出来的药剂先别卖了, 我有点用处。 许峰, 成本和给你们的分成, 从我的分成里扣。 周亚南, 不用那么麻烦, 工会都是你的, 还扣什么成本? 许峰, 一码归一码, 你管账要严格一点。 周亚南回到, 知道了, 给你留多少药剂? 许峰, 七千瓶。 许峰, 先给我弄出一千瓶就行。 周亚南, 现在存了825瓶, 打算交付给轻饮工会的。 周亚南, 先拖一拖他们吧, 给你留着。 其他人出价再高也没用, 这东西是许峰的。 许峰体会到了, 手里垄断资源的快乐。 可以, 让他们多等等。 跟周亚南聊完, 许峰也到了太学, 他还是直接找了成和复。 见到成和复时, 他刚睡醒午觉。 你一点太学声望都没有, 按规矩, 只能在前院跟人交流的。 赶紧说, 有什么事? 许峰笑着说道, 给你们送点珍贵的资源, 万年灵草想不想要。 成和复眼睛一亮, 在哪呢? 万年灵草可是好东西。 我高价收也行。 许峰说道, 东西被人压着呢, 我需要一点太学的东西去换。 成和复皱起了眉头, 你小子又想从我这里坑东西。 许峰两手一摊, 十株万年灵草, 你不想要吗? 成和复的胖脸上, 再次涌起了一些兴奋。 他开口说道, 你先说想要什么? 许峰暗自想着。 难怪太学的人, 看不上官府和军营的人, 他们确实聪明谨慎一些。 他脑子里想的, 不影响嘴上说的。 日月图的残途, 成和复恍然。 你小子跟我搁着空手套白狼呢? 许峰被人拆穿, 脸色丝毫不变。 这叫智慧。 而且, 我有这个实力。 成和复摇头说道, 恐怕不行。 师傅觉得官府和军营的人, 根本不会用日月图。 他直接把日月图的残卷封印起来了, 根本就没想着给别人。 许峰说道, 我用, 我已经凑够两份日月图的残途了。 成和复脸色古怪地盯着许峰。 你觉得自己比官府和军营的所有人加起来都强? 许峰毫不犹豫。 那当然, 成和复翻了个白眼, 第一次见脸皮后称你这样的人。 许峰顾忌重施。 你帮我问问你们师傅, 也许我有他想要的筹码。 成和复伸出了手, 帮你问一句话, 一枚金币。 许峰背包里的钱不多了, 但依然很舍得花。 有十月红工会造血, 许峰根本不担心自己没钱用。 他给了成和复十枚金币。 成和复帮许峰发邮件问了一下。 很快, 成和复得到了回复。 师傅说绝对不行。 热月图牵扯到了冥界, 使用次数越多, 冥界入侵人界的概率就越大。 他觉得你, 官府和军营都是白痴, 根本不知道冥界到底有多可怕。 许峰说道, 我经过一次戈灵滩图, 杀过鬼新娘。 成和复有些惊讶。 真的。 许峰说道, 戈灵滩滩有十魂三首灵, 我还杀过好多只。 我用的灵草也不多, 就七十株。 找完我就暂时不用日月图了, 这样行吗? 成和复上下看了看许峰说道, 我再帮你问问。 许峰站在旁边, 看着周围的远景在走神。 如果不行, 那就想办法找到日月图的所在地, 试着抢一抢。 成和复看向许峰, 问道, 你想什么呢? 许峰随口忽悠道, 想着该给成大人送点什么礼物。 成和复说道, 师傅喜欢惊喜。 许峰咧嘴笑了笑, 我这个人最擅长惊喜。 聊了几句, 成和复收到了邮件, 他看完邮件, 开口问道, 师傅问你, 为什么想要进混沌之地? 许峰已经被问了好几次这个问题了, 他耐心地回答道, 武器被骤食了, 需要灵草。 成和复有些惊讶, 你不是刚参加完妖族入侵不久吗? 在哪被骤食的? 许峰两手一摊, 就在妖族入侵的时候, 成和复眼睛逐渐明亮。 有意思, 你还记得咒识你的那只妖族长什么样吗? 许峰问道, 想知道, 想啊, 拿日月图的残卷来换。 成和复瞪了许峰一眼, 这点情报换不了这么珍贵的东西。 许峰随意地说道, 东西的价值取决于喜欢他的人有多少, 以及愿意出多高的价码。 首席文官让我去取千山松灵图来换日月图的残卷, 就一张破图, 不加属性。 但他喜欢, 所以千山松灵图就值一份日月图的残卷。 成和复品了凭许峰的话, 赞同地说道, 有道理。 他刚说完, 邮件又到了。 看完邮件, 成和复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师父说, 可以考虑给你, 但你必须要完成考核。 许峰眼神明亮了起来。 说吧, 什么考核? 成和复说道, 首先, 你得把大道经诵读一遍。 其次, 你进了混沌之地后, 要杀超过一百只七十几以上的吞魂族。 如果你杀不到, 我们会收回日月图。 许峰问道, 就这。 成和复有些同情地说道, 大道经没那么简单。 你接受师父的条件吗? 许峰很谨慎。 先说清楚, 读完大道经, 他会给我日月如残卷吗? 成和复点点头。 给。 那行, 走。 成和复带着许峰, 到了一处学堂一样的木屋里。 屋子露刻着很多装饰, 看上去十分典雅滑贵。 在屋子的正中间, 有一张深棕色的木桌, 上面点着熏香。 熏炉旁边, 放着一卷很厚的竹简。 成和复说道, 这就是大道经了, 你可以开始读了。 许峰坐到了桌前, 问道, 你的老师不用过来盯着我吗? 成和复摇头, 我在这里就行了。 许峰拿出了五十枚金币, 通融一下。 成和复瞪了许峰一眼, 把钱给我收起来。 大道经卷读完之后, 会留下名字。 许峰也就尝试一下。 既然没成, 他把钱收了起来, 看向了面前的竹简。 翻开竹简, 许峰看到了几个字。 阴阳之时, 源于混沌, 混沌无形, 万物不显。 看到这脸, 成和复提醒道, 你得念出来, 小时候读过课文吧。 许峰点点头, 从头开始读, 刚读完十六个字。 许峰的眉间, 涌上来了一股强烈的困意。 扑通, 他磕到了桌子上, 然后猛地惊醒。 成和复在旁边说道, 已经不错了, 第一次就能坚持读十六个字。 许峰脸色凝重了几分, 这卷经文, 读起来怎么这么好神? 成和复解释道, 这是我们平时用来磨练经历用的。 每读一个字, 都会非常疲惫。 许峰深吸一口气, 从头开始再读。 成和复提醒道, 不用从头开始, 往后读就行了。 只要你不起身, 十二个小时内读的文字, 都算连起来的。 如果超过十二个小时还没读完, 这次挑战就算失败了。 许峰松了口气, 往后继续读。 成和复看着许峰露出了一丝惊讶。 他的精力恢复得这么快, 第一次磕睡之后, 不是最起码应该缓五分钟吗? 许峰第二次, 读了八个字就困了。 他恍惚了一下, 继续往后读。 二十分钟后, 许峰读了二百三十一个字, 精神力不断耗空, 不断地垂打着许峰。 他的精神力在缓慢地增长。 一个小时后, 许峰读到了八百五十五个字, 书房外围观了二十多个人。 成和复手里抓着一把瓜子, 跟旁边的一个中年女人聊着天。 这小子天赋高得吓人, 感觉第一次就能通读了。 精神力量这么强的人, 已经很多年没出现过了吧? 中古时期, 据说有锻炼精神力的呼吸法, 但现在已经失传了, 只能用道具提升。 要不要让师傅来看看, 把他收成徒弟吧。 周围的太学导师们, 小声讨论着。 许峰无比专注, 完全没在意这些人的视线。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又过了一个小时。 许峰一共读了一千八百六十二个字。 太阳逐渐向西沉去。 城隍的阳光, 透过房顶上的五个大洞照进了书房。 许峰的精神力逐渐提升, 天雷的数量在迅速减少。 周围围观的导师, 越来越多。 还有一百七十二个字就读完了。 越读越快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 好家伙, 笨学生我见多了。 读书拆访的学生, 还是第一次见。 这次, 他好像连续读了三十三个字了。 这天赋属实离谱。 在导师们的注视下, 许峰逐渐读到了最后一个字。 虚名而万物所以通也。 最后一个字读完, 天边忽然出现了一朵祥瑞的七彩云。 阳光透过七彩云照向许峰。 程和复有些激动。 祥云, 你的运气会好很多的。 许峰眼睛一亮, 有些激动。 运气涨上来, 也许打怪能爆点东西了。 七彩祥云透出来的光, 凑到了许峰的面前。 他忽然停住, 围着许峰转了两圈。 祥云忽然消散。 七彩光芒居然转了个头, 向天空飞去。 他跑了。 许峰呆住了。 程和复也惊呆了。 导师们同样是一脸猛逼。 卧槽。 祥云还能消失的。 惊了。 这场面我是第一次见啊。 快记录下来。 这小子是个究极倒霉蛋啊。 连祥云都嫌弃他。 许峰起身, 怒声骂道。 跑什么? 老子诅咒值也不是很高啊。 一百点而已。 你怕什么? 导师们露出了恍然的表情。 这小子果然是个究极倒霉蛋。 他一百点诅咒值, 挨雷批的频率居然这么低。 天赋够强, 脸是真黑。 导师们摇着头散了。 大道经上, 出现了许峰两个字。 这里留的是真名。 成和复走过来, 拍了拍许峰的肩膀。 别难受了。 最起码, 你完成了任务。 创造了首次读经便读完的记录。 师父已经去取日月图残卷了。 你稍等片刻。 也许是觉得, 许峰真的太倒霉了。 成和复的语气, 都比之前委婉了些。 许峰很快调整了过来。 不抱东西, 也习惯了。 日月如残卷到手, 比什么都强。 有学生装扮的人, 给许峰和成和复倒了茶。 等着日月图残卷送过来的时候, 许峰刷了刷论坛。 淮江城的太学上空, 忽然出现了七彩祥云。 而且, 彩光居然会倒飞回天上。 排名第七的出生一宝出现了。 感觉又要出一个大佬了。 万金城最近打得越来越凶了。 清语阁大批人马, 正在往万金城外赶去。 今日女神美图分享。 穿着云上天漂的余会长, 真得美到我心坎里去了。 许峰扫了一圈, 没看到什么有用的情报。 她带了带节奏, 看向了清语阁的工会副频道。 大规模战斗时, 管理层会开放副频权限。 各个小队都会进专属的副频道, 沟通交流。 许峰看了看聊天副频的数量。 有二百多个。 每个副频大概都是一百人左右。 两万多人一起动手, 场面应该很大。 许峰想去看看, 不过眼下还是解决咒势最重要。 等了五分钟。 另外一名导师拿着一张卷轴小跑了过来。 岳老师, 这个给您。 许峰咧嘴笑了笑。 这个称呼好, 一听就是个文化人。 说着, 许峰伸手去拿日月图的残卷。 送图的导师后退半步。 师尊说, 这东西还不是您的。 记住跟师尊的约定。 许峰脸上有点满不在乎的脾气。 没问题, 记得了。 那名导师把图递到了许峰手里。 许峰拿住日月图的瞬间, 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死气。 一个提示出现。 您获得隐藏任务。 实力证明。 任务内容。 击杀七十几以上的吞魂族, 零, 一百。 许峰没在意这个任务。 他看了看日月图的描述。 日月图, 残卷。 物品描述。 没人知道日月图是被什么人画出来的, 但人们知道, 使用它的力量会引来冥界存在的注视。 日月图残缺, 无法使用。 许峰收好图, 起身看向成和妇。 我先撤了。 成和妇说道, 有空可以来上课。 许峰愣了一下。 上什么课? 成和妇指了指大道经。 每个在大道经卷上留名的人, 都会获得教师资格。 你现在是太学的老师了。 不过, 你现在是职称最低的老师, 只能教起萌班。 许峰觉得挺有意思。 讲课有好处吗? 成和妇说道, 按课时挣钱。 你现在初级支撑, 一节二十名学生的课会给三十枚银币。 如果参与研究, 会有额外的收益。 许峰眼睛里迅速丧失了对教书育人的兴趣。 上课挣得太少。 有研究可以叫上我。 成和妇翻了个白眼。 你个初级直称, 凭什么参与研究? 除非你有很值得研究的物品。 许峰把鼠妖王之童拿了出来。 这个有研究价值吗? 成和妇眼睛一亮, 抓着许峰的手, 仔细看了看。 有。 如此纯粹的妖力, 能用来炼化。 而且, 她跟石碑里的气息有点相似。 许峰心头跳了一下。 这东西, 也能让我去猎场。 成和妇说道。 不清楚, 得驱逐完妖力才知道。 妖力归我, 其他的东西归你。 怎么样? 许峰咧嘴笑了笑。 妖力七三分, 其他的东西归我。 成和妇十分不满。 怎么才七成啊? 许峰指了指自己。 七成是我的。 成和妇有些错愕。 你也不怕撑死。 好东西都是你的。 妖力也是你的。 许峰又倒着说道。 妖力我拿了, 也没什么用。 不过, 我缺点厉害的技能书, 或者是装备箱子, 或者是高阶领保捐狱。 成和妇思索了一下。 说道。 这些都没有, 但我倒是有套装备图纸。 说着, 他拿出了四张图纸。 心通皮甲, 七十级的神话套装。 有点一般了。 许峰吐槽了一句, 但很有耐心地看了看装备属性。 看到套装属性时, 许峰眼睛亮了。 四件套装属性。 暴击伤害增加275%, 一速增加110%。 灵护之风冷却时间缩短一秒。 拿上这套装备, 灵护之风直接捂冷却了。 许峰心跳快了不少, 但脸上的表情十分平淡。 他指了指自己的三件先级装备。 我六十级就穿先级装备了, 长弓的品阶我都嫌低。 这套装一般。 不过, 我确实缺一套能用的套装。 成和复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许峰。 引完了, 腰力全归我, 没意见吧? 许峰叹了口气, 知道骗不了成和复。 没意见, 成和复十分满意。 图纸归你了, 合作愉快。 妖王瞳研究完之后, 你的职称估计能上调一下。 许峰点点头, 也不错, 多个职称总没坏处。 谈完合作。 许峰离开太学, 先赶往了军营小周同学 已经把一千瓶药剂寄给了许峰。 见到许峰有些惊讶。 岳大人, 这么快就回来了。 许峰找了个没人看到的地方, 把一千瓶药剂掏了出来。 日月图和千山松林图, 何秀凯轻点了一下树木, 从怀里拿出了两张卷轴。 大将军有话, 让我告诉你。 大将军下些药, 是因为首席先给他下了一柱粉。 许峰愣了一下, 随后就明白了一柱粉是个什么东西。 好家伙。 枫叶谷的阵营拥有优秀的匹配机制。 何秀凯继续说道, 大将军还提醒您, 混沌之地不要多去。 尤其是在里面遇到了人, 对方说什么都别信, 也别跟对方交易。 许峰想起了桥边的那个老太婆, 问道, 跟他们交易有什么问题吗? 何秀凯苦笑道, 我哪知道这种事, 大将军也没说。 许峰点点头, 也没追问。 我先走了。 岳大人慢走, 需要悬赏您随时说话。 许峰出了军营, 找到了周明珠。 这是首席的话, 下次让他下棋的时候, 别乱吃乱喝了。 对了, 一炷粉的是是真的吗? 周明珠检查了话, 随口说道, 大将军有期卷, 首席也是想让他们和谐一点。 许峰对官府也多了点亲切感, 干得漂亮。 走了呀。 周明珠把许峰送到了门口, 混沌之地非常危险, 千万小心。 里面有些拥有古怪能力的怪物, 防不胜防。 许峰有些意外, 上次他去哥林滩图, 没遇到周明珠说的这种怪物。 不过, 我探索的地方也不算多, 小心点总没错。 许峰骑上黄昏, 往原村赶去。 傍晚五点十七分, 许峰到了原村, 村子又吹烟升起, 几个大爷围在一起下象棋。 年轻人带着挤车物资进了村。 魏乡亲在门口玩, 见到许峰之后站了起来。 请您跟我来。 许峰跟着他, 见到了正在炒饭的魏氏松。 稍等片刻, 这就炒好。 你也吃上一碗, 咱们边吃边聊。 许峰也没拒绝, 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 他开口说道, 我的时间有点紧张, 戈林贪图哪里万年灵草比较多。 魏氏松大声说道, 戈林贪图的万年灵草, 一共也就百事诛。 时间无论如何, 也短不了。 许峰暗自思索, 那要不然, 先去把记录破了。 不行, 七十级到八十级的记录, 估计也会被鸡哥大幅缩短。 找灵草跟升级冲突有点大, 把鸡哥做掉吧。 许峰花大价钱养血色强威, 就是为了干这种事情的。 他完全不介意做掉鸡哥, 拖延记录的时间。 不过许峰还是先试图 找一找别的解决方法。 有什么办法能快点采集灵草吗? 魏氏松说道,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蛋炒饭很吃火后, 我炒好了跟你说, 办法是有的。 许峰听到有办法, 就一点都不急了。 他给唐宋风月发了消息, 让鸡哥别升了。 他再升这么快, 唐宋风月。 巧了, 鸡哥刚跟我说让你几把升了, 升得他害怕。 许峰跟他随便聊了几句。 光。 魏氏松把一碗蛋炒饭 放到了许峰的面前。 许峰低头看了看炒饭, 有些惊讶。 炒得不错呀。 蛋液和米饭结合在一起, 散发着油炒过后的浓郁香气。 上面点缀着一点葱花, 被热气蒸出了一点浅浅的味道。 魏氏青自己盛了一碗饭, 坐到了许峰旁边。 他递给了许峰勺子。 许峰结果勺子, 吃了口炒饭。 香气四溢, 饭香和蛋香完美融合。 IQ Epsilon G Epsilon TV。 Oh Mew! 炎味刚好。 确实做得很好吃。 许峰的饱腹值不会掉, 但吃饭是没影响的。 原村里家家户户, 也都陆续开饭。 许峰感知里探趣, 整个村子里都洋溢着一种慢节奏的舒适。 他连吃了三碗炒饭。 吃完之后, 许峰开口问道, 什么办法? 魏实松擦了擦嘴, 说道, 人界和冥界之间, 不只有一个混沌之地。 戈林贪图只是其中最小的一个, 它只有一座传说中的阁楼, 还算引人注目。 灵草最多的混沌之地, 是洛魂园。 许峰眼睛一亮, 能让我三十个小时内, 采购七十株万年灵草吗? 他最起码得流出三十的个小时, 稳定升到七十级。 最多在混沌之地待三十个小时。 魏实松点头, 当然没问题。 许峰说道, 那行, 我就去洛魂园了。 魏实松脸色凝重地说道, 你先别急着做决定, 洛魂园跟戈林贪图不一样, 他很危险。 许峰没太在意, 吞魂族比较多, 那是好事, 顺便还能吃点呼吸法熟练度。 魏实松说道, 不光是十魂族, 你知道圣灵死后都会去冥界吧。 许峰点点头, 我见过有灵魂穿过冥河。 魏实松继续说道, 那就好解释了。 圣灵的魂魄进入冥界, 有两种办法, 穿过冥河, 以及穿过混沌之地。 许峰皱眉问道, 冥河不是很少出现了吗? 魏实松叹了口气, 问题就在这里。 中古时代以前, 冥河还不是现在的样子, 常年都在。 但那次, 反正出了些事, 圣灵的魂魄大多会穿过混沌之地。 但很多灵魂无法安全进入冥界, 就会变成恶灵。 许峰问道, 这些恶灵很危险。 魏实松眼中闪过一抹鸡蛋。 是的, 你杀了恶灵会有代价。 击杀恶灵后会被动获得一段对方的记忆。 有人在落魂园待过一段时间, 回来之后, 坚持认为自己已经死了, 最终自尽。 许峰问道, 能不杀恶灵吗? 魏实松摇摇头, 恶灵能追踪你。 你不杀身后的恶灵, 就会越来越多。 总之, 你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态。 只要没有被完全扭曲认知, 回到人界就能恢复。 我知道了, 送我进落魂园吧。 魏实松接过残卷, 手上绽放出了一道翠绿的光芒。 画卷自行张开, 粘合到了一起。 许峰心底有种感觉, 这日月图, 好像是魏实松的东西一样, 他操控得很熟练。 这股生机力量, 跟竹子的气息有点像。 它果然跟地势有关。 两分钟后, 画卷完全恢复。 魏实松看向许峰,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许峰整理了一下思路, 两次进落魂园的间隔时间是多久。 魏实松说道, 要隔108个小时。 许峰眼底闪过一丝凝重。 108个小时, 轩辕长弓直接寄了。 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内, 带回最起码50株万年灵草。 许峰在十月红的群里发了消息。 我去做个任务, 需要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许峰? 工会正常运营就行。 周亚南? 放心的去吧。 和四山? 南南, 你说的跟老板回不来了一样。 赵金星? 老板放心去吧, 我们没问题的。 沈婉秋? 我能陪你去吗? 许峰? 不行, 担任任务。 沈婉秋有点担忧。 那你要小心些。 他已经这么说过好多次了, 但每次他都忍不住地担心。 许峰随意地回道, 知道了, 没别的事了吧。 他给鱼右威和血色强威都打了招呼, 然后看向了魏实松。 来吧。 魏实松点点头, 拿出了一只青色毛笔。 他大鼻一挥。 园村的上方被一道法阵包裹住。 魏实松咬破手指, 几滴血落到了日月图上。 刹那间, 黑红色的光芒出现。 把手放到日月图上。 许峰立刻照做。 刷! 他眼前的场景变幻, 来到了一处被雾气包围的世界。 许峰警惕地把感知力散开。 感知力接触到雾气的瞬间, 仿佛遇到了一种阻力。 感知范围变小了, 只剩一千八百米左右。 还好, 感知的清晰度没受影响。 环视一圈。 许峰只感知到了草木、 雾气和浓郁的死气。 吞魂恶意和恶魂都没出现。 他把黄昏叫了出来, 向北走去。 刚走了两分钟。 许峰在右前方感知到了几棵高大的树木。 他们的树梢上挂着一个蚕涌样的冷白色枝条。 万年纪零涌。 许峰眼睛一亮, 握住长弓翁。 黑剑一化为三, 飞向了远处的几棵树。 负2284万8842。 负2285万1144。 几棵老树身上跳出了伤害数字, 被蓝腰轰断。 他们倒下的时候, 不少吞魂恶意的尸骨从泥土里翻了出来。 您吸收了强大的阴魂力量, 获得呼吸法经验值七万点。 您吸收了强大的阴魂力量, 获得呼吸法经验值六。 六万点。 许峰骑着黄昏, 走到了倒下的树之前, 摘走了万年纪零涌。 洛魂园确实肥得多, 这是一株万年灵草了。 许峰十分满意, 继续向北走去。 只走了几百米。 许峰又看到了十几株灵草。 不过年份只有几百年, 价值还不算太大。 两分钟后, 许峰迎面走过来了一队人。 队伍的最前方, 是一个半透明的老头。 老头看到许峰, 连忙凑了上来。 这位小哥, 请问一下, 正北方向在哪? 许峰跟他保持距离, 指了指面前。 这边, 老头的队伍里, 议论了起来。 不对吧? 咱们一直按北走, 怎么会完全反了? 肯定是这该死的雾气,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 我已经记不清, 迷路多少次了。 许峰听着他们的话, 感知起了周围的雾气。 这些雾气在缓慢流动, 确实容易让人迷路。 不过八门方位不变, 我不会受迷雾影响。 指完了路, 许峰准备继续往前走。 忽然, 队伍中的一个 近乎完全透明的中年男人 爆喝一声。 烦死了, 死了还要在这里不停地走路。 死了算了, 周围的雾气仿佛活了一般, 向着中年男人的灵魂里 注入了一股灰色的力量。 不到一秒, 中年男人双眼变成灰色, 多了四只手八条腿。 快跑啊! 饿变了! 走啊! 小哥救命啊! 队伍中的灵魂们 四散而逃。 许峰后撤了两步, 并没有为了这些灵魂 耽误找灵草的计划。 轩辕长弓, 才是重中之重。 你…… 你肯定持了错路。 那只恶魂看向了许峰, 向许峰飘了过来。 许峰看了一眼 这只恶魂的属性。 恶变灵魂, 特殊怪物。 等级? 灵? 技能? 如影随形, 恶念寄生, 透骨阴朗。 许峰骑着黄昏, 转身向北狂奔。 不到两秒, 许峰身后 已经看不到恶魂的身影了。 他放缓了速度, 同时盯着周围。 一道身影, 无声地出现在了许峰的身后。 如影随形, 许峰的耳边 听到了一阵低语。 你的武器根本修不好, 是徐复来在骗你。 为师松是帝氏的人, 也只是把你当成工具。 你那两个女人, 他们知道了对方的存在, 会离开你吗? 许峰有一瞬间, 本能一般地信了这阵低语的话, 不过他迅速清醒了过来。 恶念寄生有点难缠。 感知力引导没用, 没法让小黑炕。 四叶混沌帘, 传来一阵不满的意志。 他是一宝, 不是沙宝。 凭什么每次逼你来装, 打他来炕。 许峰当做什么都没听到。 他继续往北跑, 速度变慢了些。 透骨阴冷, 可以降低一速。 跑了三千多米出去。 中年男人的恶魂, 再次追上了许峰。 许峰用阴阳精神力形成屏障, 再次跑走。 恶魂再次追了上来。 许峰测试了几种方案。 躲到洞里, 躲到吞魂恶意旁边, 飞到空中。 恶魂如影随形。 只要许峰脱离了他的视线, 不到三秒他就会出现在许峰的背后。 许峰试完, 一箭射杀了中年恶魂。 他看了看信息栏, 果然什么都没给。 得绕开这些恶魂, 被纠缠上太吃亏了。 他继续往前走。 十分钟后, 许峰在一处小河边, 发现了万年杜鹃花。 第二株万年灵草到手。 他守好灵草, 刚要前进。 1800米外的极限感知范围内, 出现了几只游荡的恶魂。 它们长相各异, 有三个脑袋的, 五只胳膊的, 十二条腿的。 这些恶魂的属性也是零点, 技能也跟许峰遇到的中年恶魂一样。 许峰后退了几步, 过了二十多秒, 他再往前走。 恶魂们已经游荡到了远处。 许峰继续出发。 七分钟后, 许峰遇到了十四只七十级的吞魂八手佛。 他们以手做脚, 向许峰飞快扑来。 许峰移速更快。 三秒后, 十四只吞魂八手佛全部被许峰射杀。 许峰的呼吸熟练度, 飞快上涨。 诚如进给的任务, 进度也涨到了一万四千一百。 许峰在周围转了一圈。 这么多人的吞魂恶意在一起活动, 肯定有灵草在附近。 找了两分钟, 许峰在一处填出来的小土山上, 发现了第三株万年灵草。 他摘下这株万年天仙子, 继续出发。 刚走没几步, 许峰又遇到了一对灵魂。 黄昏向旁边绕去, 他知道许峰不想跟这些灵魂打交道。 不过刚走两步, 他就停住了。 他感觉到了许峰想过去看看。 走到这对人旁边, 许峰看向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 能给我吗? 他抬头看向许峰, 举起手里的四半紫花。 你想要这个? 对。 你帮我把妈妈找到, 我就给你。 许峰问道, 你知道她在哪吗? 小姑娘摇了摇头, 神情悲伤。 我跟妈妈被怪物冲散了。 许峰干脆地拒绝道, 这里太大了, 没那么多时间找。 小姑娘收回了手, 那我不给你这个。 许峰提了另外一个条件, 我还要再在这里找一段时间灵草。 你把万年灵草给我, 我离开之前负责保护你。 小姑娘问道那你能带我到集市上看看吗? 妈妈之前跟我说过, 那里有人可以帮忙找王魂。 许峰有些意外, 这里还有集市。 小姑娘点点头, 人有集市, 王魂当然也有。 你愿意吗? 许峰问道, 你知道在哪吗? 小姑娘有些犹豫地点点头, 只知道大概方位。 许峰向她伸出了手, 成交。 小姑娘抱紧了灵草, 最起码找到鬼市之后, 我再给你。 许峰说道, 我是想拉你上马。 小姑娘呕了一声, 回头看了看她队伍里的那些人, 能把他们也带上吗? 许峰摇头, 速度太慢, 队伍里的灵魂, 神色暗淡了下来。 许峰看到了, 但并不怎么在意。 小姑娘犹豫再三, 还是上了许峰的马。 许峰问道, 往哪个方向走? 娘说王魂集市有五个, 我感觉咱们应该往西北方向走。 许峰转了方向, 按她指的方向走去。 走了十多分钟, 许峰见到了一条小河, 河边有二十多个吞魂恶意, 正在互相厮杀。 许峰远远看去, 在吞魂恶意的战场附近看到了两朵一样的万年灵草。 双背快了, 她纵马冲向那些吞魂恶意。 小姑娘吓得尖叫了起来, 啊, 这些怪物很凶的, 快点跑啊。 许峰懒得说话, 拉弓射箭, 仙剑飞出, 三只七十级的吞魂掌叶草被射杀。 马背上的小姑娘惊呆了。 两伙吞魂恶意, 都察觉到了许峰。 他们放弃了对杀, 向许峰冲了过来。 吞魂掌叶草被杀之后, 其他的吞魂恶意最高也就六十级。 许峰一见三个, 眨眼就杀完了。 大笔的呼吸法, 熟练度到手。 许峰看了看呼吸法属性, 再有一百万的熟练度, 就能十八层了。 离开洛魂园之前, 吴生肯定能到二十层。 他盘算着预期收益, 上前把那两朵万年灵草摘了下来。 小姑娘有些紧张地问道, 你还需要我手里的灵草吗? 许峰听出了他的担心, 随口说道, 不需要了。 小姑娘吓得都快哭了, 求求你把我送到集市好不好。 我跟队伍走散了, 梁说在这里走散会变成怪物的。 许峰咧嘴笑了笑, 说几句好听的, 我考虑一下。 我不会, 夸我长得帅。 你戴着面具, 我看不到你长什么样子。 那把你扔了。 别, 你, 你长得非常帅。 许峰逗了他一会, 知道了他叫赵元。 他换了个话题问道, 王魂集市里都卖些什么? 赵元摇摇头, 不清楚, 我娘没跟我说, 集市里用什么钱? 好像是铜币。 说着, 赵元把他的项链取了下来, 上面穿着十枚金币。 搞清楚集市用什么货币, 许峰多了些期待, 最好能搞粪地图, 没地图感觉跟无头苍蝇似的。 十五分钟后, 许峰又遇到了一批吞魂恶意。 赵元已经没那么怕了, 眨着眼睛看着许峰动手。 等到吞魂恶意死完, 许峰看到了提示, 您的无声呼吸法提升到了十八层。 呼吸法提升之后, 许峰的感知力范围变远了机密。 赵元眼睛里多了些崇拜。 你真厉害, 我要是有你这么厉害, 我跟我娘就不会死了。 许峰随意地说道, 你想屁吃, 我这么强的人, 全天下就一个。 赵元不信, 吹牛, 我在地城里经常看到比你厉害的人。 许峰问道, 你住地城? 嗯, 跟我说说, 地城什么呀? 赵元刚想开口, 眼睛里却闪过一阵迷茫。 我, 我忘了。 许峰并不意外, 死人望点事, 很正常。 他走上前, 捡起了地上的万年灵草, 加上赵元手里的那一株。 许峰不到一个小时, 弄到了六株万年灵草。 死。 许峰刚摘完万年灵草, 远处一只全身灰白的恶鬼, 忽然出现。 赵元吓呆了。 许峰脸色凝重着, 看了一眼这恶鬼的描述。 灰衣恶魂, 特殊怪物, 精英。 许峰抬手一箭, 射杀了这只恶魂。 精英恶魂的仇恨范围, 比我的感知范围, 要远。 许峰背上长弓, 继续出发。 一道声音若隐若现, 出现在了许峰的耳边。 直接把他杀了吧, 把他杀了, 杀了。 这道声音出现得很突兀, 又迅速消失。 许峰脸色凝重, 刚杀两只恶魂, 就已经受这么大影响了。 赵元从惊恐中回过神来, 看向许峰问道。 你没事吧? 许峰摇摇头。 没事。 赵元小声问道, 我也会变成那样的怪物吗? 许峰说道。 有可能。 那你能把我杀了吗? 我不想变成那样。 许峰咧嘴笑了笑。 你的钱不够办两件事啊, 要不然把金币给我。 赵元咬着嘴唇, 满脸纠结。 可是我不知道, 这些钱够不够找我娘。 许峰说道。 那你变成那样之后, 我直接走了呀。 赵元没说话。 许峰听到了金币碰撞的声音, 他伸手对过来了五枚金币。 如果不用你杀我, 你可以还给我吗? 许峰收了金币。 不行, 而且这太少了。 赵元犹豫了很久, 又给了许峰两枚金币。 赶了一个小时的路, 许峰踩到了五株万年灵草。 诚如镜的任务, 进度已经到了四万七千一百。 他们过了一条河, 到了一处三面都有矮山的地方。 在许峰感知力的极限距离, 一圈木栅栏出现。 许峰接着往前走, 感知到的东西越来越丰富。 栅栏留了门, 门上挂着两盏灯笼。 灯笼旁边有块牌匾, 上面写着集市两个字。 集市里还挺热闹。 许峰感知到了最起码三百多个灵魂。 靠近牌匾八十米的时候, 许峰看清了牌匾上的字。 两盏灯笼散发着忧虑的光芒。 进了集市, 许峰引来了不少灵魂的注视。 活人, 居然会有活人来这里。 真羡慕他能活着, 我也想回去找我店。 许峰看向集市两侧, 摊贩们要卖的东西都摆在桌子上。 有纸钱做的马, 牛, 轿子, 还有些看上去冰凉的食物。 许峰在一个摊子上, 应该是某个富户的随葬品。 他凑过去问道, 这些多少钱? 摊贩没说话。 许峰问道, 多少钱? 摊贩还是不说话。 许峰拉弓射箭, 碰! 远处的小山脚下, 被许峰轰出了一个大坑。 摊贩立刻说道, 您少案无造, 这里的规矩, 不做活人生意。 许峰一巴掌打在了摊贩的脸上, 我还以为你是哑巴吗? 黄昏看别人也被这样打, 莫名有点舒畅。 摊贩捂着脸, 有点猛逼。 他都死了这么多年了, 真没想到还能再吃到大耳光。 许峰看向赵元, 问问他, 这些东西多少钱? 赵元鼓起勇气, 说道, 帮你问一次, 一枚金币。 许峰笑了笑, 不给, 我要不然把你扔这脸。 赵元泄了气, 看向摊贩问道, 这些多少钱? 都是真的古董字画, 四千枚金币一份, 不还价。 许峰二话不说, 带着赵元走了, 走到了集市的西北头。 许峰看到了一个算命的摊子。 赵元有些激动, 大声问道, 请问算命找人多少钱? 算命的摊贩是个带着圆墨镜的瞎子。 他开口说道, 十枚金币一次, 谢绝还价。 赵元眼里的光芒, 迅速消失。 他没钱了, 借给你的, 下辈子记得还我。 许峰掏出了七枚金币, 递到了他面前。 赵元一脸不敢置信地看向许峰。 许峰眉毛上挑, 你这可不像是看帅逼的眼神。 不要啊, 不要我收走了。 要。 赵元接过了许峰手里的金币, 跑向了瞎子的摊位。 我想算算, 我娘去哪了? 许峰骑着黄昏, 慢悠悠地晃了过来。 瞎子拿出了六枚铜板, 扔到了桌子上。 他把铜板按上下顺序, 摆在一起, 手里还掐算了几下。 不用担心你娘, 他应该去中转营地了。 许峰有些意外, 落魂园还有营地。 瞎子侧过头, 用耳朵对准许峰。 这个问题, 同样十枚金币。 赵元赶紧对许峰说道, 我知道。 我娘说, 现在明和不鲜, 灵魂难以度过混沌之地。 有人创办了流浪营地, 来指引灵魂平安进入冥界。 许峰问道, 营地的人不会变成恶魂吗? 赵元摇摇头, 应该不会, 但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 许峰有些好奇, 你娘怎么知道这么多? 赵元对许峰很感激, 有问必答。 我爹娘都是帝都的风水道士, 虾子有点不满。 小姑娘, 别挡着我做生意。 赵元客气地问道, 请问, 我该去哪个方向找我娘? 虾子一伸手, 十枚金币。 赵元瞪大了眼睛, 我刚给过了, 你刚刚问的是你娘在哪? 现在问的是去哪个方向找你娘? 一个问题, 十枚金币。 赵元如遭雷击, 两只手搅在一起, 茫然无措。 虾子看向许峰, 你身上有很多钱的味道, 借给他一点。 许峰咧嘴笑了起来, 我有钱, 但不会给你。 虾子的灵魂脑袋, 转了一百八十度, 直接朝后。 那滚吧, 没钱一句不打。 许峰握住了长弓, 锁铃绳附着到箭矢身上, 射向了虾子。 虾子瞬间被束缚。 动手是不是? 许峰没理他, 一把抓住了虾子的脑袋。 黄昏垂直飞向天空。 虾子不懈地笑了几声, 老子可是鬼魂。 你飞得再高老子, 也不怕。 许峰愣了一下, 说道, 你他娘的说的有道理。 说完, 许峰换了方向向西北飞去。 不到十秒, 许峰就见到了几只吞魂恶意。 他静止朝这些吞魂恶意飞了过去。 六只吞魂四铜犬冲向许峰。 许峰把虾子往下放了放, 让他比马腿更低。 虾子吓破了胆。 别别别。 找他娘接着去西北方向就行了呀。 黄昏猛地向上飞去。 吞魂四铜犬纵身跃起, 獠牙贴着虾子的钉咬在了一起。 很快, 许峰回了集市。 赵元还在原地等着。 他看到许峰过来, 连忙挥了挥手。 碰。 许峰把虾子放回了他的座位上。 赵元有些好奇, 他这是怎么了? 感觉都快散掉了。 许峰笑了笑, 没钱付账, 带他体验了一把极限运动。 你现在欠我二百枚金币, 再说一遍, 去拿找他娘。 虾子还没从刚刚的惊恐中回过神来。 许峰伸手去卧长弓。 瞎子猛地站了起来, 毕恭毕敬地说道。 西北边。 您的妈妈就在西北营地里。 赵元满脸激动, 连声道谢。 许峰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把半个身子的重量压到了他的脑袋上。 他接着问道。 有落魂园的地图吗? 瞎子说道。 那边卖纸扎的摊子上应该有, 不过地图应该不完整。 落魂园太大了, 一般鬼魂们只去渡魂岗。 许峰接着问道我要找万年灵草, 给我算出四十株万年灵草的位置吧。 瞎子打了个哆嗦。 灵草都是落魂园的精华, 因果太大。 我算一次就成屁了, 真不能算。 许峰换了个要求。 那你给我找个向导, 能找灵草的灵魂? 瞎子满脸真诚。 集市里没有这种人。 集市只做生意, 挣点小钱来买护魂单, 保证不会恶变。 营地里有专门采摘灵草的鬼魂。 您运气好, 知道哪有向导也算是相当不错的收获。 他对护魂单也挺好奇。 护魂单什么价格? 只能用来维持不恶变。 一般二十枚金币一颗, 效果只有一个, 保持三个月内不会恶变。 许峰扔出了三十枚金币。 瞎子满脸惊喜。 这怎么好意思呢? 他一边说着, 一边去拿金币。 啪。 许峰的手拍到了桌子上。 我问了三个问题, 给了你三十枚金币。 你欠我二百枚金币, 现在该给了。 瞎子刚刚的兴奋迅速凝结, 脸上的表情变成了惊恐。 许峰咧嘴笑了笑。 不想给。 瞎子打了个哆嗦, 连忙从小摊的抽屉里, 取了二百枚金币。 您笑呢? 许峰接过了二百枚金币, 十分满意。 瞎子哭丧着脸, 去摸桌子上的三十枚金币。 许峰把三十枚金币拿了回来。 瞎子茫然地问道, 这不是您给的报酬吗? 许峰点头。 是啊。 那您怎么拿回去了? 瞎子和兆元地惊呆了。 活菩萨他们没见过, 但活颜望他们今天是见着了。 许峰牵着兆元带着他 到了卖纸扎的摊位。 买地图。 摊贩是个老太太, 他连忙拿了张寿皮卷出来。 兆元有些疑惑, 急事不是不跟活人做生意吗? 老太太看了看失魂落魄的瞎子, 心想他敢不做吗? 这哪是活人啊? 他比恶鬼都吓人。 老太太报了个底价, 什么人的生意都做。 地图十枚金币, 你拿走。 许峰附了金币, 看起了地图。 地图相当简陋, 指标了一些大区域。 许峰现在所在的地方叫鬼祭川。 渡魂港在他很北的地方, 需要穿过这孤滩, 名土荒原和彼岸草地。 营地和急事的位置都标注了出来。 有了地图, 许峰对自己所在的位置 有了个大概的判断。 许峰收好地图, 看向老太太问道。 这里还有什么隐藏商品吗? 老太太说道。 卖吃食的那个摊子上, 还卖丹药。 卖瘦衣服的那个摊子上, 也卖装备。 许峰带着赵元四处逛了逛, 没捡到漏。 集市上的活人能用的东西 价格极贵, 而且属性都很一般。 许峰很好奇, 又找了瞎子一趟 你们从哪弄到了活人的东西。 瞎子哆嗦着回答道, 捡的。 有些地方好像发生过战斗, 死了不少人。 很多东西已经分化了, 少数留了下来, 被人捡到了这里。 问完好奇的事情后, 许峰带着赵元出发。 两个小时后, 许峰的无声呼吸法 提升到了十九层。 背包里的万年灵草 已经有了十八株。 诚如镜的隐藏任务 成功完成。 日月图算是彻底 进了许峰的口袋, 不用还回去了。 不过许峰一路上 杀了十一只恶鬼。 耳边的低语 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 到了。 许峰的感知力 扫向远处。 迷雾之中 出现了几座搭建的 十分简陋的房屋。 许峰摇摇头。 不清楚。 进去看看。 刚到营地门口。 几个灵魂 向着许峰围了过来。 你是活人? 来这里干什么? 许峰拎着赵元的衣领 给这些灵魂看了看。 带他来找妈妈。 他可以进。 你不行。 许峰挑眉, 说道。 我还要找几个 能带我找万年灵草的向导。 带头的一个男人拒绝道。 这里没有, 你要找的向导。 许峰伸手 拿出了三十枚金币。 我给钱。 几个灵魂看着许峰手里的金币, 眼睛亮了起来。 许峰财大气粗, 说道。 谁帮我找到向导, 我再给七十枚金币。 一百枚金币 对许峰来说 只是小钱。 但对冥界的这些灵魂来说 十分珍贵。 带头的男人犹豫了一下, 跟许峰讨价还价。 二百枚金币。 许峰甚至懒得还价。 成交, 让开。 几个灵魂退让开, 跟在了许峰的旁边。 许峰骑马, 带着赵元进了营地。 营地里, 同样笼罩着雾气。 一条路直通东西, 两旁散落着一些 用各种捡来的树木 和石头搭成的房子。 不少灵魂路上来来回回, 看上去神色疲惫。 许峰有些好奇, 随口问了个问题。 灵魂需要吃东西吗? 带头的男人回答道。 不用, 只要吃护魂丹就行了。 进入营地, 需要登记姓名吗? 旁边一个少年连忙开口。 需要, 每送一个灵魂到渡魂岗 能领三十枚银币。 我们提供的名字 和现实的名字对上, 才能上船去鸣见。 许峰点头, 回头看向赵元。 你妈叫什么? 陈雪诺。 许峰拿了五枚金币。 找到他妈妈, 也能领五枚金币。 我在这里等。 几个灵魂迅速散开, 赶紧去找人了。 五分钟后, 少年领着一个 穿着青色长袍的女人 走了过来。 他还没说话, 赵元就赶紧跑向了这个女人。 娘。 元儿。 娘俩抱在了一起。 赵元哇哇大哭, 我好害怕呀。 我都感觉再也见不到你了。 陈雪诺摸着陈渊的头发。 娘想去找你的, 娘会一直找的。 许峰扔给了少年灵魂五枚金币。 少年灵魂赶紧接住, 开口说道。 不够。 许峰挑眉问道。 你想多要。 少年摇摇头。 他还没说话, 许峰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许峰看向陈雪诺。 你是搜宝人? 陈雪诺没搭理许峰。 赵元也很意外。 娘。 你是搜宝人? 陈雪诺慈爱地点了点头。 娘刚当上的, 得挣钱才能找你啊。 许峰说道。 带我找点东西吧。 陈雪诺还是没说话。 赵元有点紧张, 小声对他娘说道。 你理理他吧。 是他把我送过来的。 问卦用的钱也是他借给我的。 陈雪诺有些意外。 娘不是给你留了十枚金币吗? 问卦涨价了。 赵元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反正他人很好的。 能帮帮他吗? 少年灵魂旁边听着, 脸色有点古怪。 他可是亲眼看见许峰拎着赵元, 跟拎猫崽子似的。 这小姑娘, 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呢? 陈雪诺听完女儿的话, 对许峰的态度迅速变好。 你要找什么? 我可以试着帮帮你。 五十一株万年灵草。 陈雪诺有些震惊。 你要多少? 五十一株。 陈雪诺摇了摇头。 我不可能找到那么多。 多数万年灵草都被吞魂恶意和恶魂占据。 我最多帮你找一株万年灵草。 许峰问道。 你们只找那种周围没怪的万年灵草。 陈雪诺点点头。 灵魂不能战斗, 我的法术也不能用了。 许峰霸气地说道。 带我去找那种周围有识魂恶意的万年灵草就行。 陈雪诺上下打量了许峰一下。 迟疑地说道。 你才六十四级。 吞魂恶意的属性高于一般的怪物。 你打得过七十级以上的吞魂恶意吗? 许峰装逼道。 比杀鸡还要简单一点。 赵远小生说道。 真的? 娘? 她可厉害了。 陈雪诺思索片刻。 说道。 带你找那么多万年灵草, 要给些报酬。 这些万年灵草的位置是营地提供的。 取走之后要分给营地一些钱的。 许峰问道。 一株万年灵草多少钱? 陈雪诺伸出了一根手指。 十枚金币。 一般是二十枚的。 我的报酬可以不要。 许峰提了个公平的条件。 我付给你五十株万年灵草的报酬。 一共一千枚金币。 你带我到地方就行。 吞魂足我来解决。 谈妥之后。 许峰付给了那个少年灵魂一百枚金币。 他捧着钱赶紧跑了。 许峰让他们娘俩都上了马。 转头向营地外赶去往南走。 一处树林里有一株万年灵草。 有人指路。 他朝南飞去。 赵元小声问他娘。 咱们找完灵草要去冥界吗? 陈雪诺摇摇头。 先不去。 咱们在这里等你爹。 过些年。 咱们一起进冥界。 赵元心情有些复杂。 我想立刻见到爹。 又想让他尽量活得久一点。 陈雪诺抱住了女儿。 无奈地说道。 生死两个。 没办法。 许峰有些好奇。 冥界什么样? 陈雪诺说道。 不清楚。 一处让死灵生活的世界吧。 许峰接着问道。 赵元。 你爹多大了? 爹今年37岁了。 那他还有很久才能过来。 你们买护魂丹要不少钱吧? 要不要一直合作? 我定期来收灵草。 万年灵草价值不菲。 但在混沌之地只要20枚金币就能买到情报。 直接收万年灵草。 就算是100枚金币一株。 差价也很巨大。 这可是个大漏。 陈雪诺被说动了。 护魂丹是固定开销。 没钱他们很快就会变成恶魂。 陈雪诺说道。 每个营地附近的万年灵草,数量有限。 就算我把附近所有的万年灵草都找到了,恐怕也不到30株。 许峰问道。 其他的好东西我也收,比人借便宜就行。 陈雪诺脸色凝重地说道。 我可以带你去一处古战场遗迹。 血气会滋养明草,让它们生长更快。 那边肯定有不少的明草,还会有很多遗落的物品,但非常危险。 许峰眼睛亮了起来。 去看看。 陈雪诺说道。 这是营地不知道的情报,价格比较贵。 我想要1600枚金币。 他有点紧张。 这可是一大笔钱,活着的时候他都没挣到这么多。 许峰包里还有3700多枚金币。 IQYG Epsilon TV。 Omule。 他大方地说道。 成交。 采完附近的灵药,咱们出发去古战场遗迹。 谈妥合作。 许峰也感知到了远处的一株万年明草。 周围有12只吞魂恶意,最高的一直有75级。 陈雪诺有些紧张。 真的打得过吗? 你死了还能变成灵魂? 我们死了就直接没了。 赵元回头,有些兴奋。 娘,她真的很厉害的。 她刚说完。 许峰已经拉弓射箭。 仙剑射中了三只吞魂恶意,过意的伤害密集跳出。 恶魂倒地死亡。 陈雪诺一脸震惊。 许峰动作流畅,不到4秒射杀了所有的吞魂恶意。 陈雪诺回过神来,感慨道。 确实比杀鸡还简单。 许峰杀完吞魂恶意,停在了原地。 赵元问道,怎么不上去摘领草啊? 许峰盯着面前的迷雾,解释了一句远处有恶魂,过去会被缠上的。 在1900米外,四只恶魂正在游荡。 看上去,他们暂时没有离开的打算。 陈雪诺犹豫了一下,说道,没了吞魂恶意,我去帮你摘。 吃过护魂丹的灵魂,是不会受恶魂攻击的。 许峰眼睛一亮。 我能吃吗? 陈雪诺摇摇头。 当然不行,只能死了的人才可以吃。 许峰落地。 陈雪诺翻身下马,向着万年明草走去。 他脚步很轻,不停地看向四周。 迷雾遮挡了视线。 他没有许峰这样的感知力,非常紧张。 许峰大声说道。 放心,附近绝对没有吞魂恶意。 陈雪诺想了想许峰隔着迷雾,杀掉吞魂恶意的实力,步伐快了些。 他摘下了万年灵草。 远处的恶魂,像是没有感知到他的存在一样。 他赶紧往回赶,回了许峰旁边。 许峰接过万年灵草,十分满意。 有陈雪诺的帮忙,省去了他甘等那些恶魂离开的时间。 下一处。 许峰带着他们两个,赶往下一处万年灵草所在的地方。 一个小时后,许峰背包里的万年灵草数量,到了26株。 解决咒识需要的灵草,已经凑齐了一半。 呼吸法熟练度,也大幅提升。 再有400万熟练度,就能提升到20层。 许峰一边赶路,一边锻炼着感知力。 他一直维持着精神力屏障,逐渐养成了本能一般的习惯。 精神力屏障的缺陷,也在迅速减少。 现在缺陷还有5100多处,隐匿效果提升了不少。 可。 即将接近下一株万年灵草的时候,赵元咳嗽了几声。 他的身体,变得透明了几分。 陈雪诺脸色变了变。 你怎么被迷雾侵蚀得这么快? 许峰问道。 为他吃磕护魂丹。 陈雪诺摇了摇头。 我手里没有,刚刚忘记买了。 许峰转头,向营地的方向赶去。 赵元有点紧张。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耽误你的时间的。 陈雪诺也有些自责。 刚刚重逢太激动了,是娘该说对不起。 许峰没说话。 花了40分钟,许峰回了营地。 赵元已经有些恶变的征兆了。 许峰先给了陈雪诺500枚金币。 他赶紧跑去买了一枚护魂丹,喂给了赵元。 吃下护魂丹,赵元的灵魂身体逐渐凝食了几分。 许峰等了5分钟。 赵元终于恢复了过来。 陈雪诺说道。 你就在这里待着吧,娘跟她去就行了。 古战场一击太危险了,你就不要去了。 说着,陈雪诺向许峰走了过来。 许峰没说话。 这是他们娘俩的事,许峰才懒得管。 他只要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行了。 赵元小跑了过来,拉住了陈雪诺的手。 娘,一起去。 别把我自己扔在这里。 陈雪诺神情很纠结,许峰开口说道。 一起去。 快点,别耽误时间。 许峰不讲道理的语气,打消了陈雪诺母女的纠结。 他们上马之后,许峰问道。 先想想,还需要别的东西不? 陈雪诺想了想,说道。 需要给你弄些吃的吗? 有些草,活人能吃。 许峰随意地说道。 我不需要吃东西。 赵元有些吃惊。 啊,活人不用吃东西吗? 陈雪诺有些震惊地解释道。 有些神鬼莫测的高阶呼吸法,确实能直接避骨。 不过,我只听说过,这还是第一次见。 许峰起码出发。 三个小时后,许峰背包里的万年灵草数量,长到了49株。 只差一株,解决咒识的万年灵草,就凑够了。 WWW, with Yuxlan Get New, OM。 呼吸法熟练度只差22万,就能升到20层。 有陈雪诺帮忙,许峰被恶魂袭击的次数,也变少了。 不过有些精英恶魂,实在是避不开。 许峰又杀了七个恶魂。 他耳边的滴雨始终不停,而且声音在逐渐变大。 在迷雾中,许峰偶尔还会看到几个人影。 像是鱼又威,也像神晚秋。 尽快收集完,赶紧离开。 出现幻觉,代表认知已经开始被扭曲了。 现在每多待一分钟,许峰的神志受的影响都会更深一些。 陈雪诺看了看他手里的地图,说道。 营地情报里的万年灵草,已经采霉了。 许峰问道。 古战场一计在个方向,往东北方向走。 许峰换了方向,朝着接近这孤坛的方向靠近。 刚飞了几分钟,许峰就看到了六只吞魂恶意。 他随手几剑,把他们射杀。 提示出现。 您的无声呼吸法,提升到了二十层。 您的无声呼吸法,出现了新的能力。 许峰感觉自己的精神力屏障,瑕疵忽然变少了。 而且越来越少,只过了不到半秒的时间。 许峰的精神力屏障,居然看不到一处缺陷了。 这也太强了吧。 无声呼吸法的新能力。 许峰打开了呼吸法界面。 无声呼吸法多了一个新的特殊效果。 晃。 精神力强度大幅提升,精力恢复速度提升100%。 阴阳精神力可以构成屏障,并完美隐藏气息,可随时激活或取消。 许峰思索了一下,觉得这个技能还不错。 隐匿变成可开关的被动技能,能节省不少的注意力。 而且没有这个技能,无声呼吸法要等到30多层才能完美隐匿。 天雷的问题,解决了。 许峰看向无声呼吸法的其他属性。 因支持的真实伤害,从5%提升到了10%。 涨幅很大,直接翻了一倍。 阳支持每天可以触发的次数,提升到了8次。 保命能力更强了一些。 不过还是不够,大规模战斗我肯定是被盯着杀的目标。 呼吸法还得接着提升,感觉他的潜力甚至不比轩辕攻低。 许峰心里盘算着,继续赶路。 一个小时20分后,许峰在2100米外,感知到了一株万年灵草。 附近没有吞魂恶意存在。 陈雪诺神情紧张。 小心便,这里已经是古战场的边缘了。 许峰点点头,向蜘蛛万年灵草赶去。 地面下,许峰感知到了有东西在穿行。 几条长20多米,长着尖锐大嘴的蚯蚓在地下徘徊。 许峰一箭射出,打在了地面上。 泥土四箭,地面被砸出了一个大坑。 巨型蚯蚓向下钻行了几十米。 太能钻了,直接摘吧。 许峰连射两箭,把它们往下逼了300多米。 他在100多米的高度留下一缕星光,纵身向下。 伸手一捞。 许峰抓住了蜘蛛万年红叶草。 碰! 地面忽然被顶碎。 长着几排尖牙的吞魂窃齿蚓,从地下窜了上来。 赵元母女,已经被吓傻了。 许峰身形一闪,回了星光所在的位置。 窃齿蚓的咬杀落空。 许峰动作极快,拉弓射箭,一气呵成。 仙剑一化为三,命中了三条75级的吞魂窃齿蚓。 大片九千多万的伤害跳出来。 吞魂窃齿蚓,被瞬间射杀。 许峰的呼吸法熟练度,再次上涨了不少。 赵元此时才回过神来,后怕地说道。 吓死我了,我都看到他的嗓子眼了。 许峰咧嘴笑了笑。 下次带着你摸摸他的嗓子眼,给他踩的样本。 别。 陈雪诺皱眉说道,感觉不太对劲。 许峰挑眉,哪不对劲。 陈雪诺解释道,这些窃齿蚓,应该是靠近渡魂岗才有的吞魂恶意。 他们非常喜欢在灵魂们即将上船的时候,突然偷袭。 这里不是他们的活动区域。 许峰摸了摸下巴。 确实反常,你能想到原因吗? 陈雪诺说道,难道这里有铭记的死灵? 他们可以控制一部分吞魂恶意。 不过冥界的死灵,是不能进混沌之地的吧。 许峰两手一摊。 你问我,我哪知道? 走着看吧。 说完,许峰继续向古战场遗迹的中心处飞去。 他放慢了些速度,谨慎了起来。 赶了五分钟的路。 许峰在远处,看到了四十多具骸骨。 有人类的骨头,还有些像是人,虫和兽结合在一起的红色骨头。 这里经历过一场小规模的战斗。 许峰仔细赶着周围,没有发现敌人。 他向下飞去,向着战斗一技靠近。 赵元母女一脸紧张。 他们猜到了许峰有某种特殊能力,可以发现周围的敌人。 但他们自己看不见,还是有些害怕。 到了地面上,许峰翻身下马。 人类海骨上有些装备。 许峰伸手去拿。 他的手触碰到这些装备的时候,这些装备直接碎成了粉末时间太久了。 许峰之前刷论坛的时候,看有人统计过各势力服装变化。 1500年前,枫叶谷的战士们穿的是山字铠。 这些战士身上穿的装备,能看得出都是这种工艺。 最起码,这些海骨已经在这里躺了一千多年。 许峰去检查其他的装备。 绝大多数的装备,都已经溃散了。 有两件品级极高的装备,抵挡住了千年的侵蚀。 110级的天神级鸣水长剑,110级的天神级离火法杖。 许峰眼神火热。 血转。 110级的天神装备,少说也得一万两千枚金币。 古战场一计果然是好地方,随便捡捡就上万枚金币到手了。 他把两件装备收了起来。 赵元开口,说道。 你过来看看,这个有用吗? 许峰走到了赵元的身边,看向了他面前的一颗发着幽光的白骨。 冥界阴骨,锻造材料。 物品描述。 可以在使用图纸时,替代任意一种锻造材料。 只有实力极强的冥界死灵身上,才有机会凝聚这种极其珍贵的材料。 许峰捡了起来,兴奋地说道。 有用。 放到人界,能卖一千五百枚金币以上吗? 待会多给你五十枚金币。 赵元摇摇头。 不用,没有你我们,根本不敢进来。 而且我们的钱差不多够了。 陈雪诺走过来,摸了摸赵元的头发。 真的不用再给了。 没有你,我说不定再也见不到元了。 之前拿你的钱,我们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许峰懒得争辩,只是摆了摆手。 废话真多。 他记了一下酬劳,待会逼他们收下就行了。 收好冥界阴骨。 许峰看向了这些冥界死灵的骸骨。 其中有几个比较接近人形的骨头上,穿着几件装备。 许峰问道。 冥界死灵的装备,你们能穿吗? 陈雪诺点头。 能穿。 有些搜宝人就捡到了冥界的装备。 捡东西的效率非常高。 甚至有些装备好的灵魂,还能击杀吞魂恶意和恶魂。 许峰眼睛一亮。 他多弄上几件冥界装备,再招几个冥界的打工仔。 由他们来搜刮战场。 许峰定期来收获,赚大差价。 快看看,有没有能用的装备。 好。 检查了一圈。 许峰有些失望。 冥界所有的装备都溃散了。 赵元小声安慰了许峰一句。 这只是一小处战场,说不定一技中心有好东西。 许峰点头。 走,往深处去。 话音刚落。 搜。 箭矢破空声传来。 许峰反应极快,他眼中的时间瞬间变慢。 射来的是一只纯白的古箭,瞄准了赵元的眼睛。 箭矢速度非常快。 许峰握弓拉弦,破天一箭射出金箭没入空间,瞬间出现在了赵元的眼前。 当。 火星四箭。 许峰这一箭,精准地射中了古箭的箭头。 古箭被直接打消。 赵元瘫坐在地上。 陈雪诺不顾一切地冲向他的女儿。 许峰慢夺两步,挡在他们两个面前。 他的感知力,探向远处。 没有敌人的踪迹。 上马。 敌人的射程很远,去把他找出来杀了。 陈雪诺连忙说道。 箭矢攻击,明显不是吞魂恶意和恶魂。 是冥界的死灵。 先撤吧。 他话还没说完。 又是一只古箭射向了他的眼睛。 当。 坚硬物体碰撞的声音再次响起。 许峰精准地拦截了对方的古箭。 他翻身上马,扫了陈雪诺和赵元一眼。 陈雪诺心头一惊,知道许峰已经不耐烦了。 他赶紧拉着赵元,以最快的速度翻身上了马。 黄昏很亢奋,向着古箭袭来的方向飞了过去。 赵元有些后怕。 那古箭好准了,两次都是瞄着眼睛来的。 陈雪诺表情有些复杂。 岳老板更准,心也更狠。 他默默地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赵元点点头。 对,我都以为自己要死了。 他居然两件都能拦得下来。 太神了。 许峰搜寻着偷袭者的踪迹,还有心思装个逼。 他也配跟我比。 话音刚落。 许峰的感知力里,发现了死灵。 这个死灵跟人类的外形几乎没有区别。 身上穿着整套的装备,背上一把长弓。 就是他。 许峰拉满弓弦,同时看了一眼他的属性。 死灵? 属性? 许峰有些意外。 看不到属性。 他的剑也就千万攻击力的水平,一速也一般。 级别应该不是很高吧? 念头刚落。 许峰也松开了手。 管他什么级别,先干他一剑再说。 先见没入空间,精准地命中了这个死灵的本源弱点。 负一一六千二百四十三万三千八百。 负一一六百四十四万三千三百八十。 空气震荡。 过意的打击效果,密集地出现。 连因支持附带的伤害,都已经破了千万。 这只死灵,瞬间倒地。 许峰的经验条,没有动静。 杀死灵,没有经验奖励。 还是被诅咒指给吞了。 许峰谨慎地感知了一下周围。 没有敌人。 他缓缓落地,仔细看了看这个死灵的尸体。 仔细一看,死灵跟人类区别很小。 不过死灵的身上,有很多地方没有血肉覆盖。 许峰并不意外,死灵就是各种生物进入冥界后的形态。 这个死灵当初是个人类,进入冥界后也保留了人类的外形。 许峰把他的装备扒了下来。 落明甲,死灵装备,祝福及。 名利要求。 一千零五十。 防御力。 加一六五万八千八百四十五。 魔法防御。 加一二五万四千五百二十二。 这件装备,标注着人类无法使用死灵的专属装备。 许峰摸了摸下巴,非常感兴趣。 看样子,杀死灵跟人族互杀一样。 没有奖励,但会爆装备。 祝福及。 这属性加成比天神极强,但装备没有特性。 许峰理解了一下名装的属性,看向了陈雪诺。 名利是什么? 陈雪诺说道,灵魂的唯一属性。 死前我能看到自己的力量和智力之类的属性。 但死亡后,只有名利了。 吃户魂丹会长名利。 许峰问道,你现在有多少名利? 陈雪诺诚实地回答道,53点。 许峰有点遗憾。 这些装备,你是穿不上了? 你认识名利超过一千点的人吗? 陈雪诺想了想,说道,营地的营主名利应该非常高。 许峰收好装备,待会回去了,去见他一面。 他把死灵身上的另外几件装备,都扒了下来。 洛鸣弓,洛鸣绑腿,一共八件。 防具,武器和手势,整整齐齐。 看样子,死灵是不能复活的,死后装备,就全掉了。 这一点跟人类不太一样。 有复活时的存在,人类的容错率比死灵高很多。 许峰带着陈雪诺母女,继续往古战场一记深处赶去。 陈雪诺脸上一直带着些不解。 许峰问道,想不通,为什么会有死灵出现在这里? 陈雪诺点点头,我既不太轻活着时的记忆了。 但根据一些记忆片段猜测,我觉得冥界应该是被禁止进入混沌之地的。 许峰敏锐地捕捉到了重要情报。 被禁止了,是谁禁止的? 陈雪诺叹了口气,既不轻了。 许峰倒是不在意,先搜东西。 等我回去了,可以去打听一下情报。 既然你知道,我肯定能问得出来。 许峰对自己的人脉极其自信。 赵远小声说道,你能帮我去看看我爹吗? 许峰非常干脆地摇了摇头。 不行,我才64级,禁地城最起码要150级,也许要160级。 第一次出现,地城这个地名时,论坛里就已经有人讨论过了。 一级城市会不会是地城? 还是说,地城比一级城市还要更高级? 帖子里还有不少人吵了起来,互相问候族谱。 不过最终也没讨论出结果。 反正禁地城最起码也得150级以上了。 许峰根本进不去,赵远尽力掩饰了他的失望。 没事,你这么厉害肯定生得很快。 陈雪诺说道,我先把我夫君的名字告诉你。 他叫张一生。 许峰懒得记这个要70级之后,才有可能见到的人名他敷衍地说道。 行,到时候再说。 话刚说完,许峰脸色微变,向地面落了下来。 他藏到了一处坡地下,感知力探向远处。 15个亡灵正在互相厮杀。 许峰有些惊讶,在心里暗暗想着。 看样子,死灵也分派系。 他们打得这么凶,附近有好东西。 许峰环顾一圈,这里已经很接近古战场遗迹的核心了。 地上的尸骨很多,有不少装备散发着高品质特有的光泽。 没有什么特殊的好东西啊。 在另外一侧。 但许峰的感知力,只覆盖到了这凉火死灵的左侧。 他们另外几个方向,许峰都感知不到。 死索片刻,许峰悄悄地向着右侧移动。 赵元吓了一跳,小声问道。 咱们去了?偷袭他们吗? 许峰摇头,等他们其中一伙死完了再说。 我去找找,有没有好东西。 陈雪诺星都提到了嗓子眼。 死灵的射程和视力范围都比许峰要远。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发现。 他们可能要被凉火死灵围攻的。 许峰动作很轻很慢,摸到了其中一伙死灵的背后。 在感知力极限的位置,许峰发现了一件相当不同寻常的东西。 一块散发着冷白色光芒的石头。 月经石,特殊物品。 使用后,可吸收强大的月之精华,获得永久buff,增加15%的最终伤害。 许峰眼睛一亮。 果然有好东西。 这种不战格子的加成物品,价值都相当高。 许峰看向了正在交手的两方死灵。 双方的阵营里,各有一个十分强大的法师。 他们的武器是环形的某种祭祀器具。 砰! 靠近许峰的这个死灵法师,释放了一道法术。 八个灰色的灵魂头颅,席向敌人。 法术威力极强。 六个死灵被打中,血条掉了三分之一左右。 许峰暗自盘算着。 想杀他们,只能靠要破属性。 这批亡灵的属性,目测的有5000万以上,仙剑也破不了防。 他们的装备,应该是摸不走了。 先把月经石给摸了。 猫了五分钟。 凉活死灵,逐渐打出了结果。 人数更少的一队,套着更好的队伍配置迎了下来。 负责治疗的死灵,跳起了某种诡秘的舞步。 他的死灵队友,依次被复活了起来。 另外活着的两个死灵,去捡敌人身上的装备。 许峰交了八门位移,瞬间闪到了月经石的旁边。 他伸手一捞,抓向了月经石。 好沉。 这月经石的重量远超许峰的想象,他甚至有点拿不动。 许峰反应极快,把云汉尊取了出来。 月经石被收进了云汉尊里。 六。 许峰干脆利落,再次交了八门位移,闪向最远处。 baby。 趁咱们刚打赢的时候,来抢东西。 这里怎么会有活人? 把他杀了。 他把圣石拿走了。 许峰听到了几声贯穿迷雾的怒吼声。 这些由人类的灵魂变成的冥界死灵,依然保留着人类的语言。 他们朝着许峰冲了过来,脚步声密集,如同战鼓。 速度这么快? 许峰跑了几秒,发现这些死灵跟他的距离在缓慢拉近。 死灵法师的法术甚至已经扔到了许峰的感知范围里。 他们的移速比黄昏还快。 许峰毫不犹豫,再交一次八门位移闪到了更远处。 再次拉开了三千五百米的距离后,许峰听不到那些死灵的声音了。 不远处有两株万年灵草。 许峰俯身下冲,顺手把万年灵草捡了起来。 赵元已经吓傻了,此时才回过神来。 咱们安全了。 许峰咧嘴笑了笑。 差不多吧,他们应该已经跟丢了。 荒不只能骗过天雷,还能让许峰的行踪变得格外不容易被发现。 抢完东西跑路的时候,荒这效果非常好用。 话音刚落,箭矢破空声响起。 许峰脸色微变,迅速向下低头。 古剑贴着许峰的头皮飞了过去。 许峰的感知力捕捉到了四个死灵弓手。 他们的装备明显比祝福级要高,质感非常好。 这里不止一对死灵。 许峰向上飞去。 又有三根古剑射向了许峰。 许峰反手射出仙剑。 蓝剑一分为三,精准地命中了三根袭来的古剑。 碰! 强烈的火光在半空中爆开。 这一小队的死灵弓手拥有让箭矢爆炸的技能。 强风吹弯了挨草。 迷义雾也跟着翻滚。 许峰扶风而上跑到了四千多米的高度。 陈雪诺脸色发白。 现在怎么办? 撤吧。 许峰却有点兴奋。 不撤,这些死灵还没打完。 截杀咱们的死灵弓手,装备明显跟另外一队不一样。 等他们打起来。 等了两分钟。 许峰向下飞去。 追杀许峰的亡灵队伍没有跟过来。 另外两伙死灵又打了起来。 许峰猫了起来,远远地赶支了一下。 让我康康,你们又在抢什么好东西。 地上四处都是海骨。 这里应该是古战场遗迹的某处重要战役的作战地点。 许峰的感知力,发现了一具不同凡响的人类海骨。 它身上有枚流光异彩的戒指,品级应该相当高。 不会是吴旺级的戒指吧。 许峰心跳快了几分。 吴旺级的装备,现阶段还用不太上。 但即便是卖给官府或者是军营,价格也绝对不会低。 五万枚金币肯定是有的。 大概顶十多个鱼又微身上的现金。 除了这枚戒指之外,许峰还感知到了六株万年明草。 五千年以上的灵草最起码有四十多株。 千年灵草,多到都快数不清了。 这些死亡将士和死灵的尸骸滋养出了大量的珍贵灵草。 许峰翻身下马,猫着腰摸向了离他最近的一株万年明草。 靠着,慌的隐秘效果。 战斗激烈的凉火死灵都没发现,许峰他摘下万年灵草,毛腰点脚蹭了回来。 赵元一脸佩服,你胆子真大。 这凉火死灵的属性同样相当恐怖。 但凡许峰被打中一下,当初就会死在这里。 他居然敢在凉火死灵的眼皮子底下,偷走了这株万年灵草。 陈雪诺压低声音问道,另外几株怎么办? 另外五株万年灵草,距离死灵的战斗区域很近。 偷是偷不成了。 许峰思索片刻,感知力探向周围。 远处? 四个死灵弓手经过。 许峰翻身上马,带着赵元娘俩冲向了死灵弓手。 死灵弓手发现了许峰。 他在这里。 人类怎么会混进这里? 一定要把他杀了。 追。 许峰立刻调转方向,朝着凉火死灵的战斗区域飞去。 So? 四个死灵弓手的移速,比许峰要快。 跑了不到五秒,死灵弓手的箭矢就射向了许峰。 许峰反应极快,仙剑迅速飞出。 砰! 爆炸声再次响起。 许峰借着风势,速度稍快了一点。 而两伙正在战斗的死灵,脸色都变了变。 我们的支援来了。 拖住他们。 别让他们跑了。 另外,一伙死灵,想要撤出战场。 许峰骑着黄昏,冲进了战斗区域的上方。 四个死灵弓手也跟着冲了过来。 他们的队友立刻大喊。 快! 把后两队的死灵都杀了。 一个死灵弓手大喊。 别打了! 有活人闯进来了。 活人! 在哪儿? 所有的死灵同时看向了四周。 许峰已经交了八门位移,跑向了远处。 两队死灵什么都没发现。 先杀他们。 现在追活人也追不上了。 先干掉他们把圣草和那枚玉剑拿走。 四名死灵弓手加入了战斗。 后两队的那些死灵迅速简缘。 该死的,这些弱名物的队友支援得太及时了。 兄弟们,撤! 我来帮你们断后。 一个穿着红纹青甲的死灵猛地冲上前。 他身上有股灰色的力量涌动,瞬间爆炸。 两个弱名物的死灵被炸死。 张芒。 帕德拉。 该死的名利自暴。 他们居然还学了这种技能。 一换二之后,后两队的死灵压力稍微小了几分。 不过后两队的死灵,依然是绝对劣势。 忽然。 远处又有脚步声响起。 凉活死灵同时向远处看去。 又有六个死灵,冲了过来。 是后两队的一支完整编队。 弓手、防战、法师都很齐全。 看天上。 所有死灵向天空中看去。 他们的视线能穿过迷雾,受到的影响比较小。 有个黑影,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好像是个活人。 该死,他再往咱们这边引人过来。 先停手。 我们的兄弟自爆了。 你们现在想停手。 六个后两队的死灵,迅速加入了战场局势,越来越混乱。 赵元和陈若雪,脸色有些复杂。 真能叫啊。 许峰一连引了四波死灵,加入了战场。 本来就三十多个死灵在打。 现在战场的规模足足扩大了一倍,有七十多个死灵在交手。 许峰重新猫了下来,寻找机会。 两波死灵在相互拉扯,逐渐向着西边移动。 再往西一点,就能动手了。 先捡戒指,再拿灵草。 许峰极有耐心。 等了八分钟,机会终于来了。 两波死灵里那具不凡的骸骨有两千多米了。 许峰仿佛一根离弦的剑冲了出去。 开拣。 黄昏四体狂奔,冲到了那具戴着戒指的骸骨旁边。 许峰伸手一掰,直接把戒指薅了下来。 死灵们注意到了许峰这边。 有个攻守死灵大喊。 那个该死的活人出现了。 他在捡玉玲扳指。 快拦住他。 哄。 趁着他走神的时候,一颗灰色的灵魂人头在他的面前炸开。 旁边的弓手想射箭打爆这团法术,但已经来不及了。 死灵弓手被直接轰死。 停手。 先杀那个活人。 你们先停。 一起停啊。 两波死灵谁都不信任对方,但还是逐渐停了下来。 许峰的感知力一直盯着他们。 黄昏迈出几步,冲到了一株万年灵草的旁边。 许峰夹着马腹,侧身摘走了万年灵草。 有灵溪尊玉,许峰跟黄昏的配合,无比默契。 这一处战役遗址里的六株万年灵草,许峰摘走了四株。 快跑! 他们要追过来了。 许峰在心里大喊。 黄昏四体狂奔,满脸害怕。 这里的每一个死灵,碰到他,就能把他的马腿打断。 要不是他现在,跟许峰关系还不错。 他是绝对不敢跟许峰一起来偷灵草的。 嗖嗖! 破空声传来。 七只古剑射向许峰。 穿着皮甲的六个死灵,急速追来。 他们一步百米,速度极快。 许峰身上,泛着淡蓝色的荧光,感知力全开。 七只古剑的轨迹,被许峰,看得一清二楚。 许峰一剑射出。 仙剑一分为三,打爆了三根古剑。 另外四根古剑,贴着许峰的身侧,飞了过去。 赵元被吓得死抓着许峰的衣角。 许峰再捕一剑。 骤影剑飞出,射向了牧师死灵。 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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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峰的三剑,都没打出伤害。 牧师死灵的防御,居然也这么高。 溜了。 许峰收起了趁乱再摸两剑装备的想法,向上飞去。 把吞魂白羽鹰叫来。 一个明显装备最好的死灵,大声说道。 旁边的两个弓手死灵,吹了一声哨。 四只身形巨大的白羽鹰,飞了过来。 许峰心头一沉,居然还有飞行做起。 高空不再安全了。 许峰的八门位移,还剩四次机会。 他思索片刻,果断地连交了两次位移。 追在身后的死灵,被许峰甩开。 许峰十分谨慎,继续往前狂奔很快。 许峰的感知力,又发现了几只另外的死灵队伍。 他们还在混战,没有注意到许峰飞了过去。 十五分钟后,许峰已经到了古战场遗迹的边缘。 这里已经看不到死灵了。 赵元这才松了口气,后怕地说道。 太吓人了,那几根剑贴着我就飞过去了。 www.w.w.m. 陈雪诺看向许峰,问道。 回营地吧。 这里真的太危险了。 许峰没说话,看了看背包。 万年灵草已经有了57株。 给军营的万年灵草还差13株。 他看向了那枚戒指。 玉灵戒指,无望,破损,唯一。 物品描述。 一位号称万年第一的传奇铁匠,在年轻时为地势打造的戒指,戒指上雕刻玉灵,无比华美,象征着地势至高的地位。 没有属性,可惜了。 不过地势相关的物品,价值,好像都挺高的。 回去看看能不能修复。 不行的话,看看藏龙先生收不收。 看完戒指。 许峰出了战场,找了个地方,猫了五分钟。 确认安全之后。 许峰重新回到了战场的边缘,找到了两件冥界装备。 跑路的时候,许峰的感知力一直在探索着地面。 赵元语气里有些震惊。 你逃命的时候,居然还想着捞好处。 他当时连大气都不敢喘。 许峰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在死灵眼皮底下,都敢捞好处。 逃命的时候,有什么不敢的? 赵元想了想,觉得有点道理。 捎好装备。 许峰带着他们两个,向营地飞去。 八门位移的次数,只剩两次了。 许峰准备先把他们两个扔回营地。 时间还很充足。 许峰待会再回来,拿保命技能硬扛着转一笔。 一个小时后,许峰在营地门口落了下来。 带我去见营主。 得申请一下。 许峰懒得跑一趟,扔给了赵元一件冥界装备。 这件装备送他了。 告诉他,想要更多的好处,就出来见我。 赵元呜了一声。 他们两个出发了。 许峰在营地里,随意地逛了逛。 只过了三分钟。 一个瞎了一只眼,身材结实的女人走了出来。 他身边还跟着四个身材同样壮实的护卫。 许峰在他的身上,感知到了一股跟死灵有些类似的强大气息。 他的名利果然很高。 营主走到许峰面前,拱了拱手。 我叫赵三刀,是这里的营主。 许峰翻身下马,也按对方的礼数拱了拱手。 给足了面子之后,许峰说道。 赵营主,有装备以后,你们能多采多少万年灵药。 赵三刀也是个爽快人,说道。 每个月最起码五猪,还能再探索些遗迹。 每个月最起码分你两猪,其他的好处另算。 许峰笑了笑,太少了。 我最起码再给你们弄十件装备过来,其中五件是武器。 所有的好处七三分,你们三我七。 赵三刀用独眼看向许峰,认真的说道。 不行,明界不许我们拿装备,否则有可能断掉我们的护魂蛋。 我们风险很大,你拿七成太多了。 许峰说道。 那五五分。 赵三刀旁边的一个壮汉问道。 谁拿五? 许峰愣了一下,夸赞道。 这个问题很有智慧。 赵三刀让他的手下先闭嘴。 说道。 七三可以,你三我七。 许峰摇头。 九五五。 赵营主,明界的死灵已经进了混沌之地。 你们也需要自保的力量。 我只要钱,你们可是拿到了武装。 赵三刀感慨道。 你很擅长谈判。 许峰咧嘴笑了笑。 我只是知道,我的朋友们需要什么。 对了,他们两个负责记录你们的收获。 赵三刀看向赵源和陈雪茉,没有意见。 当然可以。 你的实力很强,我也需要更多的装备。 放心,我给你的只多不少。 谈妥合作。 许峰翻身上马。 等着吧,我待会送装备过来。 赵源有点舍不得许峰,大喊一声。 小心点啊,别死那边了。 许峰挥了挥手,化作白光飞入了迷雾之中。 一个小时后,许峰重新回到了古战场遗迹的边缘。 立,几只白羽鹰在附近徘徊。 死灵们吃过一次亏,已经在防着许峰了。 吞魂白羽鹰的感知并不敏锐,根本发现不了迷雾中的许峰。 许峰悄无声息地靠近了另外一处资源封后的遗址。 这里有八株万年灵草,六件死灵装备。 许峰咧嘴笑了笑,在心里暗道。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防不胜防。 许峰收起了黄昏,弯腰靠近骸骨所在的地方。 有爆炸声从远处传来。 这些自圆封后的地方,都有死灵在争夺。 五分钟后,许峰靠近了遗址边缘,停了下来。 2200米外,一个死灵刺客正在周围巡逻。 死灵刺客的敏锐程度,不如死灵攻守。 他没有发现许峰。 许峰后退了500米,避开了这个死灵刺客的巡逻。 他继续往前,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巡逻的死灵刺客。 靠着感知范围的优势。 许峰轻巧地避过了四层巡逻,到了遗址2000米内。 一共100多个死灵,正在这里厮杀。 其中还有不少熟面孔。 齐火!不要失误! 御灵班纸已经被抢走了,这里的好处咱们一定要拿到。 杀! 双方都杀红了眼。 古战场遗址的资源本来就不多。 许峰还抢走了一处。 这些死灵被迫来争抢这最后一处遗址的资源。 许峰的感知力扫过骸骨和万年灵草。 他在脑子里规划了一条路线,用最短的距离抢走所有的东西刷。 黄昏出现。 他身上的纯净的星辰之力,在迷雾中显得格外扎眼。 死灵工手们立刻发现了他的所在。 那个小偷又来了。 别打了! 都他妈快点停手啊! 急死我了! 停啊! 这次死灵们也有经验了。 他们迅速停了火。 许峰已经翻身上马,如同一道白光冲向了第一剑装备。 他弯腰一捞。 一剑祝福级的死灵长剑进了许峰的背包里。 十多个一直盯着这把剑的死灵都急眼了。 弄死他! 我的剑! 快把白雨英叫来封锁他的退路。 白雨英已经到了。 他这次绝对跑不掉了。 许峰听着他们的大呼小叫,淡定地冲向了旁边的一株万年灵草。 摘到! 后梁队和若鸣雾的带队头目露出一半白骨的脸上都有些震惊。 他当要摘万年灵药。 捡装备也就算了。 他居然敢想着全都要。 so! 古剑飞尸而来。 许峰感知力扫过这些剑使,就知道不可能完全躲开。 他当作没看到这些古剑继续前冲。 死! 几个死灵弓手,齐齐抱贺。 啪! 古剑射中了许峰。 连夜巢生意的保命效果触发。 许峰的血条强制保留了一点。 他还有保命手段。 若鸣雾的带队头目,反应很快。 快! 把他控住。 他应该还能传送,否则绝对不敢这样深入。 几个死灵法师挥动他们手里的武器。 许峰的身边出现了四个亡魂。 他们围着许峰转了几圈,嘴里吐出了寒气。 一股祥和的气息出现。 清静触发。 减速效果被瞬间清除。 另外两个死灵法师扔出了不同的控制法术。 几只手从地面伸了出来,想要去抓黄昏的马腿。 鬼手触碰到白光的瞬间,溃散成了灰烬。 他还有免控。 该死的,这个小偷居然有这么多的手段。 小偷! 他这是偷吗? 他这是抢。 当着一百多个死灵的面,许峰再次捞走了一件装备。 死灵攻守再次骑射了一轮。 许峰的感知力再次扫过古剑。 这次只有三只古剑的轨迹,无法躲避。 许峰抬手射出仙剑,打爆了这三根古剑。 拉扯了几下。 许峰又取走了两件装备。 死灵剑士和防战都向着许峰冲了过来。 两秒过去。 顿战向许峰扔出了嘲讽。 白光再次出现。 清静触发,嘲讽失效。 他的免控技能居然能这么频繁地触发。 拦住他。 用身体拦住。 防战们试图用身体挡住许峰。 黄昏纵身一跃,姿态优美地踏空飞过。 没有白羽鹰,这些防战不可能拦得住许峰。 后两队的头目,大声说道。 分散开。 各自保护一样资源。 他的保命次数再多,也能耗光。 不要让他摘走东西。 防战和剑士们迅速散开。 攻守继续追杀许峰。 许峰脑子转得飞快。 先把武器拿了。 万年灵草,可以去别的地方战。 死灵防战和死灵剑士的速度,不如许峰快。 许峰越过了一个死灵防战,在他面前捡走了一面祝福级的盾牌。 另外两件武器,离得不远。 两个死灵剑士拼命狂奔,想要护住这两件武器。 许峰果断地交出八门位移,抢先一步。 两件武器到手。 许峰顺手还摘走了旁边的三朵万年灵草。 其他的资源都被保护了起来。 许峰也不急,向上飞去。 白羽鹰向许峰扑杀了过来。 许峰抬手,把三个技能打了出去。 白羽鹰的防御也很高。 不过九剑里触发了两次要破伤害。 两只白羽鹰被击杀。 许峰的呼吸法熟练度,猛涨了三十二万。 别想跑。 远处有十二个死灵攻守,骑着白羽鹰杀了过来。 许峰撕开的防线缺口,被迅速补上。 So! 密集的鼓剑袭来。 许峰的后背被射穿,连夜潮生意的效果再次出发。 越来越多的死灵围了过来。 战场其他的遗址,防守力量变得薄弱了。 许峰就在等着一刻。 他直接交了最后一次八门位移,闪出了死灵们的包围圈。 两个头目脸色大变。 坏了。 他要去捡其他的宝物。 快追。 死灵们立刻向许峰追赶了过来。 一次八门位移,不足以把他们甩开。 许峰按照原本的路线规划,一路狂奔。 路上能捡就捡。 五分钟后,许峰背包里的万年灵草,数量到了六十九株。 给军营的万年灵草,只差一株。 死灵装备十件。 其中五件是武器。 跟许峰答应要给照三刀的装备,一模一样。 许峰习惯性地装了个B。 什么叫运筹帷幄呀? 死灵们追了上来。 许峰停在原地,直接开了连阵。 璀璨的连纹,以许峰为核心,逐渐成型。 庞大的力量,甚至冲散了周围的迷雾。 死灵们一脸惊骇。 混沌一宝的气息。 怎么可能? 就算是混沌一宝,也不该有这么强大的气息。 这是什么? 许峰自然不会回答。 他拉满弓弦。 三个技能飞出,分别砸向了两个头目和一个射中过许峰的死灵弓手。 先看看能不能逼走他们。 不行再用日月图防本。 当当当。 火星四剑。 死灵弓手被许峰射杀。 所有的死灵,齐齐向许峰发起了攻击。 古剑打在许峰身上,被金光轻易化解。 攻击无效。 两个头目后退了两步。 拦住他。 他的无敌时间,也没那么长。 许峰一动不动,黑剑不停飞出。 攻速大涨后,要破属性触发的频繁了一些。 半分钟过去。 许峰射杀了九个死灵。 其余的死灵,迅速把装备收了起来。 平时,他们不会这么迅速地打扫战场。 但他们真被许峰抢怕了,许峰感知力向四周扩散。 九个击杀之后,死灵的站位松散了不少。 但他们没有让出一条让许峰离开的路。 许峰原本想借着一分钟的无敌,尝试冲出去。 但死灵的战术水平相当不错。 看来是冲不出去,只能下次再进来给营地装备了。 又过了二十二秒。 许峰掐好时间,拿出了日月图的仿图撕开。 图条开始。 两个头目急了。 快! 拦住他。 所有的攻击,落到许峰身上都没有效果。 连阵的无敌效果太强了。 许峰大声喊道。 赶紧把剩下的东西捡捡吧。 下次说不定我要去冥界抢你们了,把家底攒一攒。 说完,许峰身旁的景色变幻。 他安全地回到了卫视松的屋子里。 叮。 好友信息的提示声不停响起。 屋子里放着几颗会自己发光的珍珠,温暖明亮。 许峰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晚上十点二十二分了。 提示出现。 您的轩辕常攻受骤势影响,属性下降了。 第一次属性下降,刚好出现。 卫视松坐在桌子旁边,轻声问道。 收获怎么样? 许峰咧嘴笑了笑,声音不大,语气却十分张扬。 我出手当然写传。 卫视松颇有兴趣地猜测道。 摘够了五十株万年灵草。 许峰喝了口茶水。 少了,往上猜。 卫视松愣了一下。 不会有五十五株吧? 洛魂园这些年变得更加富饶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万年灵草? 许峰摇摇头。 老魏啊,再往上猜猜。 卫视松眼神中露出了一丝震惊。 你不会凑齐了七十株万年灵草吧? 许峰摇头。 六十九株,还差一株。 卫视松眼神古怪。 洛魂园的地皮都要被你嚎吐了。 你从哪弄了这么多万年灵草? 许峰说道。 去了一处古战场遗迹。 刚好,我想问问你。 冥界的死灵为什么不能进混沌之地? 卫视松的声音不受控制的大了起来。 什么? 死灵进了混沌之地。 许峰感觉到了隔壁屋里的魏乡亲被吵醒了。 他开口问道。 这很严重吗? 卫视松神情严肃。 非常严重。 人界能进混沌之地,混沌之地也能进人界。 许峰有些惊讶。 死灵想攻打人界。 卫视松深思着说道。 还不清楚。 我得出门一趟。 你自己走吧。 他急匆匆地收拾衣服,准备出门。 许峰问道。 有没有办法让我提前进一趟混沌之地。 卫视松往屋外走去。 问道。 那边有事。 还有点装备没收棋。 许峰没交实底。 他还不确定人界愿不愿意跟营地合作。 卫视松以为许峰想把去最后一株万年灵草凑齐。 他沉思两秒,开口说道可以,但最多近一个小时。 时间长了,有被冥界发现的风险。 许峰认真地点点头。 让我去一趟。 我肯定一个小时内回来。 进入混沌之地时,许峰可以选定传送的大致范围。 送的装备,一个小时肯定够了。 卫视松问道。 你有没有证明死灵进了混沌之地的方法? 许峰说出了关键的情报。 我见了两伙死灵在打架,分别来自后粮队和弱民物。 卫视松点头。 够了。 你知道这两个组织的名字,足以证明他们确实进了混沌之地。 许峰有些好奇。 这两个组织厉害吗? 冥界跟人类世界一样,有大势力吗? 卫视松解释道。 冥界的组织结构跟人类很不一样。 他们是以宗门、营地和探险队伍为组织的,由十二位民主进行统治。 平时他们各自行动,只在关键时候听从民主的调动。 许峰明白了。 像是个大型的工会。 卫视松恩了一声。 还有些细节不同,但差不多。 你赶紧去吧。 快去快回。 许峰重新进了洛魂园。 四十五分钟后,许峰赶到了西北营地。 赵三刀带着他的人,在营地门口等着。 他看到许峰,独眼里闪过一丝兴奋。 装备带回来了吗? 许峰把十件死灵装备拿了出来。 赵三刀依次检查了装备,满脸兴奋。 都是好东西。 换上这些装备,九十级的吞魂恶意我也能杀。 你该做的已经完成了。 等着收钱吧。 许峰问道,营地里有没有万年灵草。 我还缺一株。 赵三刀十分豪迈。 没问题。 去拿一株万年灵草过来。 一个壮汉跑着离开。 陈雪诺和赵源此时才走了过来。 说道。 谢谢你。 我还给你一千枚金币吧。 赵营主说以后我们的护魂丹他出了。 许峰没药。 留着傍身吧。 赵源有些感动地说道。 谢谢你。 我会帮你好好记账的。 许峰咧嘴笑了笑。 等我能进地城,可以把你爹给送过来。 赵源母女和在场的人们都愣住了。 人家要帮你。 你还要把人家的爹给嘎了。 听听,这是人能有的想法吗? 赵源连忙说道。 不用,让我爹好好活着吧。 许峰挑事。 要是他续闲了呢? 陈雪诺倒是不怎么在意。 人生漫漫,他总要有人照顾。 只要他还记得我们就行。 许峰感慨道。 希望他们也有你这样的觉悟。 赵源有些疑惑。 谁啊? 许峰没说话,脑子里闪过了两个绝美的女人。 十分钟后,赵三刀的手下带着一株万年雨孽赶了回来。 许峰收了起来七十株万年灵草凑齐了。 那我走了,九天后我会过来一趟。 赵三刀拱了拱手,到时候该给你的东西都会准备好的。 许峰点点头,回了人界。 卫士松看到许峰,问道。 凑齐了。 许峰点点头,七十株万年灵草,一株不少。 卫士松的脸色有点苍白,点了点头。 他用自己的力量打开了混沌之地的通道,负担有点重。 许峰问道。 需要我找点丹药,给你补补吗? 卫士松笑了笑。 不至于,休息一晚就好了。 许峰点头,说道。 那我先走了,需要我送你一段吗? 不用。 许峰撕开了回城符,到了池阴城。 回城的瞬间,传送点所有的人都看向了许峰。 岳老终于回来了。 看不到他整活,论坛真的好无聊啊。 九个多小时了,他级别好像没长啊。 快躲开。 小心雷击。 岳老我爱你。 你好帅啊。 许峰挥了挥手,穿过人群,向刀五龙的住处赶去。 路上,许峰看了看聊天消息。 沈晚秋,你还好吗? 沈晚秋,我接了两个隐藏任务,师傅又送了我很多声望。 沈晚秋,皇爷爷找了两个帮厨照顾奶奶,奶奶也很喜欢宁儿。 他给许峰发了二十多条消息。 每隔半个小时左右,就会发一条。 许峰给他回了消息。 这么多消息,想我了。 定。 沈晚秋秒回了消息。 嗯,有点。 他有点害羞。 是不是太烦人了? 许峰回道。 还行,一般烦人。 沈晚秋,那你下次不在的时候,我还能这样给你发消息吗? 许峰。 能。 一条消息交一枚金币。 沈晚秋。 好。 回完消息,沈晚秋轻点了一下他的钱。 算上分成,他攒了两千二百五十一枚金币了。 一千枚金币存了起来,照顾奶奶用。 剩下的他是打算留着给许峰花的。 跟小经理聊完,许峰看了看其他消息。 刀锋锁止。 清宇哥这次麻烦了。 唐宋风月。 需要帮忙不? 余宥威。 万金城那边出了点麻烦。 云生抢了机队加百列工会的萌帮车队。 余宥威。 现在加百列工会、鹦鹉工会和白鹰工会,要求我们道歉赔钱。 余宥威。 你怎么又不见了? 余宥威。 看到消息快点回我,要不然咬你了。 许峰秒回。 道歉。 道个几把。 许峰。 告诉他们,再逼逼下次,老子连他们的标队一起抢了。 余宥威揉了揉白皙的眉头。 我觉得这么麻烦的事,在你嘴里怎么这么简单? 他的语气里有些如释重负。 W.W.W. Bic Yuxlan Get New OM 许峰咧嘴笑了笑 可能因为我的嘴厉害 下次咱们切磋一下 于又威总感觉他一脸的车胎硬 疑似被车拧了过去 但他没证据 于又威接着谈正事 说出了他的顾虑 我也想打 但会不会显得咱们太不讲理 于又威 而且咱们的管理层 大多认为妥协比较合适 许峰回道 你什么时候这么天真 觉得自己是个讲道理的好人了 于又威愣了一下 许峰继续说道 垄断野外资源的时候 清语阁从来没手软过 许峰 对普通人重拳出击 对三大工会就开始想着讲理了 许峰 这行为我只能说 又当又立 于又威被说得有些生气 但他很快平静了下来 轻叹一声 狗子 你说得对 许峰笑了笑 继续说道 而且 我总觉得奇怪 于又威 哪奇怪了 许峰 云生胆子那么小 怎么会误杀了三家 顶尖工会的附属工会成员 许峰 我看了看论坛 被杀的几家工会 都是很久之前 就公开附属几家大工会了 于又威也觉得不对劲 云生跟他们有交易 于又威 最近他确实宽裕了不手 他说是打到了几件好装备 许峰并不想猜 不重要 反正他们想办的事情办不成 许峰 找个机会 把云生搞出去就行了 于又威说道 也不至于吧 云生那边的人也不手 他走了轻雨格会实力大减 许峰随意地说道 以后再说 今天不处理云生 那今天就先不谈 明天的事情 当然要让明天的自己发愁 今天的自己操什么心 于又威 行 我先跟管理层沟通一下 过了几秒 于又威又发来了一条消息 你讨厌我吗 于又威 不许提赌约的事 不许开车 许峰笑了笑 不讨厌 我又不是好人 于又威 可是 你没有又当又利 你很纯粹 许峰想了想 回到 小时候我练功不认真 总会被我爸打 许峰 我也每次都很后悔 但又忍不住想完 许峰 后来 我妈跟我说 犯错没事 只要长记性就可以了 后来我再也没后悔过了 于又威声音轻快了些 明白了 你是让我长记性 许峰大笑了几声 不是 我是说多犯几次错就没事了 脸皮会厚的 于又威愣了一下 哥哥笑了起来 骗子 于又威 狗子 我喜欢你跟我说实话 虽然实话不好听 于又威 我也会跟你说实话的 你以后也不许骗我 许峰 我这个人的长处只有两个 其中一个 就是擅长说实话 于又威 好 许峰有点急了 你怎么不问我 另外一个长处是什么 于又威笑得贼开心 我才不问 呸 他跟许峰聊完 转头去跟管理层沟通消息了 许峰准备刷刷论坛 接着跑图 定 工会频道有人 at许峰 云生 at月落西沉 刚到你回来 怎么又消失了 云生 工会的情况 于会长跟你说了吧 云生 我可以全权负责 也不用赔多少钱 许峰 不用你负责了 我来处理 许峰 所有成员练集的时候 都小心点 看到三家工会的人 先让一让 云生惊了 你要干什么 喊酒烟 绝对不能打 轻语阁不可能打得过 这三家工会 浮花摇 岳父会长 你冷静一下 云生 万一打不过 轻语阁损失惨重啊 他们几个轮番劝着许峰 同时 他们在小群里疯狂交流 云生 这个疯子 计划全被他打乱了 喊酒烟 设怎么办 要是开打了 鹦鹉工会那边还给钱吗 这几个工会的标队 是三个工会 让云生结的 他们原本的计划 是让云生出面道歉 打击一下轻语阁的势头 云生道完歉 再借着避免被偷袭的名义 多要些人手 他出卖轻语阁 换钱和人手 等时机成熟 就能把余又威给踢出去了 浮花摇 跟三井手联系一下吧 云生 行 他刚准备联系三井手 其他管理层也出面了 余又威 我赞同岳父会长的意思 轻语阁绝不低头 非非 我无脑称风哥好吧 他什么时候吃过亏 青森雨林 岳会长的计划虽然冒险 但我也觉得公开道歉 对轻语阁影响太大了 我真不是老六 打输了谁负责 花黄残销 这人就是个疯子 现在还要拉着整个工会陪他疯 工会里吵得很凶 许峰并不着急 打算先观察一下云生 一分钟后 许峰到了刀五龙的院门外 直接撞飞了刀五龙的竹门 老刀 刀五龙的作息极其规律 晚上十点准时睡觉 他被许峰吵了起来 但这次没有不爽 万年灵草凑齐了 许峰有些意外 你听说了 刀五龙点点头 老徐跟我说了 我很担心 许峰有点感动 老刀 没想到你对我还挺好 刀五龙脸上写满了问号 我只是觉得这把工没了太可惜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许峰也不生气 咧嘴笑了笑 既然你跟他关系这么好 这次不收钱吧 刀五龙说道 要收两万枚金币 许峰瞪大了眼睛 这么贵 刀五龙理所当然的说道 宙石需要至阴的万年明草 还需要阳气即盛的珍贵矿石 两万金币不算多 许峰有点头突 先欠着行不行 刀五龙两手一摊 这次真不行 我这里没有备料 你给我钱 我才能去买矿石 许峰想给小周同学发个消息 问问药剂分成有多少了 但他想起来 现在十月红还在做给军营的五千份药剂 只有回篮药剂能挣点钱 分成增长得很慢 许峰骂骂咧咧 等老子能进妖界 把鼠妖给灭了足 一个咒时 把许峰的家底 直接掏空了 长明剑卖了也不够 刀五龙说道 我可以借给你一万枚金币 再多就没有了 许峰想了想 拿出了那枚玉灵戒指 你看看 这件装备值不值钱 刀五龙看到这件装备 逐渐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许峰看着刀五龙的脸色 心头一喜 很值钱 刀五龙点点头 这件装备是一千三百年前 帝皇赐给第八子的装备 它象征的意义非凡 帝氏肯定愿意出大价钱收购 不过你留着它 用来熔练也很好 千年的装备跟现在不一样 许峰很好奇 不一样 刀五龙端向着玉灵戒指 脸色凝重地说道 一千多年前打造的装备 属性远超现在 我没活那么久 不知道当年什么情况 但根据《铸造录》记载 铁匠们猜测 当年的环境中 应该多一些天地灵气 许峰更感兴趣了 这种灵气不可再生 被消耗光了 刀五龙脸色平静 老徐还说过一种可能 天地灵气被偷走了 许峰惊了 谁有这种本事 能把整个人界的天地灵气给偷走 刀五龙把戒指递给了许峰 这只是一种可能 不同的猜测有很多种 丝天剑的说法 是星辰乱形 导致天地灵气和高阶属性受损 太学也有猜测 认为有大的精怪即将现实 他们吞掉了所有的天地灵气 刀五龙一口气说了十几种学说 各方阵营都有自己的逻辑 但没有一锤定音的证据 许峰懒得再听了 等他们研究出结论 再通知我吧 这没戒指的天地灵气 能融住到我的装备里 刀五龙点头 可以 我会这种锻造法 许峰眼睛一亮 把灵气住到薛源宫里 这武器的品阶有点低 能直接升一阶吗 刀五龙被噎了一下 六十级的神话装备 这可是越阶的极品 许峰居然还嫌他极品阶低 刀五龙看了看许峰的三件 先级装备 有点郁闷地说道 不行 你的长弓饱含天地精气 这点残渣 对他没什么效果 许峰有点失望 没法提升品阶 刀五龙说道 提升品阶的方法虽然少见 但是有 不过注入灵气的方法 不适用于这把弓 换件别的装备 许峰拒绝了 那还是卖了吧 别的装备不值得 这枚戒指卖给谁比较好 刀五龙说道 帝氏和大藏家都不错 看你能找到谁吧 许峰给徐富来和周明珠 各发了一封邮件 我拿到了玉灵戒指 现在要拍卖出售 你们帮我找找买家 徐富来 你小子又从哪摸到了这种好东西 我帮你联系藏龙先生 周明珠 等我 帝氏肯定愿意出大价钱来买 许峰等消息的时候 看了看论坛 他一回来 论坛热闹了不少 热帖第一 跟许峰有关 月落西沉 出来点个说法 你必须为了清语阁公开道歉 否则后果自负 发帖人是鹦鹉工会的延祁天照 许峰打开帖子看了看 五楼 清语阁今天敢乱杀鹦鹉工会的兄弟 明天就敢乱杀其他工会的人 必须道歉 173楼 这个流子 必须出来道歉 支持延祁哥哥 正义薄杀 爷们要战斗 JPG 2548楼 我猜他会装死不说话 他也只敢跟比他弱的人装逼罢了 菜狗 JPG 带节奏的人很多 不过替许峰骂回去的人更多 14楼 笑死 首先人不是月老嘎的 其次 月宝什么时候会低头道歉了 烈 581楼 被杀的这击队人 刚刚截了别人 只许你们杀人 不许你们被杀 1184楼 你们不先给被你们杀过的普通玩家公开道个歉 憋在这里发电 JPG 许峰回了581楼 真的假的 被截的标是他们抢的 581楼是个叫叫我无法小天女的妹子 他激动地回道 是真的 被截标的就是我的朋友 许峰一出面 立刻引来了无数人的回复 15楼回复 月宝贴贴 348楼回复 月给我帮你 兑现了好久 快夸我 4491楼回复 千万别道歉 月老我顶你 许峰反正也没事 水着论坛 女的 不贴 兑现累了吧 多喝点开水 多熬会夜 多吃点生了 我道个几把歉 大不了硬钢呗 颜旗天照也回复了许峰 不道歉 你确定你能承担后果 不少许峰的粉丝看到颜旗天照的回复都紧张了起来 445274楼回复 110级刺客的压迫感好强啊 月宝要正面跟这种人刚吗 555838楼回复 仗着级别高欺负人是吧 有种威胁于女神啊 许峰无比嚣张的回复 你们三家公会想清楚了就行 你们惹错人了 针锋相对 看到许峰的回复 吃瓜群众全部哗然 卧槽 时隔一年多 又有大公会要开战了吗 恶霸是真的掉 不过轻语阁胜算不大吧 龙尹公会跟月宝的关系很好啊 感觉真不好说 奶糖不太甜 十分激动 月宝我跟你一起上 干死他们 许峰回了他 查询奶糖不太甜等级为 75级 逃善 笑死 被老大嘲讽了 小苍加奈 他居然专门嘲讽了奶糖姐 他真的 我哭死 奶糖不太甜 靠 定 许峰在论坛里 玩得正开心 刀锋锁指 给许峰发了消息 真打 许峰秒回 真打 刀锋锁指 我们工会内部也在争论 要不要帮一帮你 许峰 这次应该不用 不会打太久的 刀锋锁指一了一声 不会吧 感觉三家工会 像是要趁机把清语阁打死 刀锋锁指 恕我直言 我觉得 他们有这个能力 许峰 他们是想挣好处 没想拼命 许峰 真要打不会拖到现在的 直接动手去杀鱼又威就行了 刀锋锁指思索片刻 称赞道 你看得真明白 刀锋锁指 不过 你这么强势 接下来不好说啊 许峰有点懒得解释 推测没用 你们等着看就行了 回完消息 徐复来的邮件发了过来 藏龙先生愿意出六万枚金币 收购这枚戒指 一个叫唐允锐的人 也给许峰发了邮件 我是少帝 御前卫首领唐允锐 帝氏愿意出七万枚金币 收购这枚戒指 许峰给徐复来回了邮件 帝氏出了七万枚金币 你问问藏龙先生 愿不愿意加钱 徐复来 行 他的底价 肯定不止这么点 他非常乐意让许峰多挣点钱 连忙去联系藏龙先生了 等了不到十秒 徐复来就回了消息 他开了十万枚金币的价格 许峰心头一喜 给唐允锐回了邮件 藏龙先生出了十万枚金币 唐允锐秒回邮件 你别着急 我去问少帝的意思 许峰还没回复 又收到了徐复来的邮件 www 徐复来 藏龙先生有点急 我感觉价格还能再涨不少 许峰也很兴奋 但脑子是冷静的 别急 先看看帝氏对玉林戒指有多重视 回完邮件 许峰看了看工会频道 云生和飞飞他们还在吵 要打腰盒还没出结果 许峰依然不急 定 余又威发来了消息 我要不然直接给麦克回邮件 把你的态度陈述过去吧 余又威 这种争论根本没结果 双方都是站定立场在辩论 余又威 我不喜欢这种没意义的事情 许峰笑了笑 谁说没意义的 余又威声音里有点茫然 啊 许峰逗他 叫声徐老师 我可以教教你 余又威哼了一声 不叫 你快说 定 唐允锐的邮件发了过来 许峰没急着回余又威的消息 赶紧看了看邮件 唐允锐 帝氏愿意出十二万枚金币 并且赠送你一本绝神级的呼吸法 许峰心跳快了几分 绝神级的呼吸法 能让无声呼吸法再净化一次 帝氏对玉林戒指非常重视 价格还能涨 许峰立刻给徐富来发了邮件 帝氏报价十二万枚金币 徐富来 收到 发完邮件 许峰这才看向余又威的聊天界面 余又威 狗子 你人哪 余又威 欠 真小借 叫我还要谈条件 余又威 徐老师 快告诉我 你在打什么小贩吧 许峰回到 我就回了个邮件 你居然自己就叫了 余又威有些休闹 我咬你了呀 快说正事 许峰随意地回到 云生现在说的越多 等我解决了问题 他就会越尴尬 许峰 让飞飞他们跟云生瞅 多吵一会 许峰 你也可以出面 这是你提高地位和凝聚力的好机会 余又威精致绝美的小脸上满是认真 我明白了 我这就去吵 许峰笑了笑 你这语气 像是要去面试 不用这么紧张 余又威有点不好意思 我其实不太会吵架 许峰有些意外 你活这么大 总会跟别人有点矛盾吧 余又威想了想 说道 很少啊 无论男女 好像对我都挺宽容的 许峰骂骂咧咧 咱们都长得这么好看 凭什么你待遇比我好这么多 余又威被逗得笑个不停 没事 我对你宽容就行了 许峰 你说的呀 要宽容 他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你可能还有个姐妹 这种小事一定得宽容啊 余又威依然不知道 许峰这个狗男人在计划什么 他认真的回答 狗子 我一定会的 许峰 那我送你个礼物 说完 许峰把离活法杖寄给了余又威 余又威惊了 你从哪偷来的 许峰有点不满 我这种好人 怎么会坑蒙拐骗呢 许峰 花大价钱给你买的 用着吧 余又威收了下来 甜甜的收到狗子 你对我真好 许峰笑着问他 这次怎么不推辞了 余又威浅浅的笑着 咱们关系更清静了呀 我就不客气了 许峰称赞道 说得好 切磋一下 余又威 呸 东西给完 余又威去工会频道辩论了 许峰等了六分钟 迟迟没有等到徐复来的回复 藏龙老头 不会是不想要了吧 十二万没金币也不少了 够我挥霍一段时间了 名水剑暂时不用卖了 这种装备 最起码在一个月内 都是花钱 也买不到的战略资源 定 许峰的念头刚刚落下 徐复来就发来了邮件 藏龙先生可以出十五万枚金币 而且他可以答应你 帮你找一样你需要的东西 这个条件相当不错了 他的人情很难得 许峰咧嘴笑了笑 给唐允瑞发了邮件 藏龙先生出了十五万金币 还附带帮我找一件东西的条件 唐允瑞秒回了邮件 请稍等 许峰等了十分钟 唐允瑞这才给许峰回了邮件 帝氏同样愿意出十五万枚金币 附带绝神级的呼吸法 你还可以收获地势的好感 这对你以后帮助很大 十五万枚金币 应该就是御灵戒指的价值上限 许峰非常兴奋 比我预期的价格高太多了 卖给谁比较好 许峰很干脆的做了决定 他给唐允瑞回了邮件 不好意思 我要卖给藏龙先生 唐允瑞十分失望 但保持了风度 希望你再认真考虑一下 改主意了 随时联系我 许峰回了邮件 可以 下次可以再合作 地势还有流落在外的装备吗 我可以帮忙找的 唐允瑞回复 这不是我能知道的事情 抱歉 许峰就是随口一问 没得到有用的情报 也不失望 他给徐富来回了消息 戒指给你 帮我卖给藏龙老头 徐富来 帝氏那边出了多少钱 许峰 也是十五万金币 加一份绝神级呼吸法 还有一张大饼 徐富来有些疑惑 大饼 许峰 他们说 可以给我帝氏的友谊 这饼又大又圆 我可不吃 徐富来感慨道 你小子鬼精 帝氏的友谊 看上去很值钱 但帝氏有很多事情 需要强者去做 许峰有实力 就算没有帝氏的友谊 一样会被重用 藏龙先生的承诺 要实在地多 许峰把戒指 寄给了徐富来 等了十分钟 徐富来亲自赶到了 刀武龙的院子里 他给了许峰 十五万枚金币 许峰背包里的财产 立刻从七十多枚金币 涨到了十五万 徐富来的老脸上 带着些高兴 这次你赚了不少 许峰认真地说道 多亏了你帮忙 给你点佣金 说着 许峰拿出了一枚金币 递到了徐富来的面前 徐富来一脚踢向许峰 许峰后撤两步 灵巧地闪开 他咧嘴笑了笑 不要算了 一枚金币 能吃好几顿大餐了 老刀 弄装备 许峰大大咧咧地 附了两万枚金币 刀武龙叮叮当当地 敲打了起来 等了半个小时 许峰背包里 一直装着的那枚奇缘石 忽然消失 提示出现 您获得奇缘事件 金颖奇缘 轩辕长弓 绽放出了一道金光 刀武龙愣了一下 神情激动 居然是金颖奇缘 他接下来的一次成长 效果会永久翻倍 要不要强化一次 这个状态 24个小时之后会消散的 许峰瞪大了眼睛 让他吞噬其他的装备 效果也会翻倍吗 刀武龙语气激动 会 翻倍 许峰眼神火热 吞噬天神级的武器 能升一阶吗 同等级的极品装备 高一阶能差出 20%到45%的属性 轩辕长弓这种超模的极品装备 再升一阶 会强得更离谱 顶尖玩家的属性 还在飞速增长 迈克换了两件天神级装备 武器也强化到了加久 攻击力已经到了347万 迈克的队友 世界第一顿战 神刺之地的属性 也很吓人 他物防已经高达241万了 许峰成长的速度比他们都快 但他还想再快点 刀武龙摇了摇头 不行 天神级装备太弱了 许峰问道 如果这件装备里有天地灵气呢 刀武龙深思片刻 说道 先让我看看那件装备 许峰把名水长剑递给了刀武龙 刀武龙看完之后 满脸失望 这件装备确实沾染了一些灵气 属性超群 但武器里杂质太多 灵气太少 无法踢去 许峰皱眉 你这里有更好的装备吗 徐富来开口说道 他最多也就找到绝神级的装备 刀武龙点了点头 许峰看向徐富来 你呢 小老头 你人卖不是很广吗 徐富来捋了捋他的胡须 我应该能帮你找找无妄级的武器 不过这种品级的武器极其稀有 价格肯定不低 而且 咱们上门求够 肯定要被宰上一笔 许峰问道 十三万没金币够吗 徐富来有些吃惊 你舍得全拿出来 许峰满不在意 钱是用来花的 又不是用来当爹供起来的 只要钱花的有价值 多少都行 徐富来称赞道 你小子还有点子智慧在身上 这么多金币 应该是够的 刀武龙开口说道 先别急着问 我有句话要说清楚 吞噬无妄级的武器 最多也就让轩辕长弓的属性 增长百分之十左右 许峰满脸意外 这么少 刀武龙解释道 只有升阶才有巨大提升 吞噬无妄级装备 就算效果翻倍 恐怕也不够升阶 你的武器可是灵气鼓舞 它成长需要的力量 远不是一般的武器 能比的 许峰有点弹疼 归需装备行吗 刀武龙果断地点头 吞噬龟须装备 肯定能越阶 不过未必能提升到 先级极瓶的水平 大概中下游吧 许峰点头 也不错 先级的中下游水平 也远超神话级的极瓶水平 许峰看向徐富来 小老头 让藏龙先生 帮忙找一件 龟须级以上的装备吧 徐富来叹了口气 总感觉 为了见龟须装备 用掉这么珍贵的机会 有些可惜 以你的实力 到了120级 弄到龟须级装备不难 许峰也有点肉疼 但丝毫不犹豫 经营其缘就这一次 直 联系藏龙老头吧 我肯定不后悔 徐富来给藏龙先生 发了邮件 说明了情况 发完邮件 徐富来说道 他应该再欣赏玉林戒指 稍等会吧 许峰很有耐心 拿起轩辕长弓 先看了一眼 骤石状态已经消失不见了 属性也恢复了巅峰水平 许峰心情好了很多 刀武龙上下打量着许峰 说道 你怎么没被雷撇 徐富来愣了一下 立刻反应了过来 咦 你的隐匿水平 怎么直接长到了近你 不可能啊 你长得再快 也得在史镇阶段停很久啊 许峰有些好奇 史镇阶段是个坎 徐富来点头 对 史镇巅峰几乎可以完全藏住自己的气息 但想要完全藏匿 一丝气息不漏 极其困难 很多钻研藏匿手段的刺客大师 都会在史镇阶段停留几年 许峰咧嘴笑了笑 我天赋一柄 直接悟了 徐富来翻了个白眼 说实话 这跟天赋就没关系 许峰坦诚地说道 呼吸法进化了 直接获得了完美隐匿的效果 许峰来真心替许峰高兴 不错 从今往后 不怕被天雷劈了 刀武龙也很高兴 他是替自己高兴 我的院子 终于不用坑坑洼洼的了 聊了几句 许峰看了看工会频道 云生还在发消息 双方战力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打到最后 只会吃亏 云生 反正我坚决不同意打起来 我已经编辑好道歉帖子了 于又威 你想拉着整个工会低头认错 我不同意 于又威 我再说一遍 清语哥绝不低头 非非 别废话了 投票吧 喊酒烟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不赞同投票 昔然 因为支持你们的人手 你们就不赞同投票 小雪 真是软骨头 咱们死磕三大工会 我不信他们敢拼到底 暂时还没吵出结果 许峰还是不急 安静看戏 等了两分钟 藏龙先生还没回邮件 许峰跟徐复来 先回了黄景震的小院里 沈晚秋他们听说许峰过来 也赶紧回了城 老板 我好想你 和四山进了院子 就大叫了一声 黄景震瞪了他一眼 小点声 晚秋的奶奶和宁儿都睡了 和四山安静了下来 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周亚南开口对道 你个渣男还知道回来 工会的事情多得要死 甩手掌柜当得开心不 许峰咧嘴笑了笑 非常开心 周亚南翻了个白眼 你别老做那种危险的任务 万一真死外边了怎么办 晚秋提心吊胆了好久 许峰看向沈晚秋 沈晚秋白嫩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红韵 他小声说道 我有一点点担心 许峰走上前 搓了搓他的脸 软软的 沈晚秋无辜的看着许峰 没有反抗 许峰坐了下来 工会情况怎么样 三个妹子也坐了下来 说着十月红工会的各种事情 沈晚秋给他做了碗鸡蛋葱花面 坐在他旁边 安静地看着他 聊了半个小时 藏龙先生那边 终于回了消息 徐复来看完邮件 有些兴奋 如果要用来吞噬 藏龙先生 有件更好的装备推荐 万金城有一把比龟须级还要高的灵气鼓舞 虽然这件武器已经破碎 但品阶和灵气都还在 许峰心跳快了几分 未知级的灵气鼓舞 这可龟须级武器强太多了 许峰伸出了手 替我谢谢藏龙老头 徐复来看了看许峰的手 咧嘴笑了笑 有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许峰惊了 小老头你学坏了 徐复来捋了捋胡须 见你见多了 总会成长的 说吧 你想先听哪个消息 许峰毫不纠结 随便选了一个 说好消息 徐复来说道 先说坏消息吧 许峰握紧了拳头 徐复来搞了许峰的心态一波 开心地说道 装备不在藏龙先生的手里 汉海长宫在万金大城的一位 叫做格日乐的藏家手里 你得去找他 许峰说道 好消息应该是 这次的情报 不消耗他欠我的人情 徐复来还想掉一下许峰的胃口 结果许峰猜到了 徐复来有点郁闷 你小子真是鬼精 我特意没先说好消息 说的没错 藏龙还是欠你一个人情 许峰问了关键问题 到了万金城 我去拿找格日乐 徐复来介绍道 万金大城有八方商客 其真很多 定期会举行拍卖会 你去找拍卖会负责人就行 藏龙打过招呼了 报他名字 就会有人带你去见格日乐 徐复点头 起身说道 那我走了 沈婉秋跟着许峰站了起来 闪着光泽的漂亮眼睛里有些不舍 许峰捏着他的脸问道 舍不得我 他先是摇了摇头 又低垂着毛子点了点头 我没事的 你去忙吧 许峰拍了他的脑袋一下 声音清脆 憨忽忽的 啪 周亚南从后面打了许峰一巴掌 他怒声说道 你轻点 打傻了怎么办 许峰咧嘴笑了笑 逗小井里玩 打傻了就不要他了 沈婉秋眼眶立马红了起来 不要 我 我很聪明的 周亚南看他这个样子 更生气了 你个渣男 许峰见兮兮的回怼 管得真多 看婉秋他奶奶多健康 知道为什么吗 滚 不想知道 院子里的其他人 笑呵呵的看着 周亚南对了几句 开口问道 你打算怎么处理那三家工会的事情 压力太大就早点跑路 十月红才是你的地盘 许峰两手插腰 逼气十足 那帮臭鱼烂虾 等我捶他们一顿就老实了 周亚南翻了个白眼 可把你牛逼坏了 还得插着腰 几个妹子都笑了起来 许峰搓了搓沈婉秋的头 齐上黄昏离开了 沈婉秋站在原地 等了几分钟才回过神来 周亚南撇了撇嘴 吐槽道 都快成旺夫时了 他有什么好的 沈婉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他很好呀 何四山跃跃欲试 说道 走吧 继续去升级 老板要去打架了 咱们有反超老板的机会啊 赵敬兴表情认真 确实得抓紧升到110级 他四处惹事 咱们这个级别根本帮不上他 何四山连连点头 就是就是 他挽着赵敬兴的胳膊 赵敬兴拉着周亚南的手 周亚南半搂着沈婉秋 四个妹子排队出了门 去做太学 给的隐藏任务了 院子里安静了下来 黄景震和徐富来打了个哈欠 睡觉去了 许峰打开了工会商店 找了找万金城的回程符 运标需要缓慢不行 但许峰去买东西 直接传过去就可以 十张万金城的回程符 花了许峰两枚金币 真不便宜 万金城的回程符比较特别 比普通的回程符 贵出了十几倍 买完符 许峰进了走经廊道 直接传送到了万金大城 呼 一阵干燥的风 吹动了许峰的头发 许峰的脚下 踩着深黄色的石板地面 旁边是一条宽广的道路 这里的路真宽 应该是方便运输工具行动 道路两旁的房子 都是四层以上的石房 高大气派 许峰对万金城的第一印象 就是宽大豪气 传送点附近的玩家不多 这里不是升级地图 现在解锁的内容 主要就是跑商 一共十几个玩家 看样子都是来观光的 其中一个人看到了许峰 惊呼出声 卧槽 月老 所有人齐齐地回头 看向了许峰 好帅 轩辕工好像又变了 怎么还闪着点金光 他这身装备 感觉比万金城的建筑还好 月老来万金城 不会是要搞那三家工会了吧 许峰随意地挥了挥手 向前跑去 他打开地图 看到了万金城的全貌 城市的最中心 是一座巨大的太阳雕像 最大的拍卖行 就在太阳雕像的正下方 这城市的面积 大得离谱 整个万金城的面积 比淮江城的野外地图还大 许峰确定了拍卖行的位置 看向了万金城的北边 论坛里 已经有不少人 发过探索万金城的帖子了 万金城的东西南三个方向 都连接着走金狼道 唯独北边 有重兵把守 所有靠近的人都被赶走了 有人付出了被击杀一次的代价 飞起来看了看城北外的情况 就是普通的一片荒草地 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 许峰对这里很有兴趣 有机会去看看 看完地图 许峰打开论坛扫了一眼 一条帖子的热度正在飞快暴涨 月老出现在了万金城 疑似是要对三大工会进行打击 帖子里附了一小段许峰的视频 六楼 月落西沉又在搞宣传 我真不信 他敢对三家顶尖工会动手 十一楼 老手断了 又在吵热度 老子就看着你这个傻卵 JPG 275楼 估计就是去看看 虚张声势吧 阴阳怪气的人很多 奶糖有点甜没有出面 他在讨论组里不停地号召 大家别急着拉仇恨 先看月宝怎么说 陶善 工会频道还在吵 老大是想打的 水蜜桃少女 一家打三家不太行吧 我无脑支持月宝 但胜算真的太低了 清宇阁现在有十二万人 附属工会一共有五个 加起来大概有十八万人左右 加百列工会九万多人 附属工会有八个 光加百列工会一家 就有超过二十万人了 打三家 几乎不可能赢的 奶糖有点甜 忽然发了消息 快看 月宝回复了 许峰回了铁 也不一定要打 如果三家工会道歉 我也可以放过他们 这条回复一出来 吃瓜群众们都惊得瓜都掉到了地上 一楼回复 月宝你冷静 485楼回复完了 这次感觉要出大事 1158楼回复 你这么掉 你家里人知道吗 这逼你也敢装 一片哗然 所有吃瓜群众都觉得 这场价是真的要打起来了 定 工会频道有消息 云生 月落西沉 还没商量出结果 你这不是拉着整个工会 往火坑里跳吗 许峰随意地回道 打架你不敢 投票你还不敢 许峰 你可以躲到城里 等我解决了麻烦再出来 工会频道 现在禁止长老支撑以下的人发言 月落西沉讨论组里 林月九把许峰的消息截图放了出来 我敲 老大是真的霸气 白桃今天也要元气满满 我好紧张 真打得赢吗 桃善 我们老大这么自信 肯定是想要解决的方案了 奶糖有点甜 如果在万金大城外决战 有没有人敢跟我一起去帮场子的 小苍加奈 我去 清明甜茶 我也去 花子小姐 算我一个 论坛里的吃瓜群众也很兴奋 首页的版面 三大工会和清语格的矛盾 有将近70条帖子 时隔一年多 终于又有大规模的战斗了 迈克也在关注论坛 神赐之地 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 他声音浑厚地问道 怎么办 迈克没有说话 碧绿色的眼睛里闪过一抹凝重 法师 天国尽了 开口说道 月落西尘就是个疯子 谁能想到 他死不低头 晃得人掩孕的牧师妹子 竹火 看向迈克 要不然 你出手 把他杀了 迈克摇摇头 月落西尘非常聪明 他嚣张 但清楚自己要什么 几个队友有些疑惑 迈克分析道 他说 只要三大工会道歉 这件事情就能过去 很明显 他想要的是 强势地结束这件事情 而不是彻底跟三大工会开战 队友们露出了恍然的神情 竹火 那就不管了 迈克摇头 也不能不管 我不允许这么有人 对我这么嚣张 我会建议 让鹦鹉工会只针对月落西尘 把他杀出这个世界 由鹦鹉工会出手 我们派出两支军团协助 加百列工会的组织模式 是军团制 每个军团二 五万人 由正负三个军团长指挥 军团长都是副会长 每个军团里 还有十个作战大队 每队两千五百人 大队长都是长老 迈克是个极度聪明 擅长让别人拼命 并且眼光长远的人 他出五万人 只是压阵 弄死许峰十次 这件事情就到此结束 轻语格的声望 同样会被严重打击 神赐之地说道 我们已经在着手联系 轻语格的一些强者了 竹火也很高兴 让鹦鹉工会快点动手 加百列工会 马上升到十级工会 趁机可以多吸收一些人 他们几个人 开始讨论起了打赢的收益 没人提起许峰会不会反抗的事情 在他们的眼里 大工会想要针对某个强者 对方就如同蚂蚁一般 许峰也不过是一只强壮一点的蚂蚁而已 白鹰工会 乔斯特不停地发着消息 另外两家工会什么情况 迈克做了什么决定 他要派五万人出去 把月落西沉杀出这个世界 他的方法不错 咱们也这么办 乔斯特不够聪明 但他有两个特点 为人大放慷慨 人脉很广 擅长学习别人的策略 而且很尊重比他聪明的人 白鹰工会几年前 还只是个二线工会 现在拥有着酒 四万人 论坛里有很多大工会领导人物的传记视频 乔斯特不是最强的 也不是最耀眼的 但人们给他的评价很高 很快 乔斯特给三警手发了消息 另外两家工会 都做了相同的决策 三警手不再犹豫 直接下令 特战一到五组 准备动手 天照 你来拿下月落西尘的人头吧 鹰鹉工会的聊天频道里 几个人迅速回应 我是一把利刃 一组准备就绪 风太郎绝不撤退 二组准备就绪 严祺天照 同时出动五组 没必要吧 严祺天照 老实说 杀他的话我一个人就够了 三警手 专门为了对付月落西尘训练的特战队 这次当然要用上 三警手 过了今天就不会再有月落西尘这个人了 严祺天照 那倒也是 鹰鹉工会的特战队 每队二百人 这些人迅速放下手中的事情 向万金城集合 二十分钟后 许峰赶到了太阳图腾的下方 这里十分热闹 各种打扮的商旅 来回穿行 还有不少鸭镖的玩家 正在寻找买家 拍卖行附近是个自由交易市场 货物除了卖给收购商之外 人们也能来这里找找客户 也许能卖高价 许峰一出现 立刻引来了无数人的视线 月老 他果然来万金城了 大佬你赶紧回去吧 三大工会你惹不起的 我是为了你好 可惜这身装备了 待会就没了 鹰鹉工会早就看他不爽了 这次他是凶多吉少了 人们议论纷纷 支持许峰的人不少 也有人幸灾乐祸 在旁边打算看热闹 很快就有人吵了起来 月老得罪过你 你哥这阴阳怪气什么 老子就喜欢看乐子 看大佬被人薄杀我就开心 不行吗 乐你妈 谁说月老会输的 傻乱 他要打得过三大工会 我出门去掉二十几 许峰看向了那个说 清语阁会被暴打的人 我记住你了 乐乐不是呃呃是吧 待会我打赢了 你自己去掉二十几 你自己不掉 我就找人帮你掉 乐乐不是呃呃呃的脸色难看了几分 之前北武员也野口嗨过 然后还试图删铁跑路 结果清语阁的人堵着他 把他杀掉了十几 乐乐不是呃呃呃 有点后悔 但已经晚了 许峰走到了拍卖行大门口的士兵旁边 有人小声提醒 月老 想进拍卖行 最起码要有十万金币 没钱会被打的 这些士兵很不讲道理 万金城的士兵属性极猛 而且崇拜金钱 在这里 没钱可不是被赶走就完事了 没钱还想进高级场所 会被打掉半条命 许峰挥了挥手 事宜自己知道了 他走到了士兵面前 开门见山 藏龙先生打过招呼了 我要去见格日乐 士兵看向许峰 傲慢地说道 让我看看 你的十万枚金币 许峰皱眉 藏龙先生没打招呼 士兵说道 打过招呼了 你出示财产 我会带你进去 但如果你没钱就得滚 这里不能被穷人的臭味玷污 不少乐子人 在旁边笑嘻嘻 笑死 装逼不成 要被打脸了 还以为自己关系户的身份好使呢 这里只认钱 你们猜他会被打多久 我猜最起码得十分钟 许峰脸色淡定 把背包里的金币数量 给士兵看了一眼 十三万枚金币 钱 多的是 士兵瞬间变脸 无比谄媚地说道 尊贵的客人 请原谅我的屋里 请您跟我来 刚刚还准备看许峰笑话的人 顿时惊呆了 他怎么进去了 他居然真的有十万枚金币 惊了 他到底哪来的这么多钱 之前进拍卖行的那些人 我也觉得奇怪 顶尖工会出十万枚金币都难 他们怎么有钱 拍卖行外的人群 议论纷纷 有人截图 把许峰进了拍卖行的消息 发到了论坛上 惊了 月老不光实力强 居然还这么富 他进拍卖会了 帖子热度暴涨 麦克给三警手发了消息 他身上爆出来的钱 我要三分之一 乔斯特见到钱的时候 也用不着模仿别人了 他也给三警手 发了差不多的消息 爆出来的金币 最起码给我三万 不光轻语格缺钱 顶尖大工会都不宽裕 维持将近十万人的福利开销 支出巨大 三万枚金币 对他们是比巨款 能多做很多事情 许峰就是一只行走的钱罐子 付得流油 三警手非常大方 可以 本来就应该平分 鹰武功会恨许峰 恨得牙痒 只要能把许峰杀了 少挣几万枚金币 不是大事 许峰跟着士兵 进了走廊 两旁的墙壁上 镶嵌着各种宝石和金雕 还有些无比精美的时刻 一看就价值不菲 往前走了一百多步 走廊两侧 出现了一些栅栏 许峰抬眼看去 有些意外 栅栏里是一些面容娇好 因为天气炎热 而穿着清凉的小姐姐们 她们身体灵活 跟着远处隐约传来的音乐声 翩翩起舞 士兵有些眼缠地说道 这些都是各地搜罗来的极品美人 您购买任意一件拍卖品 或者花五十枚金币 就能跟任意一个姑娘 谈一晚上的心 如果愿意花上七千枚金币 可以直接把她们带回家 万金城的奢华 确实惊人 五十枚金币 都够娶一个妹子了 但在这里 就是一夜的开销而已 许峰随意地说道 我对这种毫无感情的交易没兴趣 她们长相也就平平无奇 跟于又威和沈婉秋 这种级别的女神比起来 她们逊色很多 这些舞娘 甚至还不如奶糖有点甜 这个八分美少女 士兵看向许峰 脸色古怪 您一眼都没少看啊 眼珠子都快贴上去了 许峰察觉到了士兵的目光 淡然地说道 我这是批判的眼光 士兵对有钱人极其服从 无比恭敬 您说得对 穿过几百个舞娘 许峰来到了一处巨大的拍卖厅 她站在最后一排 最前方的拍卖台 离她最起码两千米远 许峰头上 还有些包间 包间的视线好 而且私密性很高 但开销也大 入包间 就得两千枚金币 栅栏里的美女 可以随便挑选过来作陪 如果胃口特别 或者是女性富豪 还可以挑选八块富基的俊男 整个拍卖厅 豪华气派 许峰看了看空旷的大厅 你们这里 不是24小时举行拍卖吗 她在论坛上看到过 万金城的好东西太多了 所以拍卖行一直在招待客人 拍卖不停 士兵解释道 现在是长生厅在拍卖 拍卖行有四个这样的大厅 拍卖不同类型的物品 这是烈日厅 下一场是凌晨两点 零点时开放入场 许峰明白了 问道 隔日乐在哪 您随意找个地方就坐 大人马上就到 许峰坐了下来 等了有五分钟 大厅的门被推开 一个穿着华柜的中年男人 走了进来 许峰看了一眼 这人皮肤发红 明显经常日晒 长相一般 但眉宇间 有股抬眼看人的傲气 他主动开口 你就是月落西沉 许峰起身说道 是我 隔日乐 隔日乐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坐吧 丧龙先生 是我为数不多佩服的人 他比我更有钱 你是他引荐来的人 可以随意点 许峰坐了下来 干脆利落地问道 我想要的装备在哪 隔日乐从他的戒指里 取出了一把白蓝色的长弓 宫身上流淌着一些云雾水流 阳光照射下 还会映出七彩光泽 许峰有些意外 宫身上居然真的激荡出了水雾 话虚为实 隔日乐看着许峰的眼睛 有些得意地说道 高品阶的灵气鼓舞 都是如此 我库里还有不少 不过他最适合 你用来当做锻造材料 许峰不在意他语气里的炫耀 目标明确 多少钱 隔日乐伸出了一根手指 十万没金币 许峰眯起了眼睛 一把破碎的武器 不值这么多 隔日乐笑了笑 你很需要他 那他对你来说 就值十万没金币 许峰也笑了 你很会做生意 我不想出十万没金币 东西我又想要 你还有别的提议吗 他有半句话没说完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就动手开墙了 恶霸碰上奸商 许峰没有任何的负担 隔日乐说道 还真有事情要你做 你知道城北是什么地方吗 许峰来了兴趣 不清楚 只知道那里重兵把守 隔日乐脸上浮现了一丝畏惧 那里是长生神死后的坟墓 是禁狱 各种诡异的天洁不停出现 无法理解的怪物在悄然游荡 但那里有长生神留下的遗物 遍地都是 许峰明白了 你想让我去禁狱 隔日乐递给了许峰一张地图 这里有一处医保空间 请你带上几个人 把里面的东西带出来 只要你成功 这件装备 我会送给你 许峰纠正道 不是送 这是报酬 隔日乐点头 说得对 报酬 许峰继续说道 既然你说了送 那不送我点东西 不合适吧 隔日乐眼里闪过了一丝认可 你要不要来跟我做生意 你很聪明 也很贪心 许峰随意地拒绝 没兴趣 说说送我的东西吧 隔日乐说道 这里经常会拍卖一些奇珍异宝 拍卖行会从成交金额中抽成百分之十 如果你把东西带回来 抽成我会返给你 许峰在这里买东西 可以打个九折 他果断地接受 成交 不过 你得先等等 我得去杀几个人 隔日乐问道 杀谁 需要我帮忙吗 许峰看穿了隔日乐 你的身价太贵 我可用不起你的人 隔日流大笑几声 想坑你可真难 去吧 我等你杀完人回来 隔日乐站了起来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有时间你可以来参加拍卖 只要有钱 这里什么都能买到 许峰问道 有高阶的领保捐狱吗 隔日乐不屑地说道 那玩意 每天要拍十几枚 算不得什么稀罕东西 不过价格倒是不低 强化这种未知的东西 可真让人着迷 对吧 可失败才是常态 许峰咧嘴笑了笑 对对对 隔日乐指了指走廊那边 你有兴趣 可以随便选一个 这点小钱我付 如果看不上他们 我府里还养着不少 你办成了这次的生意 来我家里随便挑 有你想象不到的享受 许峰对公共用品兴趣不大 不过依然露出了 男人都懂的笑意 只要不影响许峰的利益 许峰很乐意交朋友 许峰换了的话题 我想买一件 清空每日技能冷却的物品 这里有吗 他的计划 需要八门位移的次数 但距离刷新 还有六个多小时 隔日乐摇头 时间类的物品 一五零零年前偶尔会有 但现在几乎不存于事了 许峰换了个思路 能让我位移的道具 有吗 隔日乐再次摇头 空间力量 几乎只存在于装备和呼吸法里 物品承载不了这种力量 许峰有点头疼 他暗自感慨 还是得把呼吸法赶紧升上去 二十次位移太不够用了 最好能把八门秘书的下半本找到 也许能彻底解决位移次数的限制 许峰换了的思路 再次问道 有没有那种 能把人抓过来的技能 隔日乐眼睛一亮 这个还真有 他让人取来了一本技能书 递给了许峰 偷天 无望 开启技能 攻击命中目标后 可将目标强制拖到周围二十米内随机某处 技能冷却 三十秒 好东西 偷天 配合复零锁 再加上骤影剑的新特性 斩首三剑套凑齐 许峰很好地藏住了心中的兴奋 他有些嫌弃地说道 无望级的技能 就这么点效果 卖不出去的东西吧 隔日乐脸皮也很厚 连忙说道 他很抢手 只是我在比价而已 你想要的话 五万枚金币拿走 许峰直接把技能书扔了回去 最多五千枚金币 隔日乐都惊望 你砍价还是砍我 许峰笑了笑 这东西真不值钱 除了品级之外 一无是处 许峰 这拍卖行天天做生意 他还能留住 证明连底价都没人买他吧 隔日乐笑了笑 你倒是聪明 这样吧 两万五千枚金币 五千 真不行 太少了 就五千 你多少给我加点 五千零五十吧 最终 许峰花一万两千枚金币 买下了这本技能书 毕竟是无望级的技能书 这已经算是不错的价格了 许峰直接学了 偷天 心情大好 隔日乐拿到了钱 心情也很不错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都在心里骂了对方一句 大冤种 买完东西后 隔日乐从大厅的侧门离开了 许峰沿着走廊 向拍卖行外走去 栅栏里的那些五娘 没了之前的热情 许峰暗自感慨 万金城这地方可真有意思 连五娘都这么势力 进场的时候 他们各种眼神勾搭 因为客人进场时都揣着钱 等客人走的时候 他们就爱答不理了 真实 出了门 许峰看向了工会频道 云生的口风松了 开始提条件 你们要打也行 别扯上我 云生 而且如果打输了 月落西尘必须离开工会 非非 凭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赶走一个副会长 小雪 我有个提议 把你赶出去怎么样 云生 麻烦是他搞出来的 当然他负责 鱼又微 难道不是因为你眼中 才会有现在的问题 云生 我都说了 我来道歉啊 欣然 道歉不是让整个工会的人都丢脸吗 风哥不是替你解决麻烦 许峰扛着铁锹 出面给云生挖坑 开战确实是我的选择 我可以负责 许峰 不过我要是打赢了 云生副会长怎么说 云生讥笑道 打赢 你真觉得 你能打赢三家工会 许峰随意地回道 我能让他们主动停手 并且三家工会的损失大于轻与格 云又威 这确实算打赢了 云生 我将一级行吧 你打赢了我当长老 许峰 那我打输了也将一级 可以吧 云生冷笑一声 在心里暗道 你还想着打完能活下来 你死定了 念头落下 云生在工会频道回了消息 行 可以 云生 那你随意吧 赞同我的兄弟们都不用出手 城里躲一躲吧 定 小群里有了消息 云又威 愿意跟云生的人 比想象中得多 有三万多人了 昔然 不对劲 之前工会里支持她的人 没这么多吧 汤姐情报很灵 她私下里花钱收买人心 支持她的人当然多 汤姐 钱这种东西 谁有谁就能聚拢人心 许峰问出了关键问题 能不能查查她的钱哪来的 派人盯着她 云又威 她很谨慎 升级都得带十个小队 轻语格的组织结构 跟加百列工会不一样 每个副会长都有专管的业务 有自己的战斗小队 云生每次升级都要带一百个人在周围保着 相当有派头小群里 安静了几秒 许峰打破了安静 不重要 云生可以以后再查 许峰 现在先准备开战的是 三家工会已经开始行动了 云又威 我也打听到情报了 听说他们有专门针对你的特战组 飞飞 其他工会也有 毕竟风哥强得太离谱了 汐然 风哥你小心点 几家工会都在暗中招募 有封印空间技能的人 许峰对这条情报很重视 封印空间 这种技能数量多吗 汐然 有 但数量极其少 许峰松了口气 那没事 杀了就好 云又威很有作战经验 估计你不会跟他们碰面 听我的 你先在万金城里待半天 我会派人先跟他们开战 等绞在一起你再支援 在许峰进这个世界之前 清语阁就已经经历过很多场大战了 大工会总结出了战场的规律 先让中等水平的战力交手 现阶段 就是60到90级的人 核心战力前期都不会着急参战 谁先出面 谁就容易被伏击 等战争规模变大 精英战力 再迅速支援某些战场 迅速吞掉对方 工会里的老成员 经验也都很丰富 已经在做开战准备了 许峰随意地说道 不用那么麻烦 战斗不会持续那么久 让所有成员都躲起来 我争取10小时内解决麻烦 精英奇缘的持续时间 还剩23个小时 许峰得留出足够的时间 去探索境遇 10个小时 把三家工会打到痛 小群里所有人都惊呆了 飞飞 西人 峰哥 你这也太狂了 三家工会你怎么打得过呀 小雪 你不会是不想给工会添麻烦 想自己独自解决问题吧 许峰 少看点热血慢吧 小雪 许峰 我会斩首掉几个对方的核心成员 形成威慑 许峰 今天还不到大规模开战的日子 于又微精致的脸上带着些吃惊 于又微 我发现 我对这次战争的设想跟你完全不一样 战争的走向 很大程度上由决策者的设想来决定 于又微想要全面开战 伤敌800 自损1000 许峰 却想着定点斩首 威慑退敌 小群里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汤姐率先回了消息 小峰的计划 如果能行得通 效果当然更好 顶尖工会有九个 还不到拼命的时候 清宇阁和另外三家打残了 只会让另外五家顶尖工会占便宜 小雨 我还是觉得 最起码得打一打吧 替风哥分担一点压力 非非 对 斩首也得有人帮忙分散敌方的人数 要不然所有人聚在一起怎么斩 许峰笑了笑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 许峰 他们可以防住我1000次 但只要我成功一次就够了 于又威 你确定不需要支援 许峰 不用 现在养兵 全面开战 再让他们上 于又威 好 我信你 几个妹子都很意外 非非 会长 于又威很坚定 听她的 定 许峰收到了于又威的私聊 于又威 多带点复活时 就算掉到十级 也不许被杀出去 于又威 我真的不想 把所有压力都给你 但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么信任你 她的语气里很纠结 又想帮许峰 又觉得 许峰既然这么说了 肯定有自己的计划 还有点心疼许峰 要替云生搞出来的事情去拼命 许峰逗她 复活时工会报销吗 于又威 许峰 掉到十级 工会有补偿吗 许峰 补偿的女神来夜里安慰我一下 于又威有些气恼 什么时候了 还开玩笑 许峰笑了笑 本来就不是大事 你搞得跟生离死别一样 许峰战意昂扬 他们肯定想把我杀出去 但他们也配 消息刚发出去 树影对月仇 发来了新的情报 出万京城要小心点 鹦鹉工会的特战组 估计已经到了 许峰 这次有核心成员来吗 树影对月仇 炎齐天照会出面 但具体什么时间还不确定 许峰眼睛亮了起来 能威慑四方的鸡出现了 许峰回了消息 炎齐天照的具体位置 有情报吗 树影对月仇 不太清楚 炎齐天照也怕被清宇阁服杀 清宇阁不是软柿子 于又威高冷女神的名号 也不是光靠长相的 在许峰进游戏之前 清宇阁就已经杀穿过很多家工会了 许峰回到 那我就先杀着 反正他肯定会出来的 回完消息 许峰直接向万金城外赶去 一路上都有人盯着许峰 论坛里四处都是铁子 月老好像往城外的方向去了 惊了 他不是应该躲起来吗 他到百丈十中了 好像真的要出万金城的西城门了 月老到十四烟像了 还有几分钟的路程 就到城门口了 热度越来越高 四家大工会的热度 现在集中到了许峰一个人身上 麦克看着铁子 不停皱眉 他这是要干什么 出城送死 神赐之地在旁边分析 大大师自己送几波 然后轻语格再低头 麦克果断否认 不可能 月落西城不是这样的人 他肯定有自己的目的 麦克感觉头发都掉了几根 还是没想明白许峰一个人出城 能干什么乔斯特摸着下巴 暗自分析 他的射程有优势 但范围伤害明显不够 而且他自己能杀多少人呢 难道他只是个没脑子的猛夫 很怪 再看看 定 踏破千山给许峰发来了消息 要不要合作 踏破千山 龙颖和轻语结盟 双方决策投票进行 许峰 我知道你想雪中送炭 但我不喜欢投票决策 许峰 结盟也行 不过一旦开战 要听于又威的 踏破千山皱眉 这不太现实吧 两个体量相当的工会 要让轻语格拿住战时的指挥权 这个提议 非常张狂 踏破千山 知道许峰不是坏人 只是把难听的话说在了前面 他也不生气 只是有点不懂 许峰在想什么 许峰笑了笑 你再考虑考虑 不急 好友栏里 还有不少人给许峰发着消息 唐颂风月 我可以跟轻语格当队友 整个定风波的半数人手 你都可以调动 许峰很意外 这么大方 唐颂风月 你被搞掉了 接下来会是龙颖工会 九州的工会都会很难过 他一如既往的聪明 迅速地想通了眼下的局势 许峰回到 你先发育 定风波太拉垮了 我会打个招呼 轻语格不会给你们抢资源的 唐颂风月 行 我尽快 许峰给于又微发了消息 定风波是半盟友 让工会的兄弟们 不要抢他们的资源 垄断的资源 也可以给他们放个口子 于又微 知道了 跟朋友们聊着天 许峰出了城 踏出城门的瞬间 许峰就已经进入了自由对战区域 So 一支剑向许峰射来 许峰抬手射出一道黑剑 剑矢一化为三 射掉了那根袭来的剑矢 射中了攻击者 一个91级的攻守 倒地死亡 这人不是鹦鹉工会的成员 只是缠许峰的十万金币 和先级装备 许峰接着向城外走去 标队看到许峰 都远远地绕开 许峰游荡十分钟 终于 鹦鹉工会的特战组到齐了 二十个盾战 远远地挡在了许峰的面前 其余的六十个盾战 迅速从另外几个方向包围了过来 弓手和法师在后面缓缓出现 最后方是牧师 以及几个级别 明显低于其他人的小号 他们装备很差 应该是有人带着他们升级 他们连装备都不用穿 许峰大声问道 言其天照呢 让他来跟我单挑吧 我一是把利刃大声说道 我们杀你就足够了 死吧 说完 远处的两个法师 舞动法杖 许峰的头顶 迅速出现了几个木桩 向下砸来 控制技能 先上特战队的200个人里 有140人有控制技能 他们知道 许峰有免控技能 而且能多次使用 但没关系 他们这么多的控制 迟早能耗到许峰的免控技能不能用 IQ Epsilon G Excellent TV Oh Mew 许峰拉满弓弦 随后松手 黑剑离弦 摄像刚刚说话的我是一把利刃 万金城外 月光晴朗 温度很低 我是一把利刃 距离许峰3500米 许峰看得出来 特战组一直在收集他的情报 3500米是鹦鹉公会认为的安全距离 过时的情报可没用 许峰轻声嘲讽 啪 黑剑精准地命中了 我是一把利刃 碰 负9488万 9892 我是一把利刃 被瞬间击杀 另外两根黑剑 悄无声息地 袭向了那两个装备很差的人 负灵 负灵 一道金光 包裹住了那两个人 有个叫 英锦花子 得94级牧师 给他们加了无敌 许峰动作不停 立刻拉剑再射 三只黑剑无声而出 特战组的成员 脸色都有些紧张 面对许峰神出鬼没的箭矢 心理压力巨大 被秒杀还好 被突然秒杀 有点吓人 推进 进空 一共60个盾战 迅速朝许峰靠近 那两个许峰没杀掉的人 各自举起了法杖 两道深黑色的法阵出现 许峰敏锐地察觉到 周围的规则 发生了些许改变 提示出现 此区域暂时无法飞行 此区域暂时禁止使用 任何空间传送内的能力 顺一类技能不受影响 许峰脸色淡定 果然有这种改变规则的 专属技能 这两个人要么拉过来 要么得把他们杀出去 受规则影响 黄昏迅速落地 特战组中的两名法师 立刻挥舞法杖 许峰的脚下 有翻滚的藤腕 破杀而出 祥和的白光出现 则淡定又是六箭连续飞出 五个牧师头上 跳出了过意的伤害 跪倒在地 另外一个叫做 风吹过的夏天 用保命技能 挡住了许峰的攻击 旁边的牧师 明显模拟了很多次 对付许峰的战术 他们立刻行动 把倒地的牧师拉了起来 特战组里有人大喊 真以为自己是无敌的了 杀你 200人就够了 为你的嚣张付出代价吧 你竟敢自己一个人 来面对我们特战组 我已经能看到 你被击杀的样子了 这些人紧张又亢奋 许峰脸色十分淡定 用平常的声音说道 傻X 他已经看出特战组的问题了 牧师为了方便 相互施展复活术 站得很近 40个牧师 几乎都站到了许峰的北边 许峰立刻调整了战术 转头射杀难测的盾战 三个技能 一秒打出去 9个盾战倒地死亡 第一层包围 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许峰速度极快 像缺口冲了过去 我是一把利刃已经被拉了起来 他脸色大变 大声说道 补住缺口 不能让他出去 许峰骑在马背上 上身稳定 六只黑剑射出 反伤打在了许峰的身上 触发了一次羊之池的保命效果 包围圈的缺口被撕开 黄昏纵身一跃 冲了出去 特战组的成员 心头全部一沉 许峰没有回程 转头向西边的沙狱里跑去 同时 许峰向前拉弓 三只黑剑飞出 射杀了三名牧师 短短几秒的交锋 许峰调了一次保命机会 鹦鹉公会 有二十二个人调了一级 换做平常 九十几以上的玩家调一级 都是极大的损失 但现在是战争状态 这种损失 似乎就变得可以接受了 我是一把利刃大声说道 快把盾战们给拉起来 快追 通知四队 目标朝他们那边去了 复活树 迅速撒在了倒地的人身上 鹰颈花子 忽然大喊了一声 不对 我的装备怎么损坏了 他刚刚所有精力都盯着许峰 直到现在 他才发现自己的布甲 已经耐久归零了 而且多了一个 不可修复的标签 什么情况 两个被击杀的盾战 脸色也变了 我的盾牌 我的战靴 怎么也掉到零耐久了 特战队的装备 除了那两个 刚刚七十级的工具人之外 都是极品 鹦鹉公挥下了血本 才弄到了这些装备 损失一件 就得亏个上千枚金币 一个照面 他们被许峰干碎了 四件地神级的装备 追 我是一把利刃咬牙切齿 对许峰愈发的痛恨 啪 他话音刚落 又是三只黑剑袭来 三个牧师倒地 鹰井花子再次被杀 他也是倒霉 头巾又被干碎了 四件防具 这就没了两件 他还没走 他不是朝西边跑了 他是换了个方向 把咱们包围了 有人惊恐地大喊了起来 向四周看去 什么人都没有 许峰现在有四千四百米的射程 再加上现在是夜晚 他不用躲藏 鹦鹉公会的人都很难发现他的踪迹 我是一把利刃的头皮发麻 猎物和猎手的身份 对调了 这个念头 刚刚落下 我是一把利刃 就被许峰射杀了 黑剑无声无息 不知道 从哪袭来 特战组 一旦围不住许峰 就会变得特别尴尬 他们是一个战斗体系 无法散开 战斗方式沉重 但不散开 就不可能抓得住许峰 旁边有很多围观的吃瓜路人 他们看着 不停死人的特战组 都惊呆了 不应该是他们单方面 屠杀月老吗 怎么反过来了 惊了 一个打两百人 大忧 毁装备这个特性 真的太恐怖了 月老这么强了 居然还有底牌 太能藏了 月宝鼠松鼠的骂 论坛上 现场的视频 不停被人上传 战况即便 特战组失手放跑月老 月老正在猎杀 鹦鹉公会的特战组 帖子下 无数大佬出没 刀锋锁指 妈爷 他居然还藏了一手 这个毁装备 简直离谱 爱吃脆皮肠 鹰锦花子的苦茶子 都被干碎了 唐宋风月 鹦鹉公会的特战组 战术水平不行啊 于又威 好杀 周亚南在于又威的下方 回了一条同样的回复 好杀 三井手脸色深沉 果断地给我是一把利刃 下了命令 回程 围不住立刻就撤退 我是一把利刃 极其不甘心 会长大人 我们二百人 怎么能被他一个人下退呢 我是一把利刃 我不接受 我无法容忍 自己这样的失败 三井手语气冷漠 这是命令 撤回来 我是一把利刃 气得双眼通红 牙齿咬得嘎嘣响 执行命令 他大喊道 回程 撤退 话音刚落 许峰再次一箭射来 把我是一把利刃给干死了 远处传来了许峰若隐若现的声音 我送你一程 不用谢 我是一把利刃的皮甲 被干碎了 套装的四件效果没了 只剩两件了 而且 他身上的 千锋套装 是图纸打造的 就这么一套 彻底毁了 许峰趁着他们的八秒读秒时间 不停攻击 八秒 加上幻影攻击的效果 许峰射杀了33个鹦鹉工会的成员 而且 许峰下手非常黑 专挑那些装备好 而且有套装的人杀 刷 八秒一到 没被击杀的人回了城 所有关注着战场情况的人 都很震惊 首次交手 居然是月老大获全胜 鹦鹉工会血亏啊 报了最起码十件装备 毁了三个套装 月老太狠了 难怪他那么狂 这是真有实力啊 许峰背上长弓 向西赶去 这才刚开始 十个小时 我要把他们干到投降 严齐天照 怎么还不出来 斩首三件套 首次动手 得用到他身上 许峰想了想 在论坛里发了帖子 严齐天照你人呢 我就在万金城外等着你 你只要赶来 头发臂给你薅掉 许峰的帖子一出现 热毒立马爆炸 刚刚登上第一的帖子 被许峰直接挤了下来 鹦鹉工会的人 如同苍蝇一般 淹了许峰的帖子 五楼 你也配跟严齐天照大人叫嚣 十一楼 等着被弄死就行了 在这里放狠话 有什么用 汤姆猫扔垃圾 JPG 三十二楼 清语格都被弄死上百人了 你刚杀了三十多个 有什么好嚣张的 奶糖有点甜 火力全开 严齐天照自己说 要来跟月宝打 不会是怂了吧 我只看到二百个人 被月宝当儿子打 我妈当年打我 我也只知道跑 搞笑 全面开战三分钟 打死了一百多个人 月宝一个人 就杀了三十个 神刺之地 回复了奶糖有点甜 这才刚开始 你别太跳 面对试义房 奶糖有点甜 把腰一掐回对道 你算哪根葱 就跳就跳 许峰也在盯着帖子里的回复 他亲自出面 回复了神刺之地 世界第一杀包罢了 来吃我两件 爱吃脆皮肠 小雨 不少顿战玩家表示有被冒犯到 神刺之地正面跟许峰兑现 杀你也配我出面 你先撑过一个小时再说吧 神刺之地 也不看看有多少人想杀你 真觉得自己无敌了 许峰放出了鱼儿 我一个小时死了 给你十万枚金币 死不了你给我十万 赌吗 神刺之地 有些更主了 十万枚金币 他没有啊 他反过来嘲讽道 你到时候被人杀出去了 还完成各批的赌约 余又威回了消息 我做宝 他如果被杀出去 我一个月内 赔付给你们十万枚金币 神刺之地尬住了 迈克出了面 回复了余又威 何必为了一个副会长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迈克 加百列工会和清语阁 完全可以合作 余又威果断拒绝 合作以后再说 你们接不接赌约 迈克 接了 但一个小时太短 必须三个小时 许峰回复了迈克 三个小时内 我一击不掉 就算你们输了 迈克 可以 赌约成立 许峰拍了拍黄昏的脖子 额外赚到了十万枚金币 冤大头要是再多点就好了 死 黄昏耳如目染 现在非常喜欢看许峰坑别人 赌约刚完成 许峰面前又出现了一支特战组 有刺客开了群影技能 所有的顿战前行着摸了过来 许峰上次被围 纯属是他在原地发呆挂机 为的是看看特战组是什么水平 一般 许峰没了完的兴趣 直接拉弓开射 4400米外的三个90多级的顿战 被一箭射杀 这些超过90级的人 身上的装备最值钱 许峰优先把目标瞄准了他们 遭受袭击之后 带队的风太郎立刻在队伍频道大喊 射成4400米 把顿战拉起来 开蝉龙霸气 蝉龙霸气是顿战90级的职业技能 这是顿战最核心的技能之一了 开启后召唤金龙虚影能抵消40%的伤害 减速30%持续10秒 进修后 技能持续时间提升到25秒 把冷却缩减跌到30%之后 就可以无间隔地使用蝉龙霸气 所有超过90级的顿战身上都泛起了金光 巨龙的虚影 若影若现怕 风太郎说话的时候 又是三只黑剑袭来 开了蝉龙霸气的顿战 许峰也不想杀 他换了目标 开始点杀牧师 特战组顶着许峰的攻击 向许峰靠近 许峰的移速比他们都快 始终跟他们保持着4000米左右的距离 短短10秒 有39个人被许峰射杀了一次 IQ Epsilon G Epsilon TV Oh Mew 风太郎咬着牙 在队伍频道里大喊 顶住 一组和四组都在支援的路上 再顶上一分钟 就能把他围住 鹦鹉公会的特战组里 都有足够多的牧师 许峰一个人的输出 比不上他们复活的速度 他们豁出去了 拿级别和装备 硬拖着许峰 一分钟后 特战组里 有一半的人都掉了几 装备碎了18件 许峰粗略地估计了一下 最起码干碎了10个套装 恶心人是真快了 许峰能感知到装备被毁之后 那些人脸上的痛苦 装备来还要开心 封太郎咬着牙 拖着许峰 又过了一分钟 封太郎的小组里 几乎所有人都掉了一击 装备损失惨重 有两个操作不错的刺客 试图反手打碎许峰的黑剑 结果他们的武器被干碎了 心态崩了 封太郎大喊 马上了 再坚持坚持 他在地图上看到 何维的两组已经在附近了 许峰很快感知到了另外一对人 从他的右手边包了过来 何维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你们围得住我吗 许峰换了个方向 朝左手边跑了过去 还有两组 从这个方向围了过来 一共四个特战组 都出来了 八百个人围杀许峰 许峰有点感慨 范围伤害还是太少了 要不然把他们全做了 他的感知力扫过八百个人 精准地感知到了他们的动向 一条突围的路 在许峰的眼中清晰地出现了 他向左前方冲了过去 一路上 许峰射杀了十八个人 鹦鹉公会的控制 被清静解掉 趁着两秒的免控时间 许峰耗掉了一次保命机会 冲出了包围 八百人的合围 毫无效果 许峰立刻拉满弓弦 开始反击 只要围不住许峰 就算是来八千人 也是许峰的靶子 许峰并没有跑得太远 跟他们保持了两千米左右的距离 他们应该差不多要跑了 许峰准备 趁着他们离开之前 多射杀几个人 然而 等了五秒 许峰又嘎了十八个人 对方依然没有撤退的打算 围不住 还不走 许峰脑子灵活 几乎立刻想到了原因 支援马上要到了 会是谁呢 普通的工会成员 还是延祁天照这种顶尖大神 希望是延祁天照 三分钟后 鹦鹉工会的第一批增援赶到 足足有五千五百人 这批增援的做期都很好 一速非常快许峰暗自感慨 大工会的动员能力确实出色 十月红也得学学 不过没什么用 许峰二话不说 直接开了暗界通道跑路了 鹦鹉工会的大部队 全部愣在原地 你这样 显得我们很呆啊 这五千五百个人 有不少是放弃了 boss和隐藏任务赶过来的 结果就看了许峰一眼 远处围观的吃瓜群众们 也是愣了一下 随后 论坛上立刻出现了不少的新铁 笑死 鹦鹉工会这么多人赶过来为空气 月宝的综合战力是真的强 能打能跑 特战组围不住他还真不行 鹦鹉工会的战损 超过四百人刺了 这才不到十分钟啊 月老也太能杀了 三井手和麦克 脸色都很难看 一个是因为被耍了 另外一个也是因为被耍了 麦克终于坐不住了 下了命令 把猎龙一组和两组都送过去吧 神赐之地有些兴奋 好 加百列工会的猎龙组 其实也就是特战组 不过猎龙组的编制不同 猎龙组有四百人 分成二十人的小队行动 每队里有四个牧师 两个小队距离不超过三千米 队里同样有封印空间传送的人 防止许峰打开暗界通道跑路 麦克还给乔斯特发了消息 别藏了 赶紧把你的人派出来 再让人占便宜 咱们三家似乎的脸面都不好看 乔斯特 月落西沉 还会出来吗 他完全可以躲着 麦克 会的 在不输和赢中间 他永远会选择赢 乔斯特 可以 我派六百人出去 两个专攻小组 一共一千四百人 迅速赶往万金城 麦克还给三警手发了消息 把普通工会成员撤走 人数太多 他是不会出来的 三警手沉思几秒 答应了下来 可以 我让他们去找清语格的其他人杀 麦克没回消息 他冷静地知道 战略目标是杀许峰 杀清语格普通成员没用 不过能让三警手跟清语格的仇恨更深 麦克选择了不开口提醒 三大工会的人手 开始调动 五千五百人集体回城 特战组留在原地 继续搜寻许峰 论坛里 无数条帖子都在好奇 许峰什么时候出来 有人能通知月老一下吗 鹦鹉工会的普通成员 已经撤走了 鹦鹉工会真恶心 看戏看得好好的 他们派人来捣乱 理性讨论 月宝躲上三个小时 加百列工会 是不是尽亏十万美金币 于又威在帖子下回复道 当然 三个小时不调急 就算月会长赢 麦克捏着鼻子 没有反驳 刷 在许峰跑过的一处沙地上 按借通道打开 许峰只躲了二十多秒 就回了现实 有两个吃瓜群众 刚好路过他们 看到许峰 满脸兴奋 月老 你出来了 WWW BQXLANGAT NUM OM 杀穿他们 一亿抵摆 真的太帅了 许峰随意地点了点头 感知力迅速扩散到远处 封太郎的队伍 还没走远 许峰拉满弓弦 一箭射出 封太郎带队正在搜索 忽然眼前一飞 他左定的右边 右定的左边中了一箭 快把我拉起来 月落西城回来 应该在咱们的西边 牧师立刻拉人 特战组的成员 迅速向西侧靠拢 许峰又是两箭射出 六个特战组成员被击杀 黄昏迈动蹄子 向南跑去 这是远离万京城的方向 一路上四处都是吃瓜群众 万京城外 今天格外热闹 有人不停通报着许峰的情报 月老出来了 他是真的超勇啊 换我肯定躲在 另外一个世界不出来了 现在月老正在向 万京城的南边跑去 有一队人正在追他 唐宋峰月在底下回了铁 月老这个时候 战术居然还这么清晰 练习时长两年半的鸡鸽 老大 为什么这么说 刀锋锁止回复了鸡鸽 因为南边远离万京城 不会被城里出来的其他成员拦截 唐宋峰月 咦 你居然也有脑子了 刀锋锁止 继军说啥呢 唐宋峰月 我只被月老穿了一次 你好像被双杀了吧 两个人吵了起来 许峰继续在万京城外周旋 另外四队人 悄悄潜入战场 但许峰的感知力优势太大 八队人都没能围住许峰 折腾了二十分钟 三家工会 累计战损超过了1036个人次 这个死伤其实不算惨重 攻略大型boss的时候 经常会死这么多人 但装备的损失太大了 八十和九十级的装备 本来就很稀缺 许峰干碎了160多件 麦克的脸色 也没当初的淡定 他给三井手发了消息 阎七天照呢 他应该可以躲过 月落西沉的探查 三井手也很郁闷 只回了一句 在路上 阎七天照两分钟前 出了万金城 麦克看了看地图 许峰位于万金城的西南边 十二分钟后 他就能赶到月落西沉附近 麦克在心里盘算了一句 加百列工会 虽然跟鹦鹉工会 有结盟的意向 但三家工会 也都在收集着对方的情报 包括疑速 十分钟后 许峰带着特战队在绕圈 离万金城稍微近了些 阎七天照 提前赶到了许峰附近 他开了隐身 悄悄摸向了许峰 许峰皱了皱眉 感觉不太对劲 无声呼吸法 提升到二十层之后 有些隐秘的提升 反应力就不说了 许峰有了一种 对危险的强烈直觉 不过他的感知力扫过 没发现有靠近的敌人 许峰保持警惕两分钟后 许峰的耳边 忽然响起了一阵破空的声音 有袭击 许峰本能地想要交八门 位移闪走 不过今天的次数用完了 许峰在原地待着 吃了攻击 一个八千多万的伤害 跳了出来 连夜朝生意的保命效果触发 强制保留了一滴血 提示出现 您被延祺天照攻击了 许峰眼睛一亮 终于来了 许峰拉满弓弦 感知力扫向四周 空空如也 延祺天照的属性 远不如阿萨星之王 但他却是公认的 脆皮最怕的刺客 原因就在这里 延祺天照的天赋 不仅可以让他完全藏匿 还能让他攻击后不现身 最好是趁他攻击的时候 反手把他弄死 许峰眼神专注 警惕地盯着周围 刺客的基本功和剑势 有点像 都必须要精通 走为取消后遥 延祺天照的敏捷极高 远超许峰 许峰也不敢保证 这一剑会避重 一分钟过去了 许峰带着三家工会的 特战组绕圈 他心里那股警惕 依然没有退去 延祺天照还在附近 没有退走 许峰心头微沉 他一直虎视眈眈 我这一剑放出去 就有可能被抓 十几袭击一次 一直这样绕下去 杀不了人 十个小时 怕是解决不了三家工会 思索片刻 许峰直接放出一剑 黑剑一化为三 射杀了三个牧师妹子 问 破空声再次响起 延祺天照爆起袭击 再次砍掉了 许峰一次保命机会 许峰用最快的速度 拉满弓弦 预判延祺天照的走位 射出黑剑 砰砰砰 三剑落空 直直地砸进了地面上 杨辰四起 这三剑都没打中 延祺天照操作极好 逃跑的路线设计的 也很出色 许峰面色如常 再次拉满了弓弦 又他出来是不行的 来不及 还有什么办法呢 许峰思索着 该如何弄死延祺天照 只要命中一次 战斗就奋出胜负了 叮 许峰的好友蓝 不停闪烁 有不少朋友在给他发消息 许峰保持着拉弓的姿势 扫了一眼 树影对月仇 延祺天照发了帖子 把命中你两次的视频 放了上去 论坛上 就这 叫嚣了那么久 我还以为你真的有多厉害 被乱杀得菜鸡把了 延祺天照亲自发帖 帖子热度飙升 挤掉了许峰之前 挑衅延祺天照的帖子 一楼 牛逼 十六楼 月落西沉以为 只有他的天赋厉害 谁还没个牛逼的天赋了 你行不行啊 JPG 122楼 两次保命机会已经没了 我看他撑不了多久了 鹦鹉公会全员出动 于又微看了帖子 美眸里显露出了些担忧 狗子 如果他再被干掉三次 我去支援 他很干脆利落 信任他已经给许峰了 但局势有变 他也绝对不是一个 被几局约定束缚住的人 沈婉秋也在盯着论坛 一颗小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 还好赵敬兴有万年荆棘疼 还有神话级的盾牌 换成别的队 小经理这样走神 估计要灭队了 周亚南脸上也有点担心 但还是宽慰的 放心吧 渣男的保命次数很多的 沈婉秋轻声说道 可是他没有用卫仪 一次都没有 周亚南沉默了两秒 有点无奈 你这次反应到挺快 IQ Epsilon G Excellent TV Oh Mew 他不是真的傻 只是有点憨 沈婉秋在心里小声说着 没有开口 和思珊比较乐观 卫仪次数用完了 未必代表着保命次数要用完了 最多也就调到十级 咱们养他嘛 赵敬兴有些担忧 老板那个性格 他能接受调回十级吗 周亚南拍了拍小锦里的背 大不了让渣男占点便宜 他分分钟恢复 他开了句玩笑 但四个妹子之间的气氛 还是有点沉闷 许峰的讨论组里 气氛也都是紧张又期待 陶善 颜祁天赵这个天赋真的来 这怎么打呀 清明奶茶 有没有人能去劝劝月宝 让他回城算了 这没法打呀 奶糖有点甜 我相信月宝能翻盘 小苍家那没说话 有点犹豫 他之前觉得许峰很强 但现在打起来 发现好像还是 颜祁天赵更强一点 五分钟过去了 许峰依然没有攻击 三大工会的特战组 跟在他的身后 颜祁天赵还在周围 伺机而动 许峰大声说道 跟的老鼠一样有什么意思 你不想跟我拼拼反应吗 是男人就来砍我一刀 他试图激怒颜祁天赵 语言有时候也能变成武器 颜祁天赵潜伏于夜色之中 露出了讥讽的笑 他当了这么多年刺客 天天被人骂老鼠人 早就习惯了 刺客这个职业 最大的要求就是 要能隐忍 思路要灵活 许峰骂了十几句 然后就住嘴了 该骂的都骂完了 颜祁天赵不动手 再骂也没用 这个老鼠人该怎么抓呢 静腻级别的隐身 天道都发现不了 难吧 周围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东西吗 许峰看向周围 月光 沙地 冷风 偶尔飞过的秃鹫 身后六弯的三千多人 以及追着吃瓜的群众和粉丝 有用的好像不多呀 许峰思索着 一缕感知力忽然触碰到了 被风吹起的沙尘 沙尘 许峰眼睛里 绽放出了一道金光 颜祁天赵的隐身再厉害 也不能把实体引去 许峰没办法直接抓到它 但风和空气中的沙土 都是能捕捉到的 先尝试感知一下风 沙尘太多太细 像是光照下那些阳起的细小颗粒 不好感知 感知风要简单一些两分钟过去 许峰放弃了感知风向的思路 风的流动太不稳定了 很难提供详细的辨别依据 呼 还得感知沙尘 许峰虽然很有耐心 但也不喜欢干这种过于细致的活 感知沙尘的难度 对现在的许峰就像是穿针影线 同时穿过几万甚至几十万根细线 极其好神 许峰深吸一口气 开始感知 先找附近一百米到一百五十米的沙尘 如果我要潜伏猎杀 大概会选择这个距离 不太远 也不太近 许峰尽力感知 却只能同时感知到四千多颗沙尘 极限就是这样 难道这也不行 许峰皱眉 好不容易有的思路 就这么断了 不对 许峰忽然反应了过来 我干嘛要感知一个区域里的所有沙尘 上下左右 我只要在每个区域各抓住几颗沙尘就够了 只要一颗沙尘落在石屋的身上 我就能找到它的方向 许峰调整思路 感知力向四面八方散去 四千多颗沙尘被许峰捕捉到 这些沙尘 覆盖的范围极广 它就是许峰扔出去的红外带之线 现在就看猎物什么时候中招了 许峰向前飞去 忽然 几颗沙尘的飘落轨迹发生变化 被带着动了起来 许峰回手一剑 附带着副灵所的黑剑 爆射而出 啪 超过三十亿的高额伤害跳出 颜齐天照被打了出来 直直地向地面坠去 许峰一把抓住了它 打开了暗界通道 颜齐天照心头的震惊还没退去 就发现它的视觉和听觉 完全被剥夺了 这是什么地方 啪 许峰直接射出红色的骤影剑 杀掉了颜齐天照 它的失种出现 颜齐天照掉了一击 愤恨地在心中想着 这次算你好运 待会我再来杀你 它想要回城复活 然而 当它选择回城复活的时候 什么都没发生 回不去了 颜齐天照的心头 逐渐开始恐慌 颜齐天照试图退出这个世界 然而什么反应都没有 走不了 颜齐天照 有了种很不好的预感 许峰打开了暗界通道 回了县市一处 没有追兵的地方 它给沈晚秋发了消息 回小院 沈晚秋 知道了 许峰刻意晚了几秒 才用了回城符 十月红宫会有赤莲药剂 有回蓝药剂 还有踏雪梅印 名气变大了很多 沈晚秋一直戴着面具 但身段还是被人们注意到了 她现在小有名气 许峰要避免 跟她同时出现在太多人面前 于又微太聪明 说不定会闻出问题 三分钟后 许峰在路上 追到了赶路的几个妹子 你们都回来了 周亚南见到许峰 松了口气 人多力量大 有什么事 许峰说道 我把颜齐天照抓了 再按键 晚秋跟我走 去把他杀出这个事件 和四山惊呆了 老板你真的打赢了 赵敬兴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他们在学校的时候 进不了游戏 只能刷刷视频和论坛 颜齐天照 当时就已经杀出不小的名气了 虽然他的属性和名气 都不如阿萨星之王 但不少人还是觉得 是一次是颜齐天照 他们相信许峰的实力 可战斗的胜负出来的时候 他们依然有种不敢相信的恍惚感 仿佛三观破碎了 周亚南反而是最信任许峰的那个 他本身就是顶尖的高手了 打赢不奇怪 和四山惊叹道 道理我都懂 可那是颜齐天照啊 赵敬兴补充道 我当初也想当刺客的 但看了他的操作之后 就放弃了 和四山看向许峰 老板 你真牛逼 许峰时间充足 随口装逼道 一个老鼠人而已 抓起来没难度 过两天 我把阿萨星之王也逮了 刺客这帮老鼠人太烦了 小经理漂亮的眼睛看着许峰 问道 我要做什么 给他扔复活术 只要对方不是鸿鸣 或者不是敌对阵营 复活术 是可以扔给路人的 沈婉秋 搓着白白的修长手指 可是我看不到 他 许峰早就想好了 到时候 我带你到指定的位置 你往身前一米扔复活术就行了 如果扔歪了 我在你手心 写字告诉你 沈婉秋松了口气 点了点头 好 许峰牵住他热乎的小手 进了按键 他把感知力散开 重新获得了誓言 沈婉秋紧紧地抓着他的手 有些紧张 许峰懒着他 走到了颜祺天照 失种的一米前 他掐了掐沈婉秋的小手 沈婉秋挥动法杖 扔出了一道复活术 颜祺天照还在思考 该怎么脱身 他忽然发现 自己能动了 复活了 他先是狂喜 随后立刻意识到了问题不对 这可是许峰的地盘 复活他的人 只能是许峰找来的人 许峰拉满弓弦 刚要攻击 颜祺天照 忽然无声地跪了下来 他一脑袋磕在了地上 看样子 是在哀求许峰放过他 一旦被杀出这个世界 他这些年积攒的一切就都没了 从顶尖强者 变成普通人 这种落差 让颜祺天照无比恐慌 他现在就是后悔 非常后悔 许峰面无表情 一箭射出 颜祺天照被击杀 等小井里的复活术 冷却好了之后 许峰再次掐了掐他的手 颜祺天照 再次被复活了起来 他转身就要跑 可在暗戒里 许峰是绝对的猎手 颜祺天照 只来得及跑了两步 就再次被击杀 论坛 绑手的帖子 在一分钟前变了 颜祺天照被月老一见命中 然后那个传送通道打开 两个人一起消失了 帖子放出来之后 立刻震惊了无数人 三井手脸色深沉 暗道一声不可能 颜祺天照的隐身水平 鹦鹉公会的高层最清楚 绝对不可能被发现 然而帖子里的视频 清楚地记录了 颜祺天照被命中的瞬间 帖子热度爆炸 525楼 这到底是怎么打中的 懵的吗 目瞪狗呆 JPG 1124楼 颜祺天照也能飞 能躲藏的方向太多了 不像是懵的 陷入沉思 JPG 4313楼 去个球的原因 反正月老赢了 颜祺天照出来挨打 轻宇阁内部 十分振奋 工会顶尖战力的交锋 对士气的影响太大了 逃善 这一件真的解气 颜祺天照不嘲讽吗 黎月九 老大真的已经 躋身顶尖强者的行列了 这可是单挑 战胜了颜祺天照 青山入怀 月老天下第一 轻宇阁天下第一 整个工会 开始刷屏 龙影工会 核心管理层看完视频 沉默了一回 踏破千山 先发了消息 月落西沉说合作可以 但他要战时的指挥权 踏破千山 我认为可以考虑 没人赞同 但也没人反驳 单杀颜祺天照 这战绩 实在是太过耀眼 许峰的实力 确实惊人 但他能担当指挥吗 包括刀锋锁指 在内的管理层 都在犹豫 两分钟过去 三警手发现了不对劲 他打开了好友栏 搜索了颜祺天照 灰色的 他心头猛的一沉 意识到了一个很糟糕的可能 得球员 WWW BQSLAN GET NEW OM 立刻向清语格施压 三警手给麦克发了消息 赶紧帮我威胁清语格 他们想把颜祺天照 杀出这个世界 他给乔斯特 也发了同样的消息 另外两家工会的老板 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麦克 我的人已经出发 见清语格成员立刻击杀 乔斯特 我马上给余又威发消息 很快 余又威收到了三家工会老大的消息 三警手 立刻把颜祺天照放了 否则 这会是一场不死不休的战争 麦克 如果月落西尘 展现出了斩首的能力 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杀他 你想清楚 乔斯特 劝你还是放了颜祺天照 他出了事 清语格承担不起 余又威精致的俏脸上 表情清冷干脆 他里都没理这些消息 飞飞在旁边说道 鹦鹉工会好极啊 论坛上 他们在不停骂人 小雪看向余又威 会长 是不是见好就收 余又威看着论坛 声音清脆冷静 达到现在 一切的战术 都是他制定的 看着他们的消息 我越来越觉得他是对的 他们三家工会吃了亏 但依然已止气势 余又威很敏锐 他看出了这三个会长 非常有底气联盟之后 那种自认为是老大的底气 这三家绝对不是临时结盟 他们的目标 也不只是清语格 误杀三家工会附属工会 也绝对不是意外 清语格就是个棋子 被他们拿来立威 也合理化了他们三家结盟的行为 许峰消失后 情报骤检 清语格的成员 大多都在城里不出去 唐宋风月暗自感慨 这仗打得真诡异 但即便如此 依然有无数人盯着论坛 他们都在等 阎七天照的最终命运 二十分钟后 于宥威看到自己好友栏里 许峰的名字亮了 而三警手照例搜索了 阎七天照 却震惊地看到了一个提示 查无此人 月色下的池银承接道上 暗界通道打开 许峰和沈晚秋走了出来 他拍了拍沈晚秋的呗 抓紧升级 待会有事 我再找你 战争还没结束 许峰还得去打架 沈晚秋很乖 点了点头 那你小心些 他骑上闲心 有些不舍地 去找周亚男他们了 定 许峰的好友蓝 不停闪烁 他先去传去了万金城 顺便看了看这些消息 于宥威 斩掉了 树影对月仇 大佬 论坛里都在猜你 要把阎七天照给杀出去 真的假的 黎月九 老大 你好猛 血色强威 你比我还像的疯子 你要被鹰鹉公会 无尽追杀了 许峰先给于宥威回了消息 斩掉了 于宥威 看到了 三金手气疯了 已经在论坛里骂你了 许峰打开论坛 看了一眼 从今日起 鹰鹉公会 无限期悬赏月落西城 每击杀他一次 都能领取一千枚金币 一千枚金币 许峰本能地换算了一下 大概是八百万出头 杀一次 就给这么多钱 鹰鹉公会 还挺有钱的 许峰接着看向热帖第二 最新情报 等级榜上 颜旗天照的名字 忽然消失了 确认失去游戏资格 他刚点开这条帖子 这帖子 已经冲上第一了 145楼 我人傻了 颜旗天照 居然被杀出游戏了 有这种事 JPG 331楼 已经好久没有顶尖高手 被杀出去了 我三观都精碎了 1142楼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JPG 吃瓜群众 全都沉浸在震惊的情绪之中 许峰水聊水论坛 他回了145楼 就是有这种事 回了331楼 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谁让我这么帅 遭人嫉妒呢 还有些水军 故意找茬的 许峰也回了一句 你也想试试 被斩首吗 他这句话 迅速被截图 成了表情包 叮 刀锋锁指 图片 刀锋锁指 你这个B装的我给10分 我的狗眼都快被你亮瞎了 许峰回到 你们老大怎么想 愿不愿意给于又威指挥权 刀锋锁指 还在投票 刀锋锁指 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于女神出面 分析了一下利弊 许峰愣了一下 他怎么说的 刀锋锁指发了张截图 于又威临时进了他们的小群 亲自分析了局势 刀锋锁指 于女神真的好看又有本事 我反正是赞同了 许峰却有些走神 他这么聪明 会不会把小经理给欺负死啊 我可以跟他一起欺负小经理 还能拱拱火 咦 我怎么已经默认他们能友好相处了 过了一会 许峰才回过神来 给刀锋锁指回了消息 你们接着讨论 我先去跟他们聊聊 说完 许峰在论坛发了条帖子 鹦鹉公会现在立刻道歉 战争可以停止 否则鹦鹉所有超过一百级的成员 我一次斩首 霸气 嚣张 吃瓜群众们都被惊呆了 五楼 太掉了 面对三大公会联手 还能这么赢 我服了 116楼 炎气天照 真的被你小子给送走了 这斩首能力 真的太吓人了 344楼 他只是被你A了一下 他又没犯天条 居然直接没了 帖子里 难得的没有吵架 鹦鹉公会的成员 都被许峰干沉没了 水军暂时也停了 许峰又出了城 开始猎杀那些特战组的成员 WWW M O M 他杀得很慢 但很安全 特战组用了新的战术 试图让那些有封印飞行能力 和封进空间的人 单独接近许峰 但失败了 许峰感知力越来越强 除非有炎气天照这种级别的隐身能力 否则绝对进不了许峰的身 而炎气天照 已经不在这世界上了 两个小时过去 特战组损失惨重 鹰颈花子 已经被杀了11次 直接掉到了80几 装备已经碎完了 他心态都崩了 这笔被杀出这个世界 还要痛苦 其他人也差不多 级别越高 被杀的概率就越大 三家工会的管理层 都被打得满肚子怒火 但偏偏拿许峰 没什么办法 一旦他们派出大部队 想要针对许峰 许峰立刻就跑了 不能封印许峰的传送能力 人再多也抓不住 能随时跑到暗街的许峰 特战组拿许峰 完全没办法 清语阁其他成员 窝在城里不出来 窝在城里 本身是一件很打击时期的事情 人大多数都是喜欢自由的 平时可能没感觉 但如果忽然连城都不能出 感觉会很不舒服 坐大牢 这对工会的凝聚力 打击很大 但许峰杀得太狠了 论坛里无比热闹 这些清语阁的成员 在城里待着 一点都不觉得无聊 全员看戏 甚至还有人开盘 这个小时 我赌约约会长 能干掉5800个人次 觉得到不了 5800人次的压左边 觉得比5800人次 多的压右边 刚好5800人次的话 直接通吃 于右威出面 进行了限制 每人每次最多 不能超过50枚同币 飞飞小声说道 太严格了吧 这个世界又不管这些 于右威清冷地问道 玩得太大 输了钱的人会埋怨谁 几个妹子愣了一下 小雪说道 风哥 于右威不再解释 飞飞继续小声说道 感觉于会长 最近多了点智慧 是从风哥那里偷来的吧 于右威哼了一声 我比他聪明 四个妹子脸色古怪 于右威扫了他们一眼 小雪带头说道 于会长智商天下第一 三井手给麦克发了消息 不能拖了 他们的工会成员 根本不烦躁 三井手 我的人都快被杀得崩溃了 鹰井花子掉到了八十几 三井手 哦 已经79级了 麦克脸色也很难看 局势的发展 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杀不掉许峰 现在又不是跟清语阁开战的时候 骑虎难下 乔斯特提议道 这件事要不然到此为止 或者直接开战 特战族损失的复活时 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他是个很现实的人 杀许峰既然杀不成 那就干脆地放弃这个计划 要么开战 要么停战 反正不能继续拖着了 三井手咬了咬牙 我支持开战 颜齐天照的血仇 必须要报 这也是个不错的由头 刚好适合全面开战 全面开战 麦克和乔斯特 都在心里默默沉思 颜齐天照被杀出游戏 他们也很惊恐 但这么一个难缠的对手死了 对他们不是坏事 鹦鹉公会跟许峰是死仇 但麦克和乔斯特 却没有陪着鹦鹉公会 与死网破的必要 麦克先给了回复 打也行 我出十万人手 月落西城 必须由鹦鹉公会来猎杀 乔斯特紧跟着回复 可以全面开战 但鹦鹉公会 必须是主力 两条狐猎 许峰斩首颜齐天照 实力和技能都很惊人 他现在是四家公会 矛盾的核心 谁杀了许峰 谁就最有可能 面临轻语格的拼死搏杀 三井守在心里骂了一句 回复道 月落西城继续成长 对你们也很不利 他今天能斩首天照 明天就能斩首麦克 麦克不为所动 傲然回复 他没这个能力 乔斯特也不在意 他来了我就走呗 召集人手在打 月落西城确实很强 但也只是个攻守 对战场的破坏力 没想象中那么大 他们两个游得很 看穿了三井守 故意宣扬 许峰式的大威胁的意图 三井守警告道有他在 清语格必成世界第一公会 你们甘愿被一个娘们压着 当然不愿意 麦克和乔斯特的脑子里 同时闪过一个相同的念头 他们出手猎杀许峰 就是不想看到这局面 麦克做了些妥协 连带附属工会 我出13万人 80级和90级的野外地图 我负责搜查猎杀清语格的成员 乔斯特脸色一领 知道麦克动了真格 想进常规野区 都得先到城市再出来 IQYGXTV O MIU 极少数的人 才拥有传送的能力 守住城门 是可以把某个势力的人 直接堵死在城里的 麦克要断了清语格80级到90级 这些人升级的路 乔斯特回到 我来负责70级和一半100级的地图 百级玩家越来越多 鹦鹉工会也得把百级力量派出来 回完消息 乔斯特有些感慨 许峰拿到第一本天书之后 人类整体的实力突飞猛进 百级大佬越来越多 现在已经进万人了 乔斯特挺欣赏许峰的能力 可惜双方不是一路人 先灭清语格 是西方工会很早之前就有的隐形默契 三井手握紧了拳头 没问题 我马上布局人手 开始堵杀清语格 乔斯特忽然问了一句 清语格会不会有帮手 万一他们也有顶尖工会帮忙吗 三井手冷笑两声 于又为这种长得极美的女人都傲气得很 不会有人帮他的 万经城外 月光明亮 吹过的风有些寒凉 许峰闲听信步 随意地猎杀着身后的特战组成员 这些人被杀猛了 已经不想尝试不同的战术了 叮 踏破千山发来了消息 指挥权规我和于又为两个人共同商议 行吗 许峰笑了笑 改主意了 踏破千山坦诚地说道 我不是为了清语格而合作 是为了你 许峰有些警惕 我是长得帅 但我不想对居 踏破千山愣了一下 哭笑不得地回道 你想多了 你斩首了炎弃天照 这是有史以来 第一个被单杀出这个世界的顶尖强者 而且 你战力极强 一个人能杀尽万人次的敌人 许峰被吹得有点舒服 我确实很强 踏破千山认真地说道 清语格面了并不可惜 我可以选择其他的合作伙伴 但你不一样 现在局势混乱 都是你搅起来的 我觉得 你有改变格局的能力 如果放任你死 我肯定后悔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许峰就是个仇恨靶子 自从许峰崛起之后 龙隐公会受的针对少多了 他活着 能替龙隐公会挨不少的案件 许峰干脆地回道 合作可以 指挥权共享也行 但如果分歧严重 最终还得听我家余会长的 踏破千山有些迟疑 许峰扔出了一点情报 定风波要跟我合作 踏破千山回道 如果有分歧 我尊重于幽微会长的意见 但如果造成重大损失 指挥权要交给我 许峰展现出了霸道的一面 不是尊重 是服从 咱们关系好 但亲兄弟也得明算账 难听的话 我说在前面比较好 轻语阁加上定风波 我完全可以拉任何其他一家 工会入局 他已经摆完筹码了 就看龙隐公会的选择了 他们可以服从 当然也可以拒绝 许峰盯着聊天见面 等着踏破千山的回复 踏破千山沉思了很久 回道 可以 但如果局势真的改变了 我有一个要求 许峰大方帝说道 说 踏破千山语气认真 适当放开资源 给散人玩家 顶尖工会可以吃最肥的资源 但也给普通玩家一口饭吃吧 许峰这次是真有些意外了 你不要利益分配 反而要放开垄断 踏破千山讲了个故事 我一个下属的战友 母亲得了胃癌 她唯一的机会 就是进这个世界打金 每天打十枚金币 她拿四枚银币 整个人的脊量都被累垮了 因为打金资源被大工会掌握 装备被大工会掌握 不交钱就只能挨杀 踏破千山不喜欢这样的世界 因为不喜欢 所以她想做些改变 许峰想了想 回道 四世纪以下的小打金点可以放开 等主流玩家级别提升 可以逐步放开 相对等级低一些的打金点 分给你们龙影工会的地盘 你们可以随便放开 跟我无关 许峰不是踏破千山这种人 过得苦的人太多了 许峰帮不过来 所以她只庇护自己人 也从不自诩是好人 不过许峰挺喜欢 踏破千山这种人的 这个条件 许峰答应了 踏破千山回道 龙影工会加上附属工会 一共十八万人 什么时候冲你打声招呼 我把你和余会长 拉进群聊里 许峰回道 别急着拉人 待会再说 踏破千山 许峰高深莫测地说道 听我的就行 该拉人的时候 我再跟你说 为什么要晚点再拉人 难道是要保密 清语哥的高层里有内鬼 虽然不明白 他在搞什么 但觉得挺厉害 老好人理解不了 逼王的思路 不过踏破千山 连指挥拳都能放出来 这种小事 也就不计较了 他回道 到时候跟我说就行了 许峰 没问题 回完消息 许峰给树影对月酬发了消息 三家工会有什么情报 树影对月酬 我刚要跟你汇报 树影对月酬 三家工会的顶尖强者都在回撤 我感觉他们要全面开战 树影对月酬 大佬 赶紧求援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一旦全面开战 清语哥是绝对打不过三大工会的 只能活活被围困在城里 不超过12个小时 就会开始有人退工会保平安 树影对月酬想想就觉得心底沉闷 压力巨大 许峰淡然地回道 就他们三家工会 急什么 树影对月酬有些震惊 心想这可是三家顶尖工会 从这个世界出现到现在 首次出现如此强大的势力 怎么在月老的嘴里 这三家工会仿佛不值一提 逼气十足 许峰没跟树影对月酬解释 一副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的态度 他给唐颂峰月发了消息 清语哥跟龙影工会结盟了 唐颂峰月 今天开战 许峰 让你们工会的百级大号都准备好 随时可能会开打 唐颂峰月十分干脆 行 唐颂峰月 需要我再拉拢一下其他的工会吗 许峰思索片刻 回道 不急 咱们三家 暂时够用了 唐颂峰月 也是 其他工会未必信得过 唐颂峰月 而且展示实力在找盟友 条件比较好谈 他能跟得上许峰的思路 许峰回道 待会拉个群 咱们三家工会的管理层都会进去 唐颂峰月的眼里闪过一丝茫然 怎么还要过一会 不过他也没多问 都是小事 许峰说了算就行 很快 许峰发现 身后追着他的特战组成员 都用了回程服 他们撤了 许峰趁着最后的八秒 点杀了鹰颈花子 我是一把利刃 还有封太郎这些比较强的人 今天我一个人杀退四千多人 咱们论坛上见 我是一把利刃 气得全身发抖 他掉了十四级 装备全碎 好不容易得到命令 可以撤离 结果许峰还要踩着 他们去扬名装兵 杀人诛心 特战组全部传送回了城 定 于又威的消息传了过来 出事了 于又威 峰叶谷的六级到四级城市 被他们三家工会的人围了 于又威 他们已经在论坛上 宣布全面开战了 许峰回道 别急 我去看一眼论坛 发完消息 许峰打开了论坛 热帖第一 鹦鹉工会 加百列工会与白鹰工会 向清宇阁全面宣战 今日起 见到清宇阁成员 格杀勿论 帖子的内容 先是斥责许峰 斩首了炎祁天照 大家有好切磋 你玩不起 直接把人干碎了 然后是威胁 三家工会加起来 精英战力超过五十万 远胜清宇阁的十二万人 在最后 他们提了个要求 交出月落西尘 让我们把他杀出这个事件 战争可以暂停 一楼 迟迟复仇 月落西尘 真的太过分了 二十三楼 干掉清宇阁 把月落西尘 赶出这个世界 三家工会的水军 铺天盖地儿来 不过许峰 可是现在的饭圈第一人 奶糖有点甜 率先冲锋 主动开战的是 三家工会 现在要说月宝过分了 有种单挑啊 三打一还要点名 针对一个人 显得你们很弱知道吗 水军能不能去死一死啊 帖子里吵得非常凶 工会频道里 汤姐有些疑惑地发了消息 为什么感觉 咱们占了优势 三家工会的水军 这么不给力吗 而且感觉咱们的人好多啊 许峰笑了笑 龙影工会养的水军 虽然不多 但也都掺和了进来 再加上许峰强大的粉丝数量 骂战里占优很正常 定 于又威给许峰发了消息 狗子 我不会放弃你的 许峰心头微暖 我知道 于又威沉默了两秒 回消息问道 我要不是大工会的会长了 你还会喜欢我吗 许峰认真的回道 我不在意你 是不是会长 你是于又威 我缠的是你的身子 跟你是不是工会会长 有什么关系 于又威心里豁然开朗 那就好 大不了从头再来 于又威 你的复活时期的代购 有可能会爆出去的 许峰有点想笑 等他知道 龙影工会已经跟清语阁结盟了 表情应该会很有趣 于又威在工会频道里 发了消息 百级以上的成员 四级城市集合 云生 我不去 你要是想去 咱们就分家 云生 你带着你的人退出工会 清语阁留给我 整个清语阁气氛无比的沉重 栗战三家工会 他们觉得几乎必败 在这种情况下 不少人已经有了别的心思 许峰看向云生的消息 面色平静 说实话了 于又威冷淡地说道 不想来就别来了 不过得你们滚出去 云生 哼 你真看得起自己 云生 财务是摇摇管的 生意我和九严管的最多 凭什么是我们出去 飞飞 凭于又威是会长 他才是创始人 韩九严 创始人有什么用 这得看贡献吧 双方吵得厉害 于又威沉默不语 传送到了四级城市里 他看了看周围 一共有665个人来了 清语阁现在一共有1033个百计以上的人 超过半数 都是支持许峰的 于又威心情却有些不好 有些平时跟许峰聊得不错 但现在没出面的人 在调集甚至是被杀出去的威胁面前 他们没来帮忙 飞飞在城门口转了一圈 脸色凝重 四个城门 都有超过800人守着 三家工会所有的百计大号都来了 人数超过3500人 于又威突破一个城门 都很困难 他眼神冷淡 轻声说道 待会进攻北门 优先击杀鹦鹉工会的人 打群架的时候 要死命地摁住一个人打 伤其食指 不如断其一指 清语阁不好过 鹦鹉工会也别想好过 论坛上 三家工会的水军疯狂嘲讽 清语阁不敢出来了吧 当说投无归好玩吗 退出清语阁 就可以不用被杀 鹦鹉工会 承邀各路高手跳槽过来 月落牺牲你个废物 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让别人替你解决 自己死出来 平时装逼厉害 到了关键时候 只敢往别人身后躲 他们想击许峰出去 三家工会的战术思想 依然非常明确 虽然出动了这么多的人 但只要杀了许峰 就算是战谷丰说 能斩首顶级大佬的人 值得这么多人出面 于又威深吸一口气 准备出城开战 就在此时 传送的光芒忽然亮起 刀锋锁指 踏破千山 唐颂风月 一千四百多个百集大号 整体地传送了过来 于又威愣住了 叮 许峰给他发了消息 我怎么会让你自己抗呢 他们听你指挥 于又威眼眶忽然一热 回了消息 你个坏东西 你找了人帮忙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咬死你 龙颖公会和清语格的关系 在许峰出现之前 并不算好 踏破千山是个好人 在大公会垄断的时代 他注定很难跟其他公会 混在一起 云生和于又威 一度把龙颖公会 当成了竞争对手 毕竟都是枫叶谷的公会 有种一山不容二虎的竞争感 于又威稍微一想就明白了 是谁 把龙颖公会拉过来的 许峰 而且这个坏东西 肯定早就跟龙颖公会联系好了 故意没告诉他 坏死了 许峰笑着回道 这不是要给你个惊喜吗 于又威翻了个娇俏的白眼 呸 我才不信你 今天我不理你了 故意看我着急 许峰遗憾地说道 行吧 闲拉黑一天 你敢 许峰刚逗了于又威几句 小群里有了消息 飞飞 龙颖公会居然来了 他们这是要帮忙 小雪 惊了 会长你什么时候 秘密跟龙颖公会联系上了 于又威有点不好意思 他性子骄傲轻了 不愿跟人计较 也不屑于拉帮结派 在龙颖公会里 他可没这么大的面子 他回道 是许峰把他们拉来的 小羽 我就知道 会长没这个本事的 欲然 风哥的人脉 是真的强 龙颖公会都能拉来 宇伯夜传 被群主于又威 近年十分钟 飞飞 笑死 小羽你 怎么能说实话呢 飞飞真是太可爱了 被群主于又威 近年十分钟 于又威杀疯了 许峰在心里吐槽了一句 汤姐还是理智的 他发消息问道 咱们跟龙颖公会 算是联盟了 许峰觉得 有必要解释一下 就是结盟 自园区相互开放 禁止互相厮杀 攻击任何一家公会 都是做对 两家公会的同时攻击 于又威也反应过来了 那联盟怎么管理 汤姐 五五开就不错了 小雪 其实龙颖公会 站主导也没问题 毕竟龙颖公会是大 小雪 咱们还是被围攻的一方 他们是来帮忙的 昔然 适当让步 也不是不行 于又威虽然骄傲 但并不自大 我理解 踏破千山的 指挥能力也不差 于又威 他指挥也行 许峰脸色古怪 最高指挥权规于会长 如果有战略矛盾 以于会长的意见为准 小群里安静了几秒 所有人都惊呆了 汤姐 你小子又在整活 小雪 风哥 这种时候你别闹 昔然 哎 这要是真的就好了 于又威眉头微皱 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比别人更了解许峰 总感觉狗子 不会拿这种大事来开玩笑 就在此时 踏破千山 主动走向了于又威他们 于会长 咱们怎么打 于又威眉眉眉里 闪过一丝果然如此 但又有些不敢置信 他是最高指挥 他自己居然到现在才知道 狗子嘴 今天居然没骗鬼 菲菲他们惊呆了 龙印工会居然真的把指挥权让出来了 怎么可能 许峰对他们的反应很满意 随口装逼道 清宇阁有我 当然要拿指挥权 又给他装到了 几个妹子妹子一脸呆滞 还是有些消化不了 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忽然之间 清宇阁多了个无比可靠的盟友 而且盟友还甘心当小弟 什么叫影响力啊 汤姐的语气里带着激动 稳了 咱们两家联手 有一战之力 许峰脸色古怪 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个人 小雪 啊 鱼又微 忘了谁 西然往远处的人群里看了好几遍 有些吃惊地说道 唐宋风月 龙印工会的出现 太过惊人 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在了踏破千山这些龙印工会的高层身上 但仔细一看 妹子们震惊地发现了一个事实 盟友不止一家 定峰波工会也来了 汤姐一脸难以置信 你跟他关系 居然这么好 论坛上 姬哥和许峰的等级竞争讨论度一直不低 许峰跟唐宋风月虽然偶尔互动 但力度不大 唐宋风月 居然也参与了进来 许峰哪来的这么多人脉 小雪忽然发消息 就算被封我也要发一句 峰哥比会长这条咸鱼厉害太多了 于又微脸颊微微红 没好意思把他封了 这话说得也没错 他说好听点较高冷 说难听点就是咸鱼一条 只是操作和升级比较强 于又微轻了清嗓 对踏破千山说道 攻北门 速战速决 消息还没传开 给三大工会迎头痛击 效果最好 踏破千山点头 行 他非常配合 立刻下令 全员准备进攻北门 于又微看些唐宋风月 唐会长 唐宋风月笑了笑 不用那么客气 下命令就行 他真厉害啊 于又微脑子里闪过许峰的脸 轻声说道 一起进攻北门 三家工会的百级大号 加起来超过两千人 打北门的八百多人 优势巨大 他们迅速行动 论坛上 四处都是三家工会的水军 清宇阁这次要吃大亏了 月落西尘就是个祸害 留着他干什么 我感觉问题最大的就是月落西尘 不道歉 还要杀这么多人 连累清宇阁出事 纯路人 只是觉得月落西尘 对清宇阁有感情 就该自己承担后果 喜论坛的方向 是因武功会定的 把锅扣在月落西尘的头上 离间他跟清宇阁的关系 攻击清宇阁 就成了立场的冲突 但把许峰塑造成清宇阁的敌人 能离见许峰的粉丝和清宇阁的成员 他们一吵起来 分裂就是必然的 许峰水着论坛 亲自下场带节奏 是啊 这次双方开战的结果 全是月落西尘一个人导致的 一旦开战 所有的结果都该由月落西尘承担 输赢都该由月落西尘负责呀 问题都是他搞出来的 论坛上现在有不少许峰的高仿名称 什么 几落西尘 月落西尘 月落有尘 月落西容 这给许峰极大的浑水摸浴的空间 不少三家工会的成员 跟着许峰一起猛猛冲 就是 战争的结果 应该由月落西尘一个人负责 清宇阁完全是被月落西尘 拖进麻烦里的 奶糖不太甜 也看到了这条回复 刚想反冲 咦 这个好像不是高仿 月宝你在干什么呀 月宝 你怎么穿着敌军的衣服 他这四十米的大砍刀 差点就收不住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论坛上忽然出现了几条帖子 出事了 龙尹工会的百集以上大号忽然集结 疑似出现在了枫叶谷的四级城市 清宇阁居然和龙尹工会结盟了 两千多个百集大号正在向北门冲锋 三大工会的北门力量被冲垮了 死伤惨重 整个论坛的吃瓜群众 全部惊呆了迈克 看到这些帖子的时候 脸色陡然变得深沉 定 乔斯特给迈克发来了消息 情况不妙 龙尹工会居然会跟清宇阁合作 这不应该啊 三井手也发来了消息 云生那个畜生给了假情报 他明明说过 清宇阁没有盟友 于又威跟其他工会关系并不密切 云生和许峰 大概是内鬼里级别最高的了 于又威有点勤酒的味道了 不过许峰只是有自己的力量 云生是拿着清宇阁的情报卖钱 三家工会动手之前 做过详细的调查 于又威性子骄傲 不懈抱团 没有盟友 情报是假的 乔斯特 于又威这个女人有些厉害 居然能说服龙尹工会 踏破千山那个臭脾气 居然愿意在这个时候 跟清宇阁合作 迈克皱眉 回道 不对 乔斯特和三井手都愣了一下 什么不对 迈克十分冷静 逻辑清晰 于又威的性格 确实傲慢如天上的神女 云生没有说谎 他应该确实不屑于抱团 乔斯特皱眉 如果不是他 那还有谁能说服龙尹工会呢 这个问题发出去的瞬间 乔斯特脑子里忽然闪过了一个人影 三井手心情极其糟糕 没有回消息 迈克说出了 他们共同的猜测 月落西沉 迈克 他跟刀锋锁指关系很好 而且风头正盛 三井手很想否认这种可能 一个副会长 凭什么有这样的影响力 副会长说是高层 但在鹦鹉工会里 也就是高阶打手而已 但三井手最终沉默着 没有反驳 他不是那种 热血上头就没有脑子的人 月落西沉 确实不是一般的副会长 全世界的副会长里 只有许峰有这样的影响力 乔斯特提出了关键问题 现在怎么办 三井会长 你想个办法出来吧 三井手继续沉默 清语阁加上龙影工会 就算他们三家打得过 也会死伤惨重 迈克回了消息 只要月落西沉愿意停手 双方停战 三井手愤怒地说道 你这是要打自己的脸 我们挑起战斗 我们认怂 太可耻了 迈克反问道 打下去 你有把握 在损失不大的情况下 打残两家顶尖工会 乔斯特叹了口气 变数全在月落西沉身上 我真傻 我只知道他很强 怎么都没想到 他能说服龙影工会结盟 三井手沉默了几秒 回道 暂时停手 让月落西沉继续成长 这肯定不行 三个会长的脑子里 蹦出来了相同的想法 许峰的斩首能力 让所有顶尖大号 都很忌惮 谁也不想被许峰黏上 然后一套操作 送出这个世界 可是打也不行 这个逼朋友太多了 迈克此时发了消息 不用沮丧 我已经查到了英族的线索 110集的大剧情 是多工会副本 奖励肯定无比丰厚 我们合作拿下奖励 再开战 胜算会大很多 多工会副本 三锦首和乔斯特一脸震惊 副本能容纳的人数越多 奖励肯定越丰厚 目前为止 奖励最丰厚的是野外工会副本 居然还有多工会副本 三家工会 如果联手下副本 奖励会有多丰厚 最起码 上百件100集以上的强力装备 现在工会大战的核心 就是百集大号的拼杀 这么多的强力装备到手 对付清语阁和龙影工会 就方便多了 定风波 许峰的舔狗罢了 三锦首他们并没有把唐颂风月放在眼里 麦克身上满是运筹帷幄的自信 用九州的话来说 得到多重 只要我们有赢的趋势 其他工会就会很乐意帮助我们 这段时间 我们还可以趁机拉拢一下其他的工会 三锦首 行 乔斯特 我没意见 五分钟后 一袭蓝白长袍 黑发柔顺乌亮 浑身透着精致绝美的余又威 袭击了四级城市的东侧 又有八百多个百集大号 被杀得掉了一级 余又威柔美的眼睛里 闪着兴奋的光泽 他给许峰发了消息 又打赢了 他们损失惨重 1700多人次的百集大号阵亡 掉了不少装备出来 三家工会 确实损失惨重 许峰在论坛跟人对着线 随意地回了一句 真厉害 女人只会影响我兑现的实力 余又威眯起了眼 狗子 你再敷衍 我一次试试 许峰笑了笑 回道 我看到了 战术干脆 打得不错 许峰 不过跟我比 还是差了点 余又威哼了一声 你确实厉害 余又威 不过你一个人动手 还是不如大家一样上杀得快 许峰杀了上万人次的敌人 花了将近三个小时 余又威他们杀了1700多人次的敌人 战斗时间只花了八分钟 真想冲垮敌人 还得大军来 许峰认真地说道 不一定 我认识个朋友 一挑几万都能打赢 余又威惊了 谁啊 悟空 余又威磨了磨洁白的牙齿 想象了一下 咬在许峰的肩膀上 会是什么感觉 定 许峰刚想跟余又威多聊几句 刀锋锁指发来了消息 最新情报 三家工会的人进城了 堵城的人是不能进城的 进了城就到了安全区 没法堵人 许峰并不意外 马上就结束了 刀锋锁指有些感慨 你是真厉害 开战之前 就知道对方不会硬钢 他们是来挣钱的 不是来拼命的 许峰面无表情地说道 把你在我们工会的内鬼撤走 这话是许峰跟云生说的 刀锋锁指既然知道了 肯定是清语阁里 有龙影工会的内鬼 嗯 这就撤走 刀锋锁指嘀嘀咕咕 有些后悔 因为太过震惊 而透露了内鬼存在的情报 其实龙影工会也不是想对付清语阁 主要是想吃吃鬼 毕竟清语阁是九个顶尖工会里 唯一一个权力分裂的工会 许峰跟刀锋锁指聊完 于右威发来了消息 刚刚迈克联系了我 他说想要停战 双方各自退走